这些人无一例外,那就是,都是相貌英俊的男子 好家伙 苏义仙有些扎舌,看着这数量少说都有百位 可想而知,这位六公主未来以后到底会有多少后宫男宠 光是这沧海皇朝皇都便有不下百位,可谓是来者不拒 经过这个小插曲过后,一行人来到皇宫之处 吴涛在此早就提前设好大宴,筹备众人 他小心谨慎地坐于苏义仙身旁,举杯说道 几位大人能够屈尊来沧海小国,是沧海的福浅 姑,在下先敬各位大人一杯 似乎转变得有些不习惯,他可不敢在这三位大人面前称呼自己为姑 说完,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 英成风与贺云脸色平淡,甚至连桌上的酒杯都没有拿起 这让吴涛脸色有些尴尬,在众多大臣面前下不来台 这时,一旁的苏义仙率先拿起一杯酒,笑着回应道 吴皇主客气了 见苏公子都拿起酒了,一旁的英成风与贺云自然是坐不住了 这才拿起酒杯 苏义仙这细微的举动可谓是给足了吴涛面子 几杯烈酒下肚,吴涛红光满面,浑身飘飘然的 不由对眼前这位家公子好感大声 众多臣子本来心中不解 但见连不朽道统的大人都给自家皇主敬酒 只觉倍儿有面 自己沧海皇主竟然能够与东明道统的宗主与大长老喝酒 传出去只怕是会吓死其他百国之人 几杯酒下肚,不知是不是酒水给了吴涛胆量 吴涛借着酒敬说道 不知三位大人,前来是沧海所为何事 可有吴某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 尽管吩咐 我沧海皇朝必将倾举国之列 作为一招之主,吴涛可不傻 连东明道统宗主与大长老都要亲自陪同的神秘公子 竟然来了百国之地,一定是有原因的 眼前大人的模样并不像来找麻烦的 若能因此而傍上这位公子的大腿 那沧海皇朝可真将一费冲天了 到时候,这百国之地还不是沧海说了算 吴涛脸色通红,激动无比 首座之位的苏一仙小酌了一口杯中酒 目光平静,轻声说道 在下在族中修炼遇到了一些瓶颈 此次前来不过是想历练一番 好寻求感悟 这话说出来别说是阴城风贺云了 就连皇主吴涛都不怎么相信 不过,众人都很识趣地没有多问 见苏一仙不愿多说 吴涛举起了酒杯上前说道 苏公子,我敬你一杯 大长老见状,眉头微微皱 心中有些不愿 苏公子是什么身份 你又是什么身份 一个小小的沧海皇主 可莫要得寸进尺 这般攀岩富士之人他可是见多了 贺云是从打从心里瞧不起 苏一仙对此也没有拒绝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吴涛不知喝了多少杯酒 能与这几位毕生难以接触到的大人物们喝酒 难免有些情绪激动 就好像自己与他们地位平等一般 皆是难离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存在 虽不断敬酒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办法更加一步拉近几人关系 这时一旁的左丞相上前扶手在吴涛耳边说道 皇主大人 此宴只有酒水 没有舞姬 难免有些晦涩 六公主舞姿绝宴 容颜绝美 何不妨让六公主前来献上义舞 若是能够因此被这位来历神秘不凡的苏公子给看上 那么我们沧海皇朝 可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了 吴涛听闻后 眼前一亮 目光大胜 有道理啊 不由俯首大笑 好 如此甚好 左相 你去吩咐人将双叫上来 见皇主采纳自己的建议 左丞相笑意满满的点头退去 两人间的对话虽然隐秘 但却根本没有瞒过 阴城峰与贺云的耳朵 贺云面露不屑之色 也没有放在心里 一个世俗之间能有什么出彩的女子 苏公子就连他们东明道统的天之娇女 都没有看待眼里 怎能看上你小小皇朝之女 而宴会上的苏一仙 心中正在盘旋着 要如何自然地牵引出天命女主 目露思索之色 却不想吴涛直接开口说道 几位大人 苏公子 此次宴会只有酒水 难免有些兴致缺缺 不瞒各位大人说 在下小女情幼双 舞姿卓绝 寡人这就让她过来 为几位大人舞上一曲 苏一仙一听 眼神一亮 差点拍手叫好 真是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 看向一旁的吴涛 不由觉得越来越顺眼 也没有拒绝 轻笑道 吴皇主倒是有心了 吴涛回首说道 哪里哪里 能够给苏公子 与两位大人献舞 乃是小女的荣幸 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大笑 沧海皇宫之中 一处装饰典雅的宫殿 铺着青石板路 烟柳池塘 假山傍水 在宽阔的殿中 一名腹弱凝脂冰激玉体的少女 正挥舞着手中的清风 少女身姿轻盈 如杨柳般纤细婀婀 一举一动飘逸出尘 钟灵玉秀 虽只是背影 却令人无法一开双眼 想要一窥其滋容 少女玉手一番 华丽的转身 犹如瀑布般 柔顺乌密的秀发纷飞 手中剑柄朝着身后重重一次 终于露出了举世无双的绝世容颜 一双如同星河般璀璨的凤幕流畔 精致滑贵的面容 好似上天惊心雕刻一般 朱唇晶莹剔透 鼻梁小巧坚挺 虽只是少女模样 但不难看出 日后定然会是一名倾国倾城 令人疯狂痴迷的绝世美人 皇族常年来蕴养 令其气质高贵万分 优雅从容 此等角色女子 正是沧海皇朝六公主 秦幼霜 秦幼霜放下了手中剑 眉眼中透露出一丝喜色 朱唇微微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刹那间周围百花失色 放眼世间男子 见此绝言后 都只怕都会失神片刻 赞叹一声 当真是重礼奄然通一顾 人间颜色如尘土 不错 双二你 如今的神水剑法 如今已达第六重 穿海汇流 以你如今的实力 一战速到境界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秦幼霜一旁 浓浓的烟雾化作的虚影中 传来一道温柔的男生 神魂投影 最低也得是涅槃境的修为 才能够使用而出的秘书 秦幼霜看着虚影 抱以笑颜回道 这都多亏了李师兄 说到这 他动人的毛子黯淡了下来 只可惜 幼霜天赋不佳 怕是此生最多 也只能止不于九转境了 双二你放心 我最近没日没夜地 接取宗门任务 就是为了帮双 你换取到能够改变 资质的先灵洗髓单 有了此单 你突破到涅槃境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虚影急忙道 秦幼霜这才浮现出了笑脸 欢喜地娇声道 嗯 李师兄 你真是个好人 那虚影苦笑道 双二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 我高公公道 话还没说完 店门外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声音 秦幼霜愣了愣 不由有些疑惑 高公公 他可是 那个男人身边的红人 掌管后宫内一众大小事 地位尊崇 两人可谓是八竿子 打不着一起 他来自己这里做什么 秦幼霜心中有些不解 收起了长剑 转头看向一旁的虚影 说道 李师兄 我明白 既然有人来了 那我就先退去了 双 有什么事传引我便好 虚影有些不舍地说道 虚影淡淡地消失 似有所不甘 他说道 双 半月 不出半月我 一定能够为你换来 那仙灵吸水单的 等我 秦幼霜点点头 看了一眼门外 表情平静 头也不回地说道 嗯 我相信你 随着虚影消失 秦幼霜有些不耐烦地拍了拍衣袖 轻难道 废物 大殿门外 一名肤色苍白 鹤发童年的老公公 神色匆匆 大步上前 在齐周旁 围绕着几名小太监 秦幼霜上前相迎 毕竟他身份摆在那 若是得罪了 对自己日后夺权并无好处 看着眼前人 脸上涂满着厚厚的白粉 脸颊尖涂有淡红 手中掐着兰花纸 心中颇感不适 只觉一阵恶心 这老爷人 但还是强忍着露出微笑 询问道 今是什么风 将公公您给吹来了 可是有什么好事 本是抱着开玩笑的心里 说出这番话 却不想高公公喜笑颜开 说道 六公主这第六感 当真是准得很啊 这还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高公公仔细端向着眼前的秦幼霜 刚练完剑的秦幼霜 如同杨白宁之般 光洁白皙的脸上 有着一抹飞红之色 夹杂着几滴汗珠 看上去如同晨曦的水蜜桃一般 娇艳欲滴 美得不可有物 作为这后宫之中的总管 上到宫中妃子下到宫女选秀 什么样的女子是她没见过的 但饶是如此 秦幼霜之姿 也令她一个阉人 都有些蠢蠢欲动 虽然这六公主 修炼天赋不佳 但光凭这样冒日后 也必然不凡 平复了一下心情 高公公可谓是越看越满意 不由嘖嘖赞叹道 六公主天人之姿 比婉华娘娘更为绝艳 苏公子定然喜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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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话秦幼霜绝美的俏脸 一下就寒了下来 他生平最讨厌别人提及他的娘亲了 不过当听到高公公后面的话 不由一愣 紧接着醋了醋眉 说道 苏公子 莫不是又是父皇给我安排的亲事 幼霜想以修为为重 如今并不考虑这些 还望公公转告给父皇 因为自己的相貌 整个百国之地内 爱慕垂涎自己美色的王孙贵族 大臣之子数不胜数 每日国内国外求情之人数不胜数 甚至连自己的父皇看自己的目光都有所不对 对于这些顽固弟子秦幼霜 压根就看不上眼 反倒厌恶无比 好在自己半年前一次偶然间认识了李师兄 他虽也精于自己的美色 但与他人不同 尚且有所收敛 不及于色 最为重要的是 李师兄的身份 乃是不朽道统的圣子 不说别的 光是这般身份 便能足以抵得上整个百国之地了 更是对自己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天才地宝法器仙气数不胜数 一顿唐衣炮弹 狂轰烂炸 自己如今所修炼的神水剑法 便是他所传授 李师兄还曾说 返回宗门之后 必定会为自己寻来 改善体质经脉的仙丹 这么一对比 本就看不上眼的百国天骄 更是不值一提 秦幼霜看着高公公面色平静地说道 高公公 劳烦了 高公公听到后没有生气 反倒是轻笑道 六公主想必是误会了 沧海皇朝谁人不知 六公主眼高于顶 对于百国之地的 天骄皆是不屑一顾 他解释道 此次所来之人 可不是百国之地的公子 甚至不是南离界之人 他故作神秘道 嗯 秦幼霜有些疑惑 不是南离界之人 见秦幼霜面带疑惑 高公公笑道 这苏公子啊 可是连皇主大人都得敬畏的存在 不知公主大人 可听说过东明道统 这位公子 便是从东明道统而来的大人物 竟然是东明道统 这个势力整个南离 恐怕是无人不知 东明道统 乃是南离界上头的不朽道统 秦幼霜眼神中 闪过一丝错愕 人惊的高公公 敏锐捕捉到了秦幼霜的眼神 笑呵呵地说道 况且这件事 乃是皇主大人吩咐 六公主去与不去 可不是咱家说了算 他摸了摸手中的翡翠班纸 半带威胁地说道 秦幼霜见状沉思了许久 悠悠开口道 既然如此 高公公前面带路吧 见秦幼霜答应 高公公瞬间笑容满面 称赞道 妙哉 不着急 六公主还请焚香沐浴 梳妆打扮一番 殿房外 高公公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六公主 去了可要好好表现 把握住机会 若是能被苏公子看上 不仅是公主 您能因此飞黄腾达 甚至连整个沧海皇朝 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热气腾腾 阴晕着白哀哀雾气的房内 秦幼霜一头绣发湿漉漉的 曼妙的身子 浸泡在铺满花瓣浴桶之中 一旁的侍女 正小心翼翼地 往桶里加着热水与花瓣 秦幼霜 匆匆欲指 抚摸着光洁柔滑娇嫩飞红的肌肤 长长的睫毛微垂 看不出表情 心中却冷笑道 虽不知这苏公子是何人 但保不准 又是一个如同李师兄一般的货色 正好 想到这 秦幼霜如同蜜桃般 动人惊薄的嘴唇微张 开口道 朱儿 去将我那件红蓝金丝裙拿来 宴会之上 一直饮酒的皇主吴涛 倒也有些眷了 见两位东民道统的前辈 已然有了不耐烦之色 朝身后招了招手 左丞相拱着身子上前 吴涛略显不悦地大声质问道 怎么又爽还没有钱来啊 若是让苏公子 与两位前辈久等了 此罪 你左语光可担当得起 左丞相听闻脸色苍白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解释道 这微臣也不太清楚啊 微臣已经让高公公前去了 想来六公主应该马上就到 还请陛下稍等片刻 吴涛冷哼的一声 一旁正在淡然明察的苏义仙 悠闲自如 明明几壶烈酒下肚 身上却没有一点酒意 整个人光是坐在那边 是全场的焦点 他轻拂衣袖 轻笑道 我等不及 吴皇主 想必贵公主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不妨先饮点茶水 请醒酒 苏义仙面色淡然 反正他已经决定了 今儿不看见这天命女主 他是不走了 他倒是十分好奇 这天命女主 到底是长啥样的 竟然能够迷得不朽道统 与古族弟子神魂颠倒的 苏义仙百无聊赖地 翻阅着眼前这位 秦佑霜的人生剧本 忽然皱了皱眉头 虽说是人生剧本 可这剧本的名字叫什么 就在他疑惑之际 殿外突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 六公主秦佑霜道 听到这声音 沧海皇主吴涛眼神一亮 双儿终于来了是吗 沧海大臣们 皆是知晓晴又双之美貌 他们不由直勾勾地 朝着殿门外望去 就连东明道统的宗主与大长老 都忍不住瞥了一眼 他倒要看看这小国之中 能有什么惊人女子 能令吴涛与一众大臣们 不止一次赞叹其美貌 当见门外那一道绝世倩影 两人愣住了 不光是他们 就连苏义仙都忍不住瞪大了眼 满眼错愕之色 店门外身着飘逸灵动 金丝红裙的秦又双正款款来 少女眉眼带笑 如四月春风拂过 惊艳绝绝 精致的脸蛋 只是略失粉带 便明艳动人 令百花失色 见其绝言 就连被美酒滋养过后的嘴里 都难免有些干涩 他身姿轻盈妙 所有人的眼光都难以离开分毫 汇聚于秦又双身上 目光灼灼 门外的秦又双 目光略微扫过众人 端庄大方的一笑 很满意众人这般目瞪口呆的表现 他迈开精致的小脚 踏入店中 伴随着一阵好闻的香风拂过 整个宴会上 似乎都充满了少女芬芳的体香 他的一颦一笑 似乎都有种魔力一般 牵扯着众人的心神 秦又双来到吴涛面前 当看到父皇吴涛眼中浮现的淫欲 不由感到有些厌恶 但这厌恶之色转瞬即逝 很好的被他掩盖了起来 唯有苏毅仙敏锐地察觉到 秦又双微微躬身 优雅又不失礼节地轻声说道 父皇 吴涛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大手一挥掩盖了自己的尴尬 大笑着说道 双儿你终于来了 他起身上前 不动声色地抓住秦又双 柔软滑嫩的御手 秦又双翘眉眉眉促 这个老东西 他被吴涛拉到苏毅仙几人桌前 吴涛大笑地介绍道 来来来 双儿 这两位乃是东鸣道筒来的贵人 而这位便是苏公子了 双儿 你可要替微服好生招待 苏毅仙仔细打亮了一眼 眼前绝色女子 惊叹于她 鬼斧神功 像是老天爷精心雕刻的般面容 当真是人间绝色 她面色平静 看不出任何波动 温和地说道 秦姑娘好 而一旁的大长老 却是有些恍神 很快回过神来 不由老脸一红 心中暗骂道 该死的 自己好歹是不朽道筒的大长老 在这小国之中 怎么会如此势态 咳嗽两声 掩盖自身的尴尬 抚须赞叹道 不错 倒是个生得灵气的女娇娃 一旁的宗主殷成风 也罕见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点点头说道 大长老所说的不错 想不到男离界 竟然有此等女子 就连我东鸣道筒之中 也难寻奇异 你这小小沧海 倒也是令人有些意外 吴涛听闻大笑一声 几位不朽道筒的大人 都如此赞叹自己女儿容貌 显然让她十分受用 她将秦幽霜推向前 笑着说道 还不见不过三位大人 秦幼霜美眸细细打亮起了眼前 气与非凡的三人 三人的气息 皆是深不可测 举手投足之间淡定自若 就算是在自己面前谈吐 也十分自如 一看就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在两位年纪稍大的前辈之中 俊美不凡的苏义仙 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便是高公公所说的苏公子吗 此人竟然坐于位手 看着架势三人中 似乎隐隐以她为尊 秦幼霜上前 伴随着好闻的湘风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她的身子低的 稍微吓了一些 在苏义仙这方视角 金丝红裙的胸襟处 不由露出了大片大片雪白的圣女风 犹如跳动的白兔 坐于苏义仙这个方向的沧海大臣中 不由传来吞咽口水的声音 秦幼霜微微一居身 飘逸的秀发 从鬓角尖垂落一缕 她低着头轻声说道 幼霜见过苏公子 见过两位大人 这一举动 直接好感拉满 大长老与宗主两人笑着点点头 毕竟如此貌美的女子 举止间如此得体 他们也不好 多说什么不是 苏义仙则是抿了一口茶 但笑着说道 秦姑娘客气了 不必多礼 她面色平静 眼神清澈 秦幼霜不由一愣 她从苏义仙的眼神中 看不到任何的邪欲之色 眼前男子眼神温润平和 气质卓绝出尘 不是那种在自己面前 故作镇定的装模作样之人 秦幼霜还从未见过 有男子能够再见识到自己的容颜后 还能如此淡定自若的 不免感到有些奇怪 想到这秦幼霜的身子 不由向前微微轻了一些 雪白的玉兔 隐隐有要跳出来的架势 令人血脉喷张 伴随着好闻芳香 苏义仙恰好是 看得清清楚楚 距离自己 不过是一步之遥 苏义仙皱了皱眉 面色古怪地 看着眼前的爵士女子 这是干什么 见她并无察觉 像是无意之举 苏义仙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心中不眠 有些汗颜 而秦幼霜 偷偷地瞄了苏义仙一眼 见她转过头去 一愣 这都没反应啊 这跟自己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啊 她有些疑惑不解 不过也并不太着急 反倒是对此人的身份 感到好奇了起来 据父皇和高公公所说 此人身旁这两人 皆是不朽道统的大人物 他莫非也是如李师兄那般 乃是不朽道统的圣子 可像李师兄那般的 不朽道统圣子 一个李师兄的 带给自己的好处 可谓是让情幼双长道的甜头 眼前一个更大的金龟 还怕掉不到你不成 他抬起头 动人的美眸略带深意地 看了一眼苏义仙 缓缓起身 雪白肩膀上的裙带 不经意之间滑落了一些 露出了百里透红滑嫩的香肩 就连一旁的大长老 呼吸都有些沉重了起来 却不想苏义仙此时 正查看着她的人生剧本 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自从太古神池出来后 光是修炼吸收便消耗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几万天命值 眼前天命主角秦幼双这般天命值 实在是让她眼馋得很 要如何搁一搁呢 她暗暗想到 对面的秦幼双 显然是不知道苏义仙在做什么 见她跟个木头人坐在那的样子 不由有些傻了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俊美的少年 这都没反应啊 认真的吗 一旁的大长老 看着苏义仙一脸淡然的表情 不由暗暗自愧 不愧是古足公子 眼前少女这般角色容颜 就算是她见了都有些异动 想不到苏公子竟然如此不尽美色 这般星星 当真是令常人难以起见 苏义仙这样子 让向来以自己美貌自负的秦幼双 有些气得跺脚 身旁的吴涛 见差不多了大笑一声说道 双儿乃是我第六女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其中最为绝艳的便是双儿的剑舞 双儿 几位大人物在此 不妨跳上一舞如何 东鸣道统 功勋阁 不少弟子窃窃私语 看着快步走来 衣衫蓝缕双目血红的英俊男子 感到十分不解 这还是往日那风姿绝代 天赋一禀的大师兄吗 看着架势 若非那熟悉英俊的脸庞 只怕是道统之中 恐怕没有几个能认出眼前人是大师兄吧 大师兄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年前从外历练回来 就成了这副模样 有弟子问道 就是啊 大师兄最近发了风式的 接取宗门任务 甚至连百年未有真传弟子 敢接取的猎杀邪修的任务都接了 他这是 要换什么功法吗 我想不是 以大师兄圣子的位置 宗门内什么功法没有 依我看 大师兄这是在逼迫自己修炼 唯有在生死之中方 能找到突破的顿悟时机 大师兄这般努力 真是令我等自愧不如啊 不愧是我东鸣道统的圣子 由此圣子 东鸣未来必定会在大师兄的带领下 更上一步 难道你们的没有注意 大师兄手中的那枚妖丹吗 那可是画灵镜的妖兽啊 大师兄竟然能够以涅槃尽力 战化灵镜妖兽 这战力 未免太过恐怖了点 大师兄这么努力 心疼大师兄 众弟子议论纷纷 李长生却充耳不闻 他双目赤红 嘴唇苍白 看上去没有一点血色 衣衫破烂 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活脱脱的乞丐 他低下头 看着手中一颗晶莹血红的妖兽内丹 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这次猎杀的妖兽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妖兽 而是拥有一丝太古凶兽 血脉化灵镜的妖兽吞天蝉 若非自己拥有羽化神体 再配上此前的诸多准备 差点就命丧妖兽之口了 好在有着师父给的保命法宝 才能侥幸击杀吞天蝉 然而是现在回想起来 李长生都还有一丝后怕 他暗暗想到 思绪拉长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抹精彩绝艳的倩影 那日难离界之行 他这辈子也忘不掉这位女子 情幼霜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便是一眼定终身 李长生眼神闪过一丝温柔 嘴唇喃喃 双儿 等我 只要将这没吞天蝉的那丹 交于任务长老 我便能换取到先灵洗髓丹 祝你脱胎换骨了 他目光灼灼 以他圣子的身份 要什么没有 只不过这先灵洗髓丹 虽然不是什么逆天的质保 但其能够改变体质筋骨的效果 哪怕是在上界之中也是少有 虽然最高只能达到涅槃境 但对于目前的双儿来说 可是绰绰有余了 只可惜此物在功勋阁之中 哪怕是他圣子身份 也不能平白无故所要 唯有花费宗门贡献点 老老实实换取 足足要三万之多 对于眼馋这枚丹药天赋不好的弟子来说 这庞大的贡献点令人望而生畏 而对于可能拥有这么多贡献点的 天之骄子弟子来说 天赋什么的 他们根本不愁 上线是涅槃境的丹药 就更是看不上眼了 所以这枚仙灵洗髓丹 便常年以来搁置于此 李长生早些年存在门内 贡献点也有不少 可是在遇到秦幼霜之前 在修炼上早就花费大半 唯有接取宗门任务 才能快速获得贡献点 自己涅槃境的修为 虽然在这道统弟子中乃是第一人 但即便如此 他也花费了足足小半年的时间 再向同门弟子借了不少 拼拼凑凑才勉强凑足 陆成虽然艰辛 但好在如今 只要将这梅丹药上交 便能够换取这仙灵洗髓丹了 想到这 李长生本来有些因为劳累 而灰暗的眼神变得火热 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双 他大步走进了功勋阁之中 南离界 沧海皇朝大殿内 秦幼霜听到吴涛的话 脸上露出小女儿家的娇羞之色 略带羞涩的低难道 父皇 如此多人 双儿有些紧张 怕有所失误 一旁的沧海大臣们 却是起哄到 六公主舞姿几年前在下有幸见过 当真是惊为天人 如今想不到 能再一次大饱眼福 这可多亏了三位大人啊 是极 苏公子一表人才 气质犹如折仙将士 我看与我们六公主 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对啊 苏公子与二位大人都会说什么 六公主不必担忧 尽管一掌五字便是 场的沧海大臣皆是人精 夸赞秦幼霜之间 还不忘拍一拍苏一仙的马屁 在众人议论期间 秦幼霜的腰间玉牌 涌出一丝薄薄的白雾 在场之中 除了苏一仙与宗主大长老三人 没有人注意到 正在喝茶的苏一仙 似感觉到了什么 手中茶水停在了嘴边 她眉头一挑 余光看向了秦幼霜的腰间 嘴角微微扬起 神魂投影 有意思 看来这个沧海皇朝的六公主 也不简单 以她如今的修为 这神魂投影之术 自然是瞒不过她的神识感知 神魂投影之术 一旁的大长老贺云也注意到了 她皱了皱眉头 看向一旁的宗主殷成峰说道 宗主 这最高不过不死境的小国之中 竟然还有人使用神魂投影 不简单啊 殷成峰点点头 她看了一眼坐于一旁的苏一仙 见她神色如常 抬手说道 苏公子想必也感受到了 既然她都没有说什么 我们也不必生长 她的目光扫过沧海皇朝的众人 见他们依旧是一脸兴奋地吆喝着 显然是没有感受到任何不同 说道 看着沧海皇主的样子 应该连她也没有发现什么 先看看再说 贺云听完回到原位 紧盯着秦佑双腰间的玉牌 眼神有些闪烁 这玉牌 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 她不由想到 而另一边 众人如此热情 秦佑双剑状也不好推脱 只好勉为其难地 从储物界之中 拿出青色的软剑 脚尖轻点 身姿身姿地向后退了几步 卧剑略带娇羞地说道 既然各位大人们都如此热情 那佑双就现丑了 好 吴涛拍手称赞 双二你大可放心 几位大人在场 没有人会责怪你的 说完他偷偷撇了撇手座上 正在饮茶的苏一仙 见他嘴角一直挂着微笑 心中不由暗暗自得 双二虽然天赋有些不尽如人意 但其容貌 哪怕是不朽道童所来的贵人 都为之倾倒吧 看苏公子这模样 只怕是双二跳上一舞后 便会被双迷得神魂颠倒 吴涛暗暗期待了起来 秦佑双步伐款款 行走间有相风拂面 他来到苏一仙身前 欠身说道 苏公子 见笑了 手中常见灵动十足的翻卧 就在他准备舞上 一曲惊艳这位不朽道童来的 神秘苏公子时 腰间玉牌溢出的 白雾状的神魂虚影 颤动了起来 一道愤怒至极的怒合声响起 双二 你在做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大吼声 把不少正在饮酒的沧海大臣 吓了一跳 甚至连手中的酒杯 都有些拿不稳 洒落一地 听到这声音 秦苏双胶躯猛的一阵 美眸中闪过一丝错愕之色 苏一仙也是感到有些讶异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东鸣道童之中的李长生 透过神魂虚影 清晰无比地 看到了秦苏双之前 娇羞露骨的一幕 目自欲裂 牙都快咬碎了 本来满心欢喜 得到仙灵洗髓单后 想与秦苏双分享的喜悦 瞬间灰飞烟灭 手中的仙灵洗髓单 一瞬间就不香了 他脸色有些发绿 看着神魂虚影中 传来的秦苏双 一颦一笑 风情万种的模样 心中生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自己都他妈没见过 他紧紧握着手中的 仙灵洗髓单 怒斥道 娇儿 你在做什么 自己拼死拼活地 筹集宗门功勋 为其兑换仙灵洗髓单 是为了什么 李长生感觉自己 身为男人的尊严 受到了侮辱 神魂投影的另一方 宴会上的众人 望着秦苏双身旁的 神魂投影 忽然有人惊恐暴 神魂投影 这可是涅槃境 才有的手段 此人是何人 怎么出现在我沧海皇朝 虽然沧海皇朝中 最高不过的不死境修为 众多大臣 更只是宿道境 但是神魂之术 他们还是有所了解的 眼前六公主身边的 那道白色虚影 明显就是神魂投影 也就是说 一直有一位涅槃境 存在的人 在窥视着他们 你是何人 怎会出现在武女身边 吴涛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便反映过神来 若是平时 有大能使用神魂投影 他必然是要 客客气气地与之交谈 而今日不同 场内有着三位 不朽道统前来的大人 虽不清楚 应成风贺云几人修为 但据他所知 不朽道统中光长老 最低便不下于涅槃境 更何况 涅槃境只是比自己高一大境 整个沧海举国 未免没有一战之力 如此轻易进入 沧海皇宫窥视宴会 若是这件事 传到其他百国 只怕是尊严尽失 李又双见情势不妙 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神色有些慌张地暗暗传音道 李师兄 你听我解释 秦又双实在是没想到 李长生会在这个时候 来找自己 按理说 两人一般都是小半个月 通过神魂投影联系一次 李长生没有理会吴涛的质问 而是柔声朝着秦又双说道 双儿 不必多说 我相信你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 对吧 秦又双一愣 红唇张了张 心中所想的一系列错词 被吞下 不知道说什么 是谁 李长生的声音 突然大了几个分贝 一瞬间 整个宴会上 被涅槃静的恐怖修为给笼罩 除了苏义仙三人 与吴涛秦又双安然无恙外 整个殿中的大臣们 瞬间觉得呼吸凝滞 有些难以喘息 虽然只是一缕分身 但是涅槃静的修为 对付一些速到劲 还是绰绰有余了 放肆 给寡人住手 真不将我沧海皇朝 放在眼里吗 吴涛怒声大喝 大嗅一挥 抵御着这股莫大的压力 而秦又双 此时有些手无足策 懊恼不已 早知道就不将李长生 给自己的令牌 带在身上 若非自己随身带着李长生 交给自己的令牌 他也不会这么轻易地 神魂投影过来 如今可倒好 在山海接待几位贵重客人下 竟然出现了这一档子时 秦又双眼神闪烁 在衡量着利弊 虽然李师兄身份不凡 乃是不朽道统圣子 对自己也挺好 但是如今沧海在场的那三位是什么人 一位是大长老 另一位更是一宗之主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势力 而是实打实的不朽道统 那位苏公子更是身份神秘 需要两位大佬亲自接待的人物 相比之下 李长生一个圣子的身份 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秦又双所信闭口不语 任由其发展 他相信 那位苏公子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巧了 苏一仙此时正吃瓜吃的正香 李长生见秦又双闭口不语 还以为他遭到了什么人胁迫 在他心中 自己的双二冰清玉洁 洁身自好 到如今依旧是完毕之身 这自然是瞒不过自己的法眼 他扫过在场众人 心中怒火滔天 目光停留在了苏一仙的身上 韩生说道 我见之前你与双二说了什么 双二不愿 你们仍旧相逼 就是你逼迫的双二的吧 双二别怕 有我在 我倒要看看 谁敢胁迫 你做不愿意的事 秦又双脸色大变 李长生的脑补能力 让他大为所振 他怎么也想不到 李长生竟然会往那方面想 而正坐在一旁吃瓜看戏的苏一仙 更是一愣 错愕地看着 那道雾白色的神魂虚影 手指了指自己 似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 本想看看 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狗血的剧情 却想不到 竟然惹到自己身上 给苏一仙都整无语了 李长生最见不得这种 仗势欺人的小白脸 虽然神魂虚影 使用不了什么手段 但是教训教训一个小白脸 还是不成问题的 无奈东鸣道统圣子李长生 今日我就 孽诈 当听到李长生自曝家门姓名后 殷成风与贺云两人 皆是脸色跟吃了屎一样的难看 贺云表情更是丰富多彩 一清一白不断转变 他怒吼道 嗯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李长生一愣 忽然看见了一旁的殷成风与贺云两人 刚想开口 整个人如遭雷击 停在原地 宗主 师父 这 这怎么可能 苏义先听到这险些没一口茶水喷出来 一家人 贺云怒视着李长生的神魂虚影 他大手猛地一抓 整片天地仿佛都为他所用 李长生的神魂虚影 被一股强大的犀利拉扯 捏于自己掌中 他仔细地看着神魂虚影之中投影的人物 嘴角一抽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神魂虚影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清传弟子李长生 自己与宗主再次陪护古族公子 本想拉近一下与古族苏家的关系 你倒好 直接掏后盘 一出现便是冲着苏公子而来 而东鸣道统中的李长生 更是脸色苍白 他瞳孔瞪得老大 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仔细打亮着眼前的师父与宗主 在确定无误后 嘴唇颤抖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竟然真的是师尊和宗主大人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哪里 贺云气急 不顾形象地对着神魂虚影 怒骂道 长生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殷成风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目露沉思之色 李长生他自然是知晓 乃是圣地不是天骄 他也疑惑 李长生为何会出现在此处 李长生的神魂虚影轻颤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师尊 别叫我师尊 我问你 你怎么会在沧海皇朝 贺云怒骂道 场内一下子就安静了起来 众大臣满脸疑惑 秦右双更是不可置信地想到 李长生竟然是东鸣道统的圣子 这话他可从未跟自己说过 秦右双绝美的容颜 满是震惊之色 所以先见此情景 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 哗 好家伙 感情是一家人啊 世界真小 他慵懒地拱了拱身子 耳畔突然传来的系统的声音 丁 检测到秦右双剧本关键人物李长生 宿主之后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剧本发展 苏一仙一愣 一下子提起了神 联合起秦右双的剧本 他的便是通过李长生 成为沧海皇朝女皇后 夺取一名不朽道统圣子的羽化神体 看来那个倒霉蛋 就是他吗 苏一仙眼神闪烁 缓缓开口道 真想不到 竟然是贵宗弟子 莫非这也是因宗主与贺长老安排好的 语气平淡 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可这一问句 听得贺云与殷成风是眼皮一跳 回想起之前李长生之前所作所举 赶忙解释的 苏公子误会 这一定是误会 贺云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弟子李长生 竟然会出现在沧海皇朝 贺云怒视着李长生的神魂说道 说 你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李长生支支吾吾 他的眼神不由撇了一旁的擒又双一眼 欲言又止 身为李长生的师尊贺云 哪能不清楚李长生心里的想法 当见到他看向秦幼霜之时 恍然明雾 贺云重重叹了口气 心中暗暗叫苦 红颜祸水 南离身为东明道统所管辖的区域 自然是门内弟子历练所选的地区之一 只不过 此处资源匮乏 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彩之人 哪怕是不朽道统中 也难有弟子前来此处 长生自半年前返回宗门以后 便心事重重的模样 想来 应该也与此女有关吧 贺云看着秦幼霜脸庞 只觉着绝美的脸庞 是那么的令人生艳 作为修炼之人 唯有追求无上大道 才是终极目标 美色不过只是附属品 此女虽容貌绝美 但是别说 是背景了 就连天赋也平平无奇 根本就配不上长生 想到长生竟然因此而得罪古族中来的苏公子 贺云也感到头疼无比 虽然你并不知晓苏公子的身份 但是别人苏公子会和你讲理吗 贺云强颜欢笑 来到苏义先生旁 说道 呵呵呵 苏公子 这位是平道的猎徒 有眼不识泰山冲撞的苏公子 还请您见谅 宗主殷成风 这时也上前开口道 苏公子大人有大量 自然不会与李长生计较 长生还不过来给苏公子赔个罪 他不动声色地 瞥了一眼后方的神魂投影 自家圣子惹祸 身为宗主的自己自然是要站出来 替他擦屁股的 苏义先看了一眼李长生的神魂投影 脸色平静如水 令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忽然令人猝不及防地展开笑脸轻笑道 既然连殷宗主与贺长老都这么说了 在下自然是要给这个面子 脸色自转变之快 犹如天气一般 两人一听 面面相去 因成风潮苦笑道 长生并不只知晓苏公子您的身份 还请苏公子您别往心里去 贺云更是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件古旧的姚灵 上前尴尬地笑道 对对对 苏公子 此物名为姚依魂灵 乃是化灵即到气 能够驱使魂灵中的几种化灵境凶兽 虽然对公子 您来说算不得什么 但是也算是身为长生世尊的一些陪礼 苏义先一冷 有些搞不明白 两人在想什么 他本就没有打算再深究 他现在更多的是好奇 这天命主角到底是李长生 还是秦幼霜 不动声色地收下了姚依魂灵 一旁的贺云两人健壮也才松了口气 他直接将神魂扔在苏义先面前 训斥道 长生 还不快给苏公子道歉 你知道苏公子是什么人吗 而一旁的李长生早就给吓傻了 不仅仅是他 就连沧海的大臣们在刚刚见到两位大人 对苏公子殷勤无比的模样时 也都有些难以置信 嗯啊 啊 哦 李长生反应过来 看着眼前俊美修为深不可测的男子 心中固然羞愤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傻子 连宗主与自己的师尊都如此客气相待 此人身份一定令人难以仰望 李长生咬着牙说道 苏公子 我错了 啪 贺云重重地一巴掌击溃神魂投影 贺云怒喝道 大点伤 没睡醒吗 李长生的神魂虚影缓缓凝聚在一起 眼中满是不解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 长生 日后你会明白师父的好意的 贺云暗暗想到 自己这个弟子天赋不凡 心高气傲 平日一直惯着他 可这次竟然不长眼睛地 为了一个小国之女竟敢得罪古族之人 当真是贤命长了 行了 苏毅先健壮摆手 看了一眼李长生 又看向一旁将在原地的秦幼霜 语气玩味地说道 比起这个 我更在意的是 东明道统圣子 竟然出现在其附属之地 还是在一女子旁边 我很好奇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此言一出 秦幼霜一下子脸色苍白 吴涛更是如此 沧海众大臣又不是瞎子 自然是看出了李长生与秦幼霜关系非凡 李长生听闻 似想到了什么 眼神狂喜 双儿的容颜他自然是知晓 本以为待在南里以自己的身份 杜绝基于双儿美色之人 是绰绰有余 但想不到 眼前这位身份尊贵之人 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竟然跑到这个小地方来 保不准还对双儿动了什么邪念 大族之人身份尊贵 便越注重自己的颜面 自己若是如实表达与双儿的关系的话 说不定就能打消眼前这苏公子的兴趣 想来这顽固公子自然会注重自己的颜面 不再纠缠双儿了吧 而一旁贺云听闻后 大感不好 他自然也知晓 两人关系不凡 见自家徒弟那样子 明显是打算如实相告 不朽道统圣子 喜欢上了一小国之女 这不仅会让东明道统下不来台面 更会让苏公子感到不悦 而坐于位置上的沧海皇主吴涛 听闻后 却面露喜色 苏公子还是东明道统的圣子 皆是自己高攀不起的人物 双儿无论是获得谁的青睐 吴涛都自然愿意舔着脸 攀附上他们的高知 自己之所以这么疼爱秦佑双 正是指望秦佑双为沧海皇朝 创造极大的价值 李长生张了张嘴 刚想开口 贺云便冷冷地开口说道 长生 你可想好 你可是什么身份 凡是讲究的事 门当户对 他威胁道 这番直言 令沧海皇族吴涛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贺云所说 皆是事实 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 不过是个蚂蚁呢 吴涛也只能将这股闷气 憋在心里 秦佑双此时更是焦急无比 李长生固然身份尊贵 但是跟眼前这位苏公子相比 还是远远不够 秦佑双自信 凭借自己的容貌 能够引起苏一仙的关注 作为沧海六公主 秦佑双至今为止 其实还是完毕之身 若是此时 李长生将两人的关系 直接摊牌公布 难保苏公子 不会往别处想什么 所有人想法纷纷 他们都先入为主地认为 苏一仙对秦佑双有意思 李长生似没听到贺云的话 赶忙开口说道 我与双儿乃士 话还没说完 他又一次被打断了 不 我不认识他 身后传来的熟悉的声音 令李长生浑身一僵 整个人如同石化了一般 哦 苏一仙看着眼前狗血的音幕 声音向上拉了几个弧度 他若有所思地 看着李长生 与其身后的秦佑双 真的是这样吗 丁 女尊 剧本发生变化 秦佑双与李长生关系受损 失去机缘 女化神体 经 丁 女尊 剧本李长生到新受损 秦佑双损失天命值 三万三千 天命反派称号加成时 李长生损失天命值 一万两千 天命反派称号加成时 苏一仙一愣 两人皆是 女尊 剧本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目光扫过李长生 姓名 李长生 身份 东明道统圣子 天命 四万八千境界 涅槃境第七重 命格 羽化神体 金 寿笔南山 子 不朽圣子 痴情种子 孔女正 男 人生剧本 女尊 天命男主 东明道统圣子 拥有羽化神体 被东明道统大长老贺云 收为弟子 清心教养 羽化神体每度过一个大境 便能完成一分羽化蜕变 增长自身兽缘 拥有羽化神体之人 兽缘悠长不灭 年少时 在前往南离界 调查血奴之事时 偶然间发现一处秘境 在秘境之中 遇到沧海女皇秦幼霜 与其结下不解之缘 到最后 甚至甘愿 将自身羽化神体 转接给他 后退出东明道统 暗自辅佐女皇秦幼霜 成为沧海国师 因失去羽化神体 付出代价极大 不过千年 便郁郁而终 此前设计为秦幼霜 出谋划策 最终通过古族妖孽之力 秦幼于成帝之战中 夺取一大地位 详情 苏毅先看着李长生的面板 嘴角一抽 好家伙 感情你们两个是真爱 一个天命主角 一个天命男主 他实在是想不到 李长生竟然就是 秦幼霜剧本里的 天命男主 而另一边 李长生僵硬地转过头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看着秦幼霜绝美的面孔 大有一种一腔 真心附了狗的感觉 一时间 有些手无足策 不敢相信地喃喃道 双儿 你在说什么 只见秦幼霜上一脸冷漠 看都没有看李长生一眼 反倒是来到苏毅先身边 恭敬地行礼说道 小女子不过是登天静的存在 在这百国之地当中 又怎么能结识到 东明道统之中 圣子一般的大人物呢 李长生一下子面如死灰 仿佛遭了一记重锤 道心不稳 东明道统内的本尊 更是吐出一口鲜血 他看着秦幼霜的面容 自己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竟然说不认识自己 本尊愤怒地 直接将手中的仙灵洗水 单捏碎 李长生嘶哑地说道 好你的秦幼霜 我李长生当真是瞎了眼 一旁的贺云听不下去了 眼前的这人面容绝美 但想不到是个心机 如此之身之人 长生这孩子 是他看着长大的 贺云目光不善地冷声说道 那你且告诉我 若是长生与你不认识 那长生的玉牌 怎么会在你的这 天地静的威压 一瞬间涌去 让秦幼霜有些喘不过气来 翘脸仗得通红 苏一仙正乐地见此一幕 淡淡地开口道 大长老用静节压人 是不是有些过了 鱼落间还不得贺云反应 应成风便大袖一挥 扶去了这股威压 宗主 贺云面露不解 应成风警告道 公子说得是急 贺云 以大欺小 可不是我东明道童所为 哪怕是不用苏一仙提醒 他也会出手 这若是传出去 对于宗门颜面不好 天地静威压散去 秦幼霜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 他小脸脸色飞红 咳嗽了两声 浑然不惧贺云冰冷的目光 像是早有准备地说道 嗨嗨 你们所说的 我根本就不知 这枚令牌 乃是小女子在秘境之中剪的 既是贵宗之物 小女子这就归还于贵宗 说完 他将如同若柳斑腰间的令牌 摘下交给了贺云 恭敬地递了过来 言语间不卑不亢 看这模样 是打定决心 要与李长生撇清关系了 混账东西 谁知贺云拿到令牌后 他的手中令牌重重一摔 但是却毫无办法 眼前秦幼霜之翼 也是想与长生撇开关系 这对东明道统来说 最好不过 只不过是 身为为师的贺云 不忍心李长生如此模样 才出口训斥 而李长生此时 更是呼吸急促 脸色胀得通红 感觉自己之前所作所为 像是个小丑一般 他气愤无比地指着秦幼霜 训斥道 我如此待你 花费大量贡献点 为你寻来先灵洗髓丹 你竟是如此之人 好 想不到我李长生一世英明 当真是朱油蒙了心 走了眼 秦幼霜面色如常 美眸微垂 看不出再想些什么 他轻声说道 圣子可是误会了 小女子从未见过李圣子 更别提什么仙灵洗髓丹了 李长生语致 想不到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女子 竟然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大吼一声 直接斩断了神魂投影 在东明道统内 爆发出像是发了风一般的咆哮声 啊 顿时间鸟兽纷飞 附近弟子即使被这愤怒的声音吓了一跳 望着李长生所在的方向 面色疑惑道 这声音不是李师兄吗 李师兄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李师兄不会练功 练得走火入魔了吧 走 快去看看 沧海皇朝内 秦幼霜虽面色平静 但心里也有些暗暗后悔 仙灵洗髓丹 这可是自己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能够提升天赋资质的天才地宝 本就稀少珍贵 以沧海皇朝的实力 根本无法找到这类宝物 而且 沧海皇主吴涛 根本就不愿意花费这般心思 为了让李长生 替自己寻来此物 自己可是在他面前装了许久 秦幼霜看向手座上 笑盈盈的苏益仙 眼神闪烁 思考着自己这番行为 到底值不值得 想不到原来是 东明道统的圣子 一厢情愿 嘖嘖 有沧海大臣唏嘘道 不愧是六公主 竟然连东明道统的圣子都拒绝 难道他就不怕报复吗 嘘 小声点 人家道统的大长老 与宗主都在此呢 祸从口出 满朝大臣们议论纷纷 震撼于秦幼霜表现的同时 也感到一丝畏惧 六公主这般行为 是否会得罪东明道统之人 面色担忧 不仅是他们 就连吴涛也一时间 有些不知如何开口 看着脸色阴沉无比 随时准备抱起的贺云 心中着实是为沧海皇朝 捏了一把冷汗 说二啊 这是不是太无情了点 别人可是圣子啊 就算你真不认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不能贸然表现出来 起码得给人家留两分面子吧 场面一时间 有些安静无声 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 得罪正在气头上的大长老贺云 苏一仙的声音 打断了这个瓶颈 想不到秦姑娘 竟然拒绝东明道统圣子 秦姑娘当真是 个性十足的奇女子啊 在场之中 也唯有苏一仙 感冒着贺云发怒的风险 这么说出口了 见苏一仙发话 贺云虽脸色有些难看 但也不好发怒 苏一仙 可与沧海皇朝中人不同 她可是古族公子 东明道统虽强 比起古族 也是天差地别 只好目录不悦地 看着秦又双 而秦又双听闻后 倒是眼神一亮 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笑道 苏公子谬赞了 又双自知 配不上身份尊贵的李胜子 况且 两情之事 还得双方情愿 又双也并不认识她 想来是李胜子误会了什么 一捧一踩 顺带给了李长生一个台阶下 总算是让贺云的脸色 好看了一点 贺云冷笑道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心机 也不知道是使了什么妖法 迷惑了长生 也好 也算是 让长生长了个记性 一旁的苏一仙 故作疑惑地说道 贺长老是何出此言 我看秦姑娘一脸诚恳 并不像是说的假话 会不会是贵宗圣子认错人了呢 这 贺云语色 没想到苏公子竟然替此女说话 莫非是对此女有意思 一旁的阴城峰也思考了起来 若是此女被古族公子看上 那意义便可不同了 苏公子这番话 明显是袒护秦幼霜 吴桃本来有些担忧的心情 一瞬间勤明了起来 眼神带有兴奋之色 苏公子莫非是看上自己双了 见苏一仙看向双与众不同的眼神 吴桃心中愈发愈地笃定 暗自窃喜道 若是双能被这位身份神秘尊贵的苏公子看上 那沧海可就真是要崛起了 与苏一仙相比 什么狗屁不朽道同圣子 都弱了不止一筹 可谓是天差地别 秦幼霜也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随后便很快平静 将这些归功于自己的 令人难以抵挡的魅力 感到有些自得 眼前这位神秘的苏公子又怎样 还不是迷倒在本姑娘的石榴裙下 一时间心情大好 绝美的容颜露出了一抹 发自内心开怀的笑容 令人沉醉 情右双美眸盈盈如水 暗送秋波 感激无比的同时 还略带一丝小女儿家的羞涩 看向苏一仙 这番模样 让苏一仙打了个机灵 她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 怎么用这般眼神看自己 吴桃赶忙上前 歉意无比地朝着贺云英成风两人说道 小女年龄尚小 还不懂事 得罪了东明道统的两位大人 我这个做父亲的 替她赔罪 两位大人 胸襟海纳百川 还望海涵 赫云眼神不屑 甚至看都没看吴桃一眼 一个小国之主的道歉 也想让她放在眼里 若非苏公子在此 自己非得灭了 这乱长生道心的小国 吴桃见此也不在意 笑呵呵说道 发生了这等事 小女想必也是心里憔悴 无法再给诸位大人献上义务了 吴桃转身看向苏一仙说道 苏公子 在下有句不知知情 不知当不当讲 苏一仙笑着摆手说道 吴皇主太客气了 请说 吴桃顿了顿 也不管秦佑双是否同意 恭敬地说道 小女双儿虽天赋不佳 但好在也算稍有姿色 我关苏公子身边 也无一婢女伺候 不知苏公子觉得双儿如何 这般言语 摆明了 就是要将自家女儿给送出去 沧海的大臣们 听闻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家皇主 第一反应就是 皇主疯了 自己没听错吧 皇主这意思 是要将六公主 送去给这位苏公子当婢女 此言一出 满座哗然 秦佑双郊区一阵 苏一仙更是愣神片刻 目光古怪地看着吴桃 这吴皇主 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亲手将自己女儿 送给自己当婢女 当真是亲爹啊 苏一仙失笑道 吴皇主想必喝多了 吴涛笑眯眯地看着苏一仙 见苏一仙也不同意 但也没有拒绝 自知有戏 说道 苏公子乃是大势力的天骄 右双能够侍奉苏公子 是姜儿的荣幸 若是姜儿 能有幸跟随苏公子 见识一下朱天的风采 想必对姜儿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你说是吧 姜儿 吴涛看向秦佑双说道 秦佑双此时有些发猛 他是想勾搭到苏一仙没错 可没说要当他的婢女啊 自己父皇这个样子 显然是无容置疑 不给自己拒绝的权利 秦佑双心中暗骂 小脸却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攥了攥自己的衣角 雪白的小手捏得通红 颇具规模的圣女风 上下起伏 有些恼怒 没有开口 而是冷眼看着自己的父皇吴涛 饶氏一旁的贺云和英成风 也看傻了眼 好个不要脸的黄卓 明明是自己道统中管辖的势力 却比自家道统 先登一步妄图攀附上苏公子 两人只恨自己道统内 为何没有如同秦佑双这般 天纵滋容的女弟子 若是沧海皇朝 搭上了苏义仙这一条线 以后东明道统 可就要掂量掂量慈等小国 在苏义仙心中的分量了 而这百国之地 有了苏义仙作为靠山 日后也必定只会剩下 沧海皇朝这一个国家的存在 牺牲一女 造福整个沧海皇朝 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吴涛仿佛没有看见秦佑双的表情 而是笑着说道 女儿家的事自然是由长辈做主 小女不才 但替苏公子做一些端茶倒水的活 还是绰绰有余的 苏公子身份尊贵 说而这等普流之姿 在您眼中想必不算什么 这件事还是由公子您来做决定 他并没有将话说到太子 毕竟场内还有这么多沧海大臣看着呢 将本国公主送给别人当侍女 本就是将自己的老脸都给豁出去了 至皇为于不顾 虽然眼前之人身份尊贵 但若是强行宋女 保不准那些大臣们怎么看待自己 谁知 场内之人皆是老狐狸 听到吴涛一番言论 纷纷拍手称赞道 皇主圣名 苏公子相貌英俊 气宇轩昂 一表人才 身边红颜 必然如漫天繁星 一般繁多 六公主去了 乃是福气 断然是不会吃亏的 我看何事 六公主 你可要想好 若是能够成为苏公子的婢女 那可是天大的福分 场内大臣们 马屁声不断 不断吹捧着苏义仙道 苏义仙似笑非笑 看着曹操杂杂的众人 觉得有些好笑 她确实也不介意 有个端茶 送水的婢女存在 况且 自己也不能随时陪在狸儿身边 也需要有个人照顾狸儿 苏义仙上下打量着秦又霜 那肆无忌惮的眼神 仿佛要将其给看穿 秦又霜见着轻略十足的眼神 翘脸 竟然罕见地泛红了起来 她抚摸着自己的脸 只觉心跳加速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好像心跳得有点厉害 按理说 让自己去当别人的婢女 自己应该十分气愤才对 无论那人是何人 身份如何尊贵 秦又霜自然有她的傲气与野心 她心中暗暗思索 苏义仙这时开口道 吴皇主的好一心领了 只是这件事 还是得由秦姑娘自己做主 几个人如同踢皮球一般 将决定拳转到了秦又霜手中 吴涛见状大喜过望 赶忙走到秦又霜身旁 说道 刷儿 还不快去 秦又霜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吴涛见推不动她 传音道 刷儿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苏公子身份神秘 背后的势力 只怕是令人不敢想象 别看你 只是成为了苏公子的婢女 但凭借苏公子照着你 我们沧海便能一步登天 更何况 以刷儿你的美貌 净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道理 我想你应该不会不懂吧 吴涛劝道 秦又霜本来正欲发作 但一听到那句 净水楼台先得月 反应过来 对啊 苏公子身边并无任何侍女 自己正苦于没办法接近她 像她这种人物 只怕并不是像李长生那种愣头青 只是一面便将她迷得神魂颠倒 若是成了她的侍女 苏公子只要随便赏赐一点东西 都是沧海所没有的至宝 而且自己整日接近 秦又霜相信 凭借自己的容貌 必然能俘获其心 自我安慰过后 秦又霜沉吸一口气 展出一抹笑容 略显犹豫羞涩 轻声说道 刷儿一切 但凭父皇吩咐 这模样 这意思 显然就是同意了 要是李长生的神魂投影 此事还在场 只怕是会气得蹊跷流血 自己费尽千辛万苦 还没有追到的女神 竟然转眼间 就要投怀送抱到别的男子身边 竟然还是只做一个小小的侍女 苏一仙笑盈盈地看着秦又霜 她自然是不知道 秦又霜此时在想些什么 就算知道 想来也不会在意 一个天命主角做零儿的保姆 两个未来女帝见面 苏一仙不由有些期待 件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奇怪 贺云偷偷覆尔劝说道 苏公子 老夫多嘴一句 此女心机颇深 公子还是考虑清楚为好 苏一仙点点头 吴涛见事情差不多了 大笑一声拍手道 好 苏公子我看你也没有反对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双儿 以后在苏公子身边 可不能像在宫中一般任性 要做到一个侍女的责任 知道吗 秦又霜轻轻点头 略显腼腆地上前 身着红裙 身姿凹凸有致 隐隐还带着一股皇室的贵气 在苏一仙面前 却是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 秦又霜诸唇轻起 欠身恭敬道 又霜见过苏公子 实不相瞒 又霜见到公子第一眼之时 就觉得隐隐有种 命中注定的熟悉感 公子身份尊贵 承蒙公子不嫌弃又霜 又霜愿意 追随在公子身边 照顾公子 苏一仙见此一笑 看着下方楚楚可人的秦又霜 若是一般人 只怕是瞬间就会被奇迷的诗神 恨不得好好爱怜一番 可看穿了其人生剧本后的苏一仙 清楚地知道了 秦又霜是怎样一个人物 虽然如今的秦又霜 还没有像剧本中所说 心机十足 男宠三万 但从之前的李长生的那件事 可以看出 他也已经出具剧本的雏形 看来以后还得好好调教一番啊 苏一仙暗暗想到 他大手一挥 三道流光而出 静静地漂浮在秦又霜的身前 用玉镜瓶装着的翠绿色的丹药 一件布满着红色流光的软甲 与一枚晶莹剔透 湛蓝如海的玄珠 三件至宝神意无比 灵气十足 一出场便霞光四溢 整个大殿内都透露出惊人的气息 有石祸之人见此瞪大的眼睛 惊呼道 这丹药的气息 最少也是圣上品级别 这气息没错 当年我在拍卖会上 见过圣上品的丹药 八道天文 这可是最低都能拍卖出 数万神经的丹药 那个 我没看错的话 是圣道气吧 苏公子当真是好大的手笔 圣道气 哪怕是我沧海皇朝都没有 那眉蓝色的金银珠子 是何物 众人震惊得无以复加 这随便一件 都是能够引爆整个百国 甚至难理解的质宝 竟然被苏公子随手拿了出来 还看上去一点都不心疼的样子 豪气逼人 鹤云在旁见状 也是瞳孔微缩 明海珠 殷城峰也是有些震惊 当年海地的本命帝兵 三十六天神珠散落各地 想不到苏公子手中 竟然就有一枚明海珠 此珠一枚之中 便容纳了一介海域 威能恐怖无比 到底还是古族的底蕴啊 虽然不齐 但这般神物 也唯有古族 能够随便拿出手送人了吧 眼前之物 秦幼霜虽然一个都不认识 但光是从散发的气息 便能得知 这几件至宝的不凡 秦幼霜大喜过望 本来还有些后悔成了婢女 但没想到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他笑容颜面 心中欢喜无比 苏毅仙淡淡开口道 既然成为了本公子的婢女 那本公子自然是不能亏待你 此物名为青帝丹 虽不及传说中的青帝长生丹 但其功效也颇为不凡 我关你天赋有些差 此丹能够替你重塑体质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获得青帝灵体 日后的成就天帝进不成问题 而另外两件 对目前的你来说 虽不如青帝丹 但价值却远超于其 苍颜红龙甲 明海珠 作用等你练话后 自然知晓 这句话重重地打在了 秦佑霜的心上 他整个心思 都放在苏毅仙的前一句话上 重塑体质 提升天赋 他最缺的是什么 便是那些天骄恐怖无比的天赋 别人随随便便修炼 便一日千里 而自己日夜苦修到如今 也不过是登天境的修为 而且 此丹比李长生那枚先灵洗水丹 更为恐怖 竟然能将人的资质 生生提升到天地境 足足高了两个大境 这其中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幸福来得太过于突然 秦佑霜心中的欣喜之情 无以复加 看苏毅仙愈发的闪耀 就连美眸都忍不住迷离了起来 寒情默默 温柔如水 别说另外两件 光是这一枚丹药 便能让秦佑霜激动万分 秦佑霜强行平复了下心情 暗自为之前的失态 感到有些后悔 此时最不宜操之过急 莫要让苏公子以为 自己是个功利的女子 她娇声开口 苏公子 幼霜只想好好伺候苏公子 并非是为了这些东西 这般大理 幼霜心又不安 还请收回 面对如此质宝 依旧是不卑不亢 面色平静 让一旁眼缠不已的皇主吴涛 心中暗暗咆哮道 十二 你在想什么呢 这都不要 你用不上 得为父用不好吗 吴涛此时 恨不得替秦佑霜收下 而沧海大臣们 见状皆是称赞道 六公主竟然面对如此质宝 都不为所动 凭心而论 若是他们 可不能像秦佑霜这般 三件宝物中 随便一件拿出来 都令人疯狂 苏毅仙见秦佑霜一脸认真 察觉到秦佑霜 平静外表下的波动 咧嘴一笑 想不到秦姑娘如此高洁 倒是本公子唐突了 说完 她心念一动 将三件质宝 收入储物界之中 笑道 这下 不仅是吴涛愣住了 就连秦佑霜也愣住了 这一下 可给秦佑霜整不会了 沧海大臣们 也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苏毅仙见诗神的秦佑霜 不由有些疑惑 问道 怎么了 难道是秦姑娘不愿 在下也并非那种强人所难之人 若有不愿 秦姑娘大可不必憋在心里 哈 哈哈 苏公子见笑了 小女想必是知晓 能够成为公子侍女 一时激动 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吴涛开口圆场道 她心中暗暗滴血 这些可都是绝世至宝啊 秦佑霜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 幸福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她心里一抽 勉强地笑道 双儿一时心动 有些激动地不能自已 还望苏公子见谅 秦佑霜属时是没有想到 苏毅仙会将宝物给收回 苏毅仙自然是知道 秦佑霜在一些什么 不免有些好笑 早拿了不就好了 非要和自己扭捏一番 吴涛平复了一下情绪 脸色兴奋地有些战红 虽然双儿没拿到苏公子那三件至宝 但成为苏公子婢女之后以后 宝贝一定是少不了的 攀附上这般人物 乃是沧海大幸 她举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说道 苏公子 小女一直在沧海娇声惯养惯了 若是日后有什么做的不好之处 还请苏公子多多谅解啊 苏毅仙坐在原位没有动 而是点点头笑道 自然 乌涛见状红光满面 大笑一声 看向一旁患得患失的秦佑霜 投了个眼神过去 开口道 双儿 怎么这般没有眼力见 既然以后 你已经成为苏公子的婢女 还不快给苏公子买上 秦佑霜傻愣地点点头 看上去倒是有些呆萌 正准备给苏毅仙满上 却见一旁的贺云与英成锋两人 似感应到了什么 唰的一声直直站立起 目光眺望一处方向 露出震惊之色 苏毅仙也是停下了手中的酒杯 就在刚刚 她感受到一股似曾相识的气息 这气息倒是有点像是 苍天之血 秦佑霜有些不明所以 忽然间 在沧海皇朝的一处最北边方向 爆发出一阵紫色的霞光之色 冲天起 从皇宫望去可以看见 北方天空上的一抹紫云 遍布万里 天地一下 那处紫云中 缓慢地释放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令人向往 只要被这股气息所笼罩 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生起一个念头 那就是 机缘负责 皇城中 英成锋与贺云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震惊之色 就连苏毅仙也缓缓起身 她皱了皱眉头 心中忽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定 因女尊剧本影响 沧海皇朝绝世机缘太皇葬帝提前出世 作为场中修为最强的三人 形色匆匆地走出大殿 望着天空那一抹紫色 感到震撼 殿内沧海皇朝的皇主大臣们 也锐纷纷跟随而出 此时已经无人顾忌秦佑霜 只留她一人待在原地 秦佑霜见状 气愤的一跺脚 也跟了过去 殿外 英成锋看向一旁的苏毅仙 低声说道 苏公子 你也感受到了 自己与赫云修为强大 能感受到自然是理所应当 可却没想到 苏毅仙也能感受到 这大纪元的气息 不愧是古族来的公子 苏毅仙点点头 他目录思索之色 感受着从北方传来的 神秘庄严的气息 说道 这气息倒是有点像秘境 想不到竟然是在沧海皇朝之内 英成锋点点头 眉头紧锁 说道 这般异象 世间少有 其气息在刚刚那一瞬间之强烈 我与赫云皆是心头一震 心中更是莫名浮现出渴望 就好像那处之中 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等一般 赫云悠悠地开口道 大纪元 宗主 后方的赶来的吴涛等人 一脸错愕的 吴涛望着北边的那抹霞云 喃喃道 北方 丞相 我朝何人在呢 左丞相一愣 上前恭敬地说道 回陛下 北方边境好像是 皇祖大人 这天地异象 会不会是皇祖他老人家突破了 哼 这般天地异象 万里子气 老夫活了数千年都未曾见过 莫非是你沧海皇朝 拥有地境的存在 赫云不屑地说道 显然是对于左丞相的猜测 感到可笑 英成锋目光略带凝重 说道 这般异象 倒不像是修士 能够引动的 绝非凡物 必然有重宝存在 刚刚的气息 只怕不仅仅是沧海 整个南离界 乃至其他介遇的大能 也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不知道 如今已经有多少势力得知 这沧海皇朝 想必要大乱了 吴涛听闻后 面色大变 一时间苍白无比 他并没有被这可能是拥有 数不尽至宝秘境的天地异象 所冲昏头脑 取而代之 是浓浓的恐惧之情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得 沧海皇朝 不过是南离界偏僻之地的一处小国 南离界乃是东明道统的附属介遇 所以才显得好说话 若是其他介遇的大能来了 只怕是一个不悦吹口气 便能灭了沧海 好不容易攀附上苏一仙这个大腿 本以为沧海要从此崛起了 想不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要是什么小秘境 说不定真的是沧海的天大机缘 可眼前这个天地异象 甚至惊动了东明道统而来的三位大人 吴涛有些慌乱地说道 苏公子 二位大人 吴沧海小国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天地异象 刚刚吴涛还没有第一时间感受到 现在在场外观望北方万里紫云的壮观模样 竟然心生畏惧 殷城峰没有理会他 而是朝苏一仙说道 苏公子 这件事非同小可 只怕是一桩天大的机缘 但凡事不能盖官论 我们还是去看看 正有此意 苏一仙说道 即使连系统都提示的天大机缘 那此处必然非同小可 自己此时正好身处沧海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抢在他人 先窥探一番究竟 苏一仙暗暗想到 三人雷厉风行 沧海皇朝说大也不大 几人并不打算乘坐大型灵舟 而是准备横渡而去 纷纷踏空而起 沧海皇朝的北方 一处祖地之中 无数的血液 会成一道江河 一直涌入到一处血池之中 四周近是腐烂的肉块 与蛆虫苍蝇 满是扑鼻恶臭的血腥气味 漩涡秘境之中 一位古兽如柴 仿佛吹一阵风 就会倒地的年古老人 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睛瞪大 瞳孔中满是怒火 哼 无灵山老狗 想不到 你也有如此失色的一面 一旁传来一道虚弱的嘲笑声 无灵山如同责任御师的猛兽一般回过头 怒视着眼前 一众壮弱凄惨的弟子 射出一刀锐利的真气 瞬间就贯穿了眼前的 其中一名弟子的咽喉 那名弟子眼神会散 满脸震惊地 捂着自己的颈驳处 鲜血喷涌而出 轰然倒地 师弟 在场数十名弟子悲痛地喊道 老狗 你还我师弟命安 为首一名脸上满是血沟的弟子 愤然朝无灵山冲去 无灵山在原地甚至没有动一下 那名弟子便被击飞出去 哼 不识好歹 无灵山愤怒地说道 他伸出枯瘦苍老的手 轻轻一挥 数十名弟子便瞬间跪倒在地 发出噼里啪啦 骨头折裂的响声 一个神魂镜的蝼蚁 也妄图抵抗 若非是你们 能够引动这处藏地秘境 早就化为这血池之中老妇的养分了 想不到刘儿等一条狗命 而等如此不识好歹 他大手一抓 为首的那名弟子 直接腾空而来 无灵山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 昏暗的眼神中 爆发出一道射人的金光 他寒声道 说 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为何这藏地竟然直接开启了 那男子吐出一口血沫 脸色涨红 激笑道 任你是不死尽的大能又如何 这秘境一开 只怕你就无法在此处安心修炼邪法 严寿了吧 眼前这个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在下界之中 消失在虚空乱流之中的李富海 与一众太初圣宗弟子 他们昔日 卷入这虚空乱流之中 误入眼前的藏地秘境当中 获得了一番机缘 修炼数月后 被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排斥而出 刚一出秘境 便遇到了在祖地之中的无灵山 那时秘境还未完全开启 无灵山只能干巴巴地看着 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但秘境当中的气息 十分令人陶醉渴望 无灵山索性便在此居住了下来 终于有一天 秘境发生颤动 从那秘境入口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群人 而那群人正是李富海一行人 见那群人实力孱弱 实力最高不过破法径 无灵山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他们抓获 更从李富海身上 获取秘境之中 得到的炼血长寿之法 炼血之术 需要将无穷无尽的生灵炼化 而自己所能吸收炎寿的 不过是那些生灵晶圆的十分之一 饶是如此 无灵山对此也奉若至宝 为了得到能够进入秘境的办法 无灵山没日没夜地 逼迫折磨太出弟子 可从他们口中一无所知 却不想 今日这个无人知晓的秘境 竟然开启了 声势还如此浩大 无灵山初步估计 最起码整个南离界 都感受到了这秘境的气息 这让本将此秘境 视为私有财产的无灵山 怎能不弃 他不由加大了手中的几分力道 冷声说道 既然秘境都已经开启 那你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要抽干你们的精血养分 让他成为我的一部分 无灵山表情猙獰 真气流动 一瞬间 李富海的四肢便扭曲了起来 寸寸断裂 他要折磨死此人 李富海虽然满头大汗 面露痛苦之色 但仍旧强忍着一声不吭 李师兄 放开李师兄 老狗 有种冲我来 那数十名太出弟子怒吼道 无灵山宁笑道 别急 一会 就轮到你们了 我要打碎你的骨头 让你亲眼看着你的血 被我一点点抽干 李富海口中不断发出 嗡压的声音 脸色已经发紫 眼看便要撑不住多久了 就在这时 整个祖地之中 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 紧接着 一道巨响传来 轰隆隆 无灵山瞳孔一缩 这么快便来人了吗 他将手中的李富海 重重地甩了出去 目入狠立之色 无论是谁妄图染指他的秘境 自己都要将那人碎尸万段 三个身影 很快便出现在了祖地之中 苏一仙落地后 皱了皱眉头 好浓郁的血腥味 看着此地 充满着诡异与腥臭味 还有地上腐烂不堪的尸首 与空中紫气万里的情形 具有强烈的反差 苏一仙不由有些疑惑 此处真是一国的祖地吗 为何如此不祥 大长老贺云见状也紧锁着眉 像是想到什么 说道 此地有诡异 苏公子还请小心 贺云转头看向一旁的宗主殷成风 说道 宗主 这气息 是不是有些熟悉 殷成风点了点头 两人皆是想不起在哪里曾经见过 他们加快了脚步 前往祖地深处 此时的沧海皇祖无灵山 正在布置一套巨大的沙阵 秘境影响颇大 对自己事关重要 必然要牢牢地掌握在 沧海皇朝手中 如今 自己虽已经达到了不死境 乃是百国之中最强的境界 但放眼整个难离界 还远远不够看 秉承着能拖一会是一会的心态 无灵山精心地在秘境周围 刻画下了无数沙阵 这秘境的机缘 一定是我无灵山的 无灵山暗暗握了握拳 想到 正在布置之时 无灵山突然皱起了眉头 随后射出一道血红色的真气 重重击打到一处空无一人的空间 那处地方 瞬间发出一道惨叫 啊 一具尸首 就这么的凭空出现 倒在地上 看见此人的穿着行装 正是与沧海皇朝最为靠近的 邻国乌山国密探 两国边界不过千里路之遥 再加上祖地正好在北方的边境之处 所以 在紫七意象出世的第一时间 乌山国的密探便赶来此地 一探究竟 无灵山冷亨 看都没看一眼那密探 悠悠地说道 这秘境是老夫的 谁也夺不走 扫了一眼放在血池中的太初弟子众人 只要不出几分钟 他们便会化为一滩浓血 融化血池之中 成为自己的严寿的养分 正在祖地之外的苏义仙几人 听到了那道惨叫声 苏义仙皱了皱眉头 望向深处 那是声音来源的方向 好重的血腥味 即便是距离无灵山百里 他也能够闻到空气中浓郁的腥味 一旁的贺云语音成风也点点头 感受着此处的气息 贺云低难道 好邪恶的气息 想不到这小小的沧海皇朝 竟然也会有如此之地 这般心众 只怕此处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苏公子 宗主 小心了 虽然此处只是小小的百国之地 自己并不放在眼里 但之前那紫气磅礴密尽的气息 可是令人不容忽视 其中传来的气息 甚至能够牵动自己天地境的强者 这说不定是某个大能的藏地 如果自己猜得没错 伴随其中的 必然也有着数不尽的危难险阻 保不准有什么凶猛的异兽被放出 鹤云目光闪烁 他看向一旁的宗主 暗暗传音道 宗主 是否要联系道统内其他人 这紫气甚至突破了难离界 若不尽快通知道统内其他人 只怕是会有其他势力 来奋一杯羹 音成风看了一眼苏一仙 思索片刻传音道 暂时先不着急 难离界乃我东名道统的门下介语 其他势力若是想来 也得掂量掂量 更何况苏公子还在此 以苏公子的身份 就算是他们现在来了 又如何 东名道统周边 并非没有能够和道统抗衡的死敌 只不过眼下苏一仙的存在 给了音成风极大的安危 见自家宗主都这么说了 鹤云只好点点头 三人快速向着祖地之中 深处而去 在他们离开过后 沧海皇朝皇主吴涛 与秦佑双一众大臣 姗姗来持 他们比不得苏一仙几人的角力 境界大有不如 所以速度极慢 好不容易感到 却不想苏一仙又先行一步 吴涛累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他打量了一眼四周 这熟悉的场景令 吴涛大为所振 这里 这里不是祖地吗 吴涛面露惊恐之色 突然有些慌张地说道 老祖可是再辞的 想不到那气息 竟然真是从祖地之中传出来的 莫非是老祖发生了什么 他赶忙拿起传讯符 沟通起了无林山 望着天边的紫色云霞 吴涛身旁的秦佑双 虽心中怨气 但也知晓 对于那些大势力 天骄来说 唯有自身机缘 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就在刚刚 秦佑双心中 隐隐有种莫名的预感 就好像有什么 在召唤着他前去一般 若是不去 只怕是会后悔终身 所幸秦佑双便一同前来了 只不过依他登天进的修为 若非是有灵州乘坐 怕是在中途 就得泪晕在路上了 越往祖地深处 空气中的血腥味便越浓烈 欲空而行的苏义仙几人 明显地看到 下方如同小溪流一般 四处流窜的浓稠血水 苍蝇以及腐烂发臭的尸体 随处可见 这皇家祖地 妥妥的 就是一副邪地的模样 阴邪之气越来越浓烈 前方竟然出现了几道人影 当看向前方的几道人影之时 苏义仙眼神瞳孔一缩 像是看见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一般 因为 那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昔日同门 太出圣地弟子 乌灵山苍老的面孔凝笑 口中不断念叨着什么口诀 真气流动运转 那不大不小的血池 开始沸腾起来 浓稠的血液如同泥潭 无论众人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太出圣地弟子们的身体 快速下陷 腥臭的血液 甚至淹没了半张脸 看着一脸绝望的太出弟子们 乌灵山狂笑道 现在知道怕了吧 血池可以逐渐分解掉你们的血肉 我要你们亲眼看着自己怎么融化 乌灵山不断地叫骂着 他半威胁道 我不会杀光你们的 现在秘境开启 你们既然是从秘境中出来 想必对其中了解有不少吧 若是有人肯替我带路 本尊倒是可以饶他不死 我呸 这时 血池之中 李富海不屑地说道 我太出圣地 就没有一个怕死的弟子 杀我们这么多太出圣地弟子 老狗 虽然你是不死尽的 但你等着 我宗贞传天赋无双 日后知晓 定然会为我们报仇的 口中这么说 也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李富海自己也不太相信 阴差阳错来到上界之后 他们充分地知晓到了自己的弱小 太出圣地的弱小 上界之中 随便一个修炼者 在下界之中 都是巅峰大能 而眼前这个不死境 随手一击 都能直接覆灭整个太出 真传虽强 但想要达到此境界 恐怕也不太容易 乌灵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放声狂笑道 哈哈 什么太出圣地 一个神破镜的弟子 都能当师兄 更别说 你们什么狗屁真传了 若是赶来 本尊也要将他包皮抽骨 蝼蚁到底还是蝼蚁 不知小不死尽的可怕 乌灵山目光疯狂地 闪过一丝邪意地说道 那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本尊的手段 四周杂乱的血气朝着乌灵山蜂拥而去 李富海只觉自己体内的血液止不住地翻涌向外流去 那种膨胀感像是体内的血液要暴体而出一般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度痛苦 身边的弟子们接二连三地发出 砰砰砰 得爆炸声 道道鲜红刺眼的雪花站在血池之中 乌灵山似乎是很享受自己的杰作 低难道 就拿你们想开开胃 一群最高不过神魂 大半都是真丹气的太初圣地之人们 这点修为根本就没被乌灵山放在眼里 而那点修为对他来说更是微乎其微 乌灵山目光甚人地盯着李富海 他阴侧侧地开口说道 痛苦吧 痛苦就对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口中的宗门与那什么真传 很快就会来陪你了 李富海此时脑袋已经昏昏沉沉 无力在与其争辩 只听到此时耳畔传来一道无比熟悉的声音 哦 在找我 不用找了 你来吧 我就在这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令乌灵山瞬间面色大变 下意识地一道攻击而去 那处方向瞬间炸裂其无数粉尘巨石 什么人 他目光警惕 危险地盯着那处方向 自己不死尽的存在 竟然没有感应到附近有人 这声音平淡 却让血池中的李富海 昏暗无神的眼神一亮 谁 听到这声音 无灵山猛地一回头 立声吼道 是谁在此处 装神弄鬼 他转身 在自己后方 一名俊美的少年 面色平静地看着自己 苏毅先皱着眉头 看着血池中的众人 竟然真是太出圣地弟子 想不到 他们竟然出现在了上界 盗子 还没等无灵山反应过来 血池之中的李富海 难以置信喊道 什么 竟然是盗子 真的是盗子大人 盗子大人来救我们了 血池里已经 为数不多的太出圣地弟子们 皆是露出惊喜之色 这怎么可能 我没有看错吧 这里可是上界啊 盗子 难道已经突破 灯仙境飞升了吗 有弟子不敢相信地 揉了揉自己的眼 无灵山听到身后传来的轰动声 本来有些警惕的心 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下界的盗子 还以为是大能前来 想不到 竟然又是下界中人 想必也与那些蝼蚁一样 是走了大运 从那藏地之中出来 这也就能解释 为何他能够不翘无声息地出现在此处 无灵山宁笑道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盗子 他释放真气感受 虽摸不清此人虚实 但一个下界盗子 还不配被他放在眼里 装神弄鬼的鼠辈 你也是 从那藏地之中出来的 藏地 苏毅仙南南道 秦右双的机缘 便在此处吗 他眼神平静 没有理会无灵山的叫嚣 而是看向了凄惨 无比太出圣地的一行人 自下界李富海等人 卷入虚空乱流之中以后 便毫无讯息 苏毅仙回族之后 安排了不少人前去调查 皆是一无所获 想不到 竟然出现在了 这小小难离界之中 而且 李富海如今的修为 已经赫然达到了神魄境 苏毅仙知晓其天赋 李富海的天资虽然不差 但也算不上多出众 早些年能达到真丹境 还是因为其长老父母的原因 如今能够这么跨过破法 突破到神魄境 自然印证了 其之前剧本中的机缘 见一旁的紫色的漩涡 从中透露出神秘的气息 苏毅仙心中一下子了然 而血池中的李富海 虽然心中惊喜于道子的出现 但很快心情便沉了下来 在李富海的心里 以苏毅仙的天赋 能够飞升上界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只不过这才过了多久 道子此时的境界 估计也不过是登天境 面对不死境的吴灵海 哪怕是天赋再强 也不可抵御 李富海近乎咆哮道 道子 快走 此人乃是沧海皇朝老祖吴灵山 修为可是不死境的存在 他修炼邪功 宗门内的不少师兄弟 都被此人炼化成了精血 道子 走 别管我们 日后再为我们报仇 身后寥寥的太初圣地弟子也喊道 他们此时虚弱无比 不少人甚至下半身都被血池溶解 既然道子宁出现了 那就证明太初没有被覆灭 我等也无憾了 被吴灵山囚禁已久 不少太初弟子早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心有死至 一旁的吴灵山见状节节笑道 走 既然来了 那就都别想走 你既然是他们的道子 那想必应该知道不少藏地之中的事吧 放心 我会留你一命 让你这些师兄弟们看着你 怎么在我面前求饶的 说话间 不死静的气息散出 朝着苏毅仙身上压去 可苏毅仙就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被这股威压所影响 想象之中 他匍匐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吴灵山见状一愣 只听苏毅仙身旁贺云冷哼道 哼 一个不死静的蝼蚁 也敢冒犯苏公子 刹那间 不死静的威压尽碎 数以万计的恐怖气息 压在吴灵山身上 就犹如背负了一座大山 吴灵山眼前一黑 整个人一软 头重重地砸在地上 轰隆 这是什么情况 血池之中 太出圣地弟子们 见状纷纷张大了嘴巴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自己没有看错吧 此时贺云心中窃喜无比 正愁东明道统之前 在苏毅仙面前没有表现的机会 才让那个小小沧海皇主 都能够凭借女儿 攀附上苏公子 如此大好时机 贺云怎能够不抓住 他是打心里的 感激眼前这个不长眼的蝼蚁 虽然心中暗喜 但贺云还是表情不变 面容严肃道 想不到沧海皇朝之中 竟然有人修炼 如此桑尽天良的邪功 吴图李长生半年前前来南离 也正是为了调查此事 苏公子 我看这件事 与沧海皇朝定然脱不了关系 苏毅仙摆了摆手 看着血池中的一行人 虽然面色平静无比 但心中仍是有些怒火 眼前的太出弟子们 各个为你不振 甚至比当初的龙臣 还更为凄惨一些 他们冒着被虚空乱流 撕成碎片的风险 挽救太出圣地 即便自己已经不是太出圣地道子 但面对李富海一行人 之前的误会 让苏毅仙 难免有一丝愧疚之情 想不到 如今竟然能够在上界之中 见到故人 苏毅仙眼眸中 闪过一丝金色 无尽的苍天锁链 凭空而出 携带着霸道绝伦的苍天真气 涌入血池之中 血池中的黑红色的鲜血 每靠近苍天锁链 便会被这股霸道无比的力量燃烧 发出滋滋滋的响声 苍天锁链卷起众人 将他们生生从里面提了上来 因为血池的溶解性 重太出弟子 此时 如同一滩难泥一般 瘫软在地上 下半身露出森森白骨 看上去骇人无比 李富海此时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苏毅仙大手一挥 储物界之中 散出数十道流光 一颗颗晶银圆润的丹药 漂浮在众人面前 扶下去 苏毅仙淡淡道 李富海这才反应过来 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毅仙 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从未真正了解过道子 他将那枚丹药扶下 全身瞬间涌起一股暖流 下半身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肉芽 只是片刻时间 浑身的伤便好了个七七八八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下界之中 怎么可能有这种强者 无灵山从地上爬起 一脸愤怒地盯着苏毅仙 心中却涌出浓浓的恐惧之情 刚刚那股气息 以自己不死尽都无法抵挡 这般存在的强者 怎会出现在沧海境内 苏毅仙扫了一眼无灵山 悠悠说道 你就是沧海皇朝的老祖吗 那般模样 完全不将他放在眼中 刚刚恐怖的气息 让无灵山变不通寒 他畏惧地看了一眼 苏毅仙身后的两人 眼神闪烁不定 他想要顿走 却感觉到那股气息 正牢牢锁定着自己 若是贸然行动 只怕瞬间生死到云 贺云心中疑惑 苏公子好像与这些 修为低下之人认识 但自觉地没有多问 而是开口道 想不到在我东鸣道统的管辖下 竟然有这等邪修 苏公子 此事可否交给我们处理 苏毅仙点点头 来到李富海等人身边 问道 你们是怎么来到上见 李富海一愣 神色警惕地看了一眼 阴城峰和贺云 回头见眼前气质出尘 与从前一般无二 甚至更甚的男子 苦涩地笑道 那日太初出现虚空裂缝 不少弟子被卷入 我与众弟子前去相救 却不料也深陷其中 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如此也罢 竟然还连累了不少弟子 李富海神情有些落寞 再也不似当初 在太初圣地那般桀骜 自从来到上界之后 毫无背景修为低下的他们 处处碰壁 更是被无灵山囚禁于此 每日逼问 早就将李富海的傲气 打碎得一干二净 虚空乱流之中 误入了一处神秘的地方 听那老狗说 这里是某个大能的藏地 我等在藏地之中 小心谨慎 倒是也得到了一些机缘 这无灵山老狗的炼血之法 还有不少秘宝 也都是从我等身上得来的 说到这 李富海显得有些咬牙切齿 看得出来没有少受到 无灵山的折磨 只是道子 为何你也在此 莫非您也是被卷入了 那虚空乱流之中吗 李富海神情茫然 心中满是疑惑 所以先沉思了一会 对于李富海的遭遇 他大概能了解到一些 英成风在旁淡淡道 苏公子本就是上界之人 何来卷入虚空乱流一说 更何况 下界之中区区的虚空乱流 并不能对苏公子 造成什么影响 这 李富海与一众太初弟子震惊 李富海看着苏一仙 虽心中隐隐早有预感 但在得知真相后 还是不免一阵惆怅 这就说得通了 从那年太初比武时 道子横空降世 再到数年后道子 那更令人仰望的势力 原来道子从始至终 都是从上界下来的天骄 可笑自己 还试图追赶击败道子 想到这 李富海自嘲一笑 显得有些违靡 说道 道子大人 冒昧问一句 太初圣地现在如何了 苏一仙自然是看出了 李富海落寞的模样 他并没有出言安慰 解释道 太初圣地的浩劫结束了 长老们已经被我救出 苏一仙静静地看着李富海 虽然此人冒犯过自己 自己更是怀疑 他是太初圣地的叛徒 但不得不说 李富海的心性不坏 从始至终 始终是为了圣地着想 对于曾经的同门 苏一仙并未摆出太多的架子 而是走到李富海身前 说道 不必如此 你做得很对 太初圣地会因为你而 感到骄傲的 李富海抬起头 神情动容 一个铁血蒸蒸的好男儿 眼中竟然有些湿润 这段时日 他所经历太多 因为是太初圣地真传 在藏地之中 他一个人要保护好 所有太初弟子生命 即便他很努力地去做了 但仍旧无法避免 很多弟子的死亡 道子 李富海有些哽咽地说道 苏一仙摇头道 我已经不是太初圣地的道子 此言一出 李富海整个人如遭雷击 傻傻地站在原地 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众太初弟子 在旁震惊无比 皆是不可置信地 望着苏一仙问道 道子大人 是发生了什么吗 道子大人 这是为何 李富海见苏一仙 并不愿多加解释 联想到道子的身份 和太初圣地的长老们 他一瞬间 好像明白了什么 怒不可恶地挥拳砸碎 向了墙壁 说道 糊涂啊 宗主 长老们 苏一仙看向一旁的 赫云与无灵山的战斗不出意外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赫云便将无灵山给擎拿 重重地扔到了一旁 天地尽于不死尽的对决 两者间可谓隔着山海 无灵山甚至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此时可谓是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他浑身的骨头尽碎 如同一滩烂肉一般 瘫软在地面 口吐鲜血 正怒目原睁地死死盯着苏一仙 声音沙哑 犹如低吼的野兽一般说道 你 到底 是什么人 赫云上前 本就在这附属小国受气 苦于东鸣道统没有表现的机会 如今不由心情大好 他知道 眼前这些人与苏公子 定然是有不浅的关系 经此一事 沧海皇朝 必然在苏公子心中 分量大跌 赫云上前恭敬地说道 苏公子 一旁的太初圣地弟子 见地上身受重伤的无灵山 哪还有 昔日那耀武扬威风光的模样 皆是目瞪撑舌 这可是不死尽的大呢 竟然如此轻易便被擒拿 而更为恐怖的是 眼前这位老者 还称盗子为苏公子 看上去十分恭敬的样子 李福海深深看了一眼苏易仙 盗子大人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老狗 你也有今天 盗子大人 就是此人 恋化了我们不少同僚 恳请盗子大人 为我等报仇 恳请盗子大人 为我等报仇 众多太初弟子纷纷下跪 投递的不能更低 声音沙哑坚定地说道 赫云凑上前说道 苏公子 此人如何处置 老夫已经将此人修为禁废 如今他空有一身不死尽的皮囊 也发挥不出一点作用 苏易仙冷漠地看了一眼 地上的无灵山 耳旁不断传来 太初圣地弟子的恳求声 饶是心性沉稳的他 也不由有些怒气 之前太初弟子 宛若任人宰割的鱼肉一般的惨状 可谓是历历在目 跟太初圣地的长老们相比 苏易仙更在意的是 曾经这群汉不畏死 为宗门而战的弟子们 如今物是人非 苏易仙表情平静 令人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他转过身 就在刚刚 他感知到了沧海皇朝 无掏情右双 一众人正在急速赶来 就在众多太初弟子 以为是不可谓神情沮丧之时 苏易仙淡淡的声音传来 李富海 李富海一愣 答道 嗯 在 苏易仙神情漠然 说道 他怎么对待你们的 你们就怎么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听到这话 众多跪在地上的太初弟子 眼神纷纷一亮 瞳孔中露出了熊熊仇恨的火焰 皆是感激无比的大声喊道 谢盗子 谢盗子 地上奄奄一息的无灵山 明显感受到周围浓郁的杀意 看着逐渐围绕过来的太初圣地弟子 脸色煞变 惊呼道 你们要做什么 蝼蚁 话还没说完 便挨了重重一脚 老狗 现在还在叫 我要为师妹报仇 不要脸的狗东西 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苏易仙闭眼听着无灵山传来的惨叫 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贺云 也不由浑身一个抖擞 这群修为不高的弟子们 未免太过残暴了 身为东明道统大长老 身份尊贵 位高权重 他根本想不到 太初圣地所经历的遭遇 如果不是苏易仙的存在 贺云甚至看都不会看一眼 弱小的像是蝼蚁一般的太初弟子们 李福海走了过来 看着闭目的苏易仙 有些小心谨慎地说道 道子大人 什么事 苏易仙道 李福海犹豫了一会 还是问道 道子大人 是想进入这禁地之中吗 我等从禁地之中出来 知晓其中大概 道子大人 若是想进入这禁地之中的话 我可以带路 修为弱小的他 实在是想不出 要如何报答道子 无论是拯救了太初圣地 还是自己等人 这天大恩情 让他想要做些什么 看着苏易仙 正在观察着禁地入口沉思的模样 李福海坚定地说道 贺云在旁惊讶道 什么 你说你们是从秘境之中出来的 李福海点点头 朝着苏易仙说道 道子大人 这藏地之中奇遇无数 我等也不过是在边境探索 便得到不少珍贵的秘宝功法 只是这禁地不知适合原因开启 这无灵山老狗 正想从我等口中得知禁地开启的办法 苏易仙看着此处的紫色漩涡 这之中隐隐有什么东西 在呼唤自己的苍天之血 若这真是秦佑霜所谓的机缘 想必也与龙臣有关 是因为自己的出现 才让这一切都提前了吗 苏易仙试图触摸紫色的漩涡 从中竟然传来一股强大无比排斥的力量 将他的手给震开 苏易仙脸色一变 迅速抽回了手掌 自己的手掌 竟然瞬间皮开肉绽 身可见骨 苍天神体的霸道 迅速地修复着 不一会变完好如初 李福海见状 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藏地不应该是 已经开启了吗 一旁的鹤云也是神色凝重 就在苏易仙触碰的那一刻 他莫名地涌出了一股恐惧感 紧盯着这处紫色漩涡 潜意识告诉自己 若是强行进入 只怕是以自己天地境的修为 也会在顷刻间化为粉尘 苏易仙凝视着紫色漩涡 似想到了什么 突然轻笑了起来 有意思 是在排斥我吗 此处藏地 确实是开启无二 但是对于自己 竟然意外地排斥 很显然 能够进入之人 若非有不寻常的办法 也只能是天命之人 秦幼霜 苏易仙想到 就在这时 一旁的鹰城峰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鹤云也是同一时间收到传讯 鹰城峰上前 面色凝重地说道 苏公子 难理解来人了 鹤云道 我就知道 在这秘境出世 传来巨大的能量时 那些周边的不朽道筒 就像是闻到肉味的豺狼一般 肯定想要前来奋一杯羹 难理解此处 偏离于东明 我早已通知宗内长老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鹤云看向苏易仙 诚恳道 苏公子 此地秘境非同小可 我等一个小小东明道筒 只怕是吃不下 还请公子联系苏氏古族之人 派大能前来震慑萧小 我与宗主可能要离开片刻 应对前来难理解的那些势力了 对此 苏易仙并没有什么意外 点头道 我明白 既然如此 就辛苦殷宗主和鹤长老了 两人拱手说道 公子 先走一步 说完 便化作两道流光离开 苏易仙并不着急 这所谓的藏地秘境之中的机缘 哪怕不是他的 他 也要从中夺过来 更别说关键之人秦佑双已经来了 目光望向一处方向 沧海皇朝的一众人马 正从不远处 匆匆而来 苏易仙手掌一番 捏碎了苏家的传讯符路 同一时间 苏氏古族之中 苏求真津津有味地 看着眼前正在修炼小女孩 朝着身旁面色冷漠的男子 不由则舌道 梨儿小姐这天赋 当真是恐怖 更别说如今拥有四道天地一伙了 你说是吧 苏命 苏命脸色不变 双手抱负地点点头 小女孩面容精致 娇俏可人 正皱着翘眉盘膝修炼 而在女孩周围 四团恐怖 无比颜色各异的火焰 在空中跳动 幽冥星炎 陨落天炎 天象亭炎 地勇金莲 这些皆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地一伙 而在四朵天地一伙中心 围绕着一个纯白色跳动的小火苗 光是看上一眼 便令人心悸 其中藏着恐怖无比的能量 在女孩身旁 一名修为深厚的红发老人 正在缓缓开口道 梨儿 身为化火神体 你天生就是火焰的主宰 而你体内的 那道无色之焰 是比天地一伙 更为纯粹强大的存在 你要学会沟通你体内的几道一伙 试着将它们融入你的无色之焰当中 地勇金莲的属性最为柔和 你可以将它 当作你第一枚融合无色焰的火焰 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梨儿 半年的时间 在苏家长老的教导 和苏家庞大如海的资源培养下 梨儿的修为远超于下界之时 突飞猛镜 从刚开始的祝元镜 一路冲击到了如今神魂镜 足足跨越了三个大镜 修炼之速度 哪怕是在古族苏家当中 也是罕见少有 梨儿被苏义仙安置于苏家 而教导梨儿的老人 名叫苏炼 是苏家第八长老 乃是领悟了上尉道泽 赤炎大道的神须尽大能 承载五条大道 作为梨儿如今的师尊 苏炼更是在拜师那天 赐予了梨儿一枚天地一伙 地勇金莲 可以说 再用火一方面 没有人比苏炼更适合教导梨儿 这也是为何苏义仙 将梨儿留在此地的原因 就在此时 围绕在梨儿身旁的 四团火焰中的地勇金莲 从中缓缓浮出 地勇金莲 身为排名第三十七的天地一伙 虽不如陨落天炎和幽明星炎那般强大 但胜在其是天地一伙中 性情最为平和的一伙 地勇金莲 逐渐地与无色之焰接触到了一起 刚一融合 无色焰便传来极大的排斥感 而梨儿的小脸 也浮现出汗珠 神色吃力 苏炼目光动容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沉喝道 梨儿 不要犹豫 如此摩藏 只会令你更加痛苦 苏益先身为神子 不出意外 日后必定是要登顶万界之巅 承受天命的存在 若是想要追随神子的脚步 那么你就必须将化火神体 开发到极致 此言一出 正在修炼中的梨儿 像是听见了一般 小脸逐渐变得平和坚定 地勇金莲 一下子没入进无色之焰当中 空中的灵气 顿时狂暴了起来 疯狂地涌动 像是不被世间允许的力量 无色焰逐渐融化了空间 在其周围 无数的虚空乱流呼啸出现 这股扑面而来的热浪 甚至在远处 观看的苏求苏命也感受到了 苏求肥胖的躯体抖了一下 喃喃道 我低乖乖 苏炎长老真是狠啊 我没记错的话 梨儿小姐现在才不过是神魂镜吧 这无色焰的力量 我怎么感觉 甚至能焚烧登天镜呢 苏命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 说道 苏炎长老太心急了 公子可是十分在意梨儿的 梨儿现在的境界 光是驾驭一伙 都十分吃力 更别说是融合一伙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若是梨儿出了什么意外 只怕是公子要怪罪下来 一想到公子对梨儿态度 和公子发怒的模样 苏求就忍不住地浑身打了个颤 有些恐惧地看着对面 正在融合一伙的梨儿喃喃道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苏炎神色肃目地 看着正在修炼当中的梨儿 半年前 当苏益先将此女带到她面前时 苏炎便惊为天人 化火神体 可遇而不可求 正是最为适合接受自己一波 传承之人 更别说梨儿小小年纪 就拥有三道天地一伙 身为化火神体 天地一伙与无色焰的融合 是不可避免的 苏炎更是不惜横跨树界 替梨儿寻来了地勇金莲 只为了将融合过程当中的其中风险 降到最低 当最后一丝地勇金莲 也没入无色焰后 无色焰之中 竟然闪过一丝乳黄色 滔天的气势逐渐消退 看着从火苗转变成一簇小火团的无色焰 苏炎尝出了一口气 老眼露出欣慰之色 抚须说道 地勇金莲的特性 便是能够焚烧邪旺 到心通明 经过地勇金莲的淬炼后 这无色焰的威能 不仅强化了不少 更是完美继承了地勇金莲的特性 这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天地一伙天生不容 寻常人等光是 收复两枚天地一伙 便要经历无尽痛苦 稍有意外 便生死到消 哪怕是侥幸收复 也会因为两种天地一伙的不兼容 而事故频出 而化火神体 不仅能够无视其中弊端 更能完美融合这些天地一伙 苏炎不由有些期待 当梨儿将其他三枚天地一伙 甚至将更多一伙融合后 无色焰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在苏炎以为已经结束之时 周围本来静静下来的灵气 竟然猛烈地暴动了起来 而梨儿小脸上 更显得痛苦无比 浑身气势不尽反退 无色焰竟然在灼烧他娇小的身躯 甚至其中的地勇金莲 也隐隐有要崩灭的架势 这瞬间而出的磅礴力量 让苏炎猝不及防 面色煞变 远处的苏求苏命健壮 更是脸色惨白 不好 苏炎眼神殷勤不定 口中不断喃喃着什么 不对 不对 这般情况 明显就是出现了 天地一伙不兼容的状况 这怎么可能 梨儿明明是化火神体啊 这老鬼 到底在搞什么 若是梨儿出了什么事 公子回来 非杀我俩不可 苏求表情跟吃了屎一样难受 以最快速度来到苏炎身旁 毫不顾忌两者的身份之差 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道 老东西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不是说梨儿融合地勇金莲 没有事的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苏命也出现在了一旁 看着梨儿四周围绕的无色焰 眼神闪过焦急之色 虽然以他们的修为 不惧这无色焰 但是也根本无法帮助到梨儿 苏求急得差点骂娘 苏炎更是一脸震惊之色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地勇金莲秉性柔和 哪怕是与无色焰两者有所冲突 也断然不会发生无色焰反噬这种情况 一定是有哪里不对 一定是哪里不对 这突发的状况 让苏炎有些束手无策 他试图替梨儿调吸体内的真气 压制无色焰的暴动 但每当他一缕真气渡去 还未进入梨儿体内 便被无色焰的温度焚殆尽 苏求目光冰冷 他清晰地感受到梨儿体内的真气 已经开始出现逆流的情况 再加上无色焰的焰烧 若是没有解决办法 梨儿只怕是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便会被焰烧亡 这你妈 草 完了完了 苏求看向苏命 心急如焚地说道 苏命 快去找家主大长老他们来 这特么的 出大问题了 苏求猛地转过头 怒视着苏炎长老 近乎于是对着苏炎脸上咆哮道 老东西 你可知梨儿在公子心中的分量 若是梨儿出了什么事 苏家会翻天的 你知不知道 苏求此刻可谓是恨得牙痒痒 若非实力不济 只怕是非得抱坐这老东西 一顿也不能解气 虽然融合一伙 也是梨儿自己的选择 但苏求可不管这些 他只知道 公子走势曾吩咐过 梨儿 不能有事 苏炎老脸有些苍白 对于这个弟子 他可是给予了厚望 几乎是倾囊相授 化火身体记在棘手 发生这等情况 与他所想的结果 根本不一样 我 吴色燕此时 已经近乎于是 包裹住了梨儿小小的身躯 此时苏求身上的 传讯符路恰好闪烁 苏求一愣 拿起符路一看 正是公子苏毅 先传来的消息 南离界沧海 秘境出世 通知足中大能 带着梨儿一同前来 简洁明了 当看到这条消息 苏求更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一身肥肉乱颤 而就这时 在梨儿神魂深处 一道鸣刻已久的印记 爆发出刺眼的亮光 从那印记之中 涌现出一股浩瀚的伟力 正牢牢保护着梨儿的神魂 与肉身 不被吴色燕反噬 正慌不择路 和失魂落魄的苏求 苏延感受到了 这股强大力量 脸色一变 这事 苏延难难道 在这股力量下 梨儿四周的吴色燕 竟然莫名地安静了下来 帝永金莲 像是被强行从中抽离出来一般 再将其活生生地打散 塞入了吴色燕当中 吴色燕退去 梨儿此时的状态 正在急速好转 一身气息逐步平稳 吴色燕与其他几枚天地一伙 缓缓没入梨儿小小的躯体当中 淬炼洗涤着梨儿的肉身 不断焚烧着其中杂质 看着眼前的一幕 苏延压一道 这是什么力量 这股磅礴的力量 竟然连身为神虚境的她 都有些发产 在自己神虚境之上 虽不知为何 苏囚也清晰感受到了 她的脸色缓和一点 看着苏延说道 你做的 苏延摇了摇头 紧盯着梨儿 说道 我什么也没做 是她体内某种保命境之处发了 能够有这般实力的 最低也得是告命境的存在 看来这个丫头身份不简单 不知过了多久 梨儿缓缓睁开眼 眼睛清澈明亮 似有火焰在跳动 正眨巴着眼 看着三人 见梨儿苏醒 苏囚赶忙上前 关心无比地问道 梨儿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的无色焰呢 梨儿歪了歪脑袋 有些不解地看着苏囚 感受着体内变成小伙团的无色焰 梨儿有些开心地起身 来到苏延身边 娇声说道 师父 梨儿成功了 苏囚僵在了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似乎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羞愧 一把年纪的苏延 竟然有些不敢与梨儿 纯真无邪的目光对视 作为梨儿的师尊 她的关系 可一点不比苏囚苏命等人少 深感有愧地说道 梨儿 嗯 感觉到气氛有些奇怪 梨儿小脸疑惑地问道 师父 难道是梨儿做得不够好吗 此言一出 苏延更加感到无地自容了 苦笑地伸出手 想摸了摸梨儿的脑袋 却停在了半空之中 苏囚拍开了苏延的手 冷声说道 公子传来讯息 她正在南梨界当中 这件事事关紧要 我要把梨儿带走 顺便通知一趟大长老派人过去 苏延皱了皱眉头 她活了数千年 更是贵为苏家长老 若是平常 一个小小的话灵镜 敢屡次三番地跟自己这么说话 早就被自己一巴掌拍死了 可是对方毕竟是绳子的人 再加上自己本就有愧 也不好多说什么 苏囚说完 便蹲下身 朝着梨儿轻声说道 梨儿 公子唤我 带你前去南梨界 好不好 哥哥 梨儿一听 是竟然是哥哥喊自己 开心地不由蹦蹦跳跳了起来 好啊好啊 快带我去 梨儿好久没见到了哥哥 浑渊之戏 某处境地之中 一名修为恐怖滔天的男人 缓缓睁开眼 男人有些病态的苍白 身着一身黑衣 他的眼中 竟然没有瞳孔 而是宛若深渊一般 深不见底的漆黑 若是仔细看去 就发现 此人的眉宇 竟然与梨儿有些相似 那孽种的气息 男人轻声喃喃道 他的双目 像是跨过了重重禁锢 追溯着那道气息 一路穿透到了万古苏家当中 就在这时 一道如同红中一般 雄魂霸道的声音响起 似穿透了时间与空间 何方藏头鹿尾的鼠背 找死 刹那间 这一抹联系 被某种霸道至极的力量给斩断 对方似乎还不罢休 琪丽甚至直接跨过了两玉 化作一只蕴含着天地治理法则的剧长 朝他拍来 男人皱了皱眉头 身形忽然消失不见 瞬间出现在了万里之外 片刻后 远处传来一道耀眼的白色光芒 轰隆隆 随着剧长的落下 方圆数千里 无数魂渊之戏的生物 不死灵 魂兽 妖兽 连带着灵气空间 都在寝客间湮灭得一干二净 看着眼前的一幕 男人嘴里扬起一抹怪异的笑容 苏家 沧海祖地之中 苏一仙正面无表情地 看着赶来的沧海皇朝一行人 他们的角力 自然是远不如苏一仙的 在秘境出世后 吴涛更是第一时间赶来 并且联系自家老祖 可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让吴涛有种不好的预感 在好不容易追到苏一仙后 吴涛有些气喘地上前 当看见其身旁紫色的漩涡 更是眼神一亮 这便是那处秘境 此等秘境一出世 便是紫气三千里 其价值更是令东明道统 甚至眼前这位身份神秘的苏公子 都忍不住一探究竟 若说吴涛一点想法 也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吴涛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说道 苏公子 这便是出现在我沧海皇朝的秘境吧 吴涛心中虽然狂喜 但也自知 以自己区区一个沧海皇朝小国 根本吃不下这种级别的秘境 但是奋一杯羹 吴涛还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毕竟 这个秘境出自沧海 那自然也跟沧海皇朝有一份关系 吴涛看了一眼苏一仙 注意到了其身边贺云和英成锋 两位大能不在 不由问道 苏公子 英宗主和贺长老两位前辈呢 莫非是进入秘境当中了 吴涛暗暗想到 苏毅先一眼便知晓了其心中想法 淡淡地说道 沧海皇朝绝世 秘境出世 引动了周边的势力 英宗主与贺长老 此时正在南离界外 与其他势力周旋 若是想要独占这处秘境 我劝你还是收了这个想法 什么 啊 到底是和势力 竟然要引得英宗主和贺长老前去 吴涛有些不敢相信 连东明道统都无法无视的存在 那必然最低也是不弱于不朽道统的大势力吧 自己一个小小沧海 窝居于这百国之地当中 光是整个南离界就有无数他们惹不起的势力 更别说南离界之外的了 苏一仙的话 如同一泼冷水 让吴涛顿尖时清醒了不少 能够惊动其他介于不朽势力的秘境 那得是多大的机遇啊 吴涛有些不死心地说道 既然如此 为何苏公子还在此等候 为何不提前进入秘境之中 抢占先机 争夺机缘 说到这 似乎是觉得自己有些目的心太明显了 吴涛接着补充道 我沧海虽是一小国 入不得苏公子法眼 但也愿意在秘境中为苏公子率先探路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绝世秘境虽然令人垂涎 但也要有命花不是 自己沧海 不求能够分一块肉 跟在苏公子身后 若是能从中喝上一口汤也是极好的 吴涛朝着身后的秦佑霜 使了个眼色 秦佑霜会议 缓缓上前欠身道 苏公子 此等机缘 也唯有苏公子这般天骄能够拥有 佑霜既已是公子侍女 还请公子让佑霜和父皇 为苏公子笑一份力 苏一仙看着秦佑霜 不由觉得有些好笑 他并不在意 吴涛以及秦佑霜心中的那一点小心思 毕竟 他还指望靠着秦佑霜 进入秘境之中呢 还不急 再等等 等等 秦佑霜角色小脸 显得有些疑惑不解 不知公子等的是何人 莫非 是家族中人 苏一仙没有回答 也没有制服 但秦佑霜却对此深信不疑 心中暗暗脑补着 苏公子的身后 到底是何方神圣 吴涛观望了四周 当看见一众太出弟子后 心中有些疑惑 这些是何人 怎会也出现在祖地之中 这里是老祖的领地 如此天大机缘 却不见老祖他老人家的身影 莫非是老祖 已经进入这秘境当中了 忽然间 吴涛似乎发现到了什么 在一众太出弟子当中 一个血肉模糊 不成人样的尸体 谁这么倒霉 吴涛心中匪复 多看了一眼 突然惊呼道 老祖 他面色大变 瞬间冲上前去 勃然大怒 而等是何人 怎么会出现在 我沧海祖地之中 当见到地上那贪烂肉时 上面的衣服和饰品 无不再宣示着此人的身份 吴涛抱起那贪烂肉 眼睛瞬间变得赤红无比 嘶哑道 老祖宗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知道 老祖可是沧海皇朝 唯一的底牌 那可是不死尽的存在 百国之中 不死尽屈之可数 若是让其他国家知道了 沧海之中 无不死尽的大能 这块肥肉 可是人人都想啃上一口 吴涛近乎于咆哮道 是谁 是谁杀害了我 皇族老祖 吴要他偿命 他怒目原争 并未怀疑一众太出弟子 因为在他感知下 这群人当中 最高也不过神魂境的存在 这般蝼蚁 根本就不可能伤害得了自家老祖 能够击杀老祖的人 实力最低 也是不死尽的存在 如今的沧海 少了这等境界之人镇守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个消息便会传到其他国家耳中 到时候 迎接沧海的 便只能是无尽的掠夺和侵略 吴涛面色扭曲 深深吸了一口气 来到苏义仙旁边 表情悲痛无比地说道 苏公子 还请苏公子 替我沧海皇朝做主啊 我老祖一直待人和善 从不与人结怨 如今竟然曝尸荒野 尸骨未寒 这般行径 定然是有萧萧 发现了这个秘境 偷袭击杀了他老人家 说不定就是那些大势力之人 隐藏在此做的 一旁的太初弟子听闻 皆是神情愤愤地斥责道 放屁 什么待人和善 从不与他人结怨 这老狗 明明就是邪魔歪道 人人得而诛之 就是 我还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愧是跟那老狗一起的 死得好 吴陶猛地反应过来 像是发怒了雄狮一般 盯着众人 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是你们杀了老祖 说 你们到底是使用了什么 诡计杀害的老祖 沧海皇朝的文武百官上前 一道道恐怖的威压袭来 平心而论 他们中有不少人 倒是觉得不太可能 开什么玩笑 最高神魂境 杀死不死境的老祖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事 不过碍于皇主的面色 百官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就是该死 靠着炼血之法修炼 这般丧尽天良之事 也做得出来 有弟子说道 炼血之法 吴陶有些疑惑 但这并不重要 老祖的死 定然是和这群人脱不了关系 都给我抓起来 吴陶冷冷地说道 李福海上前想要阻拦 你们要做什么 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身后忽然传来苏一仙的声音 都别吵了 人是我杀的 怎么 你也要我偿命 吴陶身子一僵 直接呆在了原地 有些不可置信地回过头 看着对面神情冷淡的苏一仙 吴陶嘴唇略显颤抖地说道 苏 苏公子 您 您是说笑的吧 吴陶脸色战红 一时兼语色 胸腔中无尽的怒火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本以为是其他势力之人所做 却想不到凶手就在自己身边 这 想到之前皇主大人气愤地要杀凶手泄愤 众多沧海皇朝的文武百官表情变了变 感受到周围异样的眼光 吴陶此刻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 这是开什么玩笑 哪怕是秦佑霜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自家老祖 莫不是得罪了苏公子 才被击杀 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 吴陶眼神闪过一丝阴霾 强按住心中的愤怒 打了个哈哈 说道 一定是老祖冲撞了苏公子 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 苏公子 这结果是 老祖旧游自取 与我沧海可毫无关系 表情转变之快 令太初圣地众弟子 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 虽然不知道 苏公子为何要击杀自家老祖 但是已至此 自己哪怕是有再多的愤怒 也做不了什么 若是因此再得罪苏公子 那沧海可谓是亏得血本无归了 作为一国之主 自然是要顾虑 一个已死老祖 和苏公子相比的分量 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哪怕是老祖在他当面 被苏一仙杀了 自己也毫无办法 甚至 自己还可能大意灭清 想到这 吴涛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在刷二看上去深的苏公子喜欢 再加上秘境出世 沧海皇朝暂时也不用担心 其余百国 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幸中的万幸 吴涛如此识相 也让苏一仙有些意外 不由对他高看了一眼 而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传来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恐怖的余晖 甚至让大地都为之颤动了起来 轰隆隆 发生什么了 感受到脚下大地的震动 所有人此时都有些站立不稳 这浩荡的力量涌来 席卷着这片土地 光是一缕缕从中建设而出的余波 显然有股要覆灭沧海北境的架势 吴涛见状脸色煞变 这力量令人心生绝望 不可抵挡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这般毁天灭地的威能 在这之下 让吴涛感觉自己 是那么的渺小 苏一仙望着天空 拥有苍天神童的他 清晰地能看见 在南离界之外 发生了一场斗争 显然东明道统 与其他势力发生了冲突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 转身看向吴涛和太初圣帝一行人 说道 吴皇主 此处秘境 已经不是你们沧海皇朝 可以染指的地方了 吴涛脸色殷勤不定 他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苏一仙的意思 既然连苏公子都这么说了 那么可以肯定是 一定有其他不朽道统的人前来了 沧海皇朝在那群人眼中 不过一个随手可以拍死的蚂蚁 一旁的沧海大臣们感受到 这股庞大的鱼波 皆是心生畏惧 纷纷劝说道 皇主 苏公子所说 没错呀 这个秘境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 如今上街各方顶尖势力云集 稍有不慎 沧海数千年来 先皇的心血将要不保 我等还是退出这次秘境之争嘛 沧海丞相上前忠心地说道 一旁大臣也附和道 皇主 左相说的没错 这出秘境 与我沧海无缘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窥视的 皇主 江山社稷为重啊 空中的力量 甚至影响到其余百国 那些本来心生贪念想要一探究竟的国主在感受到苍穹上方的力量时 皆是目光一颤 这力量 在南离界之外 听说都东明道统前去了沧海皇朝 也不知道所为何事 一国家皇主 难难道 身旁的护卫 上前恭敬道 皇主 沧海边境四有之宝出世 我们要不要前去看看 那皇主摆了摆手 说道 不必了 东明道统 以及那苍穹之外的大能们 想必都是因此而来 这不是我们南离界本土势力能够参与的争斗 如今 还是明哲保身为好 传令下去 我七国从现在开始 无我命令 无期限封国 国内所有子民 不可贸易 出境 为者斩首示众 同样的事 发生在百国各个国家之中 能成为一国君主之人 皆不是傻子 吴涛耳旁 传来不少百官的劝说之声 吴涛 其实打心里不想放弃 可又无奈 自己国家实力太弱 重重叹了一口气说道 算了 我们走吧 一瞬间 像是苍老了十几岁一样 老祖身死 沧海空有一座绝世秘境 在眼前却不能沾染 任谁都难受无比 得到皇主的首肯 大臣们皆是松了一口气 苏义先看了一眼身旁的秦佑霜 说道 你留下 秦佑霜一愣 而准备离开的吴涛 却惊喜无比 有苏公子在 双儿必然无忧 甚至还能从秘境之中 获得些许好处 苏义先看了一眼 太初圣地众人 说道 吴皇主 可否帮一个忙 将他们安置好 吴涛本就因为老祖之事 怕惹得对方不快 自然是乐得苏义先的请求 看了一眼众人 连忙道 这是自然 苏义先点点头 听到此言 太初弟子却是不肯 道子 还请让我们留下 我们从境地之中出来 可以帮助道子 是啊 道子 我等愿意追随道子大人 这时 一旁沉默已久的 李富海沉声呵斥道 够了 他看着一众太初弟子 说道 我们实力太过弱小 根本就帮不到道子什么 甚至还会平生添乱 道子帮过我们多少次了 还嫌不够吗 众弟子安静了下来 李富海转身看向苏义先 恭敬道 道子 不好意思 一切听从道子安排 苏义先摇摇头 看着李富海道 无妨 我会让吴皇主将你们送回下界 试回太初圣地 还是留在上界 决定全在你们 李富海沉音片刻 说道 我想回去看看 也不知道父亲他老人家如何了 道子您请放心 这件事 我会处理好的 对于李富海的决定 苏义先没有多加干涉 虽然说在上界之中机缘无数 但以他们如今的实力 甚至还没有到登天境 在上界里 随便一个小势力弟子 都能覆灭他们 回到下界 未免不是更好的选择 苏义先看着李富海 眼前的少年 早就被磨平了荡人的桀骜 虽然李富海天命值不高 甚至可以说 如果不是自己的出现 他只是天命主角成长路上的一颗踏脚石 但这并不妨碍苏义先对他的欣赏 你很好 李富海 苏义先说道 心面一动 拿出了一枚储物戒 此戒指不是别人的 正是当日击杀无法他所留下的储物戒 系统这个狗东西 也不知道私吞了多少无法的东西 除了乾坤战体本源 交给了天命主角龙臣 这储物戒中所留下的 无非就是一些下界的灵石和神通 其中最为珍贵的 也就是那地级神通 无量法爵和蛮荒祖权 这种级别的功法 在古族苏家之中 没有一千也有几百 为防止吴涛心生邪念 苏义先并没有将储物界的宝物展示 而是交到李富海手中说道 这里面有一些修炼资源 和我的一道传讯服录 有什么事可以通知我 希望下一次相见 你会变得比现在更强 李富海感激无比地 看着手中的储物界 询问道 道子 你真的不会太出了吗 苏义先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下界之事已了 只有上界 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对了 如果哪一天你见到一个 拿着我太出令的少年 记得告诉他 我在上界等他 李富海点点头 握紧了手中的储物界 深吸一口气 转身说道 众弟子跟我走 这时 吴涛走上前 像是想到了什么 有些犹豫地说道 苏公子 何事 苏义先问 吴涛 苏公子 前往下界 须经坚天阁过问 我等恐怕坚天阁不肯啊 沧海皇朝 可不像那些不朽道统 以及古族 能来句自如 坚天阁在他们面前 可是一座庞然大物 苏义先没有在意 说道 你就告诉他们 是我让他们放行的 他们自然明白 说完 便将之前收回 准备赐予秦佑霜的宝物取出 这算是一点酬劳 有劳吴皇主费心了 见之前殿中那三件质宝出现 吴涛脸色大喜 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这是自然 苏公子 您大可放心 我必然亲自护送他们 安全回到下界 说完看向李富海 道 这位小友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走吧 以免给苏公子添乱 李富海点点头 抱拳道 稻子 保重 他知道 这一别 日后估计再也见不到稻子了 毕竟 像稻子这种存在 无论是在身在何处 都会如当年一剑 拜自己那风姿一般 成为最为耀眼的 绝世天骄 想到这 李富海神情有些低落 握了握拳 即便如此 他也要返回下界之中 好好去找宗主和长老们问清楚 在他们被卷入虚空乱流的那一刻 太初圣盾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富海与吴涛一行人走了 看着众人离去的身影 祖地之内 只剩下了苏义先与秦佑双两人 秦佑双捏了捏一脚 此刻 显得有些小女儿家那般拘束 他朱唇轻起 问道 公子 不知道需要我做什么 看着眼前轻咬着嘴唇 身材曼妙的绝色佳人 苏义先眼皮跳了跳 收敛心神 说道 你试试看 能不能进入这秘境之中 秦佑双愣了一下 点点头 乖巧无比上前 伸出手触摸了一下紫色的漩涡 苏义先紧盯着这一幕 就在秦佑双快要接触到紫色漩涡的那一刻 一道恐怖的力量猛地袭来 秦佑双只是在一瞬间便弹了出去 郊区重重地砸在了一旁的石墙上 口中一雪 小脸苍白 空中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滚开 难离界的蝼蚁 也妄图沾染绝世秘境 上方的苍穹之中 一道道流星划过 像是下饺子一般 不出片刻 场内便多了数十道大能的身影 那群大能们 直接无视了苏义先的存在 其中一名大能 见到那紫色漩涡 眼神一亮 传承秘境 此地最少也是不朽镜的秘境传承 苏义先看着眼前来人 各个气息不俗 身着滑跪 其中每一位都是随便动一动脚 便能让难离界颤抖的存在 皆是不朽镜势力的大能 这些人中 最低也是天地镜的存在 若是吴涛在此 恐怕是十分庆幸自己的决定 同一时间 阴城峰与贺云也随之来到 两人脸色难看无比 嘴角甚至一出一丝鲜血 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 苏公子 不好意思啊 阴城峰来到苏义先身边 勉强压制住体内运乱的真气 盯着对面数十人 寒声道 汉天神宗 血海魔宗 飞仙教派 等横跨数剑 强行闯入我东明道统管辖界域 是当我东明道统好欺负 对面汉天神宗气息深厚 面色和善的长老不在意地笑道 贺长老此言诧异 天赐机缘人人可争 且不说这里与你东明道统相差甚远 就是我们在场的这些势力 光凭你一个东明道统 只怕是吃不下这束秘境吧 哈哈 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作为东明道统的死对头 血海魔宗的大能狂笑道 与长老说得极是 秘境机缘 人人可争 你东明道统 倒是有些人心不足舌吞向了 阴城峰脸色一变 声音冰冷地说道 你们当真是要撕破脸了 是又如何 血海魔宗大能不甘示弱地说道 苏义先面色平静 看着众人淡淡道 这秘境你们吃不下 这声音响起 众大能一愣 朝着发声之人看去 当见是一气质不凡的俊美少年时 他们表情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哈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你这娃娃 当真是不怕死 这莫非是你东明道统的圣子 血海魔宗的长老迟笑道 听到苏义先的声音 殷成风与贺云两人心中一喜 怎么将苏公子给忘了 要知道 苏公子的背后 可是古足苏家 殷成风像是有了底气 冷笑道 哼 你可知苏公子是什么身份 是真当你血海魔宗无敌了不成 见殷成风突然像是有了底气一般 场内所有大能的目光 都留在了苏义先的身上 他们眼神闪过一丝疑惑 有些投鼠忌气 眼前之人看上去身份不凡 这容貌气质不像是什么普通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穿的修为 必然是拥有什么至宝掩盖 能够让不朽级别的东明道统宗主 都如此恭敬之人 恐怕也只能是 一时间 大能们都流露思考之色 汉天圣宗与长老谨慎出言道 这位小友 不知哪位势力的公子 殷成风冷笑着说道 苏公子的身份可是古足之人 在座的各位 也得掂量掂量 自己是否能够得罪古足 古足 此言一出 在场众多大能皆是瞳孔一缩 血海魔宗长老不信道 哼 殷宗主 我看你们东明道统 是想靠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虎人吧 谁人不知 这片小界归你东明道统管辖 而古足天骄 身边更是有着大能护道 这娃娃若真是古足天骄 怎不见护道者的出现呢 殷宗主 莫不是真将我等当傻子吗 殷成风听闻脸色一变 见对面大能们 露出恍然之色 赶忙低声朝苏一仙说道 苏公子 不知贵族大能可有前来 见苏一仙没有说话 殷成风脸色一下就白了 对面的血海魔宗长老 却笑得更加猖狂 殷宗主 莫要诶骗我等 随便不知从哪找来一个娃娃 就想冒充古足之人 可笑至极 谁人不知 古足隐世不出 若非成帝机缘将士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汉天神宗与长老 也是放下了心 笑道 殷宗主也不必太过担心 我等此次前来 也不过是 为了争取一点机缘 此处秘境 东明道统也可参与 秘境当中的传承 大家各凭本事 如何 场内都是人精 自然是不可能 因为一处不朽镜的秘境 被血海魔宗荡枪使 见此情形 饶氏对苏一仙身份 深信不疑的殷成风 也不由心生贪念 莫非真如血海魔宗所说 眼前这个少年 根本就不是古足之人 一想到之前 如此卑躬屈膝的模样 若是被其他势力知晓 只怕是东明道统 都将沦为笑柄 殷成风的眼神不善了起来 一旁的苏一仙 表情玩味地 看着血海魔宗长老笑道 哦 你似乎是很了解古足的样子 被苏一仙这么一问 血海魔宗长老愣了愣 有些不悦 被一个后辈如此质问 血海魔宗长老 觉得失了面子 隐藏修为之人 大多境界不高 更何况 自己身为天地境 一宗长老 位高权重 岂是一个小辈能够冒犯的 估摸着眼前少年 最多就是某个不朽道统的传人 同样身为不朽势力的他 自然不惧 而是宁孝道 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 你家长辈 难道没有告诉过你 出门在外 不是谁都是 你能惹得起的存在吗 放心 看在殷宗主的面子上 我是不会杀你的 不过今天 我便替你家长辈 好好教育教育你 做人 还是低调点为好 说完 他枯瘦的大手一抓 从中凝练出一道血红色的真气 化作一个巨型的红色掌印 朝苏义歇而去 血还长 修为道天地境 顾名思义 哪怕是随意的一道神通 都能沟通引动天地之力 远不是棋之下能够抵挡的 场内的大能们都冷眼旁观 包括殷成风与贺云也是 而就在此刻 一道浩瀚庞大的威压传来 祖地之内的温度 竟然迅速升高 变得宛若熔炉一般 不知从何 突然涌出无数道恐怖无比的火海 这熊熊火海 甚至能够焚烧此地灵气 顷刻间 便将场内数十名大能 给尽数包围了起来 这是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众大能脸色骤变 甚至连它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根本没有感知到 一点灵气波动 这火焰 就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这炙热的火焰挥之不尽 它们下意识地凝聚出一道道 真气屏障护体 竟然惊恐地发现 自己天地尽修为的屏障 在这火焰面前 像是不存在一样 灼热的热浪 让它们额上不满 层层汗珠 其中传来毁灭性的力量 更是令在场众人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轻颤了起来 那些火焰像是有灵性一般 唯独避让 开了苏一仙 围绕在其周围盘旋不静 苏一仙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来了吗 像是刻意针对 火海当中 涌出了大半的火焰 朝着血海魔宗长老而去 血海魔宗长老怒怒远征 咆哮一声 什么鬼东西 给我滚 树道神通 朝着火海打去 如石沉大海 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 反倒是令火焰燃烧得更为剧烈 凝炼出的护体屏障 被瞬间消融 一缕火焰不慎沾染衣角 只是沾染上了一丝火焰 整个人变轰 得一声 瞬间化作一个人形火球 血海魔宗长老在其中 更是发出了痛苦无比的惨烈叫声 啊 周围大能们眼皮狂跳 看着这一幕自顾不暇 这火焰竟然连天地境的肉身都能焚烧 就在众人苦苦抵御着烧不尽火焰之时 祖地内忽然响起了一道苍老沙哑声音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说出教育我族神子这样蠢话 小小天地境 莫说是你 就算是再加上你身后的整个道桶 也都不配 漫天火海内 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一老者从中漫步走出 那足以焚烧一切的火海 在其面前竟缓缓奋出了一条大道 老者身后 一名粉雕欲拙 充满灵气的小女孩 蹦蹦跳跳地跑出 火海之中的大能们 见状瞪大了眼睛 脸色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这气息 是神虚境 这般可匹敌神宗老祖的存在 怎么会出现在这 漢天神宗长老目光惊恐地大喊道 前辈是何人 无奈漢天神宗长老宇文空 不知是哪里得罪了前辈 无视与话圣宗三长老 无奈飞仙教派供奉 一时间 所有人都自曝身份 希望眼前之人 可以看在身后势力的面子上收手 却不料 老者恍若未闻 直接无视了众人声音 来到了苏一仙身前 其身后的小女孩 更是迈着腿小跑来 娇声喊道 哥哥 眼前两人 正是得到消息 从苏家赶来的八长老苏妍与犁儿 苏一仙 八长老 苏妍 神子 两人简单地问候了一句 却让此时正在被滔天艳浪焚烧着的大能精的无以复价 皆是震惊万分地看着苏一仙 神子 眼前这个少年 竟然真的是古族之人 苏求在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通知了大长老 因为离儿的事情 大长老便派苏妍前来将功赎过 毕竟在这上界之中 神虚境的存在 足以镇压一方 事实也证明 场内诸多不朽道统级别的实力 在上界神秘底蕴深厚的古族面前 两者之间的天差地别 苏妍看了看 那道紫色漩涡 眼睛微微眯起 露出思索之色 不朽极秘境 这等秘境 虽然对外界势力来说 算得上是天大的机缘 但对于万古苏家来说 却是没有这么重要 神子半年前从族地离开 为的就是这等事 苏妍皱了皱眉头 显得有些很不理解 而在一旁 离儿在半年未见到苏一仙后 摊开小手 看着他娇憨无比地说道 哥哥 抱 苏一仙见状一笑 摸了摸离儿的小脑袋 宠溺道 离儿倒是长高了一点 说完便一把抱起了离儿 看着怀中的离儿 笑道 哎呀 胖了 离儿一听 小脸气鼓鼓地说道 没有 苏一仙大笑 哈哈 看来 跟着苏妍长老离儿 进不得很快嘛 现在已经是神魂境的高手了 不错 看来没有荒废 得到苏一仙的表扬 离儿神气地扬起了脑袋 忽然像是想到什么 有些不开心地嘟了嘟嘴 大眼直勾勾地看着苏一仙 说道 哼 哥哥是大坏蛋 现在出去都不带上铃了 离儿现在可是很强的哦 已经可以帮助哥哥了 离儿挥了挥小拳头 说道 苏一仙见状审孝 他能感知到 离儿体内有一股十分恐怖的气息存在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便是那无色艳吧 好了好了 是哥哥错了 离儿现在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总不能干什么都跟在哥哥身边吧 倒是离儿 在族内有没有乖乖听苏颜长老的话 苏一仙柔声问道 明明就是不想带着离儿 离儿小声嘟囔了一句 看着苏一仙认真地点了点小脑袋 说道 哥哥 师父他可厉害了 离儿可是有乖乖上课哦 见离儿小脸认真的模样 苏一仙忍不住捏了捏 转身看向一旁的苏颜长老 诚心说道 辛苦巴长老了 多亏长老您的教导 离儿才能修炼得这么快 离儿天资聪颖 老夫只不过是在旁给予一些帮助罢了 神子过欲了 苏颜听闻 不免想起之前无色焰发生暴动之事 老脸一红 咳嗽了两声 扫了对面 还在火海中挣扎的各方不朽道统之人 目光逐渐变得冰冷 转移话题道 神子 这些人要如何处置 看来是我等古族太久 没有出事 一群最高不过不朽进的势力 便敢跳在我族神子头上放死了 上界之中 敢称为古族的 族内皆是出过数任承载天命的大地人物 更别说苏家最为底蕴最为雄厚 历史可以追溯到最早期人族孱弱的满荒纪元 可谓是人族中最为古老的那几个家族之一 外界强横霸道的不朽道统 在他们眼中 不过是一群年岁尚小的爆发户罢了 族内神子若是传出去 在外被一些名不见传消小欺辱 只怕是要让其他古族之人嘲笑 作为苏家八长老 苏颜自然是有必要维护古族权威 苏一仙抱着梨儿 看着在火海中没有苦于挣扎抵抗的大能们 思索片刻 耳旁传来东明道统 英成风与贺云两人胶着的声音 苏公子 苏公子 我东明道统可从未得罪苏公子啊 苏一仙眼神闪烁 火海中的两人 他们本就为了抵御其他势力大能 受了不轻的伤 眼看便要坚持不了多久 英成风懊恼无比 想不到自己竟然怀疑了苏公子 苏公子当真是古族之人 嗯 听见这声音 苏妍眉头一挑 苏一仙却是开口道 烦请八长老将他们放了 此二人是东明道统宗主与大长老 这次前来 他们倒是也帮我不少 苏妍听闻点点头 大手一挥 围绕在英成风贺云两人身边的熊熊烈阳 便尽数退去 还算拾去 两人浑身是汗 当见火焰退去后 气喘吁吁地支撑着身体 感激恭敬地开口道 多谢苏公子 多谢前辈 见二人无事 火海中的众大能皆是眼露羡慕之色 在他们心里 此时可谓是恨透了血海魔宗的长老 本来大家听东明道统宗主英成风所说 大家都是有所顾忌 偏偏是此人率先出手 让众人落得这个下场 汉天神宗长老宇文空大喊道 古族前辈 我等也并未对那位公子出手啊 此事皆是血海魔宗所为 与我等无关 其余大能纷纷说道 神子 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冲撞了您 我与话圣宗原音道歉赔偿 还请神子 让这位前辈手下留情啊 神子 我飞仙教派 可是从未出言 我飞仙教派 也愿意赔偿 一旁早已醒来的 晴佑霜起身见此一幕 美眸瞪得浑原 这群人 哪怕是他从未见过 也知晓皆是身份尊贵的大能 而他们 竟然在朝着苏公子求饶 看着苏一仙身旁的那位老者 虽然早知苏公子身份不凡 但晴佑霜从未想过 会如此之高 这得是什么存在 从小生长在沧海的他 困于眼界 根本无法想象苏一仙所在的高度 苏妍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苏一仙 等待着他的决定 对他来说 无非就是 怕死一只蝼蚁而已 他所在意的是神子的秉性 而另一边 苏一仙眼神闪烁 正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饶他们一命 却如他们所说 也唯有血海魔宗那长老一人出手 而此时那位血海魔宗的长老 早就在苏妍的火焰下 焚烧为灰烬 甚至连神魂都明灭的一干二净 能够查看人生剧本的苏一仙 知晓此地秘境 并不是什么普通的秘境 作为天命之人 秦佑霜最大纪元的秘境 绝非看那般简单 太皇藏殿 藏地之大 光凭他苏一仙一人 可是无法完全窥探 而之所以不需要李富海一行人 只不过是因为 以他们的修为 所能接触到的 不过是藏地之中 最为外的一些小机缘而已 这对自己来说 根本没用 苏一仙想了想 说道 苏妍长老 将他们放了吧 出手之人已死 天赐机缘 人人可争 他们不过是想争夺一些机缘 并未有什么问题 罪不至死 况且 若是传出去 也又是我古族身份 苏妍赞许地看了一眼 苏一仙 点头道 我自然遵从神子的想法 他大手一挥 漫天火海退去 众多大能们 脸色苍白无力 每一个人在这无尽火海之中 都感受到了一股 深深的恐惧和无力之情 本来此前 古族皆是影视不出 上界之中 大多数不朽道统 都对那些老牌势力 对古族的敬畏 感到嗤之以鼻 如今下来 亲身遇见古族之人 众人才知晓 古族的可怕 他们深感生存的机会来之不易 皆是目光敬畏 恭敬地朝着苏一仙 抱拳拱手道 多谢神子 汉天神宗长老宇文空 更是上前赔罪道 古族的神子大人 我等有眼无珠 差点伤及神子大人您 老夫代表汉天神宗愿意赔罪 说完 宇文空便将手中的储物戒取下 双手奉上恭敬地 交到了苏一仙面前 神子大人 这是老夫的储物戒 老夫毕生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都在此戒中 也算是老夫的一点赔罪 此言一出 众大能皆是用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着宇文空 这可是一位天地境毕生的积蓄 甚至于 就连同为天地境的他们 都有些心动 但当他们转念看到 一旁苏言稍稍缓和一点的神色 一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暗自肺腑道 宇文空这老狐狸 相比起自己一个储物界 得罪了古族神子 要是一个不好 可谓是要成为连累整个宗门的千古罪人 一时间 心中犹豫不决 苏一仙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看着宇文空 很快便知晓了他心中想法 看了看怀中一脸天真的梨儿 自己不用 给梨儿也未免不好 毕竟没有人会嫌弃修炼资源多 一个不朽道统天地境长老的毕生积蓄 只怕也是海量 苏一仙面无表情地接过储物界 点头道 倒是有心了 得到苏一仙的回复 宇文空眼神一亮 这话的意思明显就是眼前这位古族神子不再打算追究自己的责任了 汉天神宗虽强 哪怕是在不朽道统之中都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势力 但身为老牌势力的他们自然是见识过古族之威 深知古族的可怕 外界所谓名面上的霸主 不朽道统 在其面前根本就放不上眼 宇文空长出一口气 说道 神子大人心胸宽广 神子大人若是有空 可来汉天神宗 汉天神宗之物 神子大人可认取 宇文空如此卑躬屈膝的模样 让一旁的其他大能们眼瞪得如牛 好啊 这才一会功夫 便想和神子大人攀亲戴故了 果然 将还是老的辣 见此 众大能纷纷上前效仿 将手中的储物界 百宝囊什么的 一股脑的摘下 毕恭毕敬的线上 神子大人 这是我飞仙教派的 至宝飞仙灵舟 神子大人 这是我羽化圣宗至宝 圣灵徽甲 可挡天地静之下 所有攻击 这是我的储物界 就这样 场面一时间变得很奇妙 之前还气势汹汹 前来东明道统 争夺秘境的各方道统长老们 即使变得和气无比 一个个井然有序地 排着对献宝 而苏毅仙对此 倒是来者不惧 一股脑地 全塞给了怀中的梨儿 搞得梨儿小脸猛猛的 手捧着一大堆宝物 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东明道统的宗主 阴城峰和贺云两人 看得可谓是目瞪口呆 他们两人 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一群不朽道统 位高权重的大能 在苏公子面前 卑微地跟仆人一样 此时就连贺云 都忍不住戳了戳宗主嘀咕道 宗主 连汉天神宗 羽化圣宗他们都送了 要不我们也送些什么吧 不然场内 就光他东家东明道统 什么都没做 怕惹得那位前辈的不快 苏妍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并未多说什么 在他眼里 这些都是应该的 绳子不追究他们 便是对他们天大的恩情 况且 一群天地境的宝物 也并未被他放在眼里 忽然 苏妍冷不伶仃地开口道 之前对绳子出手的 是何人 重大能身形一顿 所有人都清楚不过 眼前这位大佬 这话的意思 是要清算了 宇文空上前说道 前辈 那人是血海魔宗的一位长老 在场的众人 本就因为那是 对血海魔宗的那位长老痛恨万分 也并未有任何隐瞒 赶忙撇清关系 血海魔宗 是血界的第一宗门 同为不朽道统 此界之人修炼的 皆是一些桑尽天良的功法 前辈 我等可是从未对神子大人出过手 一切都是此人所为 苏妍听闻点点头 眼睛微眯 令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 这群人并未对神子出手 所以在苏一仙要放了他们时 自己没有说什么 可若是对神子出手 那么意义便大不一样了 神子如今尚且弱小 身为苏擎天的儿子 可谓是被所有人寄予了厚望 这一世承受天命之人 唯有神子一人 不仅是苏妍 整个苏家也不允许有人仗着修为 威胁到苏一仙 想到这 苏妍瞳孔变得锐利无比 爆发出此人的光芒 神子在外历练 难免会遇到今天这般之事 看来这次回去以后 要向大长老汇报一下 在神子身边安排一个护道者 保证神子大人的安危 苏妍目光扫过众人 众人皆是感受到 身上一股无形的压力 他淡淡开口道 血海魔踪嘛 既然敢对我族神子出手 那么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像是再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对于苏家来说 想要覆灭一个不朽级别的道筒 就跟捏死一个虫子一般简单 众人皆是瞳孔一缩 若是一个普通人之言 他们只吃笑一声 当作是一个可笑 无比不知天高地厚之辈 而眼前这位 可是古族之人 这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 所有人心中 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血海魔踪 完了 宇文空听闻眼神一亮 如此大好机会 刚想上前 身旁便传来 东明道统贺云的声音 前辈 一个血海魔踪 何须贵族出手 我东明道统约 率领门内弟子前去 剿灭血界血海魔踪 这速度 让宇文空脸色一黑 一旁的大能们 也纷纷打道 我宇化圣宗也愿意 再算我一个太和教派 还有我 苏妍点点头 恩了一声 见这群人如此上道 他也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 而是转身 看向那处紫色漩涡 说道 神子 如此大费干戈 此地无非就是一处 不朽静秘境 我看神子 还是与老夫回族好了 或许对于那些 不朽道统的人来说 这秘境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天大机缘 但是对于苏家 还真有些看不上眼 光是大长老 便是不朽静的存在 更别说沉睡在祖地当中的老祖们了 苏一仙听闻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八长老 此地并非那么简单 哦 苏妍倒是来了兴趣 他一个神虚静的存在 还能看错不成 不知神子看出了些什么 一旁的重大能们 也都竖起了耳朵 苏一仙神秘一笑 摸了摸铃的脑袋 轻声道 若真是不朽静 那我也不至于来此地 苏妍长老认为 初世变紫气漫天 其气息甚至能够传到南离界之外的秘境 仅仅只是不朽级别的吗 在场诸位 我想 应该也不全是东明道统附近的势力吧 场内众人听闻 心里一惊 尤其是宇文空 是啊 不朽道统管辖的区域甚大 可以说 每一个不朽级别的道统下面 都有着数百个大小界域 相隔可不仅仅是几个界域那么简单 若是来的 只是东明道统临近的血海魔宗和飞仙教 倒是并不意外 可场中大多人所在的势力 都是远在东明道统势力之外 最远的汉天神宗更是相隔数千个简余 连他们都能感受到 这秘境出世的气息 若此地真是不朽级别的秘境那么简单的话 未免有些太过恐怖了 作为势力与东明道统最远的宇文空难难道 确实 如神子大人所说 老夫在汉天神宗便感受到了此方气息 宗主便派无前来查看 那这秘境莫非 说到这宇文空闭口不语 所有人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个上界巅峰的境界 大帝 这两个字未出 但苏妍的眼神却逐渐变得不善了起来 这目光让场内所有大能心中一耸 这莫不是要杀人灭口了吧 若真如神子所说 此地绝非不朽级秘境那么简单 那么至少也是地境级别的秘境 地境秘境 哪怕就连古族都无法无视其存在 要知道 一个时代纪元里 地位有限 而那些能成为大帝的 无意不是踩着数万天骄妖孽登顶的存在 而大帝之位也分为上中下 当年万法几成帝之战中 苏毅仙的父亲苏擎天 便因为被数十名妖孽天骄为公 错失上位大帝之位 苏擎天本就是绝世天骄 自负甚高 除了上位大帝 甚至不懈争夺其他地位 故而到如今 还停留在告命境 而李家那位存在 在成帝之战中夺得上位地阁 现如今率领着古族李家 俨然如同新生的骄阳一般 蒸蒸日上 在古族中也排得上名号 此地哪怕只是 一处下位大帝的秘境 其中的机缘也足以令任何人眼红 因为既然是地级秘境 那么其中便可能存在 陨落大帝的地阁 在苏毅仙开口后 气氛一时间变得诡异了起来 周围大能见状 皆是眼皮狂跳 心情忐忑了起来 急忙表态道 如此秘境 也唯有古族能够吃下 我等必然不会参与争夺 对啊 前辈 此处秘境 我愿意退出 跟爵士机缘相比 此时还是自己的小命最为重要 苏毅仙见此并未多言 而是深深看了一眼一旁的情幼霜 怀中铃儿歪着小脑袋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忽然欣喜地说道 哥哥 这个秘境要不是不朽镜的话 嗯 苏毅爷爷说了 能比不朽镜还要厉害的话 那也只有大地了吧 像是猜到了正确答案的 想要得到夸赞的孩子 狸儿小脸露出喜色 我知道了 哥哥 这是大地镜的秘境对不对 表情像是在说 快夸我快夸我 重大能听到这话皆是呼吸一致 我的小祖宗啊 你非要说出来吗 此地秘境 大家此时皆是心照不宣 但却没人敢直言 大地秘境 可不是不朽镜那么简单 其中可是可能有地格的存在 若是直接说出来 天知道那位前辈会做出什么 所以便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可这个小娃娃倒好 不知道是童言无忌还是什么 竟然一语点破 这下完了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 看向一旁的苏颜 生怕他突然抱起杀人 在大地级别的传承秘境面前 哪怕是亲兄弟都可能互相残杀 更别说自己这群外来势力了 一时间重大能星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欲哭无泪地看着苏颜仙怀中的小女孩 苏颜仙也是一愣 有些诧异地看了眼怀中的梨儿 强忍着笑说道 对 梨儿说得没错 看来梨儿不仅修炼没有落下 也还学习了不少吗 苏颜仙赞许地揉了揉梨儿的小脑袋 梨儿嬉戏一笑 晃动着小脚丫子 完全没注意到一旁一群人面如死灰的表情 苏颜低垂着眼眸 不知在想些什么 场中没有人敢说话 苏颜仙开口打破了这僵持的气氛 苏颜长老 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 不得当真 说不定可能此处秘境 与其他不朽秘境不太一样 有什么至宝存也说不定 有了苏颜仙的解围 大能们面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赶忙说道 对 对 前辈 这秘境与我道统无缘 如若没事 那我就先告退了 前辈 这机缘 必然是因为神子大人的到来而出事 我东鸣道统也愿意退出 哪怕是本土势力东鸣道统的鹰城风鹤云两人 也心生退役 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毕竟 一个神虚敬大佬 身后 更是鼓足的存在 压迫感太强了 稍有不慎 便是死无全尸 甚至连背后的宗门 在自己死后 可能还要赔礼道歉 苏颜来到紫色漩涡旁 他还未接触 便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排斥感 神识刚想窥探 便如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声息 苏颜眼神惊亮 果然 他自然是听得出神子的意思 自己神虚敬 都能感到其中伟丽 一出事 便能影响这么远的秘境 岂是一个不朽级别那么简单 只是不知其他古族是否知晓 在这之前 这群人还不能走 苏颜收敛了一下威压 淡淡地说道 神子 此事我还需要通知一趟族中 派大长老前来做定夺 若真是大地级别的传承秘境 那我等恐怕是无法进去 大地手段通天 所留下的传承秘境 除非修为远远高出奇的存在 其他人 是根本无法进入 而这时的苏颜先 看着不远处的秦又霜说道 又霜 你且过来试试看 能不能进入这处秘境 秦又霜在远处一正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她的存在感极低 在苏颜先提到后 众人才忘了过去 当看见秦又霜惊艳的面孔时 皆是露出一丝诧异 好美的女子 平心而论 秦又霜的容貌 哪怕是放眼整个上界之中 也算得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了 若非修为低下 众人都要以为 这是不是某个大势力培养出的神女 当看到秦又霜时 梨儿小脸皱了皱 不开心地掘起了嘴 有些敌意地看着她 秦又霜走来 轻咬朱唇看着苏颐先 显得有些犹豫 在众多大能的目光下 这一次 她缓缓伸出玉手 在接触到紫色漩涡的片刻 漩涡之中忽然爆发出了一股 令人无法反抗的伪力 甚至于这片天地 都有些无法承受 周围的灵气 开始暴动了起来 一道紫色的光芒冲天起 直射云霄 只是一瞬间 整个南离界之中 所有生灵便都感受到了 这股浩瀚的力量 忍不住匍匐于此 这力量 与那一日 太出圣地无法的大神通宿相同 如扑面而来的滔天海啸 壮观而雄伪 周围众多大能的脸色 一瞬间变得惨白 完了 完了 弟 这真是大地秘境 当这股力量出现的那一刻 场内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现在根本就走不了 众人皆是感到自己 被一股牢牢的力量给锁定 苏妍有绝对的把握 在他们动身想逃走的那一刻 瞬间将其灭杀 秦幼霜只觉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躯 像是被什么拉扯一般 一瞬间没入紫色漩涡之中 消失不见 苏义仙与黎儿 也同秦幼霜一般 被吸入了这秘境之中 而与此同时 地集秘境的出世 犹如丢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 泛起层层涟漪 众多上界之巅 古族内的不朽镜大佬 纷纷睁开如鸢的双眼 相隔虚空对话 成帝之战开始了 不 不是 这气息 是大地集传承秘境 哪位大地的 鸡家的老东西 想不到你还没死啊 这秘境的气息 像是下位大地的 诸位要争吗 算了 无等老东西 还是安心待在祖地当中 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地集秘境 也好 让他们去历练一番吧 苏白那老家伙呢 怎么不见他出来说话 无倒是听说 苏家这一世的神子 号称历来最强 只是不知 与无族君 哪个更强一些 得了吧 伊里家那位帝君 若不是偷袭苏青天的小娃娃 只怕早就没落了 一众古族不朽镜的大佬们 用着不知名的神通 正隔着数万界域 虚空交流着 不朽镜虽在大地境之下 但一入不朽 便是斩断地路 此生与大地无望 他们这群快要入土的老家伙 唯一期待的 便是看着祖中小辈承载地命 对于地集秘境 倒是显得有些性质缺缺 当这股恐怖的伪力逐渐消退 也宣示着 此处秘境的开启 太皇葬帝 苏颜眼神闪烁 看着苏益仙与狸儿 被卷入秘境之中 隐隐有着担忧之色 哪怕是以他的力量 也根本无法阻止所发生的一切 开启后的秘境紫色漩涡之中 传来令人渴望的气息 在天大的机缘下 终于 有大能忍不住心中的贪婪抱起 朝着紫色漩涡猛地冲去 我受不了了 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倒不如进入这地境之中 搏一份机缘 他的身形极快 苏颜完全有能力阻止 却站在原地无动于衷 而是扬起了一抹冷笑 看着近在咫尺的秘境 大地机缘似乎就在自己眼前 那大能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整个人没入其中 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给撕裂了一般 在进入的那一刻 那位大能整个人瞬间化成一团血物 甚至连神魂都被撕成了碎片 这让本还有些蠢蠢欲动的大能们 一瞬间心肺停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苏颜看着傻眼了的众人 冷冷地笑道 可笑 大地手段 起事儿等能够妄想窥探的 此地传承秘境 百岁之上 根本就无法进入 在刚刚仔细感受了藏地过后 苏颜心中大概知晓了一些 他屈指一谈 几道微弱平凡的小火苗 浮现在众人身前 火苗之中 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像是随时准备爆发一般 甚至能够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苏颜冰冷声音传来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将这火焰融入你的神魂之中 什么 众大能听闻一惊 看着眼前的火苗 若是将此融入神魂之中 自己的性命便将部署于自己 随时被苏颜给掌控 给你们一个争夺地级传承的机会 现在你们回去通知宗内百岁之下的天骄 让他们进入秘境之中 协助我族公子 苏颜居高临下地说道 大地秘境 其中凶险尚未可知 自己又无法进入这秘境之中 神子一人恐有危险 将他们所在道统之中的天骄 投入这大地秘境当中协助神子 为神子探路 最好不过 大能们脸色有些难看 他们又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苏颜的意思 说是协助 可说白了 那就是让他们道统中的天骄 去当先锋探路送死 见他们仿若未闻 苏颜眼神冰冷了下来 说道 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里耗着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三 二 我同意 终于 在这压迫之下 宇文空帅先开口道 有一就有二 众多大能们为了活命 皆是无奈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毕竟 万一宗门内的弟子运气好 从秘境之中得到了什么机缘呢 苏颜脸色缓了一些 淡淡地说道 我劝你们 最好收起那点小心思 祖西神言复魂 哪怕是不朽境 也不能够去除 若是神子在秘境中出世 不仅是你们 就是你们身后的道统 也一个都逃不了 当然 你们宗门内的天骄 在秘境之中 无论获得什么好处 哪怕是帝哥 我苏家都不会夺取 甚至还能保护等的安全 事成之后 也少不了等的好处 苏颜自然是知道 不能逼迫得太紧 打一棒子给一个澡 他还是懂得 何况 他也不认为 以神子的天赋 会不如这群不朽道统的天骄 登上十二阶 苏擎天的儿子 苏家历代最快通过考核之人 无论是哪一个 都说明了苏一仙的妖孽天赋 众大能脸色这才好了先 终归不是打白宫 有了苏颜的保证 他们这也不算是背叛自己的宗门 毕竟 一个地级秘境摆在你面前 谁能忍得住不去争取一二 既然如此 前辈 在下这就去通知宗门 宇文空拱手抱拳 在得到苏颜的首肯后 急忙化作一道流光 离开了此处 毕竟场内 就他汉天神宗距离最远 若是迟了 自己的小命就可能不保 一味为大能如是负重地离开 贺云与英成风 更是懊恼不已 在这一刻 他俩对古族有了一个清晰认知 无论自己不朽道统 在外界多么强大 在古族眼中 都弱小得跟蝼蚁一般 说白了 人家根本不将你放在眼里 甚至只要一句话 便能决定身后宗门的生死 一个古族长老 尚且能够如此强大自负 根本瞧不起外界之人 像苏公子那般和蔼温润的存在 竟然还是古族的神子 这便给了贺云英成风 一种古族之人都好说话的错觉 而苏颜可不会在意他们的想法 他现在要第一时间返回族中 通知族长以及大长老 帝境出世 这不仅是对神子 也是对族中百岁之下的小辈 最好的一次历练机会 没有人嫌弃大帝传承多 当然 因为之前的那股力量 苏颜可以肯定 其他古族也会派天骄前来 对于古族之人来说 这次的帝级秘境出世 是在成帝之战前最好的历练 也将是各大古族天骄妖念们的第一次交锋 太皇葬地内 苏颐先与黎儿 只是眨眼间便出现在了这处藏地之中 这片秘境灵气充裕 像是自成一片天地一般 空中悬挂着太阳 无数从未见过的真情异兽 从眼前悠哉走过 而在远处 是重鸾叠杖的山脉 绵延不断 苏颐先此时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较为空旷的平地 怀中的梨儿睁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却没见到情幼霜 想来 应该是被传送到别的地方去了 苏颐先打量着四周 忽然发现 前方一只形似猪 有着一对细小的獠牙 却长着鱼奇的异兽 正在它眼前慢慢悠悠地吃着青草 像是压根没有注意到两人一般 那只小猪 甚至还悠哉地拱了拱身躯 发出哼哼声 这个生物 让苏颐先想到什么 它瞳孔一缩 有些不幸地盯着眼前的异兽 瞳 这种异兽竟然还存在 瞳 早在万年前 便已在上界之中灭绝 这种异兽体内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产出一枚水域 若是佩戴余身 便可无时无刻地吸收提纯灵气 修炼速度倍增 就如同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聚灵阵一般 对于任何修炼者来说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在人们刚发现铜的价值后 不是没有人想圈养铜 只是事过后发现 圈养之后的铜根本就产不出水域后 随便放弃了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铜的价值才显得更为珍贵 此异兽被当时的修炼者们大肆猎杀 很快便灭绝了 这处太皇藏地之中 竟然还有铜的存在 这让苏义仙有些大吃一惊 李儿好奇地指着那只正在进食的铜 扯了扯苏义仙的衣袖 好奇地问道 哥哥 那个小猪好可爱 他刚想过去抱抱 铜拉松的耳朵扑扇了两下 像是注意到了危险 铜敏捷地扭了个身子 速度极快地朝着远处逃去 而就在这时 一柄箭矢破空而来 苏义仙见状身形一闪 那枚箭矢 咔嚓 一声停在了半空中 化为两劫 什么人 苏义仙眼神冰冷 看着地上的箭矢 这箭矢只不过是个凡物 虽然伤不到李儿 但此地有人存在 自己竟然没有发现 李儿也被吓了一跳 有些委屈巴巴地看着哥哥 不远处的一处茂密的灌木 从耸动了一下 一道略显稚嫩的声音 凄惨地叫喊道 跑了 两人目光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年纪不大 看上去七八岁 穿着粗布衣 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从灌木丛中钻出 男孩背负着箭矢 右手拿着弯弓 小脸显得有些气氛 正瞪着眼睛 盯着苏义仙与李儿 气愤地说道 刚刚要不是你们 这只铜就不会跑了 它可是我的猎物 苏义仙见状一正 怎么是个小男孩 他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小男孩 男孩也是警惕十足地 看着他俩 李儿好奇地眨巴着大眼睛 说道 你是什么人 小男孩鼓起嘴 不悦道 这话是我问才对吧 眼前的小男孩毫无修为 但身上却有一股 令人清和的气息 自己刚刚竟然没有察觉到 此人隐匿在此处 苏义仙感到有些不对劲 查看起了男孩的人生剧本 身形一顿 全是个天命主角 当看到这个男孩的天命值时 苏义仙更是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在见到这么多天命主角过后 这还是苏义仙 第一次遇到如此夸张的主角 因为 此人的天命值 比以往见过的天命之人 高出数倍 甚至是双帝之身的无法 都有所不及 姓名 地白 身份 剑草 天命 十三万净剑 无 命格 天地 金 剑道之皇 金 至纯剑心 天地眷顾 金 赤子之心 金 大地同源 金 天生地命 金 天命主角 金 人生剧本 天地 主角 世间最后一株剑草 经过数万年的日月之华 在太皇藏地中 子气的滋养下 觉醒一丝灵性 从出生起 便注定是不凡的存在 化形后 一直存在太皇藏地 青石村内 百年未曾修炼 直到某一天 太皇藏地开启 各方天骄涌入 争夺机缘 摧毁了青石村 在得知自己身份后的 幼年天地 带着无尽的恨意 进入了太皇传承之处 得到太皇传承 通过传送阵 前往下界 幼年天地一路小心谨慎 因为自己是天地间 最后一株剑草 所有人的想炼化自己 但下界却掩盖不住 其惊人的天赋 短短两年不到 便修炼至真丹静 却因为一次意外 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被下界之巅 登天境大能追杀 使用太皇传承 一路逃亡 好在大气运加深 天道似乎也不忍世间 最后一株剑草的消亡 幼年天地 逃入了北域一处极寒绝境 在冰窟之中 得到域外神器震天九玉塔 靠着九玉塔中的生灵 开始了反击 仅仅五年时间 下界大势力 便被幼年天地杀得一干二净 幼年天地一路高歌 突破登天境飞升上界 上界之后 幼年天地发现 那些覆灭自己村子的死敌 如今皆成就大地 幼年天地小心谨慎 但还是不慎暴露 潜心修炼百年 踏入成帝战场 争夺天命 成帝战场中 幼年天地将曾经仇人的子嗣杀得一干二净 夺得上位帝格 一出成帝之战便遭遇数位大帝围攻 此时的幼年天地 以为告命境 更是拥有太皇传承和镇天九玉塔 伤大帝 拼死逃脱 逃脱后的幼年天地 进入浑渊之戏 花费千年 融合太皇帝格与上位帝格 铸就己身 双帝为横空出世 便是报仇雪恨之日 见天地之势已不可挡 上界之中有恩怨之族派出大帝围剿 皆不是天地义和之敌 他们试图使用人海战术 却远不及镇天九玉塔中的生灵 此战持续百年 期间五位大帝蝶血陨落 死伤弟子更是过万 天道悲戚 上界天道被击碎 大道之律开始混乱 终于在以两个古族 与数十个不朽道统覆灭后 宣告结束 天地最后一战 是与九燕女帝遭遇 自此消失不见 只留其威名 成为上界禁忌 冠绝诸天 而此战 天道的混乱 也极大加速了九燕女帝 蔑视诸天界 进入黑暗纪元的进步 天地的遭遇 可谓是从太皇藏地出世之后 便一路在逃亡之中 当看完天地的人生剧本 苏毅仙久久不能回过神 这一次 剧本的左下角 没有出现 详情 因为苏毅仙从头到尾 将天地的经历给看了遍 镇天九玉塔 九燕女帝 魂冤之戏 黑暗纪元 苏毅仙紧皱着眉头思索 她将从离儿开始 所有有关上界的人生剧本 给捋了一遍 如果自己猜得没错 无法 离儿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 都是在第一次成帝之战中 成就大帝之位的 而天地 则是无法与离儿之后的后起之秀 是在第二两次成帝之战成帝 中间相隔千年 这也能解释 为何无法在觉醒记忆后 要去寻找天地的至宝镇天九玉塔 按照无法和天地的剧本来看 上街日后会经历大黑暗纪元 离儿便是那蔑视之人 后起之秀的天地 则是加快这场浩劫的帮凶 苏毅仙 感觉头有些发痛 那所谓的古族和浑晕之戏 又是在其中扮演什么身份 以离儿一个人的实力 哪怕是再强 在面对上界之中 这么多古族与不朽道统之下 苏毅仙也不觉得 他能引动浩劫 毕竟 无论是上界哪一个古族 都存在了几个纪元之久 底蕴之身后 远不止一个大地那么简单 天地身为世间最后一株剑草 还为修炼天命值 便高达一万三千 也才覆灭了众多凶手中的两个古族而已 他索性不再去想 虽不知离儿为何要蔑视 但如今大家的剧本都已改写 离儿不再是当初的小乞丐 而无法 也早就被自己击杀 眼前的这个所谓的天地 现在也还没有被灭族 苏毅仙目光凝视着眼前这个淳朴的小男孩 联想到秦幼霜的剧本 太皇藏地的提前出世 便代表着眼前这幼年天地生命中第一场大劫 就要开始了 小男孩地白漆黑的眼珠子咕噜传 有些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容貌俊美的苏毅仙 和粉雕玉琢的梨儿 眼前这个男子给自己一股说不上来 很是奇怪的感觉 自己又是有些畏惧 又是在他身上感到一股奇怪的清净感 而苏毅仙也同样如此 不知道为什么 哪怕是知晓炼化了剑草后 自己能畅通无阻地领悟见之大道 他也并未有任何贪婪之念 倒是心生清净 仿佛眼前这个小男孩 就是自己的亲人一般 小男孩地白直勾勾地看着两人 心中暗暗嘟囔道 这两个人长得真漂亮 比村里小红姐姐还好看 小红比她大一点 是地白长这么久以来 觉得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了 似乎看出了小男孩对自己的惧怕 苏毅仙像是想到了什么 差点给忘了 自己天命反派体的称号 对所有天命主角 都有一股无形的压制力 他将称号给隐藏 虽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 苏毅仙说道 我叫苏毅仙 他叫梨儿 你呢 你叫什么 梨儿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哥哥 又看了看眼前的小男孩 在苏毅仙隐藏了 天命反派称号后 小男孩顿时感觉那种威胁感消失了 若不是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他恐怕都要以为 此人是不是跟自己是同族 小男孩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直言不讳地问道 我叫地白 你也是剑草吗 苏毅仙一愣 想不到他这么轻易 就说出自己的身份 不由失笑道 不 我是人族 人族 地白皱了皱眉头 语气一下子就疏远了不少 说道 人族 树爷爷说 我们这里与世隔绝 没有人族 你从哪来 树爷爷 苏毅仙没有多想 而是说道 我从外界而来 你能跟我讲讲这里的情况吗 他一边说着 一边从储物界中 拿出了一个装有先天人水的瓶子 他知道 眼前这个身为剑草的小男孩 根本就抵御不了先天人水的诱惑力 出境太皇藏地 苏毅仙还有些一头雾水 此地看上去 就与一方小世界无恙 根本就未感受到大地传承的所在 或许眼前的男孩会知道些什么 当先天人水的那一刻 地白心中就传来了强烈的渴望 有些眼馋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他紧紧盯着苏毅仙手上的先天人水 眼神中闪过一丝渴望之色 见苏毅仙将先天人水递了过来 地白也不拒绝 拿过装有先天人水的小瓶子 口中还不忘嘟囔道 这就算是给我的补偿了 强忍住心中的悸动 将这瓶先天人水收好 地白说道 这里是雾海森林边缘 你说你是从外界的来的 外界是何处 地白不解地看了一眼苏毅仙 这 苏毅仙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一旁的梨儿脆声声地开口道 就是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 哎呀哥哥 你这太磨蹭了 还是让我来 跟随哥哥这么久 梨儿自然能猜到苏毅仙的一些想法 说道 然后转身看向地白 你好 我叫梨儿 梨儿伸出小手 他比地白矮一些 仰着小脑袋看着他 地白看着眼前这个粉嫩的小萝莉 脸色一红 有些扭捏地说道 你好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人族 看上去跟自己和爷爷他们 也没什么两样 梨儿的主动 倒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了 或许是因为孩童之间比较容易沟通 梨儿和地白两人 倒是坐下来聊了一会 梨儿看着地白黑乎乎的小脸 问道 地白 这里就你一个人吗 你家在哪呢 地白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我是出来打猎的 我家在青石村 青石村 梨儿有些疑惑 地白小脸一皱 叹了口气说道 今天没打到猎物 真是可惜了 明明就差一点的 梨儿小手插腰 说道 就你这个技术还打猎 你知不知道 刚刚差点就伤到人了 地白脸色一红 辩解道 那明明是你挡在那 影响到了我发挥 那童眼看就要逃走了 我也是一级才下意识地射出内剑的 那也得道歉 梨儿小脸认真的说道 对不起 地白有气无力道 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性格就跟小红姐一样 地白看了一眼天色 一拍脑袋 说道 哎呀 糟了 太阳快落下山了 树爷爷可是说过 夜晚雾海森林的猛兽 可是很多的 地白看了一眼两人 思考了一回 说道 你们要不也跟我来吧 这里夜晚可是很恐怖的 我带你们去青石村 那里很安全 可以吗 梨儿问道 地白点点头 拍了拍胸脯说道 没事 树爷爷 他们人很好的 苏一仙健壮点点头 他的确也是感受到了 森林里一些不弱的气息 虽然这他来说 都没有什么威胁 就这样 苏一仙拉着梨儿 而地白在前方 哼着小曲带路 看着地白的背影 苏一仙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三人经过了蜿蜒的小路 来到了一处不大的小村落 村落周围种着稻田 圈养着一些不知名的异兽 地白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 在老远处便大声喊道 树爷爷 沙大叔 红神 小红姐 我回来了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传来回应 小白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有没有打到什么好猎物 那臭小子 还舍得回来呢 平时老子是怎么教他的 天黑之前必须回来 现在 太阳都落山了才回 真是不要命了 呵呵 小白平安回来就好 少说两句 一位苍老的声音响起 身材勾楼 相貌和蔼的老人 处着拐杖 从屋子中缓缓走出 老人看上去平凡无比 在其身上 却不时流露出一股 柔和纯净的气息 冲映着这片天地 当老人看到地白身旁的苏一仙 和黎儿时 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 明显一正 显得很是意外 苏一仙也同样如此 他目光变得有些古怪 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家 心中一惊 从这老者流露的气息来看 竟然与此地数之不尽的紫气 一般无二 自己早该想到 此方藏地的紫气的充沛 甚至多的一出到外界 根本就不同寻常 而那些紫气 皆是从这个老人身上 而出 仅仅只是一眼 苏一仙便看出了老人的身份 混沌极至宝 不在自己镇天九玉塔之下 所有修炼者梦寐以求的神物 世界术 世界术若是能够融入自身 便够代替自己的气海 自己的气海 便相当于一方天地 甚至能够容纳一整个界域之物 近乎拥有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海量真气 靠着绵延不绝 高品质的真气 战力能得到大幅度的增强 而其最为强大之处便在于 新开辟的小世界 会诞生出仙天子气 不仅对万灵大有弊异 吸收一缕后 更有可能铸就仙天到胎体 这般能够绝对提升实力之物 是苏一仙所没有想到的 从不远处 一名拿着锄头面容粗犷的中年男子 与青石村的村民走来 他们的表情 起初与老人一样 随后转变成警惕 抗拒地看着苏一仙 你是何人 面容粗犷的男子 目光不善地看着苏一仙 质问道 蒂白此时还浑然不知 一边走去 一边笑着介绍道 树爷爷 沙大叔 他们是我在外面打猎时遇到的 可是人族 人族 村民们眼光都变得锐利了起来 沙大叔神情变得更加凝重了 太皇葬地内竟然出现了人族 莫非是 四想到了什么 沙大叔沉声喝道 还不快过来 竟然带陌生人来村子 蒂白 你真是长本事了呀 沙大叔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瞪了一眼一旁的蒂白 而男人身边的秀气的不一小女孩 朝着蒂白招了招手 说道 小白 过来 蒂白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 有些不明白 为何沙大叔这么生气 还有村民们 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奇怪 苏一仙目光扫过这群村民 眼睛微眯 眼前这群村民 皆是画形之物 其中不仅有长生大药 更有妖兽的气息 沙神石 万年单身 青鸾 猴 他隐隐有些知晓了 为何在地白的人生剧本当中 青石村会遭到外界进来的修炼者覆灭 这里无论每一个村民真身 在外界都是令修炼者疯狂的存在 不说那些以及绝迹的太古异兽 光是世界术与那些画形的长生大药 便足以让不朽都忍不住出手 而在他们身上 苏一仙却是没有感觉到一点灵气波动 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便查看起了他们的人生剧本 当人生剧本扫过 苏一仙瞳孔一缩 跟没有任何修为的地白不同的是 眼前这群村民 远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除了那些画形的长生大药 摇手之中 大半是神须静 就连其中最低的那个小女孩 青鸾也是天地静 至于那个老人 更是不朽静的实力 就算苏一仙再怎么自信 他也没有狂妄到 敢直接对不朽静出手 苏一仙面带疑惑之色 这般实力 在地白的人生剧本中 竟然被进入藏地的天骄给覆灭了 莫非是他们身后的大势力之人出手了 他并不知道 太皇藏地 不能进入塑稻镜之上的境界 否则定然会发出疑问 就凭一群塑稻镜天骄 甚至连这个天地静的小女孩都打不过 小离儿感觉出场内奇妙的氛围 对面的青石村村民们 皆是面沉如水 离儿扯了扯苏一仙的衣角 轻声说道 哥哥 他们好像不欢迎我们 苏一仙缓过神来 点点头 朝着一众村民开口说道 诸位 我并没有恶意 对面的地白也是抬起头 替他说道 对啊 杀大叔 他们都是好人 中年男人没有理会地白 地白健壮 朝着村长树爷爷说道 树爷爷 他们真的是我在打猎时遇到的 我看天黑了 雾海森林太过危险 便把他们带到村子休息一晚 难道不行吗 小女孩小红 重重地拍了一下地白的脑袋 将他拉到一旁 没好气地说道 惹祸了知不知道 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让地白有些发猛 沙大叔冷喝道 地白 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 沙大叔刚想训斥 最前方的老人张了张手道 杀时 小白也是好意 不必过多责怪他 可他们是 沙大叔刚想说些什么 老人摇了摇头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朝着苏一仙和蔼地笑道 来者是客 既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还请先进屋休息 村长 树老 一众村民听闻皆是急忙开口 显得很是意外 苏一仙没想到老者这么好说话 也没有点破他们的真身 而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拱了拱手 说道 多谢 树老笑着点了点头 朝着身后的村民们说道 好了好了 都散了吧 两位外界的来客而已 都这么大惊小怪地做什么 村民们还想说些什么 但见树老无容拒绝的态度 皆是不情愿地回去了 沙石与那个小女孩小红则是留在树老身旁 紧盯着苏一仙的一举一动 地白见树老同意让苏一仙灵留在村里 不由有些开心 毕竟自己可是收了人家的宝贝的 还信誓旦旦地说 带他过来住一晚上 若是食言 岂不是很没面子 一旁的沙石 见地白得意洋洋的表情 恨铁不成钢地 踹了他小屁股一脚 骂道 臭小子 看我事后怎么收拾你 地白有些委屈地捂着屁股 心中万般不解地嘟囔道 不就是来村里住一晚吗 小红瞪了一眼地白 说道 你还说 就这样 树老领着苏一仙与梨儿来到石房 房子是由泥石堆砌的 顶上铺的是茅草 屋内放着几个圆木做的木椅 看上去十分简陋 平平无奇 倒也没什么不同 树老转过身 和善地说道 请坐 苏一仙抱拳 不失礼节地带着梨儿坐了下来 很识趣地 没有多问 地白一拳一拐地跑了过来 随便找了个位置刚想坐下 屁股又传来一阵酸痛感 站在一旁看着苏一仙小声说道 怎么样 我都说了 树爷爷人很好的 会让你们住下的 苏一仙看着眼前这个淳朴的小男孩 笑着回道 多谢了 地白有些憨气地摸了摸头 摆了摆手道 小事一桩 只不过 你们所说的外界 到底是哪呀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还从未去过外界呢 听树爷爷说 我们这里叫太皇葬地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村子之外的人存在 苏一仙一笑 刚想解释 一旁的传来树老幽幽的声音 这么晚了 小红 你带小白回去休息吧 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小红在旁一听 上前不由分说地 拉住了地白 说道 跟我走 哎哎哎 我还没听完他说外界的事呢 不等他说完 便被小红强行给带出了房门 场内只剩下苏一仙 梨儿与沙石树老四人 树老不紧不慢地 沏了一壶茶水 送了上来 坐在木凳上 和善地说道 村子里比较简陋 还望海涵 从外界远道而来 想必口渴了吧 先喝点茶水 苏一仙摇头说道 多谢老人家了 茶水就不用了 树老不在意地笑道 有什么事先喝完这口茶 再说无妨 见对方热情 苏一仙也不好推辞 端起这杯茶水 小明了一口 茶水入口瞬间 便化作一道舒缓的暖流 涌入体内 苏一仙眼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盯着这杯茶水 这杯茶与普通的茶 倒也没什么不同 只是在喝下一口后 苏一仙觉得自己 本来有些浮躁的内心 变得前所未有的宁静 好茶 苏一仙赞叹道 什么好茶 梨儿也要 梨儿在旁 双眼亮晶晶的 小手举高 也捧起一杯 吹了吹 喝了起来 树老就在旁 静静地看着两人 站在门口的沙石 皱了皱眉头 太皇葬地内 底部都外界 村子里倒也没什么 可以招待客人的 这茶是从村口树上摘下的 客人若是喜欢 这里还有一些 树老轻笑着说道 小友应该是为太皇 传承而来的吧 这猝不及防的疑问 让苏一仙证了一回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老人 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树老见苏一仙的模样 不由一笑 说道 这藏地之中 除了我们这些青石村 也就只有一个太皇传承 能够值得人注意的了 藏地既然已经开启 小友 难道不是为了机缘而来的吗 苏一仙也没有隐瞒 而是洒脱地承认 前辈看得透彻 不瞒前辈所说 在下此次 的确是为了 藏地之中的机缘而来 不过只是不知 这太皇 究竟是何人 为何晚辈从未听过这个名号 无论苏一仙怎么想 都想不出 有哪位大帝名为太皇 树老替苏一仙倒上了茶水 眼中流露出一丝怀念之色 一边说道 太皇啊 他与小白一样 同为剑草 说来也有趣 太皇是天地间第一株剑草 而小白却是最后一株 竟然也是剑草 苏一仙沉吟了片刻 关于剑草的资料 哪怕是最为古老的苏家 也是少之又少 在古籍中 关于剑草 有直言片语的记载 那是莽荒纪之后的纪元 万皇纪 就如这个纪元的名字一般 在那时天道新生 大地之位只有一个 受天道青睐而崛起的人族 绝世天骄辈出 匿命圣体 荒谷神体 万法仙体 各种天赐的绝世体质 如雨后春笋 一般不断 在那时候的人族 可谓是将其他种族压得抬不起头 大事之争 这些随便一个放在如今 都能够承接天命的天骄们 在当时却只能够争夺一个地位 可想而知其中惨烈 最终 一名异族剑修横空出世 一剑展落了一个时代 而那名异族剑修正是一株剑草 当初读到这张古籍时的苏毅仙 内心是澎湃无比的 这是怎样一个天骄灵力大势之争 波澜壮阔的时代 以一人之力 镜压的人族所有天骄 抬不起头 虽是异族 但苏毅仙也依旧佩服其强大的实力 想到这 苏毅仙有些震惊地看着树楼 问道 莫非万皇纪元时期的那名剑修 就是太皇 树老闻眼有些惊讶 抬头看了他眼 说道 当年那场地战 可真是惨烈 哪怕是承接地位后的太皇 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修养所受之伤 苏毅仙有些疑惑道 只是太皇如此强大的存在 更是夺取了地位 为何会陨落 树老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毅仙 神秘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是用手指了指上方 起初还有些不明所以 但当树老用手笔划后 苏毅仙恍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可说 苏毅仙心里一耸 到底是什么存在 才能让能够镇压 整个万皇级的太皇都身余 修为抵制地境 若是有人直呼其名 哪怕是相隔几届 大帝也能够感受到其的存在 这也是 为何世人只换大帝尊称的原因 而让有关太皇陨落之人 竟然连他的尊称都不能说 苏毅仙翻遍 脑海中的所有记忆 都找不出是何方存在能够做到 树老 小友不必如此 太皇之死因素颇多 老头子 我也只是一只半解 只是让老头子 我奇怪的是 小友 好像对我等的存在并不意外 按道理来说 青石村的村民 在你们人族修饰眼中 应该也算是绝世机缘的一种吧 我观小友眼中 并无贪婪之意 倒是有趣 在发现术 老是世界术的那一刻 还有青石村那些长生大药之时 苏毅仙承认 他的确是心动了 但在查看完他们的境界后 苏毅仙此时只想说一句 时时误者为俊杰 不会真有人傻到 要凭速道境 跨越七个大境 和不朽境对战吧 苏毅仙索性装傻道 长生大药虽万年难得一见 皆是天生地养 但其功效 无非是续命一事 对自身修为毫无帮助 而觉醒灵智化形的长生大药 更是难上加难 平心而论 若在下见到的 是一株普通的长生大药 自然是不会放过 可这些村民万载化形不易 我苏毅仙还不至于去对他们下手 这话半真半假 长生大药虽然珍惜 但对他的作用微乎其微 无非就是带给族中给寿元 将近的老祖续命 若是平时苏毅仙也不介意这么做 可眼前这位可是不朽境的大佬 一个不好惹 对方动怒 岂不是一巴掌拍死自己 该耸则耸 自己又不是天命主角那些铁头娃 有大气晕壁虎 怎么做都不会死 身为世界术的树脑 听到苏毅仙的回答后 明显一愣 随后抚须赞赏道 好 好 不错 不错 想不到 外界竟然还有这般有原则的修饰 苏毅仙能明显地感受到 树脑对自己的好感之声 而门口的沙石 在听到苏毅仙的回答后 眼神舒缓了一些 手中暗暗凝聚的神通也消散 他们知此地静置 并非不敢动手 只是顾虑这群进入藏地天骄深厚的大地 若是苏毅仙在村口动了歹面 只怕沙石第一个 就动手将此人磨灭 对于人族 身为沙神时的他 可是毫不手软 孩子 你很好 像是十分满意苏毅仙的回答 树脑此时也不掩藏 手掌一番 一枚枯萎烟耸的种子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此时外界中 数十个来自各方不朽实力的大能 带领着宗门内的天骄 匆匆赶来 每隔一段时间 远在沧海皇宫的吴涛 便能感觉到 许多恐怖的大能 降临他们沧海国境 这些存在 光是看上一眼 便让吴涛有些瑟瑟发抖 不由暗暗庆幸 自己之前所做出的决定 这秘境虽好 但也要有命去拿 照这个情况 沧海能够在这众多外界 大势力纷争之下苟存下来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沧海祖地里 数个宗门大能 目光敬畏地看着最前方的两人 在他们身后 有近百名宗门内的天骄弟子 他们一入南离界 便感受到了 此地充裕的紫气 竟然比得宗门之内的灵气 还要更甚 皆是目光狂热渴望地看向 那紫色漩涡说道 长老 这便是 您所说的那个大地极秘境吗 地极秘境 想不到这小界 竟然会有这种 今世机缘的存在 与化圣宗 你们也在 百名各门各派的天骄 齐聚一堂 看着这处大地秘境 心中激动万分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 这大地机缘 一定我的 他们都是宗门内宿到 静之下的天骄 在来时长老们便通知他们 有天大的地极机缘出事 这消息 甚至引动了 闭关许久的宗门老祖 宗门更是下达了死令 无论是任何弟子 得到了大地传承 宗门都会举宗之利利宝 更能以速道进的修为 成为真传弟子 这让这群天骄 又惊又喜 想不到地极传承 竟然能够轮到自己 而知道这个消息不朽道统 正是之前被苏妍派去的 那些大能透露的 地极秘境的珍贵 知晓消息的道统皆是 心照不宣的 没有透露出去 毕竟越少人争夺这秘境传承 那么机会便越大 苏妍看向身旁的面容 俊美英邪的黑衣男子 他没想到 苏家竟然派他前来了 这小子 不是被逐出家族了吗 这男子 正是当日苏一仙登天路时 对决的绝世妖念 苏家上一任神子 苏协 苏妍皱了皱眉头 苏协这人的性格 他可是知晓的 向来不守成规 身后返回的 汉天神宗大能宇文空上前 看着苏妍恭敬地说道 苏长老 我等按照您的吩咐 将此事告知了宗主 在得知是宁苏家后 我汉天神宗 与其余几个不朽道统 已经派人 前去讨伐血海魔宗 估计用不了多久 便能传来消息 苏道静之下的弟子们 也带来了 他们身后的弟子 见自家长老如此恭敬的模样 目光震惊 眼前这两人是何人 苏妍微微汗手 一旁的苏协 看了一眼那群天骄弟子 挑了挑眉 有趣地说道 八长老 这群人便是你找来 给神子探路 用的炮灰吗 我看好像不怎么样 此言一触 可谓是将场内天骄 都给得罪了个便 炮灰 一听对面那个 看上去身份不凡的 俊美男子这么说 那群宗门天骄 皆是有些不悦 大能们更是一瞬间 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苏妍嘴角一抽 狠狠地瞪了苏协一眼 见他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不由重重一哼 哼 这个家伙 也不知道派他来做什么 东明道统的英成风 与贺云小心翼翼地 上前询问道 苏长老 我等弟子既然已到 现在可以进去了吧 苏妍点点头 刚想说话 忽然脸色一变 看着天空上方 传来的剧烈波动 只见天空难离界的天空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给撕裂 从难离界之外 一群气息深厚 身着华贵的古族大能 踏空而来 有说有笑 在他们身后 跟着的是一群气质不凡 面容俊美角色的少男少女 这些人高高在上 眼神中皆是流露出不屑之色 俯瞰着这方世界 嘖嘖嘖 苏妍 这般地级秘境 怎么能少了我们李家呢 哈哈 说得极是 想不到万古苏家 竟然还与一些 不朽道统之人混在一起 也不怕失了我等 古族之人的身份 韩月仙境的梅三姑也来了 看来这地级秘境 大家都想让自家小辈 前来露露脸啊 当感受到这群来人气息后 下方的不朽道统的大能们 都有些瑟瑟发抖 因为除了那些少男少女 在前方之人 都散发着不弱于苏妍的恐怖威压 苏妍眉头紧锁 看着一眼上空的众人 低声说道 想不到这群老东西也来了 该死的 地级秘境 果然没这么好独吞 一处大地秘境 引得一波又一波的人不断前来 而这一次 来人可不是不朽道统那么简单 因为眼前这群人 全都来自古族 苏邪打了个哈欠 瞥了一眼上方的天空 未见熟人 显得有些兴致缺缺 身为上一代的苏家神子 眼前这群与苏毅仙一般年纪的 古族年轻一辈 显然不被苏邪放在眼里 看着天空中压迫感十足的来人 众弟子们纷纷惊呼道 他们是什么人 古族 这地竟竟然连古族之人 都被吸引来了 这要我们如何争得过 古族那群妖孽啊 太皇葬帝 树老将手中那枚枯萎的种子 递了过去 苏毅仙问道 这是何物 树老一笑 解释道 此物乃是世界树的种子 只不过如今枯萎了 小有能够结识小白 来到青石村 也算是一种缘分 老头子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这枚种子 算是一点心意吧 苏毅仙闻言一惊 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老人手中的那枚种子 如果不是眼前老人所说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平平无奇的种子 会是世界树的种子 苏毅仙此时 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不明白 为何老人如此轻易地 便将如此至宝交于自己 哪怕是枯萎了的树种 那也是不可小觑的神物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够重新复苏 苏毅仙看着眼前和蔼的老者 如果说是因为自己刚刚所言 老人便将这等质宝交给自己 未免有些太牵强了一点 苏毅仙摇头道 前辈 此物太过贵重了 我不能要 树老笑着摆了摆手 不在意地说道 不过只是一枚枯萎的世界树树种罢了 能否成功复苏还不一定 小有其实也不用太疑惑 老头子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有件事 想请小有帮个忙 帮忙 蜈蚣不受禄 自己与他非亲非故的 若是要自己帮忙 那便能说得通了 只是 自己不过速到尽 能够帮上不朽尽的忙 苏毅仙感到有些奇怪 询问道 前辈所说的帮忙 是为何事 树老青笑 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水 说道 小有 实不相瞒 老头子我希望小有 能在日后照顾一下小白 苏毅仙一下就品味出了 树老话中深意 说道 前辈这话的意思 难道是要离开藏地 树老点点头 他悠悠地说道 青石村的生灵 大多层都是太皇的追随者 太皇死后 我们便担起了守护太皇藏地的责任 与其说是 守护太皇藏地 倒不如 说是 为了守护一个人 说到这 树老昏暗的目光 忽然变得有神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苏毅仙说道 这个人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 那就是 帝白 树老表情认真 像是在说一件十分严肃的事 苏毅仙顿了顿 点点头 树老接着道 你可能不知道 一株剑草的诞生 有多困难 不仅要经过千百年的锤炼 吸收日月精华 更是需要天道之间的某一个契机 方才有机会成为剑草 即便是好不容易地诞生了 在外界 也要遭无数修饰济鱼 大多还未成长 便被人炼化 而太皇身为天地间第一株剑草 那些刚诞生的剑草 在他眼中 就如自家孩子一般 所以 在太皇时期 剑草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安全 只是在某一日 太皇忽然发觉 天地之间再也没有那股关键性的力量 能够促成剑草的诞生 也就是说 他与那数十位族人 就是天地间最后谨慎的剑草 这让剑草变得更加的珍贵 面对虎视眈眈的人族 妖兽 太皇选择出世争夺地命 成就大地后 才能更好的保护住最后的族人 说到这 树老惋惜无比地说道 只可惜 在太皇身允后 那些剑草 便被修士们瓜分得一干二净 从此 世间再无剑草的存在 苏一仙眼神一鸣 怪不得 在最近的几个纪元中都 从未听到过剑草的消息 原来剑草一族 已经全部灭亡 而天地 又在无能力 能够诞生出新的剑草 苏一仙怀中的梨儿 也听得津津有味的 当树老亭下 小梨儿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重点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既然是已无剑草 或者说是太皇活出的第二时 苏一仙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毕竟 能够成就大帝之人 皆是不识天骄 其手段更非寻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重活一世 对于大帝来说 并不算很难 无法身为五帝 尚且能够重活一世 甚至觉醒前世记忆 那么 作为结束掉一个天骄灵力万皇纪元的太皇 那就更不显得奇怪了 这今天密闻 苏一仙不明白 老人为何要告诉自己 苏一仙沉声道 若真是如此 那前辈为何要我保护地白 我觉得 青石村的诸位 应该能够更好地保护他吧 树老听完后 大笑一声 说道 这些老头子 我还是知道的 只不过 我等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而此行路上凶险无比 老头子我也不能够保证 能活着回来 小白这孩子 身为太皇后裔 世间最后一株剑草 可不能跟我这些老家伙去送死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 看着手中的世界树种子 难道他就真不怕 自己对剑草心怀不轨吗 四看出了他的想法 树老笑眯眯地道 不着急 你若是不愿意 也没有关系 我看天色也不早了 小友今日便在此处休息吧 明日再给我答复也不迟 说完 树老便起身走出了房门 目光悠悠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向门口 双手抱负正在闭目养神的沙石 树老开口道 沙石 在 你也都听见了 你觉得如何 沙石沉默一会 看了一眼深厚的房屋内 缓缓说道 还行吧 也算不上是那些令人讨厌的人族 地白那小子 这么轻易 便被一瓶先天人水给收买了 若是我们就这么一走了之 只怕是被别人卖了都不知道 依我看 还是将那地白那臭小子带着吧 听着沙石的回答 树老眼睛眯成一条缝 笑着打句道 你这家伙 就是刀子嘴豆腐性 我们这群人里 就你数你最关心小白那孩子了 小白身为最后一株剑草 终归是要成长的 我们也不能一辈子护在他身边 怎么 你这个沙胚 莫非是舍不得了 沙石盯着树老 说道 非要去那个地方不可 树老沉吟许久 点点头 太皇之死太过蹊跷 况且 藏地开启 也就代表着时机成熟 我等也要离开了 莫非 你还打算留在这里 树老反问道 到时候 麻烦可就更多了 沙石重重一叹 他不是不知道 树老所说的意思 沙石目光看向远方 说道 我就知道 毕竟我们这里 也就你跟随太皇的时间最久 只是苦了小白这孩子了 他生性淳朴 若是出了青石村 只怕是寸步难行 树老摇头轻笑道 无妨 身为天地间最后一株剑草 小白身上有着大气韵加持 不会那么容易陨落的 更何况 不是还有那个少年在吗 沙石有些不幸地 看了他一眼 疑惑道 你就这么相信他 他会答应吗 树老神秘地笑了笑 目光变得深邃 眼中闪过一丝回忆之色 十分肯定地说道 会的 多少个纪元了 那时我还未化形 到现在 太皇都身陨了 想不到 竟然还能有在相见的这一天 苏一仙 沙石文言瞳孔一阵 表情变得有些难以置信 在树老等人走后 苏一仙坐于屋内 看着手中那枚枯萎的世界树种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忽然 耳旁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检测到枯萎的世界树之种 复苏需要花费三光神水 一元虫水 太史稀让 无银根 造化紫气 这枚枯萎的世界树之种 复苏所需要的材料 竟然足足有数十种之多 而且每一件都珍贵无比 看着这些材料 苏一仙脸皮抽了抽 虽然苏家族里有其中一半的材料 有些藏于宝库之中 有些存在那些老祖身上 但这复苏所需要的材料里头 大半都已经在上古时期就绝技了 其中的造化紫气 三光神水 无银根 更是随便一见 都是先天之物 苏一仙不由想到 树老孝明明的模样 看他样子 好像十分容易 就能复苏这枚种子一般 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 空有一枚世界树树种 但是却根本无法复苏 这种心情 任谁都不好受 就算是大地级别的人物在此 也只能眼睁睁干瞪着 算了 先放着吧 以后再说 就在苏一仙不抱什么期望时 系统的声音传来 宿主可以通过消耗所获取的天命值 将世界数数种复苏 当前复苏进度灵 是否消耗天命值一万 复苏世界数数种 苏一仙听闻一愣 随后狂喜 他一直以为 这天命值 除了用来搜索主角与修炼就没了 想不到 竟然还有这个作用 从前几个天命主角 那收割了差不多三万不到的天命值 在族中修炼 倒是花费了五千不到的天命值 突破到了如今的速到近七重 天命值并不能消耗自己的 也就是说 现在自己所能花费的天命值 还有两万多 苏一仙有些肉痛地说道 消耗 自己也算是遇到了不少天命主角 其中大部分天命值 还是从无法那里获取的 任重而道远啊 苏一仙一时间不由怀念起了 无法这个称职的韭菜 丁 天命值一万 当前可消耗天命值 两万五千 雨落间 手中的枯萎的世界数数种 像是被注入了什么力量一般 灰色的表面上 竟然闪耀着微弱翠绿色的光芒 一旁的梨儿 见状惊呼道 哥哥 那个种子 它在发光 苏一仙轻挽了一声 看向梨儿说道 梨儿 哥哥现在要修炼一会 梨儿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迈着小步子走到了一旁 说道 梨儿明白 哥哥是要融合这颗种子 梨儿干脆双细一做 也修炼了起来 苏一仙看着手中的世界数数种 从中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生机 树种灰色的表面 竟然浮现出一道裂痕 透过那道缝隙 可以清楚地看见 里面晶莹翠绿的新种 灰色的表皮外壳逐渐碎裂 一股青绿色的光芒 从里面迸发而出 在表壳之下 是一枚光滑无比 宛若翠绿色碧玉一般的新种 与之前烟耸枯萎的模样大不相同 这梅种子散发着浓浓纯净的灵气 一出现藏地之内的紫气 便活跃了起来 而苏一仙所在的整座房间 在黑夜中闪烁着隐隐的青色光芒 屋外的土壤之中 甚至有植物花朵破土而出 一片生机盎然 青石村的村民们 皆是感受到了 这处方向浓浓的生机 那些画形的长生宝药 不约而同地走出屋内 看着那处苏一仙所住的那间屋子 目入思索 这是什么?这气息,世界树 是树老吗? 那间屋子不是那个人族居住的地方吗? 在村民们议论纷纷时 一旁传来了树老苍老的声音 树老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看着聚集的人群 说道 好了,这么晚了 明早还有件大事 都回去休息吧 村民们见来人 脸上皆是露出错愕之色 树老怎么在这? 那那屋子里的气息 又是怎么一回事? 树老摆了摆手 示意村民们回去 他看向那处方向 眼里带着一丝意外 不由和蔼地笑了起来 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复苏了那枚树种 若是其他人 树老定然不相信 有人能够做到复苏一枚灵气全无的世界树树种 这是一枚死种 早就跟普通的种子一般无二 甚至种不出树苗 同为世界树的自己 自然知晓 想要重新复苏这枚死种的难度之大 哪怕是当年的太皇也难以搜集其所需要的全部材料 也就是他才有办法能够做到 毕竟在那时候 那些从未见识过神奇无比的手段 让树老为之惊叹 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吧 树老打趣的笑笑转身回到自己的房内 而苏一仙这边 那枚树种在经过一小会之后 竟然从中破出一道细软的幼苗 从最初一棵枯萎的树种摇身一变 如今已然是一棵小树苗的模样 这小树苗静静地漂浮在苏一仙手心之上 被一圈微弱的翠绿色光芒包裹其中 苏一仙甚至能够清楚地看见的 他纵横交错的根须 小树苗散发着精纯无比的先天灵气 苏一仙眼神触动 难难道 这便是世界树的原貌吗 苏一仙将世界树树苗融入自己的气海当中 令人意外的是 当小树苗融入之后 浑身像是被浸泡在温热的水中 一道道精纯的灵气冲刷着自己的四肢 暖洋洋地 舒适无比 气海与世界树的融合没有任何痛苦 一股股柔和无比的力量 在推着体内的气海 将它逐渐扩散 此时的气海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像是天地初开的混沌 在小树苗种入气海后 本来雾蒙蒙的一片中 竟衍生出了大地与天空 这刚诞生的小世界 逐渐代替了气海的存在 而世界树树苗 就静静地在世界的最中央 源源不断地为苏一仙 提供着海量的灵气 苏一仙缓缓睁开眼 她明显地感觉到 现在的自己 有着激进史不完的真气可用 如果说之前气海所储存的真气 是一桶需要装填的水 那么现在 便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江河 哪怕是以往那些 只能使用几次的大神通之术 在现在的苏一仙看来 也不过如此 那棵世界树小树苗 正缓慢地散发着 源源不断的灵气 可以说 现在的苏一仙 哪怕是身处在一个 毫无灵气之地 也能够通过吸取 世界树的灵气 进行修炼 这便是世界树的强大之处 咸天混沌及至宝 每一个都是 不属于世间的神物 这种神物 它不是从一到二的提升 而是一个 能够从无到有的神迹 这种近乎匪夷所思的存在 让苏一仙惊喜得无以复加 与镇天九玉塔不同的是 世界树所带给自己的实力增强 那是反馈于本身的 现在的自己 就是一个不需要吸收凝炼真气 便能够不断释放神通的存在 当然 如今的世界树 不过只是一个幼苗 所能够吸收和释放的灵气也有限 苏一仙自然不会傻到浪费 体内世界树所演变的小世界 空荡荡的 苏一仙的神识进入其中 看着这方天地 他心念一动 晴朗的天空便乌云密布 转瞬间 又万里乌云 大手一挥 天空便落下星星点点的雨滴 这方天地 没有任何规则 也没有生灵 自己在这里 就是近乎神一般的存在 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 他可以将这个世界 塑造成任何他想要的形状 苏一仙收敛了心神 看着一旁正在修炼的梨儿 也没有去打扰他 得此神物 他自然是想起了树老曾说的话 陷入了沉思 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 喃喃道 地白吗 第二天中午 苏一仙便来到了树老房前 地白在旁 情绪有些低落 说道 真不再多住几天了吗 苏大哥 我还想让你再说说 关于外界的事呢 一上午的交谈 地白也与苏一仙梨儿熟络了不少 显然已经被两人口中的外界 给深深吸引 一旁的小梨儿 笑嘻嘻地说道 外界可好玩了 有好吃的 好玩的 地白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 看了眼梨儿 说道 你说的那个包子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梨儿点点头 小脸十分认真地说道 那可不 地白小声嘟囔道 可是我都不知道 要怎么去外界 苏一仙看了一眼两人 梨儿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 哥哥一会就出来 他摸了摸梨儿的头说道 梨儿乖巧地点点头 嗡了一声 转身朝向地白道 还有点时间 你还想听什么 我跟你说 地白眼神一亮 说道 好 苏一仙轻轻敲了下房门 屋内传来树佬的声音 请进 树佬就是一副和蔼的模样 正笑眯眯地看着苏一仙 说道 小友 这是准备走了 苏一仙一愣 昨夜世界术复苏的动静太大 他自知根本瞒不过眼前的老者 却想不到眼前的老者 竟然没有多问 他的确是准备离开了 苏一仙点头说道 是的 受前辈恩惠 前辈昨日所说之事 晚辈倒是可以将地白 安置在外界当中 不会有人打扰 树佬一笑 摆了摆手说道 不用如此麻烦 小白有属于他自己的事要做 老头子我要的 不过是在日后小白 遇到危险时 你若有空 能够帮扶他一把而已 苏一仙脸色有些古怪 天命主角 还需要自己帮忙 树佬笑着看向苏一仙 说道 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是得到太皇传承 此处藏地不大 而太皇的传承殿 就在雾海森林当中 对于你来说 雾海森林当中的凶兽 应该算不得什么 只是 这太皇传承 外界之人是无法拿到的 苏一仙皱了皱眉 问道 为何 树佬悠悠道 太皇身为剑草 他的传承 哪怕是你们人族得到了 也无法修炼 况且 你的机缘也并不是太皇传承 万皇纪时期 太皇的不少死对头 也埋葬在太皇殿当中 其中最强的一位 与你一样 是苍天神体苏一仙文言一致 这是他第一次从别人口中 听到关于苍天神体的消息 这无异于一记重担 自从苏一仙在下界获得苍天神体之后 便一直在搜寻 有关苍天神体的消息 哪怕是在苏家古籍中 也没有任何关于苍天神体的记载 这般体质 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唯有自己 才知道苍天神体的强大 苍天神体 一共有五道枷锁 第一道 便是连拥有不屈地骨与乾坤战体的五法 都无可匹敌的肉身 而第二道苍天神童 更是自带一道恐怖的大神通之术 现如今 解开三道枷锁的苏一仙 深知苍天神体的可怕 只要是被苍天锁链给缠绕住 一身修为 都将无法施展 在族中 苏一仙就曾经测试过 速到镜的他 苍天锁链的效果 甚至对涅槃镜 都有所影响 相比起苍天神体的消息 太皇传承 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哪怕是外界前来的 那群古族天骄 当做一个历练的机会而已 毕竟能够成为古族的世家 谁家里没有出过大地境的人物 苏一仙身为苏家神子 更是如此 他进入太皇藏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便是因为在沧海皇朝时 他便感受到 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呼唤自己的苍天之血 苏一仙忍不住问道 此地可是有拥有苍天神体的大能传承 见苏一仙迫切模样 恕老轻笑道 自然 世人皆知 万皇纪是被一位不知名的 剑修一剑而终结的 却不知在万皇纪时 太皇最大的对手 便是那位有着苍天神体的妖孽 苏一仙 可为何书中并无苍天神体的记载 恕老笑道 那时候这个体制叫做古神体 至于为何没有记载 这我也不清楚 说到这 恕老不免有些唏嘘 若非是那位告诉了 太皇古神体最大的弱点 只怕成帝之战中 太皇还争夺不到地命 那可是万皇纪啊 一个天骄多如狗 妖孽层出不穷的大事 哪怕是剑草 在万皇纪中也算不上是天赋最好的 苍天神体的弱点 苏一仙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 瞳孔一鸣 看着树老 沉声道 前辈 古神体的弱点是什么 又是何人告知给太皇呢 树老摇摇头 我也不知晓 或许你可以在那位苍天神体的传承中 得到答案 至于又是何人告诉太皇的 树老没有说话 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苏一仙 像是有些疲倦了 树老缓缓起身 说道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小白知道传承店所在的方向 我会让他带你过去的 两人出门 苏一先扫了眼四周 梨儿呢 苏一先环顾了一下 在不远处的村口 发现了梨儿与蒂白的身影 在青石村外 一堆村民正聚集在那 这是在做什么 苏一先皱了皱眉头 沙石从远处赶来 面色凝重地朝着树老说道 外界来人了 此时青石村外 正站着数十名鼓足的天骄 李长歌手握着折扇 面色玩味地看着眼前的村民说道 真是想不到 这藏地之中 竟然还有这么多画形的长生宝药 有意思 其他古族天骄眼中 也是有些火热 一株 两株 三株 竟然有这么多长生宝药 这种长生宝药 哪怕是在族中 也并不多见 这通幽莲华 我赤酒药了 一名体型高大壮硕 浑身充满着肌肉的光榜赤酒说道 这天地残皇 我秦家药了 正好族中 有位长辈大献将至 有了此物 能够再续一世 那青鸾鸟也不错 想不到此处 还有这等绝种异兽 归我了 诸位 既然如此 那那株大盗先知 我杨家就收下了 众多古族天骄们 正有说有笑地 分配着长生宝药的归属 表情轻松 眼前的这些画形长生宝药 宛若囊中之物一般 见来者不善 青石村村民们 皆是面色凝重 地白看着眼前这些 气质出尘的古族天骄们 皱着眉头说道 你们是何人 当地白出现 李长哥明锐地感受到了 一股锐利无比的气息 他眉头一挑 仔细看了过去 突然瞳孔放大 这是 剑草 作为剑修的他 自然明白 剑草是何等生物 已经不知道 多少个纪元 从未出现过剑草的存在 而眼前这个小男孩 竟然是一株剑草 李长哥眼中 闪过一丝贪婪 他轻摇了下手中的折扇 笑着说道 既然诸位都已经 选好心仪之物 那这株剑草 李某就收下了 剑草 一听是剑草 众古族天骄皆是 目光一阵 仔细看了过去 果然 之前大家的目光 都被那些画形的 长生宝药所吸引 想不到眼前这个小男孩 竟然是一株剑草 剑草可是比长生宝药 还更为珍贵的存在 有天骄说道 这话可就不对了 这剑草的价值 可比长生宝药高多了 那些长生宝药 再下一个都不要 只要这株剑草如何 说话之人 是古族王室天骄王源 相比于李家 王家无论是存在的时间 还是底蕴 都更为深厚 算得上是最古老的 那一批古族 上一次的成帝之战中 王家妖孽王腾 更是夺得了 中卫大帝帝格 所以 王源一开口 分量可不小 其他天骄们 也不愿放弃剑草 哪怕自己不是剑修 也要争一争 哈哈 我足弟刚好是剑修 这剑草 我赤家也想要 赤九大笑一声说道 哦 赤九兄 你赤家全是一群 炼体的怪物 什么时候 还出了个剑修了 我怎么从未耳闻过 有天骄调侃道 李长哥见眼前一幕 脸色有些难看 他狠狠地看了王源 以及那些争论的天骄一眼 谁人不知道 他李家世代弟子 皆是剑修 这剑草 给他最适合不过 他们这群人 要来有何用 自己若是能够炼化剑草 必然横压一势 到那时 这群人皆会被自己踩在脚下 李长哥开口道 诸位 还请给我李家一个面子 这剑草诸位 拿去又无用 我李长哥 话还未说完 赤九便蛮横地打断道 你李长哥 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侥幸成为 古族的一个世家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哈哈 赤九兄说得极是 若非上一次 李家那位算计苏家族长 岂能成就上位大帝 小小一个不朽级李家 莫非真以为成了古族 就能够与我等为伍了 可笑至极 你们少说两句 万一让他回族告知长辈 到时候 我怕他们拍不朽镜地偷袭我等 场内的气氛一下子活落了起来 古族天骄们嘲讽道 毕竟 跟他们相比 李家成为古族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而且 又有那件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看不起李家 甚至不将他当作古族来看待 李长哥脸色难看 他明显地能感受到 这群家伙 从一开始对自己的疏怨 手中的拳头紧握 强忍着冲动 没有说话 对面青石村的村民们见 这群天骄浑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还大肆商议着如何瓜分着自己等人 无不脸色愤怒 村民中有不少是妖兽化形 长生宝药虽然没有任何战斗力 但他们可是妖兽 最低也是天地净 随便一巴掌便能拍死这群家伙 可树老又曾交代 非到生死关头 他们不可出手 否则容易惹来滔天大祸 他们只好暂且忍耐着 等待树老前来决断 李白也听到了古族天骄们的交谈 小脸愤愤 握着拳头说道 青石村不欢迎你们 还请你们离开 李白的发言 却只引来对面天骄们的一众嘲笑 李长哥眼神微眯 他本就心情不爽 眼前这株剑草 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手 先下手为强 他朝着地白大手一抓 地白瞬间感觉自己无法动弹 身体不受控制 朝着对方飞去 小白 青石村村民们面色一变 有妖兽化形的村民 看着眼前的一幕 正准备出手 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无比的白色火焰 扑的一声凭空出现 朝着李长哥射了过去 无色焰 放开小白 李尔喊道 在融合了地勇金莲后的无色焰 变得更为恐怖 他的温度令周围都浮现出层层热浪 空气都变得灼热了起来 李长哥本能地感知到 一股浓浓的危险 面色一变 下意识地去抵挡 两者修为差距毕竟太大 李长哥手中折扇一挥 瞬间便将那一团无色焰给打散 无色焰虽然消散 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紧紧地附着在折扇上燃烧了起来 看着手中不断燃烧的折扇 李长哥瞳孔一震 自己精心打造的折扇 竟然被这火焰给融化了 这可是用太乙玄金 与太和墓等诸多天才地宝打造的呀 见着无色焰 隐隐有要蔓延到自己手上的趋势 李长哥脸色一变 赶忙将手中折扇一扔 顷刻间 那折扇在无色焰的燃烧下 瞬间化为灰烬 看着这一幕 身旁的古族天骄们纷纷赤笑道 李长哥 想不到你 竟然连一个神魂镜的小女孩都打不过 这火焰倒是有点意思 从未见过 只是李兄速到镜的修为 被神魂镜毁了武器 这是在下所没有想到的 此地竟然还有一个神魂镜的修饰 这小女孩 也不知是哪个世家的娃娃 古族王室王源冷笑道 李长哥刚刚那个举动 明显是想抢夺 却不想弄巧成拙 这便是李家速到镜的天骄嘛 真是有够可笑的 本就看不起李长哥 发生这件事 那些古族天骄们 就更加不屑了 李长哥脸色战红 怒视着李儿 却见李儿笑嘻嘻的 两只小手正扯着小脸 然后吐了吐舌头 对他做了个鬼脸 略 李儿转头朝着地上的地白说道 小白 你没事吧 哥哥很快就来了 别怕 而李长哥这边 自己身为古族天骄 却被一个神魂镜的幼童毁了折扇 自然是羞辱无比 李长哥盯着李儿寒声道 一个神魂镜幼童 不在族中吃奶 也敢一个人来这地级藏地之中 今天我就替你族中长辈 好好教训教训你 李长哥心念一动 在他周围 浮现出了无数道真气 凝聚的剑气 密密麻麻 足足有数千道之多 他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熊孩子 虽然愤怒 但李长哥也没有失去理智 眼前这个女童只是神魂镜 但是那白色火焰 却能焚烧掉自己的折扇 身份定然不凡 说不定是某位古族大能的子嗣 李家乃是心境古族 暂且还不宜得罪其他古族之人 自己不过是教训他一下 想来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李长哥暗暗想到 他缓缓抬起手 那数千道剑气 像是飞驶而来的漫天剑雨 朝着李儿射去 这数千道剑气 并不会真的伤及他的性命 只不过是想要吓吓他 虽未开封 但是打在身上可不轻 本以为对方会因此而惧怕 可对面李儿小脸上 根本就没有半点恐惧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着漫天剑气一眼 反倒是左右环顾 像是在寻找什么一样 李长哥见状皱了皱眉头 搞什么 而就在这数千剑气 快要接近之时 对面的小女孩 忽然面露喜色 娇声喊了一句 哥哥 李长哥瞳孔一缩 那些剑气 仿佛被静止了一般 停留在半空之中一动不动 随后竟然调转了一个方向 朝着自己攻来 这是什么 他挥秀抵抗 那密密麻麻的剑气 朝着一众人射来 赤酒瞪大了眼睛 怒赤道 你在搞什么 李长哥 赤酒一拳而出 将那迎面来的剑气 积了个粉碎 偶尔有几道剑气 打在他身上 也不疼不痒 王源皱了皱眉 运转无使精 无使真气 将那数千道剑气 尽数化解 秦族天骄秦飞雨 怒视着李长哥 冷声道 你想要做什么 面对一众天骄的问责 李长哥脸色也十分不好看 说道 这不是我做的 自己的清廉剑气 在刚刚竟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牵引 转头攻向了自己等人 不远处走来三个人影 见来人 地白脸色一喜 树爷爷 沙大树 苏大哥 李儿开心地小跑过去 扑进了苏一仙的怀中 苏一仙笑着摸了摸了铃儿的头 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鼓足天骄们 目光停留在李长哥身上 仅仅只是这一眼 李长哥便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什么大恐怖盯上了一样 不禁心里有些发怂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树老看着地上的地白 苍老的脸庞很是平静 朝着青石村村民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沙石看向那群鼓足天骄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杀意 苏一仙问道 李儿 发生什么了 哥哥替你做主 李儿撇了撇小嘴 小手指着对面的鼓足天骄们 朝着苏一仙娇声说道 哥哥 就是他们 他们想要恋坏这里的村民 还有小白 还有那个穿着青色衣服的人 就是他最先动的手 李儿点名指出了李长哥 随后 李儿像是想到了什么 笑嘻嘻的 眼睛弯得像个月儿一样 环抱着苏一仙说道 不过李儿把他的扇子给烧了 嘻嘻 怎么样哥哥 李儿现在厉害吧 苏一仙往耳一笑 朝着一旁的树老说道 前辈 这件事我能处理 还是交掉吧 树老点点头 苏一仙抱着李儿 朝着那群鼓足天骄走去 他返回上界的时间不长 对于眼前这群家伙 压根就不认识 不过从他们的修为可以判断 这群人应该是鼓足子弟 苏一仙扫了一眼他们的人生剧本 果然跟他所想的没错 而且 令人意外的是 之前对李儿出手的李长哥 是天命主角 姓名 李长哥 身份 鼓足李家天骄 天命 四万静剑 速到静九重 令格 清连剑体 金 大帝 金 戈来 金 天命主角 金 古族 子 大事天骄 子 人生剧本 太和剑帝 主角 出生于古族李家之中 不甘心屈尊于李太白之下 自幼苦修 于太皇藏地之中 得到剑尊传承 却无法明目其中贞结 回族后得李太白相助 突破九转境 李家族战之中 兽族中天骄挑衅 毁对方根骨 遭受族中大能仇视 兄长李太白出面化解 并赠其圣缘单破镜 古族论道中 得罪赤家赤酒 差点身孕 得兄长李太白相救后 陪李道歉 成帝之战中 得兄长李太白相助 获取下位地格一枚 成就大帝 简单明了的一生 来到上界以后 天命主角出现频率 明显变多了不少 对此 苏毅仙也不觉得意外 因为上界不像在下界之中那般 普通人居多 他所遇到的大多人的天命值都不低 更何况 眼前这群人皆是古族的天之骄子 其中会出一两个 能够承接地命的天命主角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苏毅仙也从中摸索出了规律 可以说 能够成就大地境之人 每一个都是某个剧本中的天命主角 只有天命值高低的区别 只是这李太白 又是何人 看李长哥的剧本介绍 苏毅仙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伏地魔 倒是对着李太白好奇了起来 对面的古族天骄中 王源看着苏毅仙 皱了皱眉头 若有所思 自己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李长哥看着眼前之人 心中暗暗警惕 就是他吗 刚刚就是此人 影响了自己的清廉剑气 而自己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他是如何出手的 一众天骄打量着苏毅仙 赤酒上前说道 无奈赤族赤酒 你是何人 怎么会与这一群化形的长生宝药混在一起 苏毅仙没有理会他 淡淡地说道 这青石村的村民 你们动不得 好家伙 自己身为赤族天骄 何曾被人这么无视过 这般不给面子 像是完全没将自己放在眼里一般 苏毅仙还未出手 脾气本就火爆的赤酒 忍不住呵斥道 好狂妄的家伙 竟然不将我等放在眼里 说完 遍体内狂暴无比的真气流转 骨骼发出喷喷的响声 欲要动手 古族赤家存在于荒谷记 据说此族先辈 曾为了获得强大的体质 将太古凶兽之一 号称力量最为强大赤红魔元杀的灭绝 并将那群赤红魔元血脉 踢取淬炼 融入己身 从此后 天地间赤红魔元消亡 赤家代替其一跃成为了荒谷时期 最为主目的谷族 而赤红魔元强横的血脉 存在于每一个赤家之人体内 而拥有赤红魔元血脉的赤族人 每一个都是肉身恐怖的疯子 虽然血脉有所弊端 但是力大于弊 简单来说 就是赤红魔元强大的血脉 会偶有躁动 使人狂暴 赤酒身形暴闪到苏一仙身前 王源盯着苏一仙的脸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面色大变 大喝道 赤酒 等等 她是 我管她是谁 老子先揍她一顿再说 赤酒大吼道 说完便是朝着苏一仙 挥出重重的一拳 粗壮的手臂 布满争鸣的的纹路 她的拳头 比苏一仙的脸还大 这一拳纯粹无比 像是一座巨山袭来 明明是速到镜的修为 若是被击中 只怕是不死镜 也得被打爆肉身 坏了 王源脸色难看 他就说 为何眼前之人如此面熟 苏家心境神子 苏一仙 虽然不知道 为何一个速到镜的 能成为神子 但万古苏家 这个从莽荒记 开始便屹立不倒的家族 其底蕴之身后 除了鸡 将两族 是其他古族 根本无法与之比较 其中出过的大帝 更是数不胜数 哪怕是在古族当中 都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王家与赤家两族关系极好 经常联姻 来往不断 王源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赤酒的力量 他是清楚的 这一拳下去 直接打爆肉身 都算是轻的了 若是将苏家绳子 给打得连扎都不剩 那特么 王源有点不敢想象 赤酒这个没有脑子东西 也不问清楚 人家的身份就动手 体内无使劲运转 王源有把握 在赤酒动手之时 将力量化解 他正准备出手 却见到眼前震撼的一幕 只见赤酒这充满暴力美 纯粹至极的一拳下去 苏一仙 竟然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苏一仙的瞳孔 变成了一对金色 眼中苍天神闻浮现 数万的条 无法观视的苍天锁链 缠绕住赤酒的身体 本来愤怒无比的赤酒 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给浇醒 莫名感觉浑身无法动弹 甚至是使不上尽力 像是尾了一样 就这么悬挂在半空中 呈现挥拳的姿势 赤酒紧皱着眉头 不断晃动着身子 自己像是被无形的东西 给困住了一般 赤酒 这是什么神通 梨儿在苏一仙怀里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笨雄怎么不动啊 梨儿试探性地伸出小手 弹了弹赤酒的鼻子 觉得颇为有意思 乐地捧着小肚子娇笑 扑哈哈 哥哥 好好玩 这笨雄一动也不动呢 远处的古族天骄们 见状直接瞪大了眼珠 王源更是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赤红魔元体的霸道和力量之强 凭借肉身之力的赤酒 哪怕是在他眼前 打抱一个九转镜的王源 都不会感到奇怪 李长哥见此一幕 通体发寒 就是这股力量 赤酒眼睛瞪得浑原向雄 眼睁睁地看着苏一仙 挥出轻飘飘的一拳 他自信自己的肉身之力 能够抵挡任何速到进的攻击 毕竟自己可是赤红魔元之体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手段 但是无赤酒的赤 话还未说完 赤酒的双眼直接突出 腹部像是受到了一股致命的打击 壮硕的身体 就宛若炮弹一般 直接朝那群古族天骄中飞了过去 古族天骄们 皆是面色大变 纷纷避让开来 本运用无始真气 化解赤酒力量的王元 更是眼皮狂跳 道是反过来运用着无始真气 抵消赤酒身上所遭受到的冲击 王元紧皱着眉头 他用无始真气 包裹住赤酒 想要化解赤酒身上的苏一仙的真气 无始精 乃是他王家地级功法 能够将一切力量 化为从始化为无 可王元却惊恐地发现 赤酒所收到的这一拳 根本就没有携带任何真气的力量 而是与赤酒一般 完完全全 以肉身发出最为纯粹的异迹 也就是说 这苏家神子的肉身 甚至不弱于赤红膜原体 这怎么可能 随着赤酒重重地撞在地上 发出了轰隆隆 得巨像 大地被砸出了一个深坑 在赤酒的腹部 一道肉眼清晰可见的泉印 正在丝丝地散发着热气 苏一仙不紧不慢地走上前 来到李长哥面前 紧盯着他 说道 就是你对李尔冬的手吧 李长哥余光瞥见深坑中的赤酒 只觉通体发寒 他不是不想走 只是他发现 自己竟然根本动不了 甚至连修为和神通之术 都无法使出 他好像突然能体会到 赤酒的感觉了 这是什么怪物 在不知什么时候 无数道苍天锁链 缠绕住了李长哥的四肢 并且封印了他的修为 这恐怖的实力 令在场所有古族天骄 都有些难以置信 这是速到静 他们甚至怀疑 此人根本就不是速到静 而是通过某种办法进来的 古族天骄们 望着眼前这年龄 与自己相仿之人 眼中皆是流露出一丝畏惧 目光谨慎地盯着他 此时 一旁的王源 搀扶起浑身伤痕的赤酒 从储物界中 掏出了几枚珍贵的疗伤丹药 给他服下 赤酒紧锁着眉头 有些痛苦地睁开双眼 浑身传来一阵剧痛感 好在赤红魔源体质强悍 再配上这些丹药 赤酒也恢复了一些 他嘴唇有些发白 看着王源虚弱无比地说道 王源 到底是谁 王源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现在知道问了 王源朝着一众 添娇喊道 诸位 莫要出手 自己人 自己人 此人乃是苏家添娇 苏家心境神子 苏义仙 赤酒听完虎去一阵 表情跟吃了屎一样的难看 幽怨无比得看着王源说道 你怎么不早说 太古天骄们一听 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原来同为古族之人 嗯 等等 苏家神子 他们瞪着眼睛 紧盯着苏义仙 每个人脸上 都露出一丝错愕之色 虽然在来时便知晓 苏家已有天骄 进入藏地之中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来的人竟然是苏家神子 要知道 古族天骄无数 能够成为族中神子的 最低也得是天地境的修为 而这一世的苏家神子 据说只在应捷径 便被分为神子 光是古族苏家这四个字 便能引得无数古族关注 而其族内 心静应捷径修为的神子 更是吸引了 无数天骄妖念们的目光 王源上前 朝着苏义仙抱拳道 苏神子 再下王家王源 刚刚出手的那家伙 是赤族赤九 诸位皆是古族之人 可莫要伤了何且 虽同为古族中人 但亦有身份之差 眼前之人 乃是不光是古族苏家天骄 更有神子之位 身份可不低 况且 就从刚刚苏义仙 所展现出来的手段 赤九完全不是 此人的义和之敌 王源并不想得罪 而是上前说道 赤九脾气暴躁 也不是有意之为 若是知晓神子身份 断然是不会出手 说吧 王源转头瞪了一眼 恢复得差不多的赤九 到底还是古族天骄 疗伤盛要数不胜数 还不快过来 与苏神子赔罪 赤九犹豫一会 颤颤巍巍地爬起身走来 鼻青脸肿地看着苏义仙 抱拳喝道 苏家神子 老子 在下赤族赤九 刚刚多有得罪 看着眼前俊美的青年 赤九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自己被揍了 还要给他赔罪 赤九虽脾气暴躁 但是十分敬畏强者 大家同为素刀镜 竟然完全不是此人对手 对于苏义仙 也隐隐有些佩服 不愧是苏家的天骄 苏义仙看着眼前的两人 点点头道 此处藏地机缘 自然是人人可争 只不过这些青石村的村民 你们动不得 他们 我苏义仙保了 这霸道的言论 让这些古族天骄面色一变 这苏家神子 倒是好大的胃口 王源眼神闪烁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身后这群长生宝药 平心而论 除了那株剑草以外 若是说那些长生宝药 有多珍贵 倒也不见得 犯不着因此而得罪苏家神子 何况众人此行目的 不过是争夺太皇传承而已 但身为古族天骄 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傲气 王源沉声道 苏神子 我等这么多人前来 神子若是想一个人 吃下这些长生宝药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 他语气平和 接着说道 此地最为珍贵的 不过那株剑草 倒是可以让给神子 哪怕是苏义先要 此地五成的长生宝药王源 都不会多说什么 毕竟人家的实力 和身份摆在这里 但是全药 未免有些太看不起众人了 大家皆为古族天骄 此地最高不过速道静 也不见得就怕了他 一旁古族天骄们 也纷纷道 我等静你乃是苏家神子 大头我可以不要 但是汤水总归是要喝一点吧 苏神子 同是古族众人 以你的身份 更是范步者 为了一些长生宝药 就与我等为敌 都是这么说 但除了少数几位 大多数天骄都不太硬气 毕竟苏家可不是一般的古族 哪怕是他们见到 也得客气几分 一旁的李长歌 脸色有点难看 自己索要见草时 这群人百般阻挠 而眼前这个苏家神子 独吞所有你们 反倒是客客气气的 这巨大的身份差 让李长歌心生怨念 他看着苏义先 心中暗道 什么古族苏家 上一次的成帝之战中 还不是我李家的手下败将 苏义先没有理会 这群古族天骄的不满 而是淡淡地说道 若有不服 动手便是 虽说以多摇死相 但融合了世界术过后的苏义先 面对眼前这群古族天骄 根本就不惧怕他们的车轮战 这 见着苏家神子 态度强硬 一众天骄犹豫 赤九的前车之剑 历历在目 他们不是傻子 赤九的实力 哪怕是在众人之中 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 门心自问 场内没有几个天骄 敢直面赤九 那蛮横霸道的肉身之力 场面一时间 有些贱弩拔张 苏家神子如此强势 一时间让身为古族天骄的他们 有些下不来台 若是对方肯卖个人情 大家身为古族天骄 自然也不在意这长生宝药 一株长生宝药 换苏家神子的人情 这买卖太划算不过了 只是苏一仙的强硬 若是就此退去 倒是让他们有些抹不开面子 这时 树老从一旁而来 他笑盈盈地说道 诸位贵客远道而来 真是令青石村蓬毙生辉啊 只不过 青石村的村民话形不易 以诸位天骄的身份 恐怕也看不上我等 还请诸位手下留情啊 古族天骄们看了过去 见眼前老人 他们皱了皱眉头 忽然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从树老泄露出来的 那一丝气息来看 竟然是 不朽镜 众谷族天骄 面色大变 这藏地之中 怎么可能 有不朽镜的存在 王源更是瞳孔一缩 想不到 这群画形 掌声宝药之中 竟然还有这般修为的大能 自己一群素道镜 在别人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树老的出现 像是一泼冷水 浇灭了他们最后的幻想 虽不知苏家神子 与此人是什么关系 但眼下的情况 对方不对自己等人出手 便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王源立马说道 想不到竟然有 不朽镜的前辈在此 是我等莽撞了 前辈所说即是 我王源这就离开 嗜酒也眼神大震 说道 前辈 冒犯了 树老这话 显然是给了众天 交一个台阶下 顺便也算卖 苏家神子一个面子 树老面容和善 笑呵呵地说道 以后都是你们 年轻人的天下了 不错 不错 此地的确是有 大地所留下的宝藏与传承 就在东南方 树老笑盈盈地伸出手 指了指一处方向 众古族天交面色大喜 藏地太大 虽然没有得到长生保药 但却知晓 大地传承所在的位置 节省了诸多时间 赤酒面色一喜 想不到还能遇到这种好事 抱全道 多谢前辈指点 王源也说道 既然如此 我等这就离去 天交之中 唯有李长哥面色难看 眼神始终不愿离开地白片刻 只有身为剑修的自己才知道 剑草的重要性 但连王源与赤酒那两个家伙都放弃了 加上有着苏家神子和一位不朽进大能的阻挠 仅凭他一人一点希望也没有 李长哥目光扫了一眼四周 将青石村给牢牢记在了心中 一众鼓足天交准备出发前去传承店所在的方向 王源看了一眼苏一仙 说道 苏兄 你不去吗 苏一仙没有理会他 而是目光锐利地看着李长哥说道 你们可以走 但他得留下 王源一愣 看向李长哥与苏一仙怀中的那个小女孩 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场内的天交听闻 皆是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李长哥 纷纷笑道 李兄 之前你不是还说 要替那位小姑娘的长辈教育教育他吗 现在好了 想不到来人还是苏家神子 哈哈 苏兄 这位可是李家的天交 就是 他刚刚想要动手教训那位小姑娘 像是怕苏一仙不知道 这群古族天交们 还特地强调了一下李长哥的身份 场内谁人不知道 李家与苏家早就是死对头 一个是新晋古族 一个是底蕴深不可测的老牌古族 在场这群天交们 显然是更倾向于苏一仙的 再加上成帝之战中 李家所作 令古族之人不耻之势 名声早就臭了 所有人都乐得看一出好戏 李长哥见没人替自己说话 面色难看无比 这不摆明了 就是在针对自己吗 是在下唐突了 在下并未有意要伤害这位姑娘 想必 神子应该是能察觉到的 苏一仙看着他 淡淡道 若非你那剑气之中并无杀意 现在的你 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好不容易再遇到个天命主角 且又是苏家的死对头李族之人 若是再不割一波天命值 那就说不过去了 见对方紧究不放 明显不打算轻易放自己走 李长哥皱了皱眉头 道 你想如何 苏一仙眼眸低垂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在你李家的面子上 就将动手的那只右臂留下好了 此言一出 李长哥顿时大惊失色 就连一旁的王源与赤九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长哥刚刚那千道剑气 他们皆是能感觉到并无杀意 仅仅是想教训一下那个小女孩 可竟然这般 就要留下一只手臂 好狠 在场的古族天骄 都知道两族之间的恩怨 看苏家神子这模样 显然是要将两族的仇恨 给算一算了 若是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那也好说 可以想到赤九 哪怕是看不上眼李长哥的天骄们 也不由头去了同情的目光 李长哥额头留下一丝低冷汗 握紧双拳 自己身为剑修 一直都是右手持剑 若是废了自己的右手 虽可恋左手剑 但实力必然会大幅度下降 不及右手十分之一 哪怕是通过单要复原重塑 也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 李长哥凝视着苏一仙 沉声道 当真要如此决绝 苏一仙 我虽敬你是苏家神子 但是要我李长哥留下一臂 那是断然不可能的 苏一仙毫不在意道 无妨 我帮你 说完 便将梨儿放下 揉了揉他的脑袋 看向一旁的树老说道 前辈 拜托照顾好梨儿 树老犹豫了一会道 小友 其实不必如此 苏一仙摇了摇头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天命主角 李族与苏家的恩怨 也有一部分在里面 哪怕是不算上这些 光是凭对梨儿动手这一点 自己能留他一条性命 便是天大的恩赐了 若是不闻不问 那自己就不是苏一仙 苏一仙转身看向李长哥淡淡道 我给你个机会 若是你能够伤了我 这件事就算了 雨落间 缠绕在李长哥身上 无数看不见的苍天锁链 尽数消散 李长哥只觉自己浑身一清 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体内的气海 见对方如此狂傲自负 仿佛此战自己必败无疑 李长哥也不犹有些怒气 李长哥凝视着苏一仙 寒声道 好一个苏家神子 既然如此 吴李长哥必要讨教讨教 昔日无族帝君能够拜苏擎天 今日 吴也是一样 场内的古族天骄们并不知晓 苏一仙便是苏擎天之子 李长哥心面一动 从他十海之中 一道青涩的光芒射出 一柄充满神韵的清风围绕在其身旁 清廉剑决运转 李长哥不敢大意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注视着眼前的对手 此时的李长哥就如同一柄出鞘的宝剑 锋芒毕露 令人不可直视 清廉剑决与王渊的吴史经一样 乃是族中地级功法 但与吴史真气不同的是 清廉剑决所产生的清廉真气 锋利无比 锐不可当 乃是最为纯粹的功法之术 苏一仙面色平静 一旁的古族天骄们 也想真正地见识一下 这一世苏家神子的实力 刚刚可以说是赤酒大义 但这一次 可谓是两大古族天骄之间 真正意义地上的交锋 王渊在旁眼神闪烁 哪怕是这个时候 他都未从苏一仙身上 感受到一丝真气的波动 赤酒看着李长歌身旁 环绕的那柄清风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他隐隐感觉 这柄清风 似乎能够破开自己的肉身 赤酒所感觉的没错 这柄剑 是仅在地冰之下的圣洁法宝 乃是李长歌的兄长 李太白曾经的配剑 名为破灭 速道尽修为的李长歌使用 可敌久转 李长歌冷声说道 你的法宝呢 苏一仙道 对付你 还用不上 李长歌皱了皱眉 这般看不起自己 那今日 自己便让你见识见识 李家清廉剑爵的厉害 破灭握手 在其周围缠绕着清廉真气 一时间周围灵气蜂涌 在李长歌身旁 浮现出数万道剑气 李长歌不敢大意 一上来便是如今 自己能够使用清廉剑爵中 最强的神通之术 万剑烟面 密密麻麻的剑雨 朝着苏一仙急射而来 李长歌沐浴在剑雨之中 犹如剑仙 手中破灭 更是绽放出青色的神华 刺人心魄 势不可挡 这一次可不同 与之前对离而出手 那数万剑气 每一道都足以致命 见对方依旧站在原地不动 李长歌大喝道 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 苏一仙挑了挑眉 道 有点意思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家的清廉剑爵 此功法 哪怕是在古族地籍之中 所爆发出的威能 也算顶尖的了 若自己真自负于苍天神体 说不准还真会被此人所伤到 本想以肉身之力扛下的苏一仙 倒是改变了想法 到底是古族的天骄 自己终归是不能小觑啊 苏一仙暗暗想道 看着眼前数万道剑气 苏一仙轻声说道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众古族天骄 平住了呼吸 王源难难道 古族苏家地经无数 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太上杰经 逆乱道经 无获神诀 只是不知 这一世苏家神子所修炼的 是何种功法 赤九眼神凝重 回想起之前苏一仙所展示出的肉身强度 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 赤九道 如此霸道之体 若这苏家神子不是天生的特殊体质 那便只有修炼了逆乱道经 才能够做得到 古族苏家曾经出过的大地无数 每一个都想还上界 其族所留下的地经 地兵 数不胜数 这也是为何越为老牌的古族底蕴越强 不像礼族 因为底蕴浅薄 礼家之中所拥有的地经 最为出名的 唯有清廉剑绝 苏家历代神子 大多修炼的都是这三种地经 前两代神子苏晴天 所修炼的便是太上杰经 此功法的强大 须力经三千的大小结束 每度过一截 便能增强一分实力 当初苏晴天便是靠此 地经在成帝之战中 以一敌石 甚至古族之中有人传闻 当年地位之争 便是苏晴天的最后一截 如今度过三千截的苏晴天 战力可匹敌大地 所以 在场的古族天骄 都十分好奇 苏一仙所修炼的地经是哪一门 只是令他们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苏一仙 竟然站在原地 如同泰山一般纹丝不动 甚至没有 要出手的样子 这是什么 这苏家神子 莫非是要以肉身之力硬抗 有天交道 不可能 李家的清廉剑爵攻击力 号称上界之罪 剑修单体战斗力 本就极端 这李长生手中之剑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必然是无限接近 与帝兵品阶的存在 这莫非是我们 从未见过的地经 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万千清廉剑气 朝着苏一仙铺天盖地而来 李长哥手中清风夺人心魄 哪怕是能够抵挡得了 自己手中的破灭 李长哥对自己这数万道清廉剑气 也有十足的把握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一仙 太过轻敌大意之时 苏一仙身上忽然爆发出了 一股的玄傲无比的伟丽 他的双瞳的钟 泛起了苍天神闻 脚下的锁踩着的土地 竟然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古老的气息 在苏一仙周身弥漫 体内的苍天血脉 在翻涌咆哮 在苏一仙身前 周围的空间 竟泛起了层层涟漪 那无数道清廉剑气 甚至还未接近苏一仙的那一刻 便开始泯灭消散 这是苏一仙 第一次开启苍天神体的第三道架锁 苍天藏土 在苍天领域之下 一切的能量都会瞬间消逝 李长哥手中的满是华光的圣品破灭剑 在这方规则之下 竟然一瞬间 变得与一柄普通剑无异 这是什么神通 李长哥不可置信地低难道 在他的眼中 世界在这一刻 变成了灰白色 无数道流动的锁链层层包围着这方天地 灰白色的领域之中 唯有眼前的苏一仙 那对赤金色的双瞳闪耀无比 正直视着自己 这是怎样恐怖的一双眼睛 像是来自远古的对视 古老而却又神秘 厚重而又威严 在这一瞬间 李长哥感觉自己 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尊无可撼动的神奇 浑身的血液 在此刻仿佛停止了流动 通体冰寒 浑身止不住地发产 清廉剑诀中的大神通 万箭湮灭 在这灰白色的苍天领域之中 甚至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哪怕是在面对自己的兄长李太白 李长哥也从未感到过如此无力 颤抖着嘴唇喃喃道 你是 什么怪物 恐惧 绝望之情蜂涌 只见苏一仙缓缓抬起手 面色平静地注视着他 淡淡道 结束了 李长哥脸色苍白 瞳孔随之扩大 自己手中的破灭剑 竟然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一道青色滑光闪过 紧接着便是建设起的漫天雪花 一道痛苦无比的声音响起 啊 对于李长哥来说 这漫长而又痛苦的时间 仿佛过了数百年 而对于外界的古族天骄们来说 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他们甚至还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便见到在万箭湮灭的滑光下 李长哥正痛苦地蜷缩在地面上 捂着自己的右臂翻滚 他的右臂 不知何时已经被斩下 而苏一仙 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宛若折仙 眼神之中不带着一丝感情 苍天神童逐渐淡去 苏一仙没有说话 而是头也不回地转过身 朝着梨儿走去 所有古族天骄们见此一幕 皆是呼吸一致 几倍发寒 这就 结束了 有天骄有些惊恐地喃喃道 嗜酒看着地上打滚的李长哥 发白的嘴唇 争鸣的面孔 就宛若是 看见了什么天大的恐怖一般 他到底 是经历了什么 王源却敏锐地注意到了 李长哥身旁的那柄沾染上 鲜血的破灭剑 苏家绳子身上 没有丝毫血迹 甚至连衣脚 都没被伤及分毫 那么就是说 这些 似想到了什么 王源却发觉的心惊 哪怕是他 也不由后背发凉 甚至连青石村那些 天地境的画形妖兽们 都呆愣在原地 唯有树老 昏暗的瞳孔之中 闪过一丝光芒 只有他一人能够看清楚 刚刚在苏易仙身上 所爆发出的那道神秘力量是什么 苍天神体的力量 能够无视一切神通 甚至能够反馈给对方力量的无敌领域 哪怕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苍天领域 树老也依旧心惊不已 这力量 已经完全不属于这片世界的规则之内了 虽然只是短短一秒的时间 但树老知道 随着苏易仙修为的增长 这苍天领域所存在的时间 也会随之延长 因为万皇纪的那位苍天神体 所使用出的苍天藏土 便有足足十秒 若是能够登顶大地之境 只恐怕这世间除规则之力以外的一切神通 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树老布犹犹犹感叹 那位苍天神体的生不逢时 因为自忘皇纪之后 大地之位便不止一个 而此人墓地也葬在太皇藏地之中 苏易仙来到犁儿旁 犁儿扑了过来 娇声说道 哥哥好棒 一旁的地白 也是一脸渴望地看着苏易仙 他从未修炼过 但这并不妨碍他清楚地感觉到 苏易仙的强大 就连从未有过好脸色的沙石 也是深深地看了苏易仙一眼 耳旁传来系统的声音 叮 天命主角李长哥渐心破碎 天命只损失两万 苏易仙瞥了一眼 不远处地上的李长哥 面无表情 苍天藏土这道神通 早在犁儿觉醒化火神体 脆体雷结时便已打开 只是这道神通 对他来说消耗极大 当初的自己 若是贸然动用苍天藏土 恐怕还未使用便会历劫 哪怕自己如今 拥有能够源源不断提供着 海量灵气的世界术 也只能使用一秒钟 而这一次的使用 也掏空了他大半真气 虽然只是一秒 但也不得不说 苍天神体第三道神通 苍天藏土 没有让他失望 在苍天藏土的领域里 自己就仿佛是无敌的存在 清廉剑爵号称 上界功伐之罪 也无法破开 古族天骄那边的众人 此刻都心惊不已 如果说之前赤酒是一时大意 那么李长哥这一世后 再也没人敢存有侥幸心理 苏家神子 太强了 他们甚至心里有些佩服 族中仙辈于是之前的天骄们 若他们面对的苏家 历代神子 都是像苏一仙一般的人物 当真是令人心生绝望 亡元眼神闪烁 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走上前 朝着苏一仙抱拳说道 苏兄实力在下自愧不如 此处藏地之中的大帝传承 恐怕是除了苏兄以外 没人能够争取 既然如此 留在此地也没有意义 我王元便先行告退 返回王家 王元的话 更是让在场诸多古族天骄们 心中一震 就连王家王元都自愧不如 想要放弃这大帝传承之争吗 苏一仙微微有些诧异 这件事和自己说做什么 见对方眼神之中的敬畏与诚恳之意 苏一仙看着王元点点了头 他不知道的是 在李长哥败北的那一刻 王元便从心里打定了主意 不再争夺这大的传承 他们王家也算半个老牌势力 大帝传承可有可无 对于他来说 真正的战场 是在未来的成帝之战当中 而非现在 在此之前 一切都不足与地位相提并论 可刚刚从苏一仙所展现出的实力来看 哪怕是自认不弱于任何同境界之人的王元 也隐隐有些道心不稳 王元自认 与苏一仙交手 他的下场 不会比赤酒李长哥好到哪里去 最多撑过一两招 若是在此处 像李长哥一般 被击碎了道心 那么便再也无望成帝之争 王元看了一眼地上失魂落魄 凄惨无比的李长哥 此时的李长哥 眼神晦暗无神 正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破灭剑 王元心中 难免涌出一股吐死狐悲的感觉 他知道 经此一战 日后的地位之争 又少了一位对手 此人渐心破碎 若是无法从这次失败中走出 恐怕此生都将活在苏一仙的阴影之下 止步于此 赤酒却不这么认为 他不悦地上前大喝道 你在搞什么呢王元 这大帝传承人人可多 你这是怕了 一让再让 还算什么鼓足添交 赤酒虽佩服苏一仙的实力 但他与王元不同 他属于欲挫欲勇的那一种 王元看了一眼赤酒 深吸一口气 朝着身后一众鼓足添交道 诸位 这次秘境之争 我王家退出了 实在抱歉 这话说出来 并没有添交嘲笑 他们很清楚 王元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甚至其中不少鼓足添交 也与王元一般 打算退出 我等自然是尊重王兄的决定 只是我秦家不似你王家 底蕴丰厚 这大帝传承 我秦陵还是想要试一试 王兄 我陈家也退出这次传承之争 不就一处大帝传承而已 只有成帝之战 才是我等的最终归宿 我退出 我也退出 赤酒看着眼前这群天骄 其中只有少数底蕴不深的古族 还是准备留在此地 大家本就将此次当作一场历练 并未太放在心上 却想不到这苏家神子的出现 将所有人的骄傲给击碎 这种深深的无力感 是连族中 神子都不曾带来的 恐怕除了江 鸡两族 在苏道靖这个境界里 没有人可以与苏义先一战 赤酒气愤无比 他看着王源 呵斥的 要走你们走 不就是怕输吗 老子赤酒 从来都不畏惧强者 一群胆小鬼 这话无疑是戳破了 其他古族天骄的脸面 有天骄面色难看到 赤酒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口口声声说这么厉害 还不是苏家神子一和之敌 王源皱了皱眉头 扬起手道 好了 他知晓 赤酒不是心思复杂之人 也正是因为此 赤酒才并不会如李长哥一般 而对于他们来说 一次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两者之间令人绝望的战力 甚至提不起一丝战斗的决心 王源转身看向苏义先道 苏兄 若是有空 可来我古族王家做作 我王源必亲自接待 苏神子 还有我古族陈家 在下可将祖姐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还有我 准备离开的一众古族天骄 纷纷上前说道 对于这群人 苏义先也没有太大的偏见 朝着王源说道 苏文王家无始境悬傲无比 若是有空 我会去的 王源听完一喜 道 好 若是苏兄前来 不醉不归 苏兄 后会有期 就这样 以王源为首的古族天骄 捏碎了浮路 离开太皇藏地 而以赤酒为首留下的古族天骄们 准备朝着树老所说的东南方向出发 赤酒上前说道 苏神子 我赤酒是个粗人 这大地传承 也想争上一争 看着眼前一脸认真的赤酒 苏义先不由觉得有些好笑 轻笑道 地极秘境 人人可争 我又何曾说过 要独吞这处藏地 况且 五古族苏家 又怎会在意 这一两个大地传承 自己又不是傻子 犯不着为了一个得不到的大地传承 去得罪一群古族世家的天骄 赤酒抱拳 与最后一批古族天骄们 也离开了青石村 从始至终 都没有人去看地上的李长歌一眼 此刻在李长歌心里 所想的 依旧是那对古老威严的金色双铜 苏义先恐怖的实力 令他心生绝望 甚至在一时间 让他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 李长歌不知道 自己此生有没有望战胜此人 但求生的本能 还是让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了传送福路 眼神怨毒地看了苏义先一眼 离开了此地秘境 苏义先对此并未阻止 此人天命值还有一些 而且从他人生剧本看来 他的兄长李太白不出意外的话 也是一位天命主角 在地战中 还有空霞能够替李长歌 再夺一枚帝格 其天命值 必然不在李长歌之下 而这般古族真正的妖孽 才是值得自己注意的存在 跟李太白相比 之前这群人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 苏义先眼神闪烁 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树老走到苏义先的身边 笑着说道 小友可是想到什么开心事 苏义先摆了摆手 看着树老道 前辈 应该无人会再来打扰青石村了 我与李尔也该走了 毕竟 让苏义先此刻惺惺念念的 是那位万皇纪苍天神体的目的 苍天神体的霸道 他深有体会 实在是想不出 这般强大的体质 会有何弱点 惜败太皇 苏义先忍不住问道 树老 那位万皇纪的苍天神体 究竟是何人 树老笑眯眯地盯着苏义先道 此人姓龙 名叫龙无命 太皇葬帝之外 王家大能 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苏延 见他一脸自信的模样 忍不住询问道 老延 这次你苏家到底是来了何人 怎么看你这模样 好像这大帝传承圣圈在卧一样 这次秘境 巫族小辈王源 可是我王家苏道境之中 最为强的存在 吴史经更是修炼到了 第四重化缘的境界 身材高大壮硕的赤家大能 大大咧咧咧道 这苏延老头 总是藏着掖着 这次我赤家来的小辈 可是老子最喜欢的一个孙子赤九 颇有老子年轻时候的风范 我孙儿性子火爆 可别在这秘境之中 把你苏家添交给打了呀 秦家大能也是抚须孝道 老夫倒是听说 苏家前些十日 封了个硬捷径的绳子 赤家大能一愣 疑惑道 还有此事 硬捷径被封为绳子 众多大能好奇地看向苏延身旁 面容俊美邪气的苏邪 他们都知道 这一代苏家绳子本是苏邪 只不过 此人因为犯了错事 才被废除绳子之位 逐出苏家 也不知道 此人听闻硬捷径 便继承绳子之位 会作何感想 苏延盯着那处紫色漩涡 淡淡道 你们这群老不死的 天天警帮我苏家做什么 这绳子之位 乃老祖清定 我苏家这一代绳子 虽是硬捷径继位 但却是能踏过登天路十二层的妖念 说到这 苏延脸上闪过一丝傲然 无族神子这一世之强 是历来从未有过的 这一世的大地之争 必有我族神子一位 苏延身旁的苏邪 听闻挑了挑眉头 显得有些诧异 登天路十二层 当年妖孽如他回族之时 也不过踏入不朽到十一层 想不到这一代的神子 竟然能够通过十二层天路 倒是有点意思 苏邪笑着喃喃道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旁那些古族大能 虽然知晓苏家登天路 但并不清楚登天路的难度 也没有多加在意 反倒是打趣 哦 听老爷你的口气 这一世 你们苏家神子 倒是挺强的呀 就是不知比起无族神子王玄 两人之间谁比较强 王家大能笑道 王家王玄 大帝王藤之子 更是身怀先天无实体的绝世妖念 陈家大能道 我陈家这一世小辈之中 最强的妖念 虽然是位女流 但其天赋也算得上是古今无一 如今修为天地静 更是直逼长老 苏家这位新神子再强 想必如今也不过是登天静吧 李家见修大能道 我李家神子李太白回族后就曾称赞 古族陈家女修陈月玄 身怀太阴体颇为不凡 不知可是此人 听闻有人夸赞族内神女 陈家大能笑道 正是 回头一看 却是李家之人 他冷哼一声 拂袖道 这与你李家何干 本想试好一番 却碰了一鼻子灰 李家大能一时语色 脸色难看 也没有再说话 此时 紫色漩涡突然流动 有大能见状道 这么快就有人出来了 是谁家弟子 所有人一时间看去 此地紫气并无波动 也就代表着 大地传承 还会被人夺取 这么一点时间出来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有天骄退出了 世家那位眼睛瞪的老大 握拳说道 这秘境之争 又非你死我活 若是我家赤酒这么快出来 老子非得揍死他不可 本就是让族中年轻一辈 新生带前来历练 顺便结交其他古族之人的 大家心里皆是有默契不动死守 哪怕是争夺 也是多以切磋为主 就算是败了 也不至于直接退出 这处大地秘境啊 众多古族大能 紧盯着紫色漩涡 只见一道身影 从中走出 见来人 王家大能王云 有些难以接受到 王云 你为何这么快就出来了 王云气得吹胡子瞪眼 就在刚刚 自己还吹嘘 自家小辈王云的出色 可转眼间 便被传送出了这处秘境之中 这啪啪的打脸 让他脸上有些挂不住 不说别的 来的这群古族年轻小辈 他或多或少都知晓一些 自家王云在一行人之中 绝对算得上最出色的一两位了 其他大能见状 皆是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自己小辈 也被送出来了 是王家的啊 那没事了 可转眼间 王云身后 又是数个身影 从紫色漩涡之中出来 足足有数十位之多 这些古族天骄身后的长辈们 皆是一脸震惊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两个人退出还好说 可这么多人从这地境之中出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这一下都坐不住了 纷纷上前问道 陈昊 你怎么也出来了 孙和生 你怎么也出来了 李家大能见自家李长歌 不在人群之中 面带讥笑 心中不屑道 这些老牌古族势力 新一代也不过如此 苏妍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 掏了掏耳朵 朝着王家大能笑道 老王 刚刚你说什么来着 我好像没听见 什么王家天骄来着 王云瞪了他一眼 朝着王元问道 王元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们都出来了 可是遇到什么大帝 所留下的手段了 王元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神情自若的苏家长老 苏妍一眼 朝着自家长老道 不是 是我等在秘境之中 遇到的苏家神子 苏家神子 王云脸色一变 转头看向笑盈盈的苏妍 问道 这次递境 是你苏家神子来了 这是他们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要知道 古族之中天骄无数 而神子却只有一位 其天赋与实力 必然是年轻一辈最强的 此处秘境最高 只能进入苏道境 各族神子最低也是化灵境 自然是不会来此处 之前众人还在讨论苏家这一世神子 想不到 他刚好就在这地境之中 不是说 苏家神子才应洁净吗 王云眼神闪烁 盯着王元询问道 王元 这件事 你好好与我说说 王元点点头 将在地境中发生的是 一五一十的如实奉告 却唯独少了李长歌 王云听完后 眼神古怪地扫了一眼 出来的古族天骄们 道 这么说 你们是因为自知无力 与苏家神子争斗 所以就 选择退出地境之争了 这算什么事 赤家大能听到王元所说 一脸不幸道 吴孙儿可是觉醒了赤红魔元体 更是修炼的无足霸日玄弓 体质强悍 怎么可能被苏家神子一拳打败 就连自家人王云 都有些不相信王元所说的话 凝视着他沉声道 王元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李家健修忍不住嘲讽道 只是因一个苏家神子便畏惧地退出秘境 如此心性 怎能参加成帝之战 修炼之行 讲究的本就是一往无前 若是无足天骄李长歌 必然是不会不这儿退的 王云皱了皱眉头 道 你什么意思 苏家那位都还没说话 怎轮到你一个新晋家族开口 李家大能笑道 怎么 王家的度量便只有这些吗 何况老夫说的也是事实 眼看两人便要争吵起来 王元赶忙招手阻拦道 王长老不可 他脸色古怪地看着那位李家大能 因为他刚刚没有说李长歌的下场 就让这李家大能误以为自家李长歌还在秘境之中 王云本就心情不好 有些不悦道 为何 雨落间 紫色漩涡颤动 一个狼狈不堪 满身伤痕之人 从中颤颤巍巍地走出 此人伤势之重 令在场众多鼓足大能一惊 见来人 王云本来难看的脸色 一下子从阴转情 大笑道 哈哈 我当是谁呢 这便是你所说的李家天骄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长歌 李长歌右臂空荡荡地 他坚持着最后一点力量 来到李家那名大能身边 然后双眼一黑晕了过去 李家大能健壮 赶忙将其搀扶 不断送入疗伤丹药 面露焦急地问道 长歌 这是怎么了 你的右臂怎么没了 李长歌士族中 神子里太白之地 竟然在这秘境之中 被人斩了右臂 这是何人所作 远处的苏颜 见此也吃笑道 看来你李家的所谓的天骄 也不过如此啊 李家大能无视了耳旁苏颜 与王家大能的嘲讽声 他怒视着王源一行人 韩生质问道 吴族李长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你们无一人告诉我 王云户在王源身边 瞥了一眼 壮若凄惨的李长歌 笑道 气息紊乱 道心破碎 你李家这位天骄 恐怕这辈子就止不于此 李兄 吴知道 你生气 但也不至于对一众小辈发脾气啊 身后的王源 略显歉意地上前 抱拳道 李家前辈 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下也是 刚刚才想起来 长歌兄当真是无愧天骄 与苏家神子发生了一点矛盾 主动挑战 被苏家神子 一招斩断手臂 这话半真半假 王源并没有说出 是苏义仙霸道的 主动要留下其手臂 而是李长歌不知死活挑战败北 算是卖了苏义仙一个人情 又是苏家神子 众多大能听闻后 眉头紧锁 目光大为所振 他们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苏妍 见他一脸平静 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一般 而李家大能张了张嘴 脸色显得难看无比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妍 寒声道 好 苏家 小辈之斗 下如此狠手 我李家 记住了 说完 便抱起李长歌 消失在了沧海祖地之中 太皇葬地 雾海森林中 地白一脸警惕地 拨开一处密集的灌木丛 朝着身后的苏义仙与梨儿招了招手 说道 快过来 苏爷爷 说的大石碑 就在前面了 苏义仙看了眼四周 一路平静无比 他感知了一下 这片雾海森林最高的猛兽 也不过生死静 自己只不过是散发了一丝 速到静的威压 便没有猛兽感靠近三人 苏义仙有些疑惑地说道 小白 听树老说 秘境在东南方向 你可是带错了路 前方的地白挠了头 有些奇怪地说道 没走错呀 苏爷爷说 让我带你来大石碑呢 就是这个方向 苏义仙恍然间明白了什么 脑海中 想起树老笑盈盈的表情 忍不住失笑道 这树老可是个人惊啊 按地白所说 显然是树老骗了赤酒那群人 让他们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可怜这群傻孩子 还感激无比 苏义仙拉着梨儿的手 看了看他 轻声问道 累了吗梨儿 要不要哥哥抱你 梨儿摇了摇头 看了看别别的小肚子 撅了撅嘴 娇声道 不累 就是肚子有些饿了 想吃包子 苏义仙笑道 好了 等回去就让苏求苏命那两个家伙去给你买 地白回头道 快点呀 苏大哥 梨儿姐 这里猛兽可是很多的呢 说到这 地白望了望四周 小脸有些疑惑道 怎地一个猛兽也没见着 难道是 他们都还在睡觉 苏义仙拉着梨儿走上前 笑道 说不定呢 只是小白 树老所说的大石碑 是为何物 地白想了想说道 这大石碑我小时候便见到了 还经常在这里玩呢 说来也奇怪 每次一坐在那 我便感到有股熟悉的感觉 一睡就能睡好久 而且还会做一些奇怪的梦 难道那大石碑 就是你们口中的什么机缘 苏义仙沉思了一会 说道 做梦吗 他看着地白 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个奇怪的想法 这地白 不会真是太皇所活出的第二世吧 苏义仙摇了摇头 道 可能是吧 一切还得见过后再说 地白看着苏义仙 有些犹豫的 还想要说些什么 支支吾吾的 苏义仙察觉到 眼前这个小男孩的异样 询问道 怎么了 地白捏了捏小拳头 抬头目光灼灼地 直视着苏义仙道 苏大哥 你能不能教我之前 打败那群人的法术 我也想要变得像苏大哥 你一样强 这样就可以保护 青石村里面的村民了 他也不是不安事事 他知晓青石村村民 与人族的不同 人族似乎将他们当作猎物 就像是自己狩猎童一般 树爷爷说自己是天地间 最后一株剑草 以后会变得很厉害 可地白却不觉得 在见到苏义仙一人的强大后 地白也萌生出了 想要修炼的想法 眼中有些灼热渴望地 看着苏义仙问道 可以吗 苏大哥 苏义仙一愣 轻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我所修炼的功法 不适合你 他没有撒谎 自己现在 所使用的神通 皆是苍天神体本身 所带来的力量 哪怕他是苏家神子 足中地精繁多 现如今的苏义仙 也依旧没有找到一门 适合自己苍天神体的功法 地白眼神中 闪过一丝失望 难难道 这样啊 苏义仙安慰道 不过小白 你也不必心急 只要找到那处石碑 那里有适合你的功法 本来有些神情低落的地白一听 小脸一喜 握紧两个拳头惊喜道 真的吗 苏大哥 苏义仙点点头 再知道自己 也能够修炼后的地白 更是来了劲了 山路多崎岖 他一路小跑在最前方 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找到见过无数次的石碑 虽然不知道苏大哥为何这么说 但是对方一定不会骗自己 地白总觉得 自己与苏大哥 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就好像曾经两人见过一般 约莫走了一个时辰 三人总算是见到那处石碑 地白指着石碑喊道 苏大哥 快来 就是这个 苏义仙拉着梨儿上前 在他视野的前方 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区域 与经过的雾海森林不同 此地空旷无比 杂草肆意生长 一座有五六米长宽的灰褐色巨石 正静静地处立在那里 古朴 苍凉 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块巨石 仿佛已经屹立在此处数万年之久 那巨石暗淡无比 有些破损 石碑底部长满青苔 在巨石身后 是一座连绵不断伟岸的山峰 那山峰围绕着整个太皇藏地 隔绝一切 到这里 便也算到了太皇藏地的尽头 地白正站在石碑旁 呆呆地望着那块巨石碑 只要来到此地 无论是有任何烦心事 都会一如既往地变得宁静 安详 苏一仙来到石碑处 他轻抚过粗糙不平的碑身 内心平和 难难道 这便是埋葬太皇的地方吗 与想象之中的不同 这里并未有雄伟壮阔的寝铃 也没有任何太古异兽的看守 若非是从树牢口中所说 苏一仙甚至会认为 这不过是一块天然的巨石 梨儿好奇地打量着石碑 他两只小手摸在石碑上 忽然感觉到了一处凹凸不平的区域 将石碑上古的青苔擦了擦 被梨儿擦拭过的区域 上面镌刻着一段密密麻麻的明文 经历无数岁月的沉淀 明文早已有些模糊不清 梨儿看着滑腻腻的小手和明文 皱了皱眉头 嘟囔道 这是什么 地白看了过去 他揉了揉眼 瞪着那段文字说道 还有字 为何我从未见到过 那段明文 好像是万皇纪时期的文字 地白凑了过去 紧盯着那段文字 心里莫名涌出一股熟悉感 竟然鬼使神差得喃喃道 万皇纪 地金语 地金语 苏一仙听闻一惊 他看向地白道 小白 这明文你能够看懂 地白挠了挠头 有些摸不着头脑道 好像是能 苏一仙一喜 让地白将这段明文读给他听 这段万皇纪的文字 大概记载了一下太皇的生平 以及此地所埋葬之人 足足有数十位之多 他们都曾经是太皇的劲敌 而其中一个名字 引起了苏一仙的注意 那便是树脑口中的 苍天神体龙无命 地白抬头看着苏一仙 有些疑惑地说道 石碑上所说 这里所留下的东西 是太皇为一个 十万年后的故人 而准备的 虚纳人本尊或者子嗣 亲自前来滴下鲜血 方才能开启 此地设有石绝仙阵 若是墙闯 必然粉身碎骨 身死倒影 地白皱着小脸 喃喃道 只是这太皇帝 金羽是什么人 上面记载的 好像与我一样 也是剑草 苏一仙沉思道 故人 他看了一眼地白 心中有些许不解 按照树脑所说 这应该是为地白 所留下的传承 苏一仙道 小白 你滴一滴鲜血试一试 地白虽然疑惑 但还是乖乖地照做 拿下背后背负的剑矢 轻松戳破了手指 一滴灵气十足 充满剑意的血珠 从指尖滴落在石碑之上 石碑忽然轻颤了一会 三人皆是感觉到了脚下的震动 只不过仅仅是片刻 石碑又恢复了之前平静的模样 矗立在原地 地白有些神情落寞地说道 看来我不是有缘人 梨儿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顽心大起地说道 梨儿也想试试 说完便小心翼翼地咬破了小手指 小脸有些难受 可能是咬得太轻了 梨儿使劲挤了一会 才勉强挤出一滴鲜血 与地白不同的是 地白好歹能够引动石碑 可梨儿的血滴下 石碑甚至连洞都没洞一下 梨儿气呼呼地踢了石碑两脚 不开心地来到苏一仙身旁 苏一仙安慰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地白不行 梨儿也不行吗 苏一仙看着石碑暗暗想到 梨儿忽然抬头说道 哥哥 要不你试试 地白一听 也是期待地 看着苏一仙道 对啊 苏大哥 你也试试看 说不定你就是有缘人呢 苏一仙点点头走上前 他不抱什么期待地 用真气划开手指 因为苍天神体的缘故 苏一仙的血是淡金色的 那血液之中 蕴含着古老狂暴的力量 当那低血液 溅起于石碑之上 那石碑忽然爆发出一道 闪耀无比的白色光芒 冲天起 脚下的大地 与整个山体 竟然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石碑身后的山脉 更是不断滚落着碎石 随着那巨石碑的晃动 像是牵动了整个太皇藏地一般 大地的晃动 让东南方向的赤九 与古族天骄们 目光震撼地 望着北边天空中 那一道伟暗的白色光柱 赤九难难道 这气息 莫非是大地传承 青石村的村民们 也躁动了起来 这是发生什么了 怎么回事 树老此刻 正看着雾海森林的方向 苍老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光亮 他看着身边的沙石道 太皇藏地一开 我等也差不多该走了 随着北方天空中 那耀眼的华光消散 苏一仙目光触动地 望着石碑后的山脉 无数巨石滚落 那山脉竟然凭空出现了 一道数十米之高的宏伟巨门 巨门用黑色的玄铁胶筑 上面充满着神秘的纹路 正静静地敞亮而开 像是在迎接什么人的到来一般 而那处荒凉古朴的石碑 竟然在不知何时寸寸碎裂 变成了一块充满着灵气纹路的 巨大玉石 玉石碧波流畔 霞光盈盈 散发着浓郁无比的灵气 此地一时间变得雾矮阴晕起来 宛如仙境 先天神域 看着这震撼的一幕 地白手指狂抖地指着那处巨门 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 这这这 一道仿若来自亘古 苍凉幽远的泥南声响起 像是对老友的思念 又像是重逢故人的喜悦 这短短三个字中 包含着无尽的感情 传入了苏一仙的耳中 你来了 苏一仙瞳孔逐渐放大 他喃喃道 你们 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地白一愣 疑惑道 没有啊 怎么了苏大哥 苏一仙摇了摇头 收敛了一下心神 紧盯着这处巨门 说道 走吧 苏一仙踏入了这山脉洞府之中 山脉的内部 这里极为空旷 灵气稀薄 三人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经过一条宽敞的大道 前方的道路 忽然变得萌白一片 苏一仙再次停下了脚步 他似乎听到了 潺潺的流水声 虫儿的鸣叫 三人闯入 这宛若仙境一般的世界 映入眼帘的 是茂密翠绿的草质 衣衫棒水 不知是何处传来的光亮 照耀着此方世界 别有洞天 在这美不胜收景色的中央 有着一间古老的凉亭 而在这凉亭之下 竟有两人正在一子 地板小脸一惊 有些不可置信道 苏大哥 那里有人 正在一子的是一男一女 男子面容温润俊美 五指修长 身着轻衣 气质飘渺出尘 仿若与这方世界融为一体 举手投足间 都充满着大道神韵 而与他一子的那名女子 容貌绝美 却紧促着翘眉 迟时未下 苏一仙仔细看去 那名容貌绝美的女子 竟是消失已久的秦又霜 似乎感觉到的来人 秦又霜余光 瞥见了苏一仙三人 她脸色大喜过望 甚至顾不得手中正落的黑子 跑了过来 苏公子 而那位轻衣男子 转头看向苏一仙 两人的目光 就这么对视上了 轻衣男子的双眼 像是藏着岁月 从她的眼中 苏一仙仿佛感受到了 另一个时代的气息 秦又霜小跑而来 看着苏一仙 面容惊喜道 苏公子 想不到你也来到这里了 黎儿一见到秦又霜 便鼓起了嘴 扯了扯苏一仙的衣角 苏一仙看着眼前人 询问道 秦又霜 你怎会出现在此地 秦又霜此时的气息 已经达到了速到近 一身修为凝炼 苏一仙仔细打量了一番过后 竟然发现 他的根骨 不知何时蜕变 那所束缚 他的资质问题 竟然被解决了 苏公子 当日我被拉入这秘境之中 不知为何 就出现在了此地 只是苏公子 您怎么也进来了 秦又霜心中有些窃喜 自己虽误入了此地 但是却得到了天大的机缘 虽不是大地传承 但好歹也是告命静的一位 上古大能 毕生绝学 对于生在沧海皇朝 这一小国的秦又霜来说 本以为这辈子 能够达到束刀镜便是极限了 却想不到能够得到 告命静大能的传承 这是曾经的他 完全不敢想象的 而这些 都是因为眼前苏公子所带来的 若非是苏公子 自己甚至根本没有资格 进入这秘境之中 苏一仙没有说话 怪不得在藏地之中 找不到秦又霜 一进入藏地 便被传送到此处 当真是一步登天 看来他也得到了不少机缘 在古亭的那位青衣男子 走了过来 男子没走一步 脚下的花草便茂密一分 男子所散发出的气息 温和内敛 却又藏着一股 如同绝世宝剑一般的锋芒 蒂白看着此人 不由感到一股熟悉清静的气息 苏一仙微眯了一下眼 他能清楚地看到 眼前这个青衣男子 身体的若隐若现 虽与实体无异 但此人 是一缕神魂 他心中大概预料到了什么 苏一仙缓缓开口道 太皇 地金鱼 青衣男子笑了笑 没有否认 而是道 好久不见 苏一仙 眼前这个面容如玉 气质温雅的青衣男子 正是以一人之力 横压万皇计 击败苍天神体龙无命 夺取唯一地命的太皇 想不到 竟然能够在此处 见到太皇的一丝神魂 苏一仙一正 狮神片刻厚道 你认得我 地金鱼有些怀念地 看着苏一仙 缓缓道 多少年了 当年我还曾不幸 想不到你 确实没有骗我 地金鱼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小熟 紧拽着苏一仙的小梨儿 眼神柔和 笑着打趣道 怪不得 看来从小便是如此 苏一仙想查看一下此人的剧本 可不知道为何 或许因为只是一缕神魂的原因 地金鱼在他眼中 就如同一片混沌 无法观视 苏一仙眼神闪过一丝警惕 地金鱼摆了摆手 挥手间 原地便忽然拔高起一座凉亭 这种近乎于造物的力量 让苏一仙心中一惊 地金鱼坐下 笑着说道 不必如此警惕 无不过是一缕神魂而已 对你并没有什么威胁 苏一仙有些摸不清 对方到底想要做什么 道 一缕神魂 地金鱼点头笑道 很奇怪吗 达到天地静后 便能流魂 哪怕是肉身消亡 只要这一缕神魂所在 依旧能卷土重来 而无身为大地 若是无想 更可流魂无数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道 既有如此通天手段 为何树老会说 此处是你的藏地 世界术啊 地金鱼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苏一仙 随后说道 无不过是太皇的 一缕神魂而已 留在此地 不过是 为了等待一个人 所知晓的记忆有限 地金鱼看向这方天地 笑道 或许是死了吧 毕竟无身为剑草 诞生于天地 死后也自然要重归故土 一旁的晴佑霜 听得一头雾水 满是不解地看着苏一仙 苏一仙看了眼地白 发现地白与地金鱼两人 眉宇间竟然有些出奇的相似 地白就像是幼年的地金鱼一般 苏一仙一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笑了笑 将地白拉来 说道 可是因为他 地金鱼面色平静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苏一仙的身前询问道 何人 苏一仙一正 他将地白推上前 说道 他与你一样 同为剑草 更是在你藏地内所诞生 来是天地间最后一株剑草 术老告诉我 你所留下的太皇传承 便是为他而留 地金鱼皱了皱眉头 因为在他眼中 肠内只有苏一仙 黎尔两人 此地却有太皇传承 于无死后所诞生的剑草吗 地金鱼四想到了什么 笑盈盈地说道 或许眼前真有你所说的那位剑草 不过 我看不见他 什么 苏一仙一惊 怀中的地白更是如此 地白上前想要触碰眼前 只感到清静之人 可当手一触摸 便穿过了地金鱼的神魂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同族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甚至是地金鱼后裔 地白叫喊道 喂 喂 你看不见我吗 地金鱼却像是没有听见一般 坐在那 仍旧是笑盈盈的模样 一旁情幼霜的表情 跟见了鬼一般 他美眸震撼得无以复加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上前朝着地金鱼喊了两声 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应 一时间通体冰寒 自己竟然与那小男孩一样 对方根本看不见自己 这不可能 但若是看得见自己 那自己这么多日地与他一子 为何在这过程中 他从未说话 地金鱼摇了摇头 轻笑着开口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是万皇纪 你们可以理解为 太皇动用了无上神通 将这里的时间给封存了 而五只不过是万皇纪时期 太皇所留下的一缕神魂 所能注视的 也只有过去之人 与你口中所说的那株剑草 应该是后世之人吧 苏毅先看了看秦佑霜与地白 他目光为之所振 心中正在细细咀嚼着 帝金鱼之言 目光闪烁 那为何 你能看见我与离儿 帝金鱼笑道 你们不一样 老实说 我也不清楚 太皇到底要做些什么 终归到底 我也只不过是 他万皇纪的记忆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 太皇成帝后所做的 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 便是运用无上伟力 开辟了这方天地 隔绝时间之外 而第二件事 便是前往浑渊之息 只是令我奇怪的是 他并未提及你口中所说的剑草 想来 这应该是万皇纪之后的事了 帝金鱼有些恍然道 自我出现以来 便一直在思考 太皇所留下的这道传承是为何 想必 也与你口中所说的 那株剑草有关 说到这 帝金鱼大手一挥 这方青山绿水的天地 逐渐消散 几人所处的凉亭 也随之消失不见 本来郁郁葱葱 青山绿水的世外桃源 在眨眼间 便便回了一个空荡荡 漆黑无比的巨大的洞府 洞府闪亮着微弱的烛火 帝金鱼与苏义仙梨儿 不知何时出现在此 而此时的帝白与秦幼霜 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 给阻挡了一般 他们站在原地 有些疑惑对视一眼 苏 大哥呢 苏公子 两人有些手无足策 此时的苏义仙与梨儿 正在一处墓碑前 墓碑上镌刻着五个大字 龙无命之墓 这正是万皇纪苍天神体宿主 龙无命的藏地 他目光温和地看着苏义仙与梨儿 笑着说道 这便是太皇为你所留下的东西 在龙无命的墓地前 所摆放着的 是一柄暗淡无光的绣剪 而在旁 是一滴金光璀璨 霸道至极的金色血珠 金色血珠散发着一股古老 苍凉悠久的气息 似乎感受到了苏义仙的存在 那滴血珠 竟然在欢悦地跳动着 那滴血珠 正与当年龙尘玉佩中的一般无耳 苍天之血 苏义仙心中翻起惊涛骇浪 眼神震撼 第二滴苍天之血 这怎么可能 梨儿看了看苏义仙 又看了看那滴苍天之血 眼神满是好奇与不解 像是使用完了神魂之中所有的力量 帝金羽的身形 隐隐有要消散的架势 他看着苏义仙 道 这个目的是太皇的速敌龙无命之目 苏义仙强压下心中的惊骇之情 问道 这是龙无命的苍天神体 帝金羽点点头 道 树老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当年若非因为某种原因 太皇甚至不一定能够夺取地命 古神体虽然霸道 但是其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便是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质 苏义仙异经 道 什么意思 帝金羽 古神体 分为过去 现在 未来三种 你所拥有的古神体 为未来 龙无命 为过去 帝金羽面色平静道 而使用不完整古神体的代价 便是当苍天神文遍布全身 到那时 便是你的死期 苏义仙心中一惊 他看了看自己脖梗间的苍天神文 起初他不过以为是苍天神体的原因 可如今 在帝金羽的口中 这却是催命的俘虏 帝金羽却不在意笑了笑 凝视着苏义仙 眼神锐利无比 还记得我与你所说 这方天地隔绝时间吗 这方藏地的时间是万皇纪 太皇为你留下的 是身为过去龙无命的苍天之血 而你所拥有的 是万皇纪后 未来的古神体 两者结合在此 便为现在 苏义仙听闻 瞳孔一缩 说到这 他的身躯上 散发出点点星光 这一刻 帝金羽眼中迸发出了摄人的金芒 他放声大笑道 苏义仙 自万皇纪时 太皇便花费数万年 做下这一切 不属于这方天地 不存在任何规则之内的 一个完整的古神体 作为太皇万皇纪时期 所留下的一丝神魂 他存在于此 不知道多久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解脱式的微笑 轻声呢喃道 而我的任务 也完成了 说完 便如同一抹威风一般消散不见 只留苏义仙一人 正在原地 在地金羽消散过后 整个太皇藏地的 都瞬间变了一个模样 曾经的繁密茂盛的雾海森林 变成了一堆堆枯萎的树枝 那群所谓的上古异兽 都变成了一具具枯骨 天空变得没有颜色 大地一片破败与荒凉 唯有曾经的青石村 依旧存在于这片苍茫无垠的土地之中 宣示着曾有生灵聚聚于此 只是 青石村也空荡荡地 树老与一众村民 不知在何时离去 都是由这一缕神魂而出 而神魂的存在 又是为了等候一个 消失十万年之久 来自未来的故人 他们的使命完成了 赤酒等古族天骄 被一股力量 推出了这方天地 苏一仙正正看着眼前的目的 不知为何 在地金羽最后一缕神魂消散后 他心中莫名涌出了一股悲凉之意 小丽儿扯了扯苏一仙的衣角 轻声喊了一句 哥哥 苏一仙眼角 不知何时 竟然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泪痕 苏一仙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有些疑惑 自己为什么会哭 像是很多年未见的老友离去 梨儿在旁抱住了苏一仙 小声说道 梨儿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很难过 苏一仙目光凝视着眼前龙无命的目的 想起地金羽与树老所说的话 他们好像很早以前就认识自己 苏一仙摸了摸梨儿的头 缓缓道 没事的梨儿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 我想 我们还会再见的 苍天之血 像是有灵性一般 静静地飘浮到苏一仙的面前 梨儿注意到了 在苍天之血旁 那柄秀迹斑斑的剑 他小手抓起那柄秀剑 好奇地打量了一会 有些疑惑地 将这柄秀剑递给了苏一仙 问道 哥哥 这是什么 苏一仙接过秀剑 将那柄秀剑握于手中 秀剑竟轻微地颤动 发出欢乐的剑鸣之声 他能感受到 秀剑之中 藏匿着一道庞大的力量 那道力量并不排斥自己 苏一仙眼神微眠 于他心中 浮现出了一道道金色的古老名文 这柄剑 名吾皇 是曾经帝金羽的帝兵配剑 而在这柄秀剑之内 所蕴藏的 是太皇帝金羽毕生所修炼的功法 只可惜帝金羽所修炼的功法 唯有剑草方可修炼 看着这吾皇剑 苏一仙轻抚过剑身 难难道 这便是太皇传承吗 我会将你交给属于你的主人 将吾皇剑收好 苏一仙目光凝视着 那滴过去的苍天之血 尽管如帝金羽那一缕神魂所说 这枚苍天之血 是为自己而流 但令苏一仙不解的是 太皇这么做的目的 到底为何 哪怕是身为大帝 强行开辟出 这方隔绝在时间长河外的世界 其中所付出的代价 也一定不小 这涉及到了大道之外的规则之力 自己的苍天神体不够完整 都能有如此威能 若是真如帝金羽所言 完整的古神体需要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 想要变成一个完整的苍天神体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他偏偏就做到了 这处藏地 属于万皇纪 而他苏一仙 作为后世之人 身负的是未来的苍天神体 当过去与未来的苍天之血 发生碰撞 那便是现在 可以说 哪怕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 都无法成就完整的古神体 固然心中有诸多疑惑不解 但还是被苏一仙按压了下来 在帝金羽的神魂消失后 此地的空间 便开始不稳固了起来 大道规则 不容许这片规则之外的地界出现 此地的时空开始急剧变化 可以说 此地的每一分钟 都是千万年的改变 而此处太皇藏地 最终的结果 便是最后 淹没于时间长河里 苏一仙紧盯着这滴 来自过去的苍天之血 缓缓道 若是真如帝金羽所说 我的苍天神体是不完整的话 那么 我也想看看 完整的苍天神体 到底有多强 雨落 苏一仙一如当初 将这滴苍天之血 融入到了体内 这梅苍天之血 比曾经更为狂暴 猛烈 但令苏一仙意外的是 当这梅苍天之血 融入体内后 竟然变得温馴无比 体内的正在翻涌的 淡金色苍天之血 变得更为鲜艳纯粹 此刻的苏一仙 浑身散发着 浓浓的金色神芒 苍天神闻 弥漫了他的全身 在耳旁 古老的鼓中敲响 悠远庄重 古老的语言响起 在苏一仙脑海之中 无数道晦涩复杂的 古神语变得清晰 一道道来自 远古时期的记忆涌入 他看见天地间 一尊数千米之高的 金色巨人在咆哮 那巨人身上 缠绕着层层密布的 苍天锁链 在其周身 围绕着金色的战之大道 在那巨人的脚下 天地间 一切都宛若蝼蚁一般渺小 消失已久的 真龙真黄 盘旋于天空 脚下的大地之上 是满世上古时期的 凶兽生灵 而苏一仙 仿佛隔绝于此方天地 只是一个静静的旁观者 那金色巨人 一拳 便将天空击碎 像是遇到了什么 极大的恐怖一般 巨人又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咆哮之声 苏一仙紧盯着 眼前宏伟壮壮阔的一幕 同一瞬间 在他体内沉浸已久的 不屈地骨豹 发出了浓郁至极力量 他的骨鱼血 皆是被这金色巨人所触动 而那巨人身上 更是爆发出了 刺目伟岸的金芒 好 这宛若大道鼓中的 咆哮轰鸣声 令苏一仙眼前一黑 他的脑海里 不知何时出现一道 有关古神体的传承记忆 神缘古惊 苏一仙缓缓睁开双眼 他的金色双瞳 耀眼无比 逐渐退去平和 此时的苏一仙 神华内敛 气血澎湃 浑身散发着 古老威严的气息 站在那犹如一尊 从亘古而来的神明 庄严肃母 不容侵犯 从这一刻起 这方天地 将没有任何 关于苏一仙的印记 无论是在过去 将来的时间长河中 还是大道之下 无论是何等大能 都无法窥探其的存在 完整的古神体 苏一仙轻轻迈出一步 一瞬间 无数道苍天锁链 顷刻间覆盖此地 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 变得只剩下灰白之色 梨儿在旁好奇地 看了看哥哥与自己的小手 紧接着 苍天领域消散 苏一仙感受着体内的 所消耗的真气 这一次 对比起上一次 使用苍天领域后 真气大幅度减少 不光如此 就连领域的距离 也扩大了不少 从原先的一秒 变成了足足三秒 这便是完整的 苍天神体吗 苏一仙难难道 在融合了那低 苍天之血后 古神体本身的传承记忆 也保留了下来 满是古神文的神源古经 源自于苍天神体 古老记忆中 最适合自己所的修炼功法 其玄傲程度 对比起地精 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一仙看了看 自己手上弥漫的苍天神文 如今的他感觉 哪怕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名不死静 自己也浑然不惧 自己拥有世界术幼苗 所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真气 若是真将苍天领域 使用到极致 苍天藏土存在的时间 能够超过十秒钟 融合了龙无命的 苍天之血过后 自己现在可以毫不顾忌地 使用苍天神体之中的 大神通之术 甚至连修为也一并突破至了 速到近九重 苏一仙不由心情大好 他眼神闪烁 若非此地开始变得不稳定 他甚至想将最适合 苍天神体的记忆传承 神圆古今给一并修炼 苏一仙拉起铃儿的小手 笑道 铃儿 我们也该走了 小白他们还在外面呢 太皇藏地开始破碎 天空之中 遍布着层层裂缝 那裂缝汹涌无比 蕴含着天地间 最为神秘的伟丽 时间 时空裂缝中 正不断闪过各个纪元的画面 有无数凶兽在厮杀 有人族之间发动的争斗 甚至连万界 与浑渊之戏的那场惊天巨变 也从那裂缝中闪过 外面的那枚先天神域 不知何时破碎 太皇藏地 犹如正在穿梭时间长河的灵中 地白看着天空中 不断一傻式的画面 口中喃喃道 这是什么 秦佑双望着天空那一道道窟窿 美眸中也满是震惊之色 此时 耳旁传来苏一仙的声音 都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该走了 两人一愣 沿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地白见来人脸色一喜 小跑过去道 苏大哥 梨儿姐 你们总算是出来了 当见到苏一仙时 秦佑双一愣 苍天神体完整过后的苏一仙 此时散发的气息 更加尊贵神秘 秦佑双光是看上一眼 心中就不由升起一股膜拜之情 苏一仙身后的梨儿小手 抱着一柄锈键 苏一仙看着天空中的一幕 眼神凝重 地白在旁开口道 苏大哥 这里是怎么了 那空中 自小生长在此地的地白 自然是没有见过这般画面 秦佑双虽然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也能感觉到 此方秘境的波动 恭敬地说道 苏公子 看来这里不能久留了 苏一先点点头 地经与神魂消失后 这方藏地 重新出现在了大道眼下 大道自然是不容许 有时间长河之外的存在 所以 此地正被一股伟力推动着 急速掠过各个纪元 如若不赶紧出去 只怕众人最终将会淹没在 时间长河之下 等等 苏一仙似乎想到了什么 目光变得有些玩味的难难道 若是在此时 通过那时空裂缝 自己是否能够 去到曾经的纪元 虽然越想越有这个可能性 但如今的自己 只不过是速刀进的实力 哪怕是真进入 那时空裂缝之中 恐怕也会瞬间生死到消 地白看着天空越来越大的裂缝 神色变得有些焦急道 苏大哥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树爷爷他们 还在村子里呢 苏一仙点点头 将狸儿手中的那柄绣剑 交给地白 盯着他沉声道 小白 还记得我说过 这里有适合你的功法吗 地白一头雾水地 看着手中的那柄剑 疑惑道 记得 苏大哥 这是什么 苏一仙倾笑道 这柄剑中 便有属于你的功法 地白有些不明 所以 看着手中那柄绣剑 那柄绣剑 忽然发出一道道滑光 原先绣迹斑斑的剑 竟然变得光洁 锋利无比 吴皇剑剑身轻颤 化作一道流光 进入了地白的眉间 地白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他不可思议地摸了摸自己的眉头 惊呼道 这 这柄剑去哪了 这太皇传承 又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秦佑霜 有些艳羡地 看了一眼地白 他知道 苏公子赐予这小男孩的 必然价值不菲 苏义仙笑了笑 道 这是属于你的东西 你要将其保管好 知道吗 地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之前因为藏地的规则 不允许踏空而行 当这片天地破损后 一切规则不复存在 苏义仙一行人 很快便来到了青石村 看着眼前空荡荡的青石村 地白不断地呼喊着 术老 沙大叔 小红 你们在哪 地白面色慌张 喊了许久 却不见一人回应 苏义仙像是早有所料 他知道 树老临行前的意思 他们不想带着地白离开 而地白身为剑草 与他们不同 地白神情落寞 有些失魂落魄地 走在青石村的每一个角落 树爷爷 你们在哪 苏义仙看着眼前的一幕 上前安慰道 小白 或许树老他们已经离开了呢 地白听完后 神色一亮 他抬头看着苏义仙 眼神有些湿润 询问道 真的吗 苏义仙点点头 刚想说话 一旁的梨儿却娇声道 不许哭 大男子汉的 怎么能哭哭啼啼的 梨儿上前用小手 捏了捏地白的小脸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你可是天地间最后一株剑草 就连哥哥都说了 你以后会变得很厉害 很厉害 怎么能在这里就哭了呢 地白愣了愣神 看了看苏义仙 随后又看向梨儿道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们这里的世界就要破碎了 树爷爷他一定是带领着青石村村民们先离开了 他们肯定是去了外界 小白 你不是刚好想去外界吗 跟我们走 到时候 你一定能见到树爷爷的他们的 梨儿认真地说道 地白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显得有些犹豫 这时 在他脚边 一株翠绿枝条 轻轻飘浮而来 在那翠绿色的枝条上 挂着一只赤红色的羽毛 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 以及许许多多的枝叶花瓣 地白一正 他从那枝条上 感受到了许多熟悉的气息 这是 树爷爷留下的 他将那枝条捧起 一道熟悉和蔼的声音 响起在他的耳边 正是树老所留下来的传音 小白 当你看到这个消息时 不必难过 爷爷 我与一众青石村村民们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所以就已经离开了 而小白你身为 天地间最后一株剑草 属于你的 是外面更加精彩的事件 去吧 孩子 若是有缘 或许还能再次相见 地白正正地站在原地 他将那枝条抱在手中 眼神逐渐地变得坚定 苏毅仙静静地看着他 他能从那枝条之中 感受到其中藏着一道 令他都十分忌惮的恐怖能量 而那枝条上所悬挂的 也皆是青石村村民身上的东西 这是树老与青石村村民 最后给地白留下的保命之物 苏毅先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该走了 小白 地白像是下定了决心 重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的太皇藏地外 所有古族天骄都被传送了出来 他们与族中大能 依旧留于此地 还未离去 这些古族大能们都想看看 这古族苏家当时神子 究竟是何模样 那紫色漩涡突然扭曲了起来 逐渐缩小 俨然有要消失的架势 苏颜见状皱了皱眉头 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道 无族神子 怎么还没出来 王家大能王云目光闪烁 他凝视着那处紫色漩涡 似想到了什么 难难道 这大地秘境 好像有点不稳定的样子 莫非是苏家神子 已经得到大地传承了 众多大能也都想法各异 这时 苏邪轻笑道 我劝各位前辈 还是不要多想 秘境之争 各凭本事 即是我苏家神子 夺得大地传承 诸位还留于此地做什么 说话间 苏邪身上散发出了一缕气息 在场众多古族大能 皆是面色一变 神虚境 王家大能王云哈哈笑道 想不到苏邪 你竟然突破到了神虚境 不愧是被无族神子王玄 视为宿敌的妖念 这一是苏家神子两代妖念 当真是让我等汗颜啊 苏颜也是眼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这小子 什么时候突破到神虚境啊 遥想当年苏邪被三长老苏振鼎逐出家门后 还不过是天地尽一重 怪不得此次大长老派苏邪前来 苏颜开始还有些不解 现在倒是有些明白了 苏邪轻笑道 我早就不是什么苏家神子了 王长老可别捧杀在下 莫要让我族神子误会 古族天骄的素道静小辈们 看着苏邪 心中都暗暗想到 这便是苏家上一任神子吗 神虚境 当真是恐怖如斯 竟然连这般天骄都不是苏家神子 联想到在藏地内的苏一仙 这更加说明了苏一仙的强大 不过是苏道静的实力 便令人心生绝望 到底还是古族苏家啊 众多古族大能 时刻关注着那紫色漩涡 终于 见空间波动 苏一仙与黎尔几人 从紫色漩涡之中出来 当几人出现 所有人的目光 第一时间地汇聚在了苏一仙的身上 俊美无双平静的面孔 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在觉醒完整古神体后的苏一仙 浑身不自觉地流露出古老威严的气息 仅仅只是站在那 便能令人自残行贿 心生仰慕 哪怕是曾见识过 无数妖孽天骄的古族大能们 也是微微感到诧异 这般气质 竟然让他们隐隐看到了曾经举世无敌以一敌时的绝世妖孽苏晴天 王家大能王云微微失神 他看着苏一仙的脸 难难道 太像了 跟苏晴天 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王云在旁听闻震惊 苏晴天 苏晴天可谓是每个天骄最为尊崇之人 哪怕是其他古族世家的天骄 都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妖孽之姿 在那个时代 苏晴天一人压得众多古族妖孽抬不起头 甚至无心与他争斗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尚未帝阁非他莫属之时 李家那位帝君设计联合数十位天骄围攻 不光彩地夺取了大帝之位 苏晴天的人格魅力 哪怕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所以 众多古族才瞧不上手段卑劣的李家 陈家大能也是忍不住赞叹道 也唯有苏家能够诞生出这般天骄 苏晴眼神闪烁 紧盯着苏一仙 这便是族长之子吗 苏一仙如今不过速到进修为 可自己竟然从他身上感到一股威胁之意 当见来人 苏妍老脸露出微笑 上前道 拿到了 苏一仙点点头 扫了眼在场的一群大能 每一位气息都身后无比 他看向了王家大能身边的王源 王源友善地笑了笑 一旁的小李儿跑了过去 苏妍一把抱起李儿 李儿扯了扯苏妍的胡须 甜甜的娇声喊道 师父 苏妍大笑一声 拍了拍李儿的脑袋 说道 李儿没给神子添麻烦吧 李儿绝了绝小嘴 说道 李儿可没有 李儿还把那个用剑的家伙 扇子给烧了呢 苏妍一愣 有些疑惑道 用剑 那个李家小辈 苏妍先轻白手说道 无妨 只不过是一些小纷争而已 苏妍点了点头 注意到了秦佑双与地白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秦佑双他还认得 是之前跟在神子身边的女子 可这个小男孩是 苏妍仔细地看了看 像是发现了什么 这事却听王家大能王云惊呼道 剑草 一听是剑草 众多大能一时间来了兴趣 早在数个纪元前便消失了的剑草 王云皱了皱眉头 看着地白想到 苏家神子怎么将这个剑草 也给带出来了 被这么多道陌生的目光注视 地白显得有些很不自在 握了握拳头 不甘示弱地与一个个古族大能对视 只是底气有些不足 苏妍怀中的李儿说道 师父 他是小白 是我和哥哥的朋友 苏妍一愣 神子的朋友 他有些不幸地看了看苏毅仙 见苏毅仙挡在地白身前 低声道 没事 小白 苏毅仙面色平静 哪怕是在这么多古族大能的注视下 也波澜不惊 不卑不亢 朝着众多大能道 诸位前辈 小白 是我苏毅仙在秘境之中所认识的朋友 还请各位 不要打小白的主意 剑荡在自己身前的苏毅仙 地白有些感动 苏妍虽不明白 为何自家神子会与一剑草相识 但还是冷横道 诸位 秘境之争已经结束 莫非是还想打我家神子的主意 一旁的苏邪 也是孝道 早听闻剑草 乃是天地间最为纯粹的剑修 若是能够修炼 未来必定不凡 既是无足神子的朋友 那这剑草 便也是我苏家的朋友 诸位 莫非是想动手 两位神虚敬大能第一时间表态 王源也在自家长老身后 拉了拉王云 朝着他摇了摇头 赤九也是朝着自家爷爷道 爷 你不会是 想要这剑草吧 之前俺爷想要 不过没打过他 赤家大能一听 拍了一巴掌赤九的脑袋 瞪眼道 我们一个体修 要这剑草有何用 王云也是打着呵呵道 苏家神子当真不凡 这剑草虽然珍贵 但还不至于 引得我们这群老东西动手 苏神子大可放心 五等不过是有些好奇而已 陈家大能也说道 想不到这秘境之中 还有这等上古生灵存在 也不愧是大地秘境 众多古族大能纷纷表态 一株剑草而已 虽然珍惜 但也犯不着得罪苏家神子 连大地机缘都不在意的众人 又怎会看得上 一株只有剑修能够使用的剑草呢 在场哪个不是活了数千年的人精 他们所留在此地 无非就是想见见 这位新晋的苏家 神子氏和人物 王云笑道 既然这秘境已经关闭 那我等留在此地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阎老头 我等就先走了 苏妍淡淡撇了他一眼 开口道 又没人拦你 王云不在意地笑笑 朝着苏毅先笑眯眯地说道 苏家神子 若是有空 可以来吴王家坐坐 王云也朝苏毅先使了个眼色 道 苏兄 可别忘了呀 说完 王云便领着王云离开了此间 其他古族大能们也带领着自己小辈 一一离去 带到众人都走完 苏毅先才仔细打量了一眼 苏妍身旁那位面容俊美英霄的苏协 他认识此人 当初登天路第六层时 可是给了自己不小的麻烦 对方身为苏震鼎长老之子 论辈分 可比自己大上一轮 是和自己父亲苏青天一个辈分的 只是所生的时代与自己相同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是自己的叔叔 苏协也同样看着苏毅先 两人同为苏家妖孽 眼神之中 自然是藏着一丝交锋的火药味 苏协摸了摸下巴 率先开口道 不错 你便是组长的儿子苏毅先吧 不愧是能够踏上无敌到十二层的妖念 苏协上前 大笑着拍了拍苏毅先的肩膀 显得很是满意的样子 苏毅先一愣 似乎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主动释放善意 苏颜健壮 眉头微皱 有些不悦地说道 苏协 注意你的身份 你眼前的这位 可是无足神子 而你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毫无身份的放逐之人 苏协听闻无奈地耸了耸肩 苏毅先见状笑道 苏颜长老不必如此 此次也多亏了苏协 待我这次回族后 会让苏镇顶长老 恢复他苏家之名 苏协一听 脸色一变 急忙摆了摆 说道 可别 神子大人 可千万别恢复我的身份 苏颜听完 瞪着苏协道 闭嘴 当年若不是你逃婚 无苏家会与姜家闹得如此之僵吗 神子有意恢复你这家伙的身份 你却如此不识好歹 混账东西 苏协上前 直接一把挽住了苏毅先的肩膀 在他耳边无奈道 神子大人 你这要是恢复了我的身份 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到时候 我家那老头子 又要让我去和那什么姜家神女联姻了 苏协上下打量了一眼苏毅先 嘿嘿一笑 说道 神子大人 那姜家神女可漂亮了 那前途后翘清冷高傲的气质 嘖嘖 依我看 也唯有神子大人 你最配得上姜家神女 要不要我将那姜家神女给绑过 送到神子你面前 说话间 苏协还朝着苏延道 你说是吧 严长老 苏延眼皮狂跳 沉默许久 吐出一个字 滚 梨儿直勾勾看着苏协 开口道 不行 哥哥是梨儿的 谁也抢不走 苏延眼皮跳得更厉害了 苏协一愣 他看向小梨儿 再看了看苏毅先 一副恍然的表情 什么都没有说 而是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苏毅先无奈地看着这个火宝 这曾经的苏家神子 苏协跳脱的性格 倒也有趣 苏协笑道 好了 我也该走了 苏毅先问 你不与我们一同回族吗 苏协摇了摇头 说道 回族干什么 去挨骂吗 外面别提有快活了 倒是神子大人你 当了神子 泽泽 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苏毅先一愣 道 什么意思 苏协同情地看了苏毅先一眼 神秘地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认真地说道 以后你会知道的 说完 便化作一道流光 潇洒地离去 苏毅先若有所思 对于苏协的话 也没多在意 而是朝着一旁的秦又双说道 我准备离开了 你是选择跟我走 还是返回沧海 秦又双美眸盯着苏毅先 毫不犹豫地说道 又双自然是追随公子 苏毅先轻笑 对于秦又双的决定 他也并不意外 而是点了点头 秦又双见状一喜 他知道 眼前之人所处的层次之高 是他不敢想象的 哪怕自己如今 获得了告命镜的传承 在苏公子眼中都不算什么 思想到了什么 秦又双将 自己在藏地之中 所获得的传承 从石海之中拿出 一枚白色的小光团 秦又双没有犹豫地 将小光团双手奉上 恭敬地说道 苏公子 这是又双在秘境之中 所获得的宝物 是一位告命镜大能的 完整传承 又双能够突破速到 也与这传承有关 想来应该会对公子有用 便陷于公子 苏毅仙一愣 他重新打量起秦又双 饱满的双风 傲人的身材 美眸之中满是敬畏与尊崇 没有一丝杂念 对于秦又双如此是好 苏毅仙倒是高看了他一眼 倒是个聪明的女子 苏毅仙轻笑着摇头道 你自己留着吧 一个告命镜传承而已 秦又双一正 很快便明白过来 苏毅仙的意思 对于自己来说天大的机缘 在苏公子眼中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愈发地觉得自己选对了人 身子弯得更低了 耳旁传来苏毅仙的声音 今后你就跟在我的身边 秦又双心中一喜 刚想说话 却听苏毅仙接着道 负责照顾好梨儿的饮食起居 秦又双一愣 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脑袋有些嗡嗡的 梨儿的饮食起居 他有些难以置信地 抬起头看向梨儿 却见梨儿一副 打了胜仗式的 得意洋洋的表情 竟然还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秦又双脸色一僵 有些不幸 自己在苏公子眼中 竟然还不如这个小女孩 心中难免有些忧怨 道 是 公子 在苏毅仙安排好一切准备离开之时 一旁的沉默已久的蒂白 忽然开口道 苏大哥 你们走吧 我就不去了 苏毅仙回过头 看向一脸坚定的蒂白 询问道 怎么了小白 蒂白勉强地笑了笑 道 苏大哥 已经很麻烦你了 我打算去外界走走看看 顺便去尝一尝 梨儿姐口中的冰糖葫芦 梨儿有些不开心道 冰糖葫芦哪里都有 小白 你跟我们走不是一样的吗 蒂白道 还是不了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不能总是麻烦你们 况且 我想树爷爷所希望的 也是我 能够在外界之中有所成长 我已经决定了 苏大哥 苏毅仙看着一脸坚决的蒂白 沉默了一会 最终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尊重你的决定 对于外界修炼者来说 蒂白的身份 无疑是令人渴望的天才地宝 若是没了自己的庇护 恐怕会有不少修炼者 想要将其炼化 但苏毅仙却并不打算 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从蒂白的人生剧本来看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 欲挫欲勇行 只有在这种高压下 他才能够最快地成长 更何况 蒂白身上 有着无数青石村村民 所留给他的质保 又是天地间最后一株剑草 有着大气韵庇护 未来成就必定不凡 苏毅仙看向蒂白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那就去吧 蒂白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看向梨儿 见梨儿一脸不开心的模样 笑道 梨儿姐怎么了 梨儿撇过脑袋 不去看他 而是哼了一声 蒂白苦笑一声 朝着苏毅仙拱了拱手 将陪伴自己许久的那柄弓箭 递给了苏毅仙 苏大哥 这是陪伴我许久打猎的弓箭 若是我蒂白日后 能够有所成就 定然不会忘记苏大哥你的恩情 在蒂白眼中 苏毅仙不仅是救了整个青石村的村民 更是给予了自己能够修炼的功法 将那柄弓箭收好 苏毅仙看着蒂白逐渐远去的背影 沉默了一回 哥哥 小白没有修为 在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 梨儿开口道 苏毅仙看了看梨儿 摸了摸他的脑袋 看来梨儿也已经长大了 并非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琴了 小白的天赋不在你之下 何况他得到了太皇传承 日后有一条清晰的修炼方向 倒是梨儿你 可别日后再见时 修为被小白追赶上了 苏毅仙调笑道 才不会 梨儿鼓起小嘴 梨儿也会好好修炼的 毕竟 只有自己变强了以后 才不会再拖累到哥哥 古足苏家 苏毅仙看着脚下所踩过的阶梯 正是刚回族时所走过的登天路 只是此刻的登天路平平无奇 看上去就和普通的阶梯没什么两样 苏毅仙心中 回忆起刚回族时的情景 望着天空 不免感慨道 也过去了两三年了呀 而一旁的秦幼霜 望着眼前的一幕 美眸之中满是震惊 这便是苏公子的家族吗 这方天地的灵气 比外界多出十倍有余 途径所过之处 珍贵万分的天才地宝 数不胜数 灵情异寿更是繁多 甚至是见到的随便艺人 都是自己看不透修为的存在 秦幼霜不由有些自愧行贿 苏家道场上 数十名与离儿年龄相仿的孩童正在修炼着功法 阳光打在孩童们的脸上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汗珠 表情认真坚定 这些便是苏家新生一代 其中有不少都是苏毅仙族兄族弟的子嗣 古族苏家人数不多 在家族考核的筛选下 人口更是少得可怜 与那些动辄几千上万人的世家不同 每一个能够留在主家之人 都是天之骄子 演舞场的老师正训斥着一名孩童 当看到苏延与苏毅仙时赶忙上前 说道 神子 苏延长老 苏延点点头 他看向那群孩童 眼神之中罕见得柔和一些 这些都是苏家新鲜的血液 他笑着说道 不错 都是些好孩子 当见到苏毅仙与离儿时 那群孩童一下子躁动了起来 惊呼道 苏哥哥 离儿大姐 神子大人 数十名孩童 纷纷放下了手中之势 冲上前来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孩童们将苏毅仙与离儿给包围 一名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上前 昂起头看着苏毅仙道 苏哥哥 离儿姐 离儿小手抱胸打量着孩子们 颇有一副大姐大的模样 问声问气地说道 不错 小横子 宁玄近七重了呀 有进步 还有你 小华子 修炼没拉下吧 咦 小孙子 你怎么还是住原境 你这家伙 怎么没有好好修炼 在苏毅仙离开的小半年里 离儿早就和这群幼童打成了一片 俨然成为这群苏家幼子中的孩子王 没办法 谁让离儿的拳头比较大 在场几乎每个苏家幼子都被他揍过 苏毅仙轻笑道 好了离儿 他们已经很不错了 苏毅仙看着这群小家伙们 大手一挥 树道流光 冲啊 纸戒中划过 一枚枚珍贵的丹药 浮现在这群苏家幼子眼前 苏毅仙笑道 我们还有事要做 你们好好修炼 别让老师难做 知道吗 孩童们看着那枚丹药 眼神发亮 听话地点了点头 为首那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道 苏哥哥 再过几年我也要下届考核了 到时候 我苏恒也要去苏哥哥曾经历练的林霄大陆历 苏毅仙看着这个小男孩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鼓励道 好 等你通过考核时 哥哥亲自下届 去接你回来 苏恒一听表情一喜 真的吗 他激动地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地就跑去修炼 那我呢我呢 还有我 神子大人 我们也要 一群孩童们也一个接一个出声道 对于孩子们来说 苏毅仙就是他们的偶像 苏毅仙笑道 好好 你们也一样 身为我苏家人 你们都要好好修炼 其他孩子们一听 所有人都开心无比 纷纷与苏恒一起前去修炼 那名只是老实健壮 无奈地摇了摇头唏嘘道 还得是神子宁说话管用啊 这小东西们 若是平日都这么乖的话 还用得着老家伙我操心吗 苏炼在旁 也是眼神欣慰 每一个能够成为古族的家族 都有能够长存不息的方法 姬家血脉至上 强者为尊 李家 只论实力与手段 鼓励内斗 于外 内族弟子 以养骨的方式 筛选出最强后背 而古族苏家 却是一个很奇怪的家族 内部竞争激烈 更是有着严格的优胜劣汰制度 与其他古族天骄不同的是 哪怕是在出色的苏家弟子 都得经过下界无依无靠的 新兴历练 虽然残酷 但在这之下 却藏着别的古族中罕见的柔情 大家互帮互助 哪怕有所争斗 也是光明磊落 这便是古族苏家的 久经不衰之法 苏炼深深地看了一眼苏一仙 这位神子 是苏家万年来 无论天赋新兴 都是最强的一位 苏家已经是上界之巅 想要突破那大地之上的瓶颈 唯有苏一仙才有希望做到 哪怕最不济 成长后的苏一仙 也必将保苏家万载无忧 苏炼带领着苏一仙 几人正准备前去长老殿之中 面见大长老 而不远处 却见苏震顶匆匆而来 苏炼微诧异 上前道 三长老 苏震顶点点头 看了一眼众人 皱了皱眉头道 老八 苏贤那小子呢 那小子怎么没回来 苏炼反应过来 不由轻笑 原来这三长老 是担心他那儿子呢 苏炼笑道 三长老 苏协早已离开了 苏震顶一听 面色一变 眼中满是怒涩 骂道 这混账东西 不想见老子是吧 那以后都别回来了 苏炼笑着摇了摇头 苏家谁人不知道 苏震顶对这天赋妖孽的儿子 其实喜爱得不得了 当日也不过是一时气话 刀子嘴斗俯心罢了 谁曾想苏协也是个冲动的主 一声不吭便离开了苏家 苏炼看了一眼苏震顶后方 不见大长老身影 问道 三长老 大长老他人呢 苏震顶见一旁苏义仙 咳嗽了两声 整了整自己的仪表 道 嗨嗨 大长老近些日有事出去了 他已经知晓你 带着绳子回来了 苏炼长老 你就先退下吧 我还有要事要与绳子说 要事 苏炼一愣 没有多问 而是点点头 朝着苏义仙告退一声 苏义仙有些疑惑 问道 三长老 不知所谓何事 苏震顶 你的父亲 也就是族长苏晴天出关了 苏义仙听闻瞳孔一阵 竟然是自己那便宜老爹 想自己回族那么久 都还从未见过自家老爹 他一直在闭关当中 本以为还得等个几十年 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出关了 苏义仙一时间不知道 自己是怎样的心情 问道 父亲大人何时出关呢 苏震顶道 是前些十日 大概在半年前 听家主所说 是有大能使用神通 妄图窥探我族 被他所结下 家主说了 若是神子宁归来 去听宣阁见他 苏义仙皱了皱眉头 竟然还有人敢窥探苏甲 苏义仙点了点头 看向一旁木然的秦又霜 与梨儿一眼 朝着梨儿道 梨儿 你带又霜去熟悉一下苏甲 我去见一下父亲大人 哥哥很快就回来 梨儿朝着苏义仙 乖巧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哥哥 带苏义仙走后 苏振鼎看着神子离去的方向 忽然冷不凌丁地开口道 你是何人 秦又霜错愕地看了看四周 指了指自己 啊 我吗 梨儿蹦蹦跳跳地跑上前 娇声解释道 三爷爷 这位是双二姐 秦又霜 是哥哥在南离界新收的一名侍女 苏振鼎缓缓转过身 没有说话 而是上下打量着秦又霜 这目光让秦又霜有些十分不自在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苏振鼎盯着眼前面容角色的女子 悠悠开口道 神子与你的私事 老夫并不多问 只是你要清楚 一先乃是我苏家神子 日后必然登顶大地的存在 而你天赋一般 修为低下 老夫劝你 最好收起你那点小心色 你这种人 哪怕是老夫允许 家族与神子的母亲 也不会同意 你可听明白了吗 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围绕在秦又霜的周围 作为苏家三长老 苏振鼎修为 无限逼近不朽近 乃神虚近巅峰 光是散发出一丝气息 便压得秦又霜喘不过气来 秦又霜哪见过这般场面 一时间变得畏畏缩缩 低下头不敢直视其的目光 如同小鸡卓米一般点头道 小女子明白 小女子不过是苏公子身边的 一普通侍女 断然没有他想 还请三长老放心 见此人如此识趣 苏振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试着看向梨儿 粗糙的大手捏了捏梨儿的脸蛋 笑眯眯地说道 神魂进了呀梨儿 不错 不错 看来老八那个家伙 又好好在叫你 我苏家那些小家伙们 当真是没出息 若是有绳子 或者小梨儿你 一般的天父老夫 也就不担心了 哈哈哈哈 梨儿皱了皱小鼻子 拿开了苏振鼎的手 揉了揉小脸说道 小横子他们 也很努力的 苏振鼎大笑 一把抱起了梨儿 说道 好好 走 梨儿 三爷爷带你去见二爷爷 四爷爷他们 神子几年前带来的这个小姑娘 天父出众 聪明伶俐 再加上神子对其的看重 更是不惜请求诸位长老亲自指点 苏振鼎 他们一众苏家长老 自然也爱乌及乌 对梨儿喜欢的景 而除了苏言外 就属苏振鼎最疼爱梨儿了 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天天在外面瞎混 还跟铁了心地跟自己作对 若是当年不逃婚将家 估计现在自己膝下 都能抱上几个孙子孙女 对于眼前这个乖巧可爱的小女孩 苏振鼎几乎是将她当亲孙女看待 秦幼双健壮 心里酸溜溜的 几日的相处下来 她也知晓 梨儿并非苏公子的亲妹妹 只不过是一个从路边抱养过来的小企 为何如此讨苏公子 和她族人欢喜 看着苏振鼎肩上梨儿开心的表情 秦幼双不由一阵吃味 听轩阁位于苏家大殿之后 是历代家族所居住的住所 此地装饰古雅 鸟语花香 周边种植的 皆是形似花草的天才地堡 而那处小池塘 更是充满生机勃勃的灵权 苏一仙一路走来 倒是遇到了不少族兄族弟 苏一仙刚踏入廷轩阁 一旁的宫后 许久的外族侍卫 便上前抱拳恭敬道 神子 家主大人在主房内等您 苏一仙点点头 跟随着侍卫来到主殿 看着紧闭的大门 苏一仙心里 竟然生出了一丝忐忑之意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起 苏一仙有些犹豫地推开的大门 主房不大 平日也就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在主房的深处 是一位气息如鸳 身着黑服男人高大的背影 男人缓缓转过身 面容英俊硬朗 双目如风 眼神犀利 一身气势磅礴大气 沉稳肃穆 身不可测 光是站在那就给人一种 久居高位的压迫感 眉宇间 竟与苏一仙有几分相似 此人正是苏一仙的生父苏晴天 苏一仙直视着眼前男人 心中生起一股血脉之情的清净感 父子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就这么深深对视着 终于 苏晴天眼神闪烁 不苟言笑的面孔中 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声音低沉雄厚 上前仔细打量着苏一仙 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不错 根基稳固 真气雄浑 不愧是无苏晴天的儿子 坐 苏晴天指了指一旁的中央的凳子 他坐了下来 拿起桌上的青铜壶倒入杯中 晶莹透明的液体闪闪流落 一时间房屋内酒香四溢 令人口舌生惊 苏一仙坐于凳上 苏晴天不紧不慢地将铜杯递来 盯着他的脸庞 说道 你我父子二人也许久没有见面了 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 先与为父喝上一杯 苏晴天目光温带着笑意地将酒杯盛上 苏一仙看着眼前桌上的酒杯 不由心生疑惑 但见自家父亲如此 也不好拒绝 而是举起酒杯 两人共饮 酒水入喉 哪怕是自持酒量不错的苏一仙 也不由有些择舌 看着杯中晶莹剔透的清澈酒水 好烈的骄傲 但见自家父亲一口好饮下肚 苏一仙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杯中酒水喝完 哪怕是身怀骨神体的自己 这杯酒水下肚后 都觉得浑身有些发热 苏一仙直入主题的开口道 不知父亲大人 此次换我来所为何事 苏晴天一听 有些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严肃道 你我父子之间 许久未见 难道为父就不能找你来念叨一下家常吗 苏一仙一愣 木然地点点头 苏晴天又灼上一杯 刚准备替苏一仙满上 却见他用手挡了过来 摇了摇头道 父亲大人 不用了 苏晴天见状也没多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地饮了几杯 感慨道 时间过得真快啊 遥想当年你母亲 说什么也不肯让你下节历练 这转眼间 自家孩儿也算是长成一个大人了 你能够有如今的成就 实属出乎了魏父的意料之外 当真是给了魏父一个惊喜 一仙 你不会怪魏父当年的决定吧 苏一仙轻轻摇了摇头 轻声道 父亲大人身为苏家族长 苏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事 都需要您来处理 事物繁多 自然是无法顾忌两边 再说 孩儿既身为苏家之人 又是族长之子 那更是不能厚词薄笔 在下界之中 孩儿也明目学到了许多 何况父亲大人给予孩儿的极高 这些孩儿都记在心里 这话 苏一仙倒是没有说谎 同样是前往下界历练的苏家弟子 可他的身份 却与他人不同 一下界便是灵霄大陆 四大圣地之一 太出圣地的圣子 相较于其他下界后 毫无背景的苏家弟子 苏青天可谓是给自己 极大的特权了 苏青天听完后一愣 眼神露出一丝欣慰之色 他一口将杯中酒饮净 说道 一仙你能这么想 为父甚是欣慰 说得不错 身为我苏家之人 就不能断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这也是我苏家的立根之本 那老娘们懂什么 当年若非无拦着 他早就将苏家闹个鸡犬不宁 苏青天目光柔和地看着苏一仙 虽然不言 但并不代表自己就不疼爱 毕竟 这可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话虽如此 但当初在苏一仙下界之时 他便留下了手段 若是苏一仙真遭遇不测 冒着打破族规的巨大风险 自己也要保他无忧 苏青天缓缓道 你回来时的是我听说了 很不错 能够踏过咱苏家 登天路当中的无敌到十二层 这是老祖宗都不曾做到的事情 那位守魂阁的老祖 魄力将你分为绳子 可要好好谢谢人家 还有 你母亲姬家那边 若是有空 也去看看吧 顺便记得给为父说点好话 毕竟你母亲他那个脾气 你是知道的 当年与吴吵吵了一架过后 就再没来过苏家 苏青天叹了口气 又饮下一杯酒 没人知道 其实作为一个古族的族长 看似风光 实则压在他身上的担子 也十分地重 苏毅先思索了一会 认真说道 我知道了 父亲大人 苏青天点点头 道 其实 这次让你过来 也没有太大的事 既然你现在 身为苏家神子 那么未来整个苏家 终究是得落在你的肩上 在这之前 你就好好修炼 争取在成帝之战上 夺得地命 说到这 苏青天寺想到了什么 看着苏毅先笑道 听苏延长老传讯说 你在那秘境之中 不仅夺得了大地传承 更将李家的一位小子给打了 苏毅先一愣 老实说道 是 苏青天大笑一声 痛快十足 哈哈 不错 不愧是吴子 李家那群老鹰人 揍得好 李家那群鹰人 虽说都是剑修 但却不像寻常剑修一般 花花长长极多 毕竟当年自己 便是在李家手上吃了亏 做父亲的 自然是不能让自己儿子重蹈覆辙 苏青天道 无听闻李家 这一代神子名为李太白 不仅生来便携带一柄地极古剑 更是李家万年难出的清廉剑体 据传闻是太古时期 李家某位剑仙的转世 李家清廉剑爵功伐无双 一先 若是遇到此人 可要多加提防 万万不可大意 虽是如此劝告 但苏青天很快便笑道 不过 既然是吴苏青天的儿子 自然是不弱于任何人 李家那群剑修 也就只能在背后耍耍手段了 苏青天眼神闪烁 道 这一世古族天骄妖孽辈出 应有媲美万皇纪的架势 看来日后上届 应该没有那么安稳了 苏青天看向苏一先 问道 一先 你回族之时 带了个小女孩 可有此事 苏一先道 是有 那是我还在下届时 捡来的一女孩 名为梨儿 苏青天喃喃道 梨儿嘛 她声音逐渐沉了下来 说道 一先 你可知 唯父本还在闭关 若是不出意外 最少还需十年时间才能出关 苏一先听闻一正 想起来时 三长老苏振鼎所说之言 说道 父亲大人的意思是 是因为那有人窥探苏家 才提前出关 苏青天点点头 眼神变得霸道无比 却有萧小妄图窥探吴苏家族内 但被唯父劫了下来 吴苏家隐于上界之外 若非本族之人 无迹可循 有着这般手段之人 修为不在吴之下 但为父也让他付出了一些代价 苏一先皱了皱眉 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与梨儿何观 苏青天凝视着苏一先 说道 那人修为通天 但依旧被吴通过溯源之术 捕捉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此人的身上的气息 与你口中那位梨儿小姑娘 有些相似 苏一先瞳孔一说 梨儿 他眼神闪烁 虽早知道梨儿身份不凡 但却未曾想到 父亲口中之人 与梨儿有关 苏青天见自家儿子震惊的模样 笑着摆了摆手道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那位梨儿姑娘无见过 这件事 与他没有关系 为父听说 是一先你在下界所收留的一起 之前那人 恐怕是梨儿同族之人 这梨儿姑娘的背景 倒也是 有点意思 苏一先知晓梨儿的人生剧本 若是梨儿同族之人 绝非是寻找梨儿那么简单 苏一先 梨儿本名为秋青梨 父亲大人可知 上界古族之中 可有名为秋家之族 苏青天喃喃道 秋家吗 他思索片刻 摇了摇头道 倒是并未听说过这个家族啊 苏一先眼神闪烁 随着梨儿修为的提升 看来是被同族之人察觉到了吗 此时苏青天的声音传来 似乎有些倦意 苏青天道 好了 这件事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一先你也不必多想 论实力与底蕴 这上界之中 还没有哪个古族 敢说能压我苏家一头 你便好好修炼 有什么事交给为父来处理 苏一先点点头 起身几里道 既然如此 那孩儿便退下了 两人简单地寒暄一番后 苏一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看着苏一先离去的背影 苏青天眼神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住所内 梨儿与秦幼霜 早早便等候在此 哥哥 梨儿甜甜一笑 上前说道 苏一先捏了捏铃的小脸 转身看向有些拘束的秦幼霜 笑问道 怎么样 还习惯吗 秦幼霜轻声说道 梨儿小姐刚刚带我参观了一下 公子的家族 当真是深不可测 苏一先道 其实也就那样 平日你负责照顾梨儿 若是闲暇之余 你也可以在此处修炼 你修炼所需要的资源 梨儿会给你的 她可是小富婆 秦幼霜摇了摇头 有些疑惑道 幼霜所得告命境传承之中 有不少修炼资源 只是幼霜负责照顾梨儿小姐的话 那公子你呢 苏一先倾笑道 此次沧海之行 我收获颇风 需要闭关消化一段时间 我也说不清楚 到底需要多久 此次太皇藏地之中 自己不仅完善了苍天神体 更是通过苍天神体的记忆传承 获得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功法 神缘古经 一路索行匆忙 自己并没有太多 时间修炼 如今好不容易将一切事情了当 自然不可落下修行之事 何况自己拥有系统 可以通过消耗天命值 提升修炼速度 以及功法参悟进度 倒是不得不感谢一下 天命主角李长哥 从他那所收割到的天命值 应该是够用了 啊 一旁的梨儿 听闻小脸拉松了下来 可怜巴巴地说道 哥哥你怎么又要闭关 梨儿也想跟哥哥一起修炼 苏毅先笑了笑 蹲下身子 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说道 梨儿听话 你跟随着苏妍长老 才能最大程度 开发你的化火神体 等到哥哥出关后 再陪梨儿玩好不好 梨儿不开心地撅起了小嘴 十分不情愿地说道 那好吧 梨儿眨了眨大眼睛 伸出小手 朝着苏毅先拉勾道 说好了 哥哥出关后 就要陪梨儿玩 一言为定 苏毅先眼神温和 笑着伸出手道 好好 一言为定 不过梨儿 修炼可不能落下知道吗 梨儿小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抬头说道 知道了哥哥 不过哥哥 能不能晚一点再去修炼 梨儿想要哥哥再多陪陪梨儿几天 梨儿眨巴着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说道 苏毅先一愣 想起自己几乎半年多时间 没有好好陪过梨儿 哪怕是在太皇藏地之中 注意的更多的也是小白 不由心底一软 也不忍拒绝小梨儿的请求 只好无奈地说道 好吧 梨儿 梨儿一听 眼神明亮闪闪 两只小手直接一把拦在了苏毅先脖子上 犹豫了一会后 巴唧亲了她一口 亲完后的梨儿小脸蛋 甚至红红的 有些害羞地 转过身去 蹦蹦跳跳地小跑了起来 好耶 哥哥 那我们走 好久没吃包子了 包子包子 苏毅先此时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给一旁情幼霜看得是 酸味都要溢出来了 笑着站起身跟上前 说道 等等我 梨儿 跑那么快做什么 三天后 玄黄秘境 在陪梨儿玩耍了几天过后 苏晴天在得知自己儿子 此次要闭关修炼 特地动用族长的权利 替苏毅先打开了玄黄秘境 此处秘境乃是先品灵境 是曾经苏家先辈所开辟出来 专供族中长老级别以上的人物的修炼之地 对此族中长老也没有多说什么 反倒一听是神子要闭关 甚至提议让神子去祖地中修炼 因为那儿的灵气更加充沛 但是被苏晴天以不讨扰老祖们 休息给拒绝了 苏毅先观察了一眼四周 此地倒是与太皇藏地有些相似 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 令人折舌 整个苏家大半的天才地宝都种植于此 光是苏毅先所看到的长生宝药 就不下十几株 沐浴在这处灵气秘境之下 浑身上下每一处毛孔都发出欢乐之声 苏毅先找到了一处静谧空旷的地方 在他身前便是一处川流不息的瀑布 系统的声音响起 是否消耗天命值 加快五十修炼进度 消耗根据宿主所修炼时间决定 是 苏毅先心中暗道 他静下心 感悟着脑海之中的那道传承 神缘古经 苏毅先盘息而坐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道道古老霸道的能量 这四方草地 水面都被一道道气息吹动了起来 脑海之中的神缘古经 化作一道道金色古老 晦涩难懂的明文 苏毅先的身躯 渐渐浮现出金色的光芒 玄傲神秘的苍天神文浮现于肌肤 在神缘古经的催使下 在他的身边 无数道苍天锁链 正围绕着静静流动 一股不知名的神秘力量 正推动着苏毅先所消化古经的速度 山中无甲子 岁月不知年 时间一晃而逝 三年后 苏家三名幼子下界进行考核 一名娇俏动人 身着红裙的小女孩 眨巴着眼 看着玄黄秘境外的老人 娇声问道 哥哥出来了吗 老人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神子还在闭关 又是三年 苏家演武场上 最后一批幼子 苏恒 苏华等人 也依次前往下界之中进行考核 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 红裙似火的少女 踏空而来 看着老人询问道 年爷爷 哥哥出来了吗 老人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玄黄秘境 说道 应该快了吧 少女望了一眼玄黄秘境 明亮清澈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失落之色 好吧 小恒子 他们都已经走了 现在都没人陪我玩了 少女看向身后面容 绝美端庄的女子 说道 双姐 我们走吧 两年后 苏震鼎来到玄黄秘境外 有些担忧地看着一处方向 朝着门口 老者问道 年老 绳子他还没出来吗 年老摇了摇头 苏震鼎心中略有不解 绳子这是在做什么 就算是突破 也用不了这么久吧 年老看了一眼四周 有些好奇地说道 那位鲤儿姑娘呢 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之前 梨儿姑娘可是天天过来老朽这里问神子的情况 苏震鼎笑了笑 说道 小辈们都去考核了 梨儿那小丫头没了完半 听说赤皇界有机缘出世 便离开了 算算时间也应该快回来了 说到这 苏震鼎眼神闪过一丝忧虑之色 这八年之中 发生的事比往日数千年还要之多 数十位古族宣布出世 上界震动 其中甚至包含着最古老的鲤家 王家弟子王玄 横空出世 身具空明神体 无始经修炼之第六重 一出世 便一击斩杀天地境大能 李家李太白 只身杀入一不朽道童所掌管的万灵界 以天地境修为如入无人之境 夺取万灵界先天灵池 鲤家小帝君鲤长月 拜访数个古族 不知所为何事 当然 在这些大事件之下 上界之中 凭空还涌现出了许多名不见船的天骄妖孽 甚至不弱于古族天骄之下 血海魔宗一众 被一名姓龙的神秘天骄连根拔出 至此 血海魔宗彻底消亡于上界 北域一名少年建修建法精湛恐怖 连拜数名李家天骄 甚至连妖皇界那边都有上古一种现实 各大天骄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层出不穷 这些不绝于耳的消息 几乎每日都会有人传入各大势力而终 任谁都知道 这个纪元 就如曾经的万皇纪一般 是天骄如草马 遍地妖孽的大势之争 苏振鼎眼神闪烁 看着玄黄秘境深处 暗暗想道 神子 时间不多了 苏振鼎叹了口气 他看着守护秘境的苏家老人道 年老 您在此地驻守多年 可知晓 神子在玄黄秘境之中 修炼的到底是何功法 需要八年时间 以神子的天赋 速道境对于他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难以突破的境界 苏年摆了摆手 说道 这老夫也不知道 吴苏家地精无数 神子 即为晴天的儿子 如若不出意外 修炼的应该是太上结晶 老夫在此地没事便会观望 看神子的样子 所修炼的功法独特 又不似太上结晶 好像吴苏家之中 并未有这种地精出现 苏振鼎想了想 道 神子自从回族后 从未修炼过族内任何地精 每次都只是 观月一番后便离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神子所修炼的地精 应该是八年前在大地秘境之中所获得的 能够让神子都舍弃本族功法去修炼的地精 断然不会那么简单 说不定 可能比太上结晶还强 苏年点点头 看着玄黄秘境的方向 道 现在的后辈 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既然是神子的决定 我等自然也不要过多 干涉为好 苏振鼎叹了口气 道 我担心的并非是这 年老您有所不知 这些年来 上界横空出世的天骄无数 大地秘境平出 看着样子 估计要不了多久 浩帝城便会出世 神子修炼时日尚短 虽战力恐怖 但是面对其他古族之中的那些天骄妖孽来看 修为 还是差了不少啊 若是在一门地精上 花费太多时间 与那些天骄妖孽们修为上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远 浩帝城 掌管着开启地命战场的钥匙 每当浩帝城出世 便代表着城帝之战即将开始 苏镇鼎所担心的是 苏义先修为不过宿道境 面对那些与苏邪同一时期一出世 便是天地精的古族妖孽们 足足相差了四个大境 哪怕是所修炼的地精再强 这如天鹤一般的鸿沟 也难以跨越 苏年目光悠悠 不在意地摆了摆手道 无妨 我苏家不在乎这些 若是错过这一世地命 那便等下一世 对于那孩子来说 这一世的地命 对他来说 说到这苏年顿了顿 看着苏镇鼎笑道 何况镇鼎你觉得 神子在秘境之中这八年 当真是毫无修炼吗 哦 苏镇鼎一愣 问道 还请年老戏说 苏年笑了笑 说道 神子早在第一年 便已经突破到了速道境九重 第三年便突破到了九转 而如今神子的修为 乃是九转境巅峰 苏镇鼎听闻一顿 随即面露喜色 道 此言当真 苏年失笑着 上前拍了拍苏镇鼎的肩膀 轻声道 所以说 我们这些老家伙 便不用操心他们年轻一辈的事 神子也并非只是参悟递精 在修炼上 也并未落下 那孩子 远比你想得要多 在得到苏年肯定的答复后 苏镇鼎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拱拱手 说道 多谢年老解惑 看来史无多虑了 既然知道苏一仙并未落下修炼 苏镇鼎正准备转身离开 玄黄秘境之内 却忽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气息 这气息磅礴浩荡 宛若洪水猛兽一般 四周的树植被 一股股无形的飓风推动的弯曲 催枯拉朽 令苏镇鼎都有些心计 可却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消失不见 唯有玄黄秘境外 还留有一丝丝古老威严的余晖 感受着这股气息 苏镇鼎与苏年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意外之色 苏镇鼎难难道 好恐怖的气息 是无从未见的力量 莫非是神子出关了 玄黄秘境之中 苏一仙眉头紧皱 盘踞在他脑海之中的 数千个古老玄奥的金色的名文 被他消化领悟 此刻的苏一仙霸道至极 他正处在灰白色的苍天领域之中 数以万计的苍天锁链 更为坚固 精致 四方灵气 不断汇入苏一仙弃海之中的世界树内 那小苗的世界树 不断反哺着苏一仙 经过八年的吸收淬炼 曾经如同小树苗一般的世界树 变得粗壮了不少 世界树所演变的一方小世界 不断扩大 甚至形成了山川河流 在灰白的苍天藏土之下 四周一片宁静 场内唯有听到苏一仙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当最后一道金色名文化作点点金光消失散尽 苏一仙猛地睁开双目 金色玄傲的苍天名文 令人不敢直视 苍天神童比曾经更为明亮威严 充满岁月的气息 仿若来自远古 一眼望尽众生彼岸 一瞬间 苍天藏土破碎 天地又恢复了曾经的颜色 苏一仙体魄晶莹 遍布着金色的霞光 与浑弱天生的苍天神文 神文与它融为一体 在这之下 是凝实坚固的苍天神体 神源古今 无愧是最适合苍天神体的传承功法 修炼了神源古今后的苏一仙 仅仅是随意的一拳 便将眼前狂奔不止的瀑布 打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抽水断流 天空之上 酝酿许久的恐怖雷杰 爆发了轰鸣之声 哄 一道刺目的闪电划过 昏暗的玄黄秘境 陷入一片煞白之色 远处的秘境守门人苏年 与苏震鼎 看着这一幕 苏震鼎双目狂喜 含着止不住的笑意 他放肆大笑道 哈哈 好 不愧是无足神子 这是 不死境的雷杰 无足神子 三年便通过考核 从应杰到登天 八年出世 突破不死 这般绝世天赋 当镇压一时 地命除无古族苏家 舍我其谁 苏年也是忍不住道 这般天赋 老夫也是许久未见了 恐怕祖地之中的那些老家伙们 也坐不住了吧 苏一仙缓缓起身 如同一尊威严古老的神明 体内的世界树 充满着浩瀚礴的真气 近乎于饱和状态 在其手臂 腰间 围绕着层层精炼的苍天神炼 发出摩擦的金属声 可求万物 苏一仙目光平静地 看着天空之上的那道雷云 长吐一口灼气 差不多了 苏一仙耸了耸肩 缓缓起身 一身神韵内敛 耳旁传来系统的声音 定 恭喜宿主修炼完成 本次修炼 消耗天命值两万当前天命值 五千六百苏一仙 有些心疼的难难道 我这是修炼了多久 怎耗费了如此之多的天命值 这天命值 当真是不够用了 虽然心疼 但所收获的 也令他的十分满意 因为自己在参悟古今的过程中 兼并修为上的提升 神缘古今氛围之中 一共有九大神通 与苍天神体相辅相成 在古今的催使下 自己的苍天真气 不断浓缩凝炼 其质量比曾经高出了数倍 光是参悟神缘古今中的金色名文 便耗费了足足一万点天命值 哪怕是靠着消耗天命值 加速修炼的苏一仙 也花费了八年之久 可以说 若是没有系统 在妖孽的天骄参悟神缘古今 所需要的时间也需要数百年 而且 在没有苍天神体这般逆天的体质下 即便是修炼成功了 所发挥出的效果也十分有限 与地精一般无二 得不偿失 苏一仙心中念叨 也不知道 离儿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望着天空中久居不下的雷结 苏一仙面色平静 久转到不死静的雷结 如天欠一般难以逾越 其难度不在登天之速道之下 是纯粹针对修饰肉身的雷结 顾名思义 修炼之人若是能够突破不死静 除非是遇到能够瞬息之间摧毁神魂 以及肉身的力量 否则皆能吊上一口气 凭借一缕残魂重塑肉身 而当初下界之中的姚芳臣 便是因为在宾死时突破至不死静 才能够苟延残喘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雷结了 哪怕是面对天空上方 蕴藏着毁天灭地狂暴的力量的雷结 也浑然不惧 再强 也终归只是不死静雷结而已 如今的苏一仙 有无数种办法能够轻松度过这恐怖的雷结 无论是世界术与九玉塔中 自成一方世界躲避天道的空间 还是如今完美苍天神体与不屈地骨 其中最为轻松的便是躲入九玉塔 或者世界术之中平稳度过雷结 但苏一仙却没有这么做 只见他长身而起 毫无巨异地朝着雷结上方的云层冲去 其身旁甚至没有任何法宝的庇护 不死静雷结 虽只淬炼肉身 但在这之下所消亡的修士不计其数 能够通的大多数者 多半也是投机取巧 在之前准备了无数防御类的法宝 而苏一仙选择的 便是用纯粹的肉身之力 面对雷结 他想要看看 完美的苍天神体 到底有多强 天空中划过一道流光 玄黄秘境外的苏震顶 见到空中那风华绝代 霸气非凡的身影 瞳孔骤亮 是神子 果然 神子 他在肚部死静雷结 似乎是被苏一仙无谓的挑衅给激动 那蕴藏着狂暴磅礴力量的乌云中 爆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 轰隆隆 与此同时 苏家魂庙内 守魂老祖默然睁开了双眼 昏暗的双目 透过重重叠障 目视着玄黄秘境之内 苏家祖地内 一缕缕伟暗浪瀚的神力涌动 在玄黄秘境的天空之中 仿若有无数双眼睛 正在注视着此地的一切 苏震鼎忽感受到强大 深不可测的力量 从他身上扫过 苏震鼎脸色一变 喃喃道 这气息 是祖地内的老祖们 他目光火热 激动地望着天空中 那渺小无畏的身影 暗暗打尽道 神子 那便让老祖们 看看你的前列 无敌到十二层 无愧我苏家万年来第一天交 而此刻 正在面对不死境雷结的苏一仙 却无暇顾及这些 苍天神闻浮现 苏一仙速度极快地 朝着正上方那雷结而去 离不死境 雷结越是接近 便越能感受到 那天地间至强至纯的狂暴力量 像是要撕毁自己的身躯 湮灭万物一般 终于 酝酿许久的不死境雷结 重重地砸下了第一道狂暴的雷霆 哄 宛若咆哮而来的雷龙 缠绕着无数蓝白色的闪电 苏一仙体内的苍天之血翻涌 不屈地骨 迸发出高昂的战役 他双瞳火热 丝毫不做抵抗地 任由这道狂暴至极的雷龙 迎面来 空气中传来噼里啪啦的炸动声 一抹于白色光亮 从雷结中爆发 雷结所爆发的力量 若是一般九转静 只怕瞬间消亡于此 生死到消 可苏一仙却沐浴在这想将自己撕碎的 狂暴雷霆之中 苍天神闻所闪耀出的光芒更加强烈 无数道细小的闪电 正蔓延在肌肤之上 无法侵入焚猴 无尽的毁灭之意 与炙热的雷霆 也难以将它摧毁 苏一仙沉喝一声 苍天神体漠然爆发出浩荡的精芒 生生将无数包裹住自己狂暴至极的雷霆所震碎 就像是一朵绚烂的烟花 天空中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蓝白色细小雷霆 苍天神体毫发无损 苏一仙看着自己的手掌 不由皱了皱眉头 这便是不死尽雷结吗 好若在不死尽雷结之下 他甚至没有感受到一丝疼痛之意 这跟他想象之中的不死尽雷结完全不同 玄黄秘境外的 本来还有些担忧的苏震顶 看着空中毫发无损的苏一仙 这雷结完全没有对神子造成任何伤害 苏震顶目光满是欣慰之色 神子竟然以肉身之力直面雷结 这强肉身强悍的程度 恐怕早就不在不死尽之下 这种体质 恐怕除了赤家赤红魔元之体与其他少数神体 也没有多少能够做到 本以为神子最为强大 恐怖的便是那妖孽无比的天赋与战力 却想不到 就连其的肉身之力也是如此逆甜 天空中 数道恐怖的意念 毫无顾忌地交谈了起来 此子莫非就是那苏擒天之子 这后辈的体质 老夫从未见过 倒是那无双的战役有点熟悉 莫非乾坤战体 不 又好像不是 倒是个不错的后辈 不死结 一共有三十六道雷结 看来此结应该对他没有什么难度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苏镇顶双目凝重 他知晓这群人的身份 他们皆是祖地当中的历代苏家老祖 最低也是不朽境的存在 想不到 竟然连老祖们 也用神念观望此处 这也足以说明 他们对神子重视 老祖们存活不知许久 曾见识过无数天骄妖念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世的神子不错 但也仅限于此而已 那倒倒磅礴的气息 如潮水一般退去 就当他们都准备收回神念之时 天空中那道雷结 猛地爆发出一道扎尔的轰鸣声 哄 不死尽的雷结 竟然匪夷所思地 发生起了变化 天道之力 不断注入那涌动的雷云之中 眼前那雷云 竟然开始迅速延伸扩张 足足扩散了千里有余 覆盖了近半个玄黄秘境 千里漆黑密布的雷云 云层中闪耀着一抹淡淡的紫光 无数道苍蓝色的雷亭 逐渐蜕变成紫色雷亭的模样 雷亭变得更为狂暴 不断爆发出雷鸣之声 紫色湖光遍布云层 其中那蕴藏着浩瀣磅磅毁灭的力量 这紫色雷结还未落下 天地间便涌现出一股股苍凉的死气 飓风呼啸 本来还有些失望的苏一仙 见此一幕挑了挑眉 看着上方的紫云 难难道 这是 自己竟然在这紫色雷结之中 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之意 相比起之前不痛不痒的不死镜雷结 这紫色雷结 明显是比之前强了数十倍不止 玄黄秘境外 苏镇顶望着这碗若笼罩着天地数千里的雷云 惊呼道 不对 这是什么雷结 为何神子不死镜雷结的气息 会变得如此古怪 这力量分明已经超过不死镜了 一旁的苏年紧盯着那紫色的雷云 脑海中不断回忆着什么 当这抹千里雷云的出现 本来准备收回神识的大能一顿 这是 陨命结 雷结变化 紫色玄雷千里雷云 这是 天道不容的寂灭紫雷结 什么 正在祖地交流着的苏家老祖们 脸上纷纷露出错愕之色 苏家魂殿内 守魂长老更是瞬息收回了神念 守魂长老看着苏一仙 不断闪烁着光芒晃动的魂牌 低声弥难道 妖孽结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 说完 他便消失在了原地 若有人在此 定然会惊呼 万年不曾离开过魂殿的守魂长老 今日 竟然主动离开了魂殿 陨命结 乃是在突破之时所引动的雷结 又名妖孽结 所出现之雷 因人而异 其中最为出名的 便是九命天结 寂灭紫雷结 前天大雷结 能够触发陨命结之人 皆是绝世妖孽 这般妖孽 无论是消耗还是气韵 都极大地影响了天道规则 被天道所不容 固然出现了此结 在这陨命结之下 几乎没有几个能够存活 纵观古今 度过此结之人 屈之可数 而且 允命结与普通雷结不同 哪怕是侥幸度过 也并无任何天道负责 反倒是一个不慎 便会被摧毁根骨 与体制器语 这般雷结 对于任何绝世妖孽 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玄黄秘境内 一道道气息 恐怖至极深不可测的身影出现 他们皆是从祖地之中赶来 苏震鼎看着眼前这群血病双环 苍老得不成样子的老人们 瞳孔一缩 老祖 眼前这群人 全都来自苏家祖地 他们竟然同一时间出现在此地 莫非是为了神子 苏震鼎上前 恭敬无比道 太原老祖 法明老祖 清禾老祖 苏震鼎心中惊骇 一群年纪加起来 可敌数个纪元的老祖们 竟然从续命严寿的祖地之中而来 与此同时 仅仅是一炷香的时间 苏擎天与苏家族内的各个长老 也纷纷赶到 此刻的玄黄秘境外 聚集了大半支撑其古族苏家的族内大佬 族长 大长老 老二 你们怎么也来了 苏震鼎心中 隐隐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苏擎天看着一众在场的老祖 感受到远处的气息 眉头紧锁 上前道 无而再度不死尽雷节 苏家老祖们没有说话 而是紧盯着远处千里紫云 忽然惊道 不好 这真是寂灭子雷节 寂灭子雷节 摧毁体质之节 这般雷节 无只听说过 发生在上古时期 混沌体与无名神体身上 云命节之下 有死无生 这寂灭子雷节 这小娃娃 怕是扛不住 清禾老祖目光如炬 悠悠道 寂灭子雷节 哪怕是无等也扛不下 一众苏家长老瞳孔一震 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 这雷节 竟然连不朽禁老祖 也无法抗下吗 太原老祖沉声道 妖孽节骨精含有 无族这一世神子天父 无容置疑 我古族苏家 必须保下这娃娃的性命 太原老祖 看向苏擎天道 擎天 这娃娃是你的儿子吧 妖孽节 乃是天地规则之力 以无等的力量还不够 若是想保住 这孩子的性命 用告地令 换无族大帝前来 此言一出 满堂哗然 苏家长老们 皆是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家老祖 告地令 非苏家关键时期不可使用 乃是唯有族长 才能决断的令牌 苏擎天由于片刻 一旁的法明老祖 呵斥道 不可 让无先试试 法明老祖眼神闪烁 只见他大手一挥 倒到恐怖的黑色真气 如海一般 涌入紫色雷云之中 只是顷刻间 便包裹住整片千里紫云 紧接而来的 是一股来自天地间 至高的规则之力 猛烈的撞击 法明老祖脸色一白 可出一口精血 本就苍老面孔 显得更加萎靡 气血不稳 身躯摇摇晃晃 清河老祖见状上前 符文法明老祖 面露赤色 喝道 法明 这与命结 乃是规则之力 非无等不朽 可插手阻断的 你这般动用力量 遭到天地之力反噬 受缘俱减 还不快回祖地之中疗养 规则之力 唯有大地竟能够掌控 若是旁人强行干涉雷结 那雷结只会变得更强 法明老祖神色微米不振 轻松地老眼昏沉 望着那千里紫云 喃喃道 可 嗨嗨 清河 并非没有用 这紫云 你可有注意消散了一些 众人听闻望去 被法明老祖真气所包裹住的紫色雷云 竟然真的消散了约目一里 法明老祖悠悠道 妖孽节更古难遇 哪怕是五谷族苏家 也是第一次出现这般雷结 此等后辈 五等这群老不死 自当全力庇护 千百年后 只要此子不陨落 五谷族苏家 必然站在心的高度 老夫哪怕是拼尽全力 也虽死无憾 所有人听闻 心里一震 此时 远处传来一道 幽远苍老的声音 好了 无苏家所有人都知你法明之心 这寂灭子雷结 还是让吴来吧 一身着蓝符的老人 踏空而来 气息平稳内敛 看上去平平无奇 见来人 太原老祖等人 眼神流过一丝诧异之色 太原老祖道 守婚 你这家伙 怎么啃出来了 一旁的苏秦天等人 见状心里一惊 苏家魂殿的那位老祖 守魂老祖 万年不曾离开过魂殿 今日竟然离开魂殿了 守魂老祖目光悠悠 只手一抬 一道黄色的流光 涌入法明老祖体内 法明老祖的脸色 顿时好看了不少 不必让族长使用告地令 无能保神子无忧 守魂缓缓道 太原老祖皱了皱眉道 守魂 这陨灭劫可不是开玩笑的 陨命劫 顾名思义 其存在 便不打算让任何经历此劫的修饰活下去 也就是说 苏一仙所要面对的雷劫 是几乎不可能通过的结束 守魂老祖没有说话 而是腾空而起 朝着苏一仙的方向击去 而此刻苏一仙这边 正不断抵抗着 寂灭子雷劫的狂暴紫色雷霆 苍天神闻 宛若活了过来一般 不断游走 苍天神炼浮现于身前 牢牢地缠绕着漫天雷霆 咔 无数道苍天神炼 净数碎裂 紫色雷霆轰击于苏一仙身躯之上 其中蕴藏着狂暴的力量毁灭一切 甚至隐隐有要侵蚀进苍天神体的架势 苍天葬徒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 直接开启了苍天神体的第三道神通之术 顷刻间 灰白领域以它为中心 笼罩数十米范围 无数道存在于灰白色领域内的紫色雷霆 瞬间竞数消散 望着天空中 愈变愈强的寂灭子雷杰 苏一仙脸上露出了一丝名众 这雷杰 有点古怪啊 苏一仙难难道 这力量 完全已经不属于了 不死境雷杰的范畴了 如果说不死境雷杰的上限 便是不死境初期 九转境修饰 能够有机会扛过的雷杰 那么天空中那狂暴至极 洗尽一切的寂灭子雷杰所酝酿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九转境修饰可以抵挡的 那是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就像是刻意在针对自己一样 随着苍天领域的解除 天空中那紫色的雷霆久久不落 像是正在酝酿着恐怖的力量 射人心魄 此乃寂灭子雷杰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苏一仙一愣 回身看去 守魂老祖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守魂望着天空中那千里紫云 道 此雷杰乃是隐命杰 有死无生 还是让老夫替神子度过此劫吧 寂灭子雷杰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 忽然似想起了什么 脸色一变 竟然是这般妖孽杰 古籍之中 妖孽杰非十大 神体不限 而寂灭子雷杰 又是专门抹杀这种体质的雷杰 竟然是自己苍天神体缩印来的 苏一仙望着天空中千里紫云 眼神闪烁 神子乃无足万年来最为出色的后辈 此劫非人力能及 哪怕是侥幸度过 也会体质尽毁 守魂老祖悠悠道 老夫本就是一将死之人 苟活数万年 能够见苏家 有神子这般的后辈 已然知足 神子不必有所负担 守魂老祖的意思 明显就是要以命珠自己度过此劫 苏一仙看了一眼守魂老祖 难难道 非人力所敌吗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寂灭子雷杰 是否真有这么恐怖 说完 苏一仙的瞳孔 变成古老尊贵的赤金色 苍天神体爆发到极致 无数道苍天神炼交织盘旋 在这千里紫云之下 苏一仙整个人 犹如变成了金色的太阳一般 这霸道无比的力量 令守魂老祖瞳孔一缩 他目光紧盯着速度极快的苏一仙喝道 神子 同一时间 天空中的酝酿已久的寂灭子雷结轰 得一声 爆发出一道夺目刺眼的紫色光芒 从远处看去 玄黄秘境的上空 千里紫云涌动 化作一道巨大的漩涡 玄黄秘境中无数的灵气 疯狂涌入其中 雷云里不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 紫云急剧凝缩 终于 一道粗壮的寂灭子雷雷柱 从那漩涡中迸发而出 笔直朝着苏一仙渺小的身影射下 天地一时间为之失色 远处的苏家老祖与一众长老 皆是面色俱变 神子 苏晴天目光满是优色地盯着天空中 宛若沧海一速般渺小的身影 无二 为父相信你 太原老祖面色难看 摇了摇头轻声道 完了 若是能够提早得知这妖孽节 让族内递进出手 尚且有救 可如今 寂灭子雷节已现 一切尘埃落定 任谁都不觉得 有什么绝世妖孽 能够在此结束下存活 在这恐怖无比的毁灭力量 无论是什么 都将化为尘埃 玄黄秘境中 刚想出手的守魂长老 身形一顿 他望见那寂灭雷柱之中 一道金色的身影 正直冲而上 似要从中撕裂 这寂灭子雷所降下的雷柱 天空之上 苏一仙赤金色的苍天神童中 满是无惧之色 不屈地骨与苍天之血 相辅相成 沸腾翻涌 一身战役直冲云霄 毫无退路可言 苍天藏土 再一次使用苍天藏土 能够无视一切神通之术的 苍天藏土 与寂灭子雷撞击的一瞬间 在这规则之力下 竟然发出咔嚓一声的破碎声 围绕周身无数道苍天锁链 一拥而入 遮天蔽日地阻击着 寂灭子雷 磅礴浩瀚的恐怖力量 苏一仙赤金色双瞳 明亮逼人 体内世界树正 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苍天真气 苏一仙看着苍天藏土外 浩瀚的寂灭子雷 从他体内 散发出一道古老霸道的气息 苍天神闻发出质量的金芒 一道道宛若谷中敲响的红波 从身躯中迸发 道阴迷迷 此刻的苏一仙神俊无比 霸道至极 雄魂厚重的苍天气 阴郁于全风 不断地在凝炼压缩 不屈地古战役地径叠加 第一层 第二层 并且 苏一仙将苍天藏土的领域 缩减至包裹自身的范围 直面寂灭子雷巨大的雷柱 一瞬间 手中积蓄已久的苍天气爆发 神源古今 第一神通 苍天神闻不断游动 看上去神秘玄奥 在苏一仙身前 一道金色的明文赫然亮起 手中那苍天气猛地爆发 一道气息霸道的金色拳头 携带着滔天的威压 仿佛能够击碎星空一般 在苍天神体下 这古老霸道的破灭祖拳大神 通与寂灭子雷碰撞 破灭祖拳 轰隆隆 玄黄秘境 一瞬间爆发出了一股巨大的能量 震荡起的余波 不断向外扩散 秘境中尚有些许灵性的天才地宝们 竟然都轻轻摇曳着 像是有些瑟瑟发抖 就连苏家老祖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 当这恐怖荡漾的余波消散 太原老祖竟然从卖余威之下 看到一个渺小无比的身影 众人瞳孔一缩 那粗壮的寂灭子雷并未消失 渺小的身影 沐浴在子雷中直冲而上 作为神源古今中的第一道神通 作为最适合苍天神体的功法 破灭祖拳的墙便在于这道神通 能够无限量地压缩苍天气 直至它彻底爆发 破灭祖拳一出 日月失灰 山河逆流 天崩地裂 而苏一仙所拥有世界术 体内的所储蓄的苍天真气 可谓是无穷无尽 苏一仙赤金色的瞳孔毫无感情 面对着能够覆灭一切的寂灭子雷 同为破灭一切的破灭祖拳一出 一往无前 那坚不可摧的浩瀚宏伟的寂灭紫色雷柱 竟然被这金色的拳头给撕开了一道口子 雷霆之中 不断爆发出噼里啪啦 报名上 苏一仙的苍天之血沸腾到极致 终于 在破灭祖拳所爆发的威能之下 近乎千米长的寂灭子雷 竟然被他给生生打散 无数道的子雷融会而成的雷柱 竟然被一分为二 苏家长老们 满脸震惊之色地看着远处化为两道的寂灭子雷 一个散发着金色耀眼的身影 踏离于空中 宛如神奇一般 鹤离于千里紫云之下 这无可匹敌的妖孽与命节 摧毁体质的寂灭子雷节 竟然就这么生生 被打破了 苏震顶老脸激动地通红 他双手紧握 看着一旁的苏秦天道 组长 神子竟然突破妖孽节了 苏秦天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灼灼地看着远处的苏一仙 眼神难言喜色 远处 离苏一仙最为接近的守魂老祖 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刚刚所爆发出的力量 那一瞬间的力量 绝对已经远远超过了九转镜的范畴 这寂灭子雷节 竟然被神子给渡过了 苏一仙的气息 在沐浴过寂灭子雷后 也随之升华 这是不死境节数所带来的福泽 而并非是云命节 点点紫色星光 洋洋洒洒地 洒在苏一仙的身上 苏一仙闭目感受着身体内发生的变化 不死境了 苏一仙睁开眼 望着天空中那片似要褪去的千里紫云 紫云内依旧是电闪雷鸣 寂灭子雷在其中翻涌 一条条宛若雷蛇的紫电闪烁 苏一仙眼神闪烁 盯着上方的千里紫云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时 守魂老祖的身影出现 他一脸欣慰地看着苏一仙 像是在看一个极为满意的后背 口里不断喃喃道 能够突破云命节的妖孽 大多是通过帝尊帮忙 能够靠一己之力突破雷节 老夫不知道上古时期 有没有这种妖孽的存在 但神子 你确是吴苏家古今来第一位 守魂老祖双目爆发出金芒 一时间 苍老的眼眸明亮无比 像是看到了古族苏家的未来 早就半只脚入土 心如止水的他 也忍不住内心泛起了波动 苍天之血的沸腾 并未因此而停止 苏一仙朝着守魂老祖拱了拱手 道 一仙定不辜负苏家先辈的期望 说到这 苏一仙转头看向上方 逐渐消散的千里紫云 说道 但 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事要做 说到这 苏一仙腾空而起 又一次冲最顶端的千里紫云而去 守魂老祖一惊 云命节既已度过 神子这是要做什么 本未能够度过这妖孽节 还为丧失体质的苏一仙 而感到庆幸的众人 满脸不解 所有人的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太原老祖皱了皱眉头 看着不肯罢休的苏一仙 难难道 这是何意 就连苏一仙的生父苏青天 也有些搞不明白他的想法 云命节只管毁灭 并无任何负责降临 除了证明渡劫之人 乃绝世妖孽外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苏一仙 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主 这寂灭子雷 不是属于天地一伙榜中的天道雷劫 如今 梨儿已有四朵天地一伙 自己闭关许久 未见梨儿那小丫头 这寂灭子雷 我苏一仙要定了 想到这 苏一仙目光大胜 因为就在刚刚 他沟通系统得到了答案 这寂灭子雷 并非不可获取 体内世界树轻轻摇曳 海量的苍天真气 源源不断地补充着 苏一仙所消耗的力量 犹如江河一般 永无止境 金色的流光冲入云霄 似察觉到了有人闯入 那本来消散的紫色结云中的子电 竟然又融合在一起 神渊古今运转到极致 一道无可匹敌的金色全印 冲天而去 破灭祖泉 破灭祖泉 连带着云层与子电一并击溃 千里子云赫然被击开了一道口子 苏一仙冲入那数千里的紫云当中 周围是无数涌动狂暴的紫电雷蛇 他们朝着苏一仙疯了一般袭来 苍天藏土 灰白色的领域展开 紫色的雷电在苍天藏土中瞬息消散 在紫色云层的最中心深处 苏一仙看到了惊骇世俗的一幕 一道恐怖至极 充满规则之力的恐怖意象 紫云深处 一汪池水中流淌着无数形色各异的天道之雷 寂灭紫雷 紫霄神雷 那池水中充满着毁天灭地的伟丽 威严 古老 霸道 无数五颜六色神韵无比的雷霆 在其中翻涌咆哮 波澜壮阔 与那雷池中纯粹至极的雷霆相比 被分化出的寂灭紫雷之力根本不值一提 苏一仙静静踏立于紫云之中 前方雷池宛若人间炼狱 电闪雷鸣 生灵止境 无数闪雷涌动 这便是天道深处 掌控所有天节的混沌及至宝 一个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却无法触及分毫的神物 大盗雷池 虽然眼前的大盗雷池只不过是一道异象 但其中所有的那一缕寂灭紫雷本源已经足够了 系统 消耗五千天命值 这寂灭紫雷 就当是狸儿的礼物 苏一仙毫不犹豫到 丁 检测到大盗雷池投影 一缕寂灭紫雷本源 消耗成功 系统的声音消失 一只晴天的巨手不知从何处探入千里紫云深处 这巨手足足有数百米之大 携带着古老不可抗拒的莫大威严 雷池之中的天道雷霆报名 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着巨长分毫 而这巨长 无视了这数万道狂暴至极的雷霆 一举没入这大盗雷池之中 大盗雷池发出剧烈的颤抖 雷池中的万千天道雷霆 如同疯了一般朝着那只巨大的手掌袭去 从外界看来 这数千里紫云中不断 骤亮起各异的颜色与雷鸣之声 只见那只擒天大手朝大盗雷池中猛地一抓 一缕紫色的雷霆地 从大盗雷池中生生被抽离了出来 这枚紫色的天道雷霆 狂暴至极 在巨手手掌之中 竟然还不断跳动 试图逃脱 这便是寂灭子雷的一缕本源 当寂灭子雷被抽离后 大盗雷池的投影像是失去了支柱 逐渐淡化 随后便消散不见 那不知从何处出现的巨手 也随之消失 寂灭子雷缓缓漂浮到苏一仙眼前 看着这团静静跳动的紫色雷霆 苏一仙将寂灭子雷给抓入手中 就是你这么个小玩意吗 苏一仙难难道 为了得到这一缕寂灭子雷本源 自己甚至将最后所剩无几的天命值 都给消耗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苏一仙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这千里紫云 在失去了大道雷池 与寂灭子雷后 很快地便消散 除了空中还残留的雷洁气息 玄黄秘境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远处的太原老祖与苏秦天等人 见状惊喜道 终于结束了 太原老祖不由失笑道 看来是我等低估了这位神子 能度过这与命节的天骄 就算放在上古时期 也是绝世妖念 清禾老祖也是笑道 太原 无想要去看看这个孩子 太原老祖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身负重伤的法明老祖 说道 有手魂在那里便足够了 法明之前强行出手 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我等还要尽快将他带回祖地之中休养 太原老祖看着苏秦天说道 秦天 你倒是生了的好儿子 这小娃娃 当真不错 一众祖地老祖 皆是收起了之前轻视的心态 一个能够引动 甚至凭借自身度过与命节的绝世妖念 闻所未闻 如此出色的后辈 若不出意外 日后必然能够位列大地 哪怕是在大地之中 都可以成为顶尖的那一匹 而等一定要竭尽全力 保护他的成长 知道吗 清禾老祖认真嘱咐道 八年闭关未见 想不到自家儿子一出世 便给了自己这么大一个惊喜 苏秦天不有感觉 脸上倍儿有光 自豪无比 苏秦天笑着拱了拱手 说道 老祖大可放心 一仙乃是无二 这是自然 清禾老祖点了点头 深深地看了远处天空中苏一仙一眼 诸位苏家老祖的身影逐渐变淡 一众苏家长老 见状纷纷道 恭送老祖 直到几位祖地之中的老祖离开后 苏正鼎才忍不住上前 目光火热地看着苏秦天道 族长 吴等还是快去看看 神子有没有受伤 能度过妖孽节的天骄啊 若是传出去 被其他古族得知 只怕是要震惊上界 苏秦天文言皱了皱眉头 抬手说道 不可 沐浴秀于灵 则风必摧之 虽不知无而是何体质 但是这妖孽节一事 切不可外转 好在一先是在无族玄黄秘境之中渡劫 此事只有我族内不知晓 若是在外界 只怕是要闹得人尽皆知 苏秦天眼神闪烁 虽他古族苏家无拘任何人 除了其余几个底蕴 与苏家一般深厚的古族外 也没有哪个势力 敢不长眼睛的招惹 但妖孽节之事实在是太过惊骇 若是被有心人注意 只怕是会在背地里不择手段 当初自己正是因为性情高傲自负 树大招风 才使得有小人觊觎 也正是如此 才错失地缘 时也命也 苏秦天断然不可能 让苏一先重蹈覆辙 大长老苏北明也开口道 族长所说不错 神子如今既已得到老祖们的注意 更是要保护周全 苏贤那小娃娃 也是时候召回族中 依我看 就让他苏邪做神子的护道者好了 不知三长老一下如何 苏镇顶明悟 收敛了一下自己的欣喜之情 思索了一番 能够恢复苏邪的身份倒也不是不行 想到这 苏镇顶朝着苏秦天恳求道 族长 不如就让吴儿做神子的护道者 苏延在旁也开口道 在递境时 老夫遇到苏邪那小子 如今修为已达到神须境 与我们这群老家伙都差不了多少 况且 苏邪与神子 两人年纪相仿 相必也不会让神子感到不自在 老夫觉得可行 苏秦天思索了一番 道 这件事容后再做商议 先去看看一仙如何 玄黄秘境内 守魂老祖苏太 腾空而来 看着苏一仙手中的那狂暴跳动的紫色雷霆 心中一惊 说道 若是老夫没有看错的话 这可是寄灭子雷 苏一仙也没有隐瞒 将寄灭子雷 收入世界术当中 说道 是的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苏太苍老的脸庞上 更是愈发地惊讶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苏一仙 他忍不住称赞道 神子这般夺天手段 当真不凡 哪怕是老夫 都不能从这千里紫云中 去夺取这寄灭子雷的一缕本源 这般手段 恐怕也唯有大地 才有可能能够做到 苏太并没有多问 他知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可言 更何况眼前之人 还是本族神子 两人落地 苏一仙上前拱手笑道 之前事发突然 晚辈有些难以顾忌其他 有失礼节 一仙见过守魂老祖 苏太笑着摆了摆手 眼神温和地说道 我们苏家可没这么多规矩 神子机缘滔天 手段恐怖 看来事实证明 老夫的眼光确实没有看错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追上其他天骄 真是辛苦你了 孩子 苏一仙摇了摇头 认真道 老祖谬赞了 一仙如今的实力 还是远远不够的 苏太抚须 十分肯定地说道 不骄不躁 很好 等你踏入天地境之时 当横压一众妖孽天骄 这将是属于你的时代 哈哈 老祖宗过誉了 可别让这家伙飘了 此时 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苏擎天 与一众苏家长老而来 苏一仙见状一正 似乎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人 上前说道 父亲大人 大长老 二长老 三长老 苏擎天笑容满面 大笑道 好 当真是不死尽了 不愧是无苏擎天的儿子 看来这八年以来 一仙你收获颇丰啊 苏一仙听闻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之色 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一般 苏一仙询问道 父亲大人 我修炼得多久 苏擎天有些不解 但还是说道 八年 苏一仙表情逐渐变得有些难看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闭关参悟神缘古今 这一闭关就是整整八年 也就是说 梨儿现在已经十六岁了 赤黄剑 此方戒御无主 不属于任何一个势力管辖 因为这片戒御产物实在太少 也没有什么能够令别人争夺的机缘存在 所以 此地的修士们 修为也并不高 直到某一日 上界之中流传起赤黄界之中 有一枚天地一火榜排名第七的大道扬言出世 惊动了无数道统天骄 争相前来争夺 赤黄界本土势力丹阳盟内 一众只是与丹阳盟高层面露俱异的 看着眼前的一众天骄 有些瑟瑟发抖 丹阳盟盟主慕春华 看着眼前一众身着华贵 气宇不凡的天骄们 脸颊流落下一滴冷汗 身旁一名丹阳盟供奉 拱了拱沐春华的肩膀 询问道 盟主 这怎么办 沐春华瞪了他一眼 说道 我能怎么办 这群从外界而来的天骄们 皆是背景深厚 虽然修为不高 大多是登天进修为 但他们深厚之人 可不是自己能够得罪得起的存在 若是一个不好 只怕是丹阳盟就要玩在自己手里 此刻人群之中 一名年龄不大 模样俊俏的少年 傲然地报复开口道 听说你们丹阳盟里 有天地一火 这枚天地一火大道扬言 我言仇俞要了 那般模样 无容置疑 丹阳盟盟主沐春华 一听心脏咯噔一下 面如死灰 虽然早有准备 但却实在没想到 来人竟然这么肆无忌惮地开口索要 此时 丹阳盟中一名真传弟子 皱着眉头开口道 凭什么 这大道扬言 可是无丹阳盟之物 丹仇俞听闻眉头一挑 巨傲地说道 哦 你说什么 凭什么 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丹仇俞不屑地笑了起来 霸道无比地说道 就凭我叫丹仇俞 丹仇俞身后的众多天骄 朝着那名真传弟子看去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一般 还未等那真传弟子开口说话 丹仇俞身旁的黑袍老者 便只见一点 一道恐怖的真气射去 在那名真传弟子眉心之间 一个细小的黑洞出现 随后轰 被一声倒在了地上 丹仇俞的追随者们开口嘲讽道 土包子 丹公子可是古族丹家之人 你们一个区区小界 若是惹得丹公子不快 丹家翻手可灭 当真是不知者无畏 一个小势力之人 也敢嘲讽丹公子 丹阳盟盟主穆春华 瞳孔一缩 他瞪眼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不免生起怒气 好生狂妄 可奈何对方背景深厚 自己又不好发作 严仇俞对这场面 似乎见怪不怪了 坐在手座之上 神态傲然 看着一旁的穆春华淡淡道 我也不为难你丹阳盟 想必盟主你应该也知道 以你丹阳盟的实力 根本守不住这大道扬言吧 这里的天骄 随便从中挑一个他身后的势力 都不是你们这群人所能够想象的 依我看 穆盟主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将这大道扬言给交出来 省得麻烦 有不朽道统的天骄孝道 严兄所言不错 赤皇戒 一个连附庸道统都没有的不知名小戒 若非这大道扬言 无等看都不会看上眼 只是 这大道扬言只有一枚 要如何分配呢 一众外戒天骄侃侃而谈 浑然没有将丹阳盟放在眼里 严仇欲但孝道 简单 无等就鄙视一番 谁赢了 这没大道扬言便归谁 如何 有天骄道 严兄立此此言诧异 严兄身为古族之人 无自愧不如 自愿放弃 天地一伙 能者居知 严兄这般年纪便登天境九重 看来这大道扬言 是与在下无缘咯 先不说能不能够打得过 在场大多都是不朽道统势力的天骄 自然没几个愿意 冒着风险得罪古族之人 严仇欲这么说 不少不朽道统的天骄直接表态 这大道扬言 仿若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见慕春华久久不语 严仇欲皱了皱眉头冷声道 还愣着做什么 老东西 无尽你一声盟主 可别真给脸不要脸 这般威胁之意 不言而喻 慕春华脸色有些阴霾 脑海中挣扎许久 最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叹了口气道 我知道了严公子 这就去 这时 丹阳门外传来一道宛若银铃一般清脆的声音 既然是能者居之 那这大道扬言 给我好不好 严仇欲皱了皱眉头 朝着那声音看去 谁 只见门外 一名身高约莫一米五六 身着红裙灵气十足的少女走来 在这红裙少女身后 跟着的还有一位身姿曼妙 面容绝美的女子 当见到来人 严仇欲微微失神 不仅是她 就连她身后的那一众的追随者 与丹阳门之人 也都僵在了那里 所有人心中 都不约而同的惊呼道 好美 红裙少女灵气十足 钟灵欲秀 眉儿弯弯细长 宛若柳叶一般 在这之下 是一对纯真动人眼眸 像是流淌着潺潺溪水 清澈无瑕 娇俏精致的小鼻梁 晶莹的红唇 身姿轻银纤细 在红裙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明媚光彩照人 一眼便令人忍不住 升起一股呵护之心 而在其身后的那名蓝裙女子 气质高贵 雍雅大气 面容精致绝艳 曼妙的身姿 犹如水蛇一般惹祸 苏兄高挺而饱满 一平一笑间 都勾人心魄 欲火横上 这两位女子的出现 天地一时间都为之失色 无论是其中哪一位 都各有各的风格 令人垂涎 到底还是古足天骄 严仇欲很快便缓过神来 眼里闪过一丝欲望之色 但是却很好地被她掩藏了起来 严仇欲上前拱手 自觉风雅地说道 想不到这小界之中 竟然有这般家人 在下倒是不须此行 在下古足严家严仇欲 敢问姑娘方明 两女根本就没有理会严仇欲 少女皱了皱眉头 十分嫌弃似的 朝着一旁的蓝裙绝色女子说道 双二姐 严家也是古足吗 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呢 少女不是别人 正是出来游玩的梨儿 而在梨儿身边的那位蓝裙女子 乃是被苏义仙安排照顾她的秦佑霜 秦佑霜美眸微垂 思索了片刻 轻声道 严家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古足 两年前在猎阳界出世的古足严家 听闻此族一出世 便将吞并了周围数十个界语 应该是那个家族吧 严仇欲瞄了一眼 秦佑霜恶娜妩妩妩妩妩的身材 相比于眼前这个少女 她还是更喜欢成熟一些女子 严仇欲也不在意对方的无视 笑道 在下不才 正是列阳界的那个严家 严仇欲神情自得 古足之名 享还上界 自己这身份 无论是到哪里 都是万人敬仰的存在 严仇欲仔细打量了一眼眼前两位女子 发现那位青春靓丽的少女修为 竟然与自己相差无几 同为登天静 而那身材惹火的女子 修为也不弱 素到静 梨儿天姿不在苏义仙之下 拥有化火神体的她 修为猛静 如今已然是登天静七重的修为 反倒是秦幼霜 虽得告命静传承 改善了下资质 但天赋仍旧不尽如人意 八年的时间里 也才从素到静一重 堪堪突破至素到静九重 稍显缓慢 这也无怪乎此 若是不出意外 没有苏义仙的出现 秦幼霜真正的逆袭点 在于夺取李长生的羽化神体 修炼之路本就残酷无比 不过是繁体的她 能够在八年内 修炼都素到静九重 已经足以说明其的努力 随着其中步伐有苏家资源的相助 若是寻常人等 达到素到静后 突破一个小静 甚至都得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严绸玉看着两人 心中暗暗想到 眼前这身材惹火的女子 十分尊敬这位少女 而且 这少女年龄 好像还比自己还小上不少 说不定也是古族之人 严绸玉试探性地问道 姑娘想必也是得到消息 为这大道扬言而来的吧 不知姑娘 是哪位道统的弟子 李尔眨了眨眼 天真无邪地盯着严绸玉看着 随后展颜一笑 看上去俏皮无比 脆生生地说道 关你屁事 严绸玉本来笑容满面的脸突然一僵 似乎没有想到这灵气十足的少女 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由脸色一黑 察觉到周围的目光 感到有些丢脸 身后的道统天骄们 强忍着笑意 想不到还能看到这高傲无比的 古族公子吃扁 但他们还是上前说道 好生无理的丫头 严绸玉身旁的老者皱了皱眉头 刚想要动手 却被严绸玉抬手拦住 严绸玉嘴角抽了抽 强颜欢笑道 姑娘当真是有趣 一旁的秦幼霜见状符额 这小丫头 自从苏一仙与苏家的那群幼子们不在后 没人管束 这八年来 简直可谓是野蛮生长 开口就将人得罪了个遍 秦幼霜迎迎上前 打着圆场地说道 这位严公子 我们不过是一伞修而已 离儿听闻 眼咕噜转了一下 点点头 俏皮地说道 对啊对啊 双二姐说的没错 严绸玉一听 瞬间就放下心来 原来只是一毫无背景的散修啊 她的脸色逐渐变得冷淡 虽然眼前两女容貌惊艳动人 但在这修真戒之中 美色是最不值钱的 本来还有些忌惮着少女的天赋 看来也是有些机缘而已 严绸玉甚至心里 已经开始隐隐筹化着 要如何将两女收入囊中了 离儿看着严绸玉思索的表情 一看就是起了什么坏心思 说道 我与双二姐在门外听你说 这大道扬言 能者居知 是这样吗 严绸玉一笑 将两人领了进来 说道 自然 严阳盟盟主 穆春华 一见又来两人 两眼差点一黑 心中嘀咕道 完了 怎么又来两个 这群天骄们争斗 可千万别 牵连到我严阳盟啊 严绸玉一见 穆春华还在此处 表情不由冷了下来 淡淡道 穆盟主 那没大道扬言 可是带来了 穆春华浑身一寒 赶忙说道 严公子 吴这就去 这就去 一群天骄们闲聊了一会 严绸玉坐上手坐 李儿一直晃悠着小腿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就苦了情幼霜了 一直与此人笑脸相像 好在这么多年下来 他早就不是从前那什么都不懂的情幼霜了 对这上界之中的各大势力 也了解了不少 所见过的古族天骄 没有几百也有个三四十 一直游刃有余 秦幼霜看着此人的笑脸 美眸之下 不由闪过了一丝厌恶 虽然严绸玉很好地掩藏 但还是被他敏锐地发现了 此人眼中的淫欲之色 秦幼霜不由感叹 并非所有古族之人 都像苏公子那般谦逊有礼 大多古族天骄 除了对待同是古族的人以外 多半是高人一等 霸道至极 严绸玉也免不了在其中 此时穆春华匆匆赶来 在他手中 是一座巴掌大小的青铜丹炉 严绸玉健壮道 穆盟主 可让我们好等啊 穆春华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急忙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严公子 这大道扬言太过赤裂 无也是 花费了一些时间 才将其带来 有天骄扫了一眼穆春华 除了他手中的青铜丹炉 却未见大道扬言的存在 有些不悦地说道 穆盟主 这大道扬言在哪 穆春华毕恭毕敬 将手中青铜丹炉展开 运用真气 推动在严绸玉面前 道 诸位请看 这丹炉乃是吴丹阳蒙祖传圣气 唯有他方可束缚大道扬言 而这大道扬言 正是在此丹炉之中 李尔小脸盯着这青铜丹炉 丹炉滚烫无比 在这其中 他感觉了天地一伙的气息 自己体内的几道一伙 也皆是有些躁动了起来 秦右双注意到了李尔的异常 轻声问道 李尔 是在这里面吗 李尔啃了一口 从桌上拿的灵果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只见慕春华运转体内蒸气 操纵着这青铜丹炉 将其丹顶掀开 一道炽热无比的热浪 从青铜丹炉中迸发而出 场内的温度一下骤声 一道红色的滑光亮起 慕春华满头大汗 显得有些吃力牵引 不一会 一道炽热赤红 正在吟吟 跳动的神韵火焰 从青铜丹炉中上升出 宛若出生的骄阳一般 那火焰充满着道运的气息 光彩夺目 在火焰周围 甚至能看见层层泛起的热流 大道扬言 见到此火 炎愁欲地 呼吸一下就急促了起来 他炎家的修炼 与离儿化火神体有些相似 他们鼓足炎家中人 每一个在达到速道径之时 都需要准备好一枚火焰 方才能够突破 而这火焰的强度 能够影响到个人战力 当速道径融合火焰之后 自身的蒸气 也会转变成火焰的属性 携带火焰之力 但天地异火难得一见 稀少无比 哪怕是古足炎家之中 所拥有的天地异火数量 也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族人 只能融合寿火 灵火 好一点的 便是家族赐予下来 天地异火的分种家伙 炎愁欲野心极大 本有自家兄长所给予的寿亡元火 可比肩天地异火的存在 但他却迟迟不肯 突破到速道径 在得到大道扬言消息后 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而来 却想不到此地真有慈火 更别说大道扬言 在天地异火榜中排名 还如此靠前 炎愁欲一时间目光火热 毫不掩饰其中贪婪之意 身旁的那名老者 似察觉到了公子心中所想 身上散发出一道浓厚的气势 笼罩了整个丹阳盟之中 周围天骄无不面色大变 眼前这老者乃是九转进二重 此地丹阳盟盟主 不过速道进六重而已 炎愁欲收敛了一下心神 大笑道 诸位不必惊慌 苦老只不过是担心 这天地一伙失控而已 炎愁欲看向沐春华 心情愉悦地说道 的确是大道扬言 慕盟主当真是好福气啊 沐春华心里匪复 再大的福气 还不是做了他人医 但却不敢表现出来 恭敬道 炎公子谬赞了 炎愁欲眼神闪烁 看着那眉大道扬言 与青铜小鼎 目光闪烁 忽然说道 我看着青铜丹炉也不错 既然大道扬言 需要此丹炉 依我看 沐盟主不如 也一并给我们吧 如何 炎愁欲身旁的老者气息 牢牢锁定住沐春华 仿佛他一个 不肯便会出手的样子 沐春华心中愤怒无比 暗暗捏紧拳头 这哪是什么古族天骄 分明就是劫匪 但谁让是不如人 别说是古族这种剧情了 就算是随便一个不朽道统 也不是丹阳盟 能够惹得起的存在 沐春华强忍着心痛 苦笑着说道 这是自然 这是自然 梨儿见此皱了皱翘眉 朝着秦佑霜说道 双二姐 好过分 她连别人的东西都要抢 秦佑霜见状点点头 白了她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看来梨儿你想要的 这大道扬言 有些难了 若是苏求与苏命两位大人 在这就好了 谁让你非要偷偷溜出来 梨儿吐了吐舌头 有些不好意思 但秦佑霜还是想争取一下 朝着严仇欲说道 如公子所说 这天地一伙 既然是能者居之 在场这么多天骄 严公子莫非就这么有自信 拿到这大道扬言 严仇欲听闻身形一顿 眼神闪过一丝轻面 到底还是一个散修 空有一副好皮囊 没有见过世面 他们不过是一群不朽道统的弟子 而自己是什么人 自己可是古足严家之人 两者之间如何能够对比 严仇欲拍手大笑道 秦姑娘说的是急 确实该如此 只是在座的诸位 都并非不识大体之人 若是有人能够打得过本公子 这天地一伙 自然是归他 只是 有人要试试吗 说话间 严仇欲淡淡地扫了一眼 众多天骄 众人皆是脸色一变 纷纷出言笑道 严公子严重了 无等前来 不过是好奇这大道扬言 适合模样 并无争夺之意 论实力 在下自愧不如严公子 自然是选择退出 此等天地至宝 也唯有严公子 这样的天骄 才能够配得上 听着耳边不断奉承示弱之言 严仇欲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秦佑霜 笑道 你看 秦姑娘 这无人敢挑战无 我也没有办法呀 秦佑霜一时语色 见此人如此惺惺作态 心里顿时感到恶心无比 更加看不起眼前这个古族公子 嘴上说得这么好听 无非就是仗着身后古族逼迫众人 再没成为苏公子侍女前 她本就是一个小国公主 背景薄弱 自然见不惯这种人 要真实论背景 以公子对离儿的宠爱 在场所有人背景加在一起 都不如离儿背后的苏公子分毫 来到苏家这么久了 秦佑霜也自然是知道 古族苏家在上界之中的分量 秦佑霜看着严仇欲 一脸自得的表情 淡淡讽刺道 严公子当真是绝世天骄 严仇欲笑盈盈道 眼神放肆无比地盯着 秦佑霜高耸的胸前看去 道 哈哈 在下与秦姑娘一见如故 若是秦姑娘 真想要这大道火种 只要与在下共度春宵一刻 这天地一伙便赠于姑娘 如何 秦佑霜一听 脸色瞬间变得冰寒无比 严仇欲见秦佑霜低着头 没有说话 不由暗笑 哪怕是他同意了又如何 这没大道扬言 非是属于自己不可 此时座椅上的梨儿 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灵果 发出清脆的响声 砸巴着嘴轻声说道 真是不要脸 严仇欲眉头一挑 目光转向了梨儿身上 笑呵呵道 乌可从未逼迫过任何人 梨儿姑娘 若是不服 无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能打败我 这大道扬言 就算是给你 又有何妨 梨儿一听 小脸笑嘻嘻地看着严仇欲 问道 当真 严仇欲轻笑道 自然是当真 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灵气十足的少女 心中暗暗不屑道 莫非真以为能够赢我 自己乃是古族严家添骄 修炼的可是地精 自幼便浸泡在数不尽的天才地宝之下 若是润战力 一个区区无名散修 启示自己的对手 大厅内其他的天骄 皆是诧异地看了梨儿一眼 有天骄好心道 小姑娘 先不说颜公子是登天晋九重的天骄 你不过是登天晋六重 修为相差过大 再者说 颜公子可是古族天骄 哎 任兄 别这么说 说不定这小姑娘 手段不是那么简单呢 有人调笑道 敢挑战颜公子 倒是勇气可嘉 颜公子下手 可要漠视了轻重 伤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颜绸玉摆了摆手 场内安静了下来 颜绸玉笑看着梨儿 一脸自信地说道 梨儿姑娘 你想要怎么比 这时 秦右双赶忙上前 朝着梨儿说道 梨儿 等等 秦右双美眸中 闪过一丝担忧之色 这么多年下来 她自然是知道梨儿的实力 拥有树道天地一伙 配合所修炼的功法 微能恐怖 梨儿的无色艳 可是连肃道经自己 都忌惮无比的存在 但是苏公子在闭关之时 就告诫过自己 要照看好梨儿 这颜绸玉 虽然轻浮狂傲 但再怎么说 也是一位古族天骄 何况两人相差三个小径 恐怕梨儿在此人手中 占不到什么便宜 秦右双小声道 梨儿 此事暂且作罢 带回公子族内后 让苏求苏命 将这大道扬言替你抢来 苏求苏命 可不是什么善查 自苏一先闭关之后 就一直负责 跟随保护在梨儿身边 五年前 梨儿在一介余游玩 有位不朽道统的长老 注意到了他的化火身体 心怀不轨 硬是被苏求两人 给打死在人家道统之中 对方宗主 不仅不敢有怨言 反倒是几乎把底裤 都赔了个精光 若是跟他们二人 说梨儿想要这大道扬言 只怕是苏求苏命 两人都敢从对方 长辈眼皮子底下抢来 梨儿眨了眨眼 使了个眼色 说道 没事的 刷儿姐 相信我了 说完梨儿便转身 朝着颜仇玉 故作惊讶地说道 听他们说 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真的吗 颜仇玉歪嘴一笑 狂傲无比地说道 同辈之中 有我无敌 说完还瞥了一眼 一旁的秦佑霜 试图从对方眼中 看到仰慕之色 很遗憾 秦佑霜一脸平静 心中鄙夷无比 只是心里一叹 既然梨儿已经决定 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虽然只是侍女 但八年的相处 秦佑霜早就将 天真浪漫的小女孩 当成妹妹了 她身为沧海皇室皇女 从小便在勾心斗角中长大 来到苏家后 不知不觉里 就连自己的性情 都被梨儿影响了不少 梨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看着眼前霸气侧漏的 颜仇玉 羡慕道 好厉害啊 那你一会 可得嚷嚷我 颜仇玉笑道 那自然是没问题 梨儿姑娘大可放心 与你的战斗 无会将修为 压制与你同一境界 免得外人说 无欺负你 一旁的天骄们 无不赞叹 纷纷拍着彩虹屁道 不愧是颜公子 不以修为压人 这点在下自愧不如 古族公子 高风亮节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颜仇玉被耳旁 一阵阵地夸赞声淹没 感到有些轻飘飘地 傲然无比地说道 诸位 这大道扬言 我颜仇玉自然不会一人独占 若是有谁能够打败我 这大道扬言 也就归他 说完 颜仇玉朝着一旁 穆春华道 穆盟主 不知此地 可有适合我与梨儿姑娘 切磋的地方 穆春华还沉浸在痛失 大道扬言愧堆 列祖列宗的悲痛之中 闻言一愣 连忙说道 有有有 无丹阳蒙考核之地 可腾出来公言公子 您大展身手 颜仇玉满意地点了点头 朝着梨儿说道 既然如此 那梨儿姑娘 秦姑娘 秦 一众人很快便来到一处空阔的场地 这里是丹阳蒙选拔弟子的场所 约莫有数千米大小 在穆春华的安排下 此地炼丹顶都被腾空 一众天骄们 皆是坐在观战席上 秦右双有些警惕地 瞥了一眼另一边坐着的那名老者 此人九转尽十里 自身十里 不过速到尽九重 若是一会梨儿 真一时间没有收住 此人必然不会坐视不理 下方严仇玉扫了一眼四周 淡淡道 还算不错 勉强够本公子施展神通 穆春华脸皮抽了抽 说道 丹阳蒙不过一本图小事里 还请公子见谅 严仇玉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行了 你就退下吧 那模样 俨然是将穆春华当庸人来使唤了 穆春华脸色有些难看 好在来时 自己已经将此地丹阳蒙的弟子们都给撤走 若是让众弟子看到自己如此模样 那么自己这盟主身份威严也就没了 场内梨儿倒是一脸轻松 清澈明亮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脚狭之色 他笑嘻嘻地看着严仇玉 说道 先说好 要是打伤你了 你可不能生气 严仇玉一顿 似乎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放声大笑 颇为大气地道 哈哈 别说是打伤我 梨儿姑娘若是能够伤到我 这场比试便算你赢了 台上的各道桶的天骄们也是笑道 哈哈 这姑娘年龄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恐怕在这梨儿姑娘认知里 都还不知道何为鼓足吧 天赋倒是不错 只可惜认知太过浅薄 秦幼霜在旁听着一众不朽道统的天骄们 侃侃而谈 脸色平静如水 美眸紧盯着下方的梨儿 梨儿在苏家深受宠爱 哪怕是没有无色艳也不会有事 因为 光是苏一仙与他师父苏妍 给予的保命之物便不下数十件 更别说还有苏求的阴雾 苏命那玄妙无比的小型阵法 那些东西随便一件都恐怖至极 秦幼霜真正担心的是 梨儿一个不小心 将人打死 可就麻烦了 秦幼霜叹了口气 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道俘虏 上面撞刻着神秘的纹路 这是苏命所给予的阵法 若是遇到不测 捏碎其中 有一道小型的传送阵 秦幼霜将阵法攥紧于手中 决定情况不对 就先带梨儿车退 下方的道场内 两人拉开了一定距离的身位 颜仇玉站在原地 左手背负 风度翩翩地说道 梨儿姑娘 请 雨落 一道恐怖至极的火焰 刹那间迎面袭来 这是什么 搞偷袭 颜仇玉瞳孔一缩 面色瞬间大变 再也顾不得什么古足仪表 体内耗日地精流转 一道赤红色真气凝成的屏障 出现在眼前 试图已做阻挡 那火焰狂暴无比 仅仅是一株小火球 在触碰到 昊日真气形成的薄薄屏障后 便宛如珠网一般 扩散焚烧了起来 面前传来恐怖的热浪 颜仇玉眼皮狂跳 他看着这深红色的狂暴火焰 似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这是 陨落天炎 台上的天骄闷健壮 更是一脸不可思议之色 这是天地一火陨落天炎 他竟然有一枚天地一火 这怎么可能 天地一火的威能 强大无比 无数人渴望 更是火修梦寐以求的神物 他们皆是为了大道扬言而来 而眼前这个名不见传的少女 竟然有这般天舞 昊日真气 仅仅坚持了两个呼吸 那屏障便传来 咔嚓 破碎的声音 颜仇玉大胆不好 自知天地一火 不可硬抗 若是两人境界相差 甚大还好说 但如今自己修为压制于他同静 沾染上一点这陨落天炎都不好受 压下心中的心惊 颜仇玉身形一闪 随着屏障的破碎 那枚陨落天炎 撞击在了尘土上 久然不散 颜仇玉心有余悸地 看了地上那一团火焰一眼 谨慎地 看向对面的梨儿 见对面少女红裙似火 一道炙热无比的陨落天炎 正静静漂浮在身边 梨儿的小脸 在火光的照耀下 明媚无比 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这一次 她收起了轻视之意 眼神闪过一丝贪婪 想不到 这伞修竟然有一枚天地一火 我颜仇玉也要了 一想到此行 能够得到两枚天地一火 颜仇玉心中就狂喜无比 颜仇玉大声道 梨儿姑娘当真是叫人意外 竟然拥有陨落天炎 既然如此 我也要认真了 说完 昊日地经流转 昊日真气围绕于全身 颜仇玉的周围 也凝聚出了天地火焰之力 颜仇玉大喝一声 一道由火焰凝聚而成的 巨大火球出现 火球宛若骄阳 燕浪滚滚 烈日当空 其中蕴藏着恐怖无比的力量 颜家本就以火焰为主 昊日地经这门功法 若是修炼到极致 体内将会燃烧生生不息的火焰 只要天地间有火元素的存在 便犹如世界术一般 能够源源不断地使用真气催动火焰 相比之下 寻常修士若想要凝聚出如此之多的火焰 所需花费的真气牵引 将是昊日真气的几倍有余 颜仇玉狂笑道 梨儿姑娘 还是快快认输为好 若是伤了你 这可就怪不得无了 梨儿看着对面巨大的火焰 没有说话 在她身旁 轰 的一声 竟又出现了一道火焰 这火焰呈现蓝色 无数道细小的闪电在其周围 发出雷鸣之声 更为恐怖的是 这火焰比陨落天炎更为狂暴 一股股纯粹的雷结之力 从中散发 当此火一出现 颜仇玉直接僵在了原地 天象停焰 又是一道天地一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颜仇玉瞳孔俱阵 狮神道 体内耗日真气 差点紊乱起来 天地一火千年难遇 想要融合炼化 更是难如登天 寻常人等 拥有一枚 已是天大机缘 两枚 这是颜仇玉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哪怕是他严足创造出 耗日地精的那位存在 至多也只能融合三枚 三枚已是耗日地精的极限 若是多了 天地一火相信不合 必然是会暴体而亡 台上的天骄们 瞪大了瞳孔 颜仇玉的护道者 表情也是严肃了起来 只见狸儿身边的天象 亭炎与陨落天炎 在红莲真气的摧石下 竟然交织在一起 两种极为狂暴的火焰中 一时间散发出毁灭至极的力量 骤然间 化作一道伴随着雷霆的火龙 朝着颜仇玉咆哮而来 这两道天地一火中 所爆发的出的力量 甚至能够焚烧速到 颜仇玉心里一急 神通烈日当空的 那道巨大的火球 与对面的火龙撞击在一起 道场内瞬间爆发起 一道道强烈的余波 哄 两人的火焰神通碰撞下 那道火球 竟然隐隐有消散的架势 颜仇玉面色煞变 天地一火 微能恐怖至极 自己还未融合天地一火 这烈日当空 不过是由火元素凝聚而成 所能发挥出的威力有限 这样下去 必然不是此女的对手 这更加强烈了 颜仇玉 要得到天地一火的决心 颜仇玉心底一狠 直接解除了修为的压制 登天进九重的实力 轰然爆发而出 耗日真气 犹如海量一般地 朝着那火球而去 那道火球愈变愈大 周围无数的火焰涌入 可饶是如此 也只能衰减那天地一火 凝聚火龙的威能 颜仇玉剑状心惊不已 这都不能击溃 这天地一火威能 当真是恐怖 离而剑状皱了皱眉头 鼓起了小嘴嘀咕道 耍赖皮 好不要脸 台上的天骄们 自然也不傻 见言愁欲如此 虽心中明雾 但都不敢说什么 秦幼霜见状 面色冰寒 漠然起身 寒声道 结束了 这便是古族天骄吗 突然 一道磅礴的气势 朝着秦幼霜重重地压了下来 坐在远处的那老者 冷哼一声 哼 无族公子做事 岂是你区区一个散修 能够过问的 给我坐下 秦幼霜只觉宛若有千斤压在肩上 运转真气 苦苦抵抗 那老者坐于原地不动 紧盯着下方 屈指一弹 一道无形的真气 射入下方对抗的两道火焰神通之中 本来额头 流露冷汗的 严仇欲只觉对面的力量 刹那间消退了不少 心底一袭 远处顿时传来一道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轰隆隆 两道神通的撞击所引发爆炸 掀起无数尘土 这巨大的余波下 严仇欲向后撤退几步 带到余晖散静 梨儿小脸气愤地开口道 你耍赖 自己的赤火龙明明还有余力 而就在刚刚 一道异样的力量 直接击碎了自己的天地一火 那力量与严仇欲所使用的 好日真气完全不同 梨儿如何能够不知道 是对方使诈 严仇欲一愣 看向台上的老者 见对方轻轻点头 一下子也明白了什么 笑道 梨儿姑娘 我可没有耍赖 梨儿小脸气鼓鼓地 瞪着严仇欲 心中只觉一阵委屈 气愤道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力量 而且 你还违背规则 解除了境界压制 她早就不是当初 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 经过了苏妍的教导 又时常与足内 与小横子小孙子 他们切磋 如何能够感觉不出异常 严仇欲摇了摇头 毫不在意地轻笑道 非也非也 明明是梨儿姑娘 你隐瞒在先 天地一火 微能恐怖 为了公平起见 在下解除修为压制 也合情合理 说到这 严仇欲紧盯着 那两道狂暴的天地一火 眼神里 是不加以掩饰的 贪婪渴望之色 梨儿小脸紧皱 就这么直勾勾地 看着严仇欲 没有说话 严仇欲脸 不红心不跳地 与她对视 场面一时间僵了下来 终于 梨儿道 再来 揍你 严仇欲闻言 脸皮抽了抽 心中生起一股无名火 即便是解除修为压制 她也没有把握 能够稳稳赢下这场比试 三个小径 光是这两道天地一火 都够自己吃上一壶的了 严仇欲心里 正思索着 要如何赢下这场比试 耳旁传来了 护道者的声音 公子 放心 有老夫在 这场比试 翻不起什么水花 严仇欲心底一喜 表情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虽然知道 这样做很不光彩 但谁让本公子 是鼓足之人呢 这一次 梨儿小脸认真的起来 纤细的小手隐隐一动 天象亭言与陨落天言 拉出一道长长的火焰弧线 围绕于四周 青蓝赤红色的两道火焰 灵动无比 随着梨儿的动作翩翩起舞 美丽绚烂 却又蕴藏着恐怖无比的力量 此刻的梨儿 犹如火焰精灵一般 气质超绝 空气中的火元素 随着天地一火的出现 变得欢悦跳动 严仇欲敏锐地察觉到了 其中的异样 表情变得有些凝重 这是要动真格的了吗 不过一想到人老的保证 很快严仇欲就放松了下来 人老可是九转径的实力 天地一火哪怕再强 使用之人也不过登天境 严仇欲自信 这火焰无法伤害到自己 霸气侧漏地说道 就让我见识见识 天地一火到底有多强 雨落 那两道天地一火爆出轰 得一声 在梨儿的操纵下 化作漫天的火焰 朝着严仇欲涌来 声势浩荡 铺天盖地 这火焰 犹如呼啸 撞击而来的浪潮 热浪滚滚 严仇欲眼神一鸣 在他漆黑的瞳孔之中 满是火光 体内耗日蒸气磅礴而出 解除修为压制后 所能够动用的蒸气更为庞大 耗日蒸气流转于体表之间 抵御着这股还未接近 便炙热无比热浪 面对着这漫天火焰 严仇欲不敢大意 大喝道 空有天地一火 却无驾驭之手段 就让你看看 无颜足耗日递精的厉害 漫天的火元素之力化石 犹如绚烂的烟花一般 当时的火焰顺息变得浩大 熊熊燃烧 到底还是鼓足天骄 在耗日蒸气的加持下 这火焰之中蕴藏的力量 甚至不在那扑面而来的 天地一火之下 两股磅礴的火焰之力出现 令脚下的尘土变得滚烫无比 台上的众多天骄 皆是感到炽热之意 用蒸气抵挡 在盐绸欲身前 凝聚出了三道宛若烈阳一般的火球 化作灼灼燃烧的光芒 朝着那扑天盖地的火海中撞去 两股恐怖的力量的碰撞 盐绸欲风一般的 催动着体内的耗日蒸气 哄 两股火焰的 皆是想吞并对方 满天火海之中 三道巨大火球逐渐碎裂 盐绸欲见此大吼道 给我报 三阳岩报 一瞬间 那没入火海中的火球之中 爆发四射出惊人的力量 巨大的热浪 朝着观众席涌去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爆起 无数火苗剑射散落于场内 空气中的火元素之力散之不尽 盐绸欲脸上滴落一滴汗珠 再也没有了之前神色滋若的模样 他看着狸儿 喘口粗气 嘴硬道 不过如此 若无拥有这天地一火 必然能爆发出 比这强几倍的力量 说到这 盐绸欲笑道 盲目地使用蒸气催动一火 消耗甚大 恐怕这一击过后 你应该就并无更多余力了吧 狸儿小脸冷静 并未被盐绸欲的话影响 而是展颜一笑 只见他只手一抬 那四散于地面的小火苗同轰 得一声熊熊燃烧 这爆发出的火焰 迅速与周围地面散落的其他火焰串联起来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盐绸欲便被这无数道火烂给包围 身处红蓝色天地一火的火海之中 无处可退 数不尽的火焰 从四面八方而涌来 盐绸欲大惊失色 惊呼道 这是什么神通 火修之间是神通之术的碰撞 而这个神通 出其不易 哪怕是盐绸欲也一时间并未防范 被困于这天象亭延与陨落天眼所筑起的火焰围墙当中 红莲焚天绝 星火燎原 梨儿小脸泛红 两人之间相差着三镜 天地一火虽强 可操纵起来 所需要花费的真气 也是成倍 星火燎原内的温度 与之外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盐绸欲 只觉犹如身在火炉之中 四周恐怖的温度 不断燃烧着护体的耗日真气 不一会便大汗淋漓 对面传来梨儿的焦喝声 你说了 这急剧缩小的星火燎原极大程度 限制了盐绸欲所行动的空间 他心中焦急万分 火海中传来盐绸欲的爆喝声 不可能 吴可是盐族天骄 观众席上 天骄们见此一幕 一脸惊恶之色 任谁都没有注意到 那散落于地面的火苗会突然爆起 猝不及防地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焰围墙 他们试着将自己带入 却发现进入这满是天地一火 包围的火海之中 唯有死路一条 不少人眼神惊惧地 看着下方红裙似火的明媚少女 心中暗暗想到 这少女到底是什么人 若真只是一介散修 估计此战传出去 只怕是要鸣声大噪了 台上的老者皱了皱眉头 他也没想到 自家公子解除修为后 会这么快败下阵来 老者心面一动 与之前一样 屈指一谈 当九转镜的力量接触 竟然隐隐有要消散的架势 老者能清楚感知到 其中的恐怖之处 不由眼神一凝 一道浓缩的真气凝聚 去 这一次 可不光是晴又霜 就连台上的天骄们 都清楚地感知到了老者的气息 星火燎园 被一股庞大的力量 给生生撕开一道口子 严绸欲见状一喜 朝着那道口子冲去 天地一火传来反馈 场内的梨儿 似乎早有所料 望向台上的那名老者 却见对方一脸淡然之色 眼神逐渐变冷 一道恐怖的无比的白色火焰 在他身旁出现 无色焰 当无色焰一出 周围传来噼里啪啦的焚烧之声 往上看去 可以清楚地看见 无色焰所处的空间 开始扭曲了起来 这道恐怖至极的火焰 仿佛能够焚烧万物 甚至盖过了天象停烟 与陨落天炎的温度 融合了地永金莲 与幽明星火过后的无色焰 变得比之前更为恐怖 这股力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登天静的范畴 就连台上的那名老者 都心计不已 当看到无色焰时 老者面色大变 心中涌起一股浓浓的危险感 见那无色焰 朝着那道星火燎原的口子抱去 周围天象停烟 与陨落天炎灵星的火焰 也纷纷避让 宛若火焰中的君王 不好 公子有危险 这白色火焰中 蕴藏着焚天主海的力量 哪怕是自己九转敬重了 也被焚化肉身 更别说是登天静的公子了 直接纵身准备冲向台去 一旁的秦幼霜见状 提起真气 朝着老人攻去 老人大袖一挥 一瞬间将那真气打散 沉声怒喝道 给我滚开 九转敬的力量 犹如千斤般的巨石 重重砸在秦幼霜身上 秦幼霜吐出一口精血 绝美的面容 一时间苍白无比 柔弱至极 台下颜愁遇 看着这迎面来的白色火焰 整个人都傻掉了 一股浓浓的死意涌来 他的双腿 竟然忍不住发抖了起来 口牙不断打颤着 这 是什么 这是什么 当无色焰一使出 李儿心里就有些后悔 不会给打死了吧 李儿小脸 显得有些担心 都怪这人总耍无赖 不然自己 也不会动用无色焰 颜爷爷说了 现在的无色焰 可是能够焚烧九转镜的存在 李儿皱了皱翘眉 嘴里不断嘀咕道 算了 死了就死了 谁让他总是要耍无赖 要是哥哥看到李儿现在这么厉害 肯定会夸李儿的吧 似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在阳光下 红裙少女俏皮一笑 显然是心情极好 台上急迟而来的老者 双目愤怒 抱贺道 给我住手 若是伤了无足公子 无要你全族都给公子陪葬 这白色火焰恐怖无比 速度极快 场内天地一伙所形成的火海下 就连自己都来不及替公子抵挡 老者历声威胁 试图让这红裙 少女停下 可对方却壮若未闻 反倒是笑得很是开心 阎仇玉双瞳逐渐放大 只能眼看着这白色火焰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心中咆哮道 要死了吗 不 不可能 自己可是鼓足天骄 怎会死在一无名散修之下 就在所有天骄都以为 阎仇玉要生死时 一道由火焰凝聚而成咆哮着的火虎 与无色焰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不无比的无色焰 凝聚而成的身躯 逐渐被无色焰所撕裂 一道人影出现在阎仇玉身前 两人瞬息消失在了原地 阎仇玉见来人 表情不可思议 这两道火焰所迸发的出的力量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无色焰本就是离儿的本命火种 当被这道攻击给打散 离儿小脸一时间变得苍白无比 在两股火焰爆发后的场地内 出现了一道巨大深坑 上面的焦土裂缝中 还有着红光闪过 发出蒸蒸热气 而场内的另一边 一身着紫衣气语不凡的青年 正扯着宛若死狗一般的严仇玉 将其重重地扔在一旁 严仇玉只觉浑身剧痛 他爬起身 痴痛无比地看着他 那名老者 正正停在了原地 秦佑霜赶忙下场 来到离儿身边 看着离儿关心道 离儿 没事吧 离儿摇了摇头 小脸紧盯着眼前之人 此人气息深厚 远超于在场所有人 老者缓过神来 赶忙上前 朝着那紫衣青年 恭敬无比地说道 严昊公子 您怎么也来了 严昊瞥了一眼 地上狼狈不堪的严仇玉 面无表情 不冷不热地说道 我若不来 我这不成器的弟弟 孤叫命云此地了 严昊目光冰冷 看了一眼对面的离儿 说道 任久 老者一愣 赶忙说道 在 严昊 你就是这么保护无敌的 老者心里一惊 急忙解释道 公子 老朽已经尽力了 是那红裙少女 够了 话还没有说完 严昊就摆了摆手 淡淡说道 回族后 去万言炼狱 废除一身修为 带着你那一家老小 滚回你那猎羊戒去 我严家 不需要废物 老者一听 脸色大变 但当看到严昊 无容置疑的眼神时 重重叹了口气 无奈点头道 明白了 台上天骄们见此一幕 心里惊骇万分 废除一身修为 这可是九转镜的修士 这般轻描淡写 便废除修为 更可怕的是 那老者竟然都不反抗一下的吗 听此人的口气 眼前这个霸道无比的青年 竟是严绸玉公子的兄长 秦右双也是一脸警惕地看着此人 严绸玉见兄长前来 心底一喜 颤颤巍巍地起身 朝着严昊说道 哥 你来了呀 多谢 严昊点点头 不争气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无本就不放心 你一人前来此地 兽元王火虽只是兽火 但威力之强大 可匹敌天地一火 你若恋化 日后成就必不在我之下 你说要来寻大道扬言 怎与人争斗了起来 若非父亲不放心 让吴前来 今日你就深云此处 眼瞅欲脸色有些难看 他怒视着看向梨儿 指着他道 哥 此地却有大道扬言 我与此人公平竞争 却不想 他使用阴招 令我一时大意 好生卑鄙 对面的秦幼霜一听 气得胸口 一起一扶 娇斥道 好个不要脸之人 明明是你说 天地一火能者居之 打不过 屎诈也就算了 如今竟然还想血口喷人 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之言 也难怪秦幼霜会如此愤怒 秦幼霜看向一众天骄 说道 诸位可是都亲耳听见的 台上的天骄们见此阶是闭口不言 生怕得罪了严家公子 秦幼霜一时语色 指着他们气愤道 你们 严昊听闻后点了点头 扫了 秦幼霜与梨儿一眼 目光落到了梨儿身上 刚刚的白色火焰 竟然有些眼熟 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严昊淡淡地扫过一众场内天骄 声音平淡地开口道 无言族之人想要之物 一群不入流的势力 也敢与无族争夺 既然此地有大道扬言 那么倒也算不虚此行 严仇玉听闻心中一喜 似想到了什么 指着梨儿 不怀好意地说道 哥 此女身上有两枚天地一火存在 还有一道不知名的白色火焰 严仇玉心中怨恨无比 若非此女 自己也不会如此丢脸 严昊顿了顿 目光停留在了梨儿身上 眼神闪烁 惊奇似地说道 哦 两枚天地一火 倒是有点意思 严昊身形一闪 一瞬间出现在梨儿身前 看着眼前毫不示弱 正直视着自己的梨儿 严昊淡淡道 你们背后是何人 秦右双盯着他 寒声开口道 古足苏家 严昊愣了一下 随后眉头一挑 看着眼前的角色女子 来了一丝兴趣 用手挑起对方的下巴 吃笑道 哼 可笑至极 无可从未听闻 古足苏家 有拥有着两道一伙的天骄 若真是苏家人 那便让你身后之人出来 秦右双目光 犹如万年寒冰 一掌拍开了对方的手臂 冷声说道 我们身后之人 你可惹不起 一旁的严仇欲大笑道 哥 他们不过是一伞修而已 哈哈 也不知道 你是从哪听闻苏家之名 苏家除八年前 苏家神子苏义先出现一面后 就再没有生训 你等若是编转个李家 王家这些出世古族 或许吴还会略行一二 严昊盯着两人 淡淡道 吴给你们个机会 交出那两道天地一火 与白色火焰 磕头认错 饶你们不死 秦右双一听 心凉了一大半 韩生道 不可能 你严家莫非都是一群 以施压人的无耻之徒 李儿乃是化火神体 若是强行斩断了天象亭 严与陨落天炎的联系 必然修为大跌 甚至一个不好 就会与命身亡 严昊皱了皱眉头 眼神逐渐冷了下来 有些不耐烦说道 就是欺你又如何 一道恐怖的威丫 骤然涌出 笼罩于这片场地之内 在场天骄门面色一变 这股威丫的气息 竟然比那老者更为强悍 九转进八重 这威丫集中在 秦右双语李儿身上 李儿之手一挥 无色焰朝着严昊袭来 严昊不屑地冷哼一声 挥手间便将无色焰给击散 哼 还敢动手 严昊站在原地未动 一道巨大的火焰漩涡 浮现在他身前 融合了寿元王火的 昊日地精 在他手中 比严筹欲强了数十倍不止 无色焰虽强 但依旧无法前进分毫 但无色焰的强大 这火焰漩涡也无法将其击散 严昊感到有些新奇 挑眉道 这火焰 倒是有点意思 他加大了 昊日蒸汽蒸汽的力量 暴力无比的寿元王火 将无色焰 生生给反击了回去 黎儿小脸冰寒 他从储物界之中 拿出几件满是道文的 俘虏与法器 一股脑地丢了过去 这倒到俘虏之中 蕴藏着毁灭的力量 其中威力若是寻常久转境 只怕都扛不住 本来神情平静的 严昊脸皮抽了抽 他看着那一个个 玄傲无比的俘虏心底 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此人断然不可能 是什么寻常散修 严昊心念一动 寿元王火 更加暴力赤裂 一头火焰形成的火虎 从中一跃而出 将这些能量尽数吞进 神通与俘虏的碰撞所爆发 神通淹没在这寿元王火之中 庞大的余波阵的 黎儿小脸骤变 将无色焰瞬间收回体内 脸色苍白 体内的真气早就所剩无几 一旁的严绸欲见状心理惊骇无比 眼神闪过一丝后怕之色 若非兄长到场 他要是对自己使用这般俘虏 只怕自己会瞬息而亡 黎儿 秦右双剑状赶忙扶起黎儿 苏命所给的传送符捏在手中 做事便要捏碎 严昊看着两人 冷声道 给你脸不要脸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无无情了 心中肯定两人身份不凡 恐怕是某个道统的大能子嗣或弟子 但在强能强过严价 自敢颜面受损 严昊身前涌出了一道庞大的日轮 正想要出手 忽然一道恐怖浩瀚的伪力 朝自己袭来 以雷霆万钧之势 严昊敏锐地察觉到这股力量 瞳孔一缩 公子小夕 一旁的老者感觉 迅速挡在严昊身前 九转进三重的修为爆发 无数道真气屏障抵挡身前 可在这股恐怖的威力下 屏障犹如纸糊的一般 一瞬间 铺天盖地的尘土 朝着观众席涌去 一道惊天动地响声爆发 哄 丹阳蒙整个道场内 都被这股蛮横强大的力量 给撕成两半 在黎儿与秦佑双身前 一道淡淡的金银屏障出现 不染分毫 而身处力量中心的严昊那一边 就没有那么好受了 严仇裕的身子 重重砸飞了出去 严昊第一时间 彻身出现在了空中 而直面力量的 那名九转进的老人 更是瞬间化为烟粉 观众席上的天骄们 自然也是不好受 纷纷嘴角一血 目光惊惧 我的小祖宗啊 你们没事乱跑做什么 一道美好气的声音传来 在两人身前 一个肥胖的身影出没 正是苏求 苏求一脸无奈 当看到来人 秦佑双脸色一喜 说道 你怎么来了 你还说 你不是梨儿小姐的侍女吗 怎么带梨儿来这地方 最可恨的是 还不告诉我与苏命 苏求瞪了秦佑双一眼 看了一旁气息 有些虚弱的小梨儿 脸色煞白 顿时叫苦不堪 完了完了 那晶莹的屏障 传来一道咔嚓的碎裂之声 苏求健壮眼神一惊 难难道 公子这么强了吗 苏求转身 肥胖的身子一颤一颤的 来到梨儿身边 从储物界中 拿出不少恢复真气的丹药 一股脑地丢了出来 小祖宗啊 快 快点服用服用 要是一会让公子看见了 还不得揍死我 公子 秦佑双愣了片刻 随后似想到了什么 惊喜万分地说道 苏求 莫非是公子他出关了 苏求美好气地说道 那不然呢 你自己看吧 天空中 带着漫天的尘土消散后 严昊心有余悸地踏立在空中 看着下方深不见底的巨大裂缝 整个道场破碎成两半 心中惊骇不已 他惊呼道 前辈是何人 无奈严足严昊 敢问前辈 为何对我等出手 雨落 天空中一道淡漠平静的声音响起 为何 就欺你又如何 天空中 一身着黑衣如墨 身姿挺拔 气质霸道绝尘的青年 踏空而来 青年面观如玉 俊意无双 妖术手持文玉 身姿挺拔 双瞳如冤般深不可测 似有暗金色神莽闪过 在其身边 苏命面色严肃 冷眼看着严昊 寒生说道 是谁给你严家的胆子 敢欺压无苏家之人 当真是不知死活了 严昊听闻一愣 苏家 当他看向天空中 那道那俊美黑服青年时 更是猛的一阵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师生惊呼道 你是 苏家神子 苏家神子 苏一仙 这怎么可能 见来人 严昊满脸错愕惊慌之色 当年大地秘境内 苏家神子一击败赤酒 更是打得李家天骄里 长歌道心破碎 就连王家王源 都不敢与其争锋 以一人之力罢 长生宝药 庇护化形剑草 夺大地传承 这些他严昊是再清楚不过 因为当年 他正是大地秘境里 一众鼓足天骄之中的一员 自当年大地秘境后 苏家神子 宛若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了八年 毫无音讯 今日竟然出现在此处 严昊瞳孔大震 看着踏空信步而来 气息神秘莫测的苏一仙 心中更是涌出了 如当年一般的 无力恐惧感 八年过去了 苏家神子的修为 更加恐怖了 自己根本生不起一丝 斗争之心 苏一仙 严昊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 可苏一仙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直接来到了秦幼霜身旁 哪怕是被对方无视 严昊也依旧不敢轻举妄动 见苏家 神子前去那两位女子身旁 心中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公子 您终于出关了 秦幼霜惊喜无比 见公子到来 心中巨势一下落地 上前道 苏一仙扫了眼四周 当看向秦幼霜身旁的红裙少女时 只觉一股熟悉感涌来 他点点头 淡淡道 幼霜 梨儿呢 秦幼霜一愣 看向一旁的红裙少女 再看看苏一仙 眼面轻笑道 公子 不妨猜猜看 苏求也是强忍着笑意 苏一仙眉头皱得更甚了 一旁服用了恢复真气丹药 脸色好些了的梨儿 再见到苏一仙后 竟然小脸飞红 低着脑袋 有些不敢看他 只觉小心脏扑通扑通地直跳 有些不安地捏了捏一脚 小声捏如地说道 哥哥 听到这声音 苏一仙直接虎躯一阵 他犹如万年湖水一般平静的脸上 终于闪过一丝错愕之色 苏一仙有些难以置信 朝着那面容绝美 灵气十足的红裙少女脸庞看去 梨儿脸色有些羞红 目光躲闪 又脆声声地喊了句 哥哥 脑海中曾经那个 才刚到自己腰身俏皮可人的小女孩 与眼前红裙少女 轻盈窈窍地身姿重叠 还有些婴儿肥的脸蛋 线条变得优美柔和 五官精致秀丽 那双清澈如水明亮眼眸 无疑不再宣告着 这是梨儿 苏一仙平静的脸色下 内心翻江倒海 波涛汹涌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描述的复杂心情 此刻的苏一仙 终于明白八年是如此之久 自己只是修炼一个神缘古今 小梨儿便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红裙少女 自己竟然错过了梨儿的成长期 苏一仙一时间懊恼不已 故作镇定地咳嗽了两声 有些手足无措 准备如从前一样上前伸手摸一摸铃的脑袋 又觉得有些不太好 梨儿清澈明亮的双眸 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眼神晶莹闪烁 苏一仙抽回了手 沉默许久 才憋出来一句话道 嗨嗨 梨儿 好久不见 苏一仙没注意到 梨儿眼中一闪而过的失落之色 梨儿不满地撅了撅嘴 一下子扑入苏一仙的怀中 哥哥 见此一幕 场内的天骄们 顶刻间瞪大了瞳孔 颜昊更是满脸不可思议之色 他脑海中猛然想起了 当初太皇葬地时 那个用着白色火焰 将李长哥扇子 烧回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瞳孔俱阵 是他 自己就说 为何那白色火焰那么熟悉 这少女不是别人 正是苏家神子的妹妹 一股难以言喻的心情涌现 一想起曾经 想要教训那小女孩李长哥的下场 道心破碎 背斩右臂 颜昊的心情比吃了屎 还更难受 少女身姿柔软轻盈 将头深深埋入苏一仙 似乎找到了依靠 心中所有的不满与委屈 都一股脑地宣泄了出来 竟然忍不住哭了出来 苏一仙身子一僵 鼻尖传来少女好闻的芳香 两只手不安地悬浮在空中 当听到李儿的哭声时 脑海中忽然浮想起 曾经那个脏兮兮的李儿 吃着包子 像那小跟屁虫一样 总是跟在自己身后 啃着包子的小女孩 以及在聚酒楼后院洗澡的画面 心不知怎么的 她一下就心软了起来 下意识地揽住李儿的身子 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柔声道 怎么了怎么了李儿 别哭啊 怀中李儿哭得更大声了 紧紧地抱着苏一仙 说道 我 哥哥 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李儿 李儿还以为 哥哥是不要李儿了 苏一仙苦笑道 不是 李儿 哥哥也没有想到 会修炼这么久 哥哥保证 不会有下次了 哪怕是他也不知道 此刻该说些什么安慰之言 在玄黄秘境时 听到父亲说自己修炼了足足八年之久 一下子都差点没缓过来 李儿抽气了好一会 泪眼婆娑 委屈巴巴地看着苏一仙 小鼻穷一抽一抽地 看得令人心疼 小手擦了擦眼泪 她将手中储物戒摘下地给苏一仙 声音软软糯糯地说道 哥哥 这个送给你 苏一仙一愣 有些疑惑地接过储物戒 问道 这是何物 她将神识探入储物戒当中 储物戒中满是充盈无比的灵气 数不清的灵石与天才地宝堆积成山 而在这海量的资源下 更有一根古老苍凉 神秘无比的金色之骨 正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这是一根金色的手骨 充满着镇压一切霸道无比的力量 气息如海般恐怖浩瀚 甚是不凡 苏一仙瞳孔一说 竟然是不屈地骨 这金色手骨 其中所散发的气息 竟然与无法的不屈地骨一般无二 甚至更为强悍 苏一仙深深看了眼怀中的李儿 平复了一下心情 询问道 李儿 这是从哪来的 李儿歪了歪脑袋 说道 这可是李儿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哥哥难道不喜欢吗 李儿自幼便跟随在苏一仙身边 知晓其诸多底牌 无论是苍天之血 还是不屈地骨 李儿都清楚地 知道这是苏一仙最为仰仗的手段 打从苏一仙闭关的第一年里 他就想好了 要给苏一仙准备一个惊喜 这几年时间里 他与苏求苏命几人带着包子 探索了不少秘境 靠着包子的刹那紫谋 能够破除任何禁制 也寻到了不少宝物 但相比起古族苏家来说 这些海量的宝物 如同沧海遗宿般不值一提 对于身为神子的苏一仙 就更加无用 终于 在上界以北的一处虚空中 包子破除了一道恐怖无比的禁制 在那禁制后 宛若另一方天地一般 那里的灵气 邪恶冰凉 刺骨无比 而这金色手骨 便是在那片天地所找到 当一见到这枚金色手骨 梨儿就清楚感觉到 这与哥哥那不屈地骨的气息相同 哥哥一定需要此物 所以 他与苏求苏命等人 便趁着那头恐怖无比的守护凶兽 吞下了一个死心 陷入沉睡后 将这金色手骨给带了出来 带梨儿解释过后 苏一仙眼皮狂跳 守护着不屈地骨的凶兽 一口吞下一颗死心 他恨不得一掌劈了苏求苏命这两个混蛋 真是什么地方都敢去钻 这也就算了 还带着梨儿与他们一同涉险 苏一仙可以想象到 那头守护凶兽的强大 这别说是惊喜了 简直就是惊吓 当看着梨儿期待的面孔 苏一仙愣神了片刻 想不到这丫头还有这般心思 不由有些感动 摸了摸她的头 宠溺地说道 梨儿 谢谢 梨儿能够好好修炼哥哥 就已经很开心了 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知道吗 他没有怀疑梨儿所说的话 天狐足刹那子谋 那可是苏一仙这么久以来 唯一个遇到 能够破除自己苍天锁链 近乎变态般的天赋神通 能够破除天地间一切静置 若是可以 甚至大地所设下的静置 在刹那子谋面前都如同虚妄 好在天狐灵足数量稀少 能够觉醒刹那子谋的狐妖 更是比剑草还稀有 苏一仙不免有些心疼这丫头 说道 梨儿 哥哥也有个东西要给你 苏一仙正想说话 一道怒不可遏的声音 打破了这片宁静 神老 远处严仇玉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 脑袋昏昏沉沉 浑身剧痛不已 自己本就消耗甚大 刚刚那一击 若非人老以命抵挡自己 恐怕就要死在此地 饶是如此 在这股浩瀚庞大力量之下的余波 自己的肉身也近乎破碎 若是想要修复 不值得猴年马月 严仇玉强忍着疼痛 怒火滔天地瞪着苏一仙 声音刺骨悠寒 带着浓浓的杀意 道 你想杀我 你可知道 吴氏何人 我可是古族颜家之人 你找死不成 肉身破碎 境界也从塑到镜跌落一层 颜仇玉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地威胁到 场内所有天骄都愣住了 包括着颜仇玉的兄长 颜昊 颜昊心口一抽 一股窒息感涌来 见颜仇玉还要说些什么 颜昊的身影 从空中瞬间出现在颜仇玉身边 毫不留情的 就是重重一脚 这一脚如同千军 颜仇玉话还未说出口 只觉胸口一股俱力传来 肋骨都碎了几根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重重砸在了观众席上 轰隆隆 天骄们纷纷避让 颜昊此刻的表情 可谓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若非此人乃是自己的亲弟弟 他恨不得一巴掌将他拍死 他近乎于咆哮道 住口 废物东西 你可知你在对谁说话 苏毅先停下了手中事 扫了一眼颜昊 朝着一旁的秦幼霜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秦幼霜心中惊喜 见苏毅先要替梨儿做主 解释道 公子 此地有着一枚天地 一伙大道扬言的存在 那颜家天骄口口声声说道 能者居之 却不想败在梨儿之手 这也就算了 此人与其兄长阴险无耻 甚至还打算抢取梨儿的一伙 苏毅先听闻点了点头 他大概知晓了事情的经过 看向小脸委屈无比的梨儿 轻声安慰道 没事了 哥哥替你做主 自己早在闭关前就安排苏求苏命护好梨儿 却还是让梨儿受如此不公 苏毅先脸色冷了下来 说道 苏求 苏命 苏求站在身后 一时间面如死灰 有些不敢应答 看着公子毫无波澜的面孔 任谁都知道 公子生气了 苏命在旁 恭敬抱拳道 在 苏毅先瞥了一眼两人 说道 又双所言 可是真的 你们就是这么保护梨儿的 声音不大 却如同一柄刀子一般 刺入了两人的心脏 苏求 面色大汗 直接抱着苏毅先的小腿 跪地哭丧道 公子 饶命啊 这真不是乔儿玩忽指手 乔儿与苏命有事要办 让梨儿小姐好生待在族中 压根都不知道 梨儿小姐是何时离开的呀 苏命瞪了苏求一眼骂道 死胖子 还不滚过来 他担心跪地 没有辩解 而是滴着沉声道 公子 还请公子责罚 苏毅先皱了皱眉 有些不悦的冷声道 你们两个天地镜 是干什么吃的 若非是自己刚好出关 度过与命节后 动用神魂星盘 第一时间来到此地 真让梨儿被剥夺天地一伙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这两个家伙 平日随意点也就算了 一个如此简单的任务 都完成不好 不仅如此 这些年还带着梨儿到处犯险 看来真是得给他们两个 一点教训了 苏毅先紧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一旁的梨儿 忍不住开口道 哥哥 苏求和苏命哥哥人很好的 是我让双姐 跟我一起偷偷溜出来的 这不怪他们 都是梨儿的错 梨儿低着脑袋 不敢去看她 有些自责地说道 苏求一听 脸色大喜过望 跟见了救命恩人一样 感激无比地 抬头看向梨儿 顿时一把鼻涕一把泪 梨儿小姐 好歹是自己 看着长大的小女孩 没白疼 苏毅先一听 看向一旁低着脑袋的梨儿 叹了口气 声音软了下来 上前摸了莫铃儿的脑袋 也不忍心责罚 说道 没事的梨儿 下次不要这样了 就算是想要外出 也要带着苏求与苏命 梨儿一听 小脸更加自责了 用力地点了点头 苏毅先见状 朝着苏求苏命 两人淡淡地说道 算了 这八年来 你们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也算辛苦你们了 将功抵过 都起来吧 苏求有些不敢相信道 真的 公子 苏毅先脸色平静 看不出其想法 说道 你若是想跪 那便接着跪着吧 苏求脸色一洗 赶忙拖着肥胖的身子 起身说道 谢公子 苏毅先转身 看向另一边的严昊 与严仇玉两人 开口道 好了 该轮到他们了 当注意到苏毅先 不带任何感情的目光时 严昊心里一震 暗点捏碎了传讯符 提着宛若一摊烂泥一般的严仇玉 来到苏毅先身前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丙熙宁神 紧盯着场内 这是要打起来了吗 任谁都看出了 眼前这个俊逸无双的黑肤青年 也是一位不弱于严昊 甚至更强的鼓足天骄 严昊脸色阴霾 将严仇玉丢在一旁 上前抱拳道 苏绳子 在下严昊 八年未见 当日大地密境内 目睹绳子无敌神通 在下钦佩不已 想不到这位姑娘 居然是绳子的妹妹 变化之大 在下近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我有得罪 误会 都是一场误会 见严昊低头 场内的天骄们 瞳孔一凝 这与之前 那霸道无比的严昊 根本就判若两人 之前的严昊 屁腻一切不可一世 现在竟然在这 同为鼓足天骄面前低了头 众人心中隐隐有预感 眼前这位估计是连严昊 都不敢招惹的大人物 能让鼓足严家 天骄都畏惧的人 那其身后背景 应该有多强 众人有些不敢想象 一旁的秦幼霜盯着此人 寒声开口道 误会 你地言仇欲 两次三番出而反而 若非离儿战力不俗 又有许多保命之法 只怕早就被你们夺去 那天地一伙了吧 现在见公子来了 你却跟我说 一切都是误会 苏求也是阴阳怪气道 好一个误会 你不是威风凛凛的 严足天骄吗 你不是很能打吗 怎么 现在又服软了 苏求对此人 可谓是恨得牙痒痒 若非自家公子没有发话 他甚至恨不得 直接一掌击毙此人 什么狗屁 古族天骄 在他苏求眼里 屁都不是 敢动公子的人 杀了就杀了 严昊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无比 从出世以来 谁人见到自己 不是毕恭毕敬 何曾如此憋屈过 只是没想到 这两女身后 竟然真是古族苏家 更是苏家神子之人 一想到 比自己还强 李族李长哥的下场 严昊就心中忐忑不已 暗暗思索着 要如何 才能够安然脱身 怒瞪了一眼 一旁唯米不堪 昏迷过去的严仇欲 严昊尴尬无比地笑了笑 朝着苏义 先拱了拱手道 苏神子 无事真不知晓 这位姑娘 是神子您的妹妹 这一切都是我那 不长眼睛的余地所做 回去后 我必然教训她 还望神子 看在我严家的面子上 我严昊愿意赔罪 苏义先眼神平静 他刚刚查看完严昊剧本 并非天命主角 对他来说 实在太过普通 勉强记起 当年太皇葬帝之中 有这么一号人物 见对方服软之余 还不忘提及严足 苏义先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严家 你觉得 吾会怕你一个小小的严家 严家示弱 虽是老牌古族 但其底蕴实力 甚至还不如新进古族李家 古族严家的名头 说出去还能够 吓一下上届不朽道统之人 但对于苏义先来说 严昊此言 跟个笑话没什么区别 严昊一正 如此直言不惠的刺骨之言 令他一时间 脸面上有些挂不住 而观仲习是外界的天骄们 不知古族情况 皆是云里雾里地看着他们 这苏家 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无从未听闻过 看那严昊的样子 像是踢到铁板了 泽泽 还以为有多硬气呢 想不到古族之人 也有欺软怕硬之辈 之前还霸道地 对那两位姑娘说 就欺他们如何 这下好了 嘘 小声点 人家怕的是 那位黑服公子 又不是你 那严昊严仇欲这般小心眼 小心时候找等算账 之前迫于严族两位天骄的威慑 在场众人皆是不敢说话 现在见到有比严家背景 更为强大的势力之人到来 严昊的变脸 让不少人嘲讽到 耳旁传来外界天骄们的议论声 严昊捏紧了拳头 强压下自己的情绪 心平气和地说道 苏神子 今日之事 是我等有错在先 家父乃是严族长老 还请神子网开一面 那没大道扬言 我也愿放弃争夺 赠予丽儿姑娘 苏求听闻大笑一声 不屑道 区区一个严族长老之子 我家公子就算是杀了你 你严族又能如何 当真是不知死活 苏义仙思索了一会 说道 既然是认错 那就先跪下吧 言语平淡 像是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严昊听闻面色大变 他向后撤退了一步 心中涌出浓浓的屈辱之意 目光中有些怒火 看向一脸平静的苏义仙 沉声说道 苏义仙 当真要如此不讲情面 身为鼓足天骄 自持甚高 这一跪 他言号必然如同当年李长歌一样 道心粉碎 前途无望 见对方无动于衷 苏命眼中闪过一丝寒芒之色 冷声说道 公子之言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让你跪下 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跪下 天地近恐怖的威压 一瞬间朝着言号压下 犹如巨山一般 言号大惊失色 他第一时间运转耗日地惊 想要抗衡 可在天地近的实力下 如同萤火与耗月争灰 扑通 一声 身体失重 只是瞬息的时间 言号头便重重地砸向地面 而这一次 可就不是跪着那么简单了 言号整个人如同一条狼狈不堪的狗一般 匍匐在苏义仙身前 尊严尽尸 他银牙尽碎 口中咳出一口鲜血 目光怨恨的艰难 抬起头看着苏命 苏求上前一脚便踩在言号的头颅上 将其按在地上与地面摩擦 咧嘴露出一口血白的牙齿笑道 你不是喜欢以示压人吗 那我就是欺你又如何 言号只觉浑身酸痛 动弹不得 他面目猙獰愤怒 身为古族天骄 何曾受过这般屈辱 更别提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自己踩在脚下 言号喉咙中 发出一阵阵的低吼声 他使出浑身力量想要挣脱 可是哪怕用尽浑身解数 身为九转镜的他 在苏求天地境的恐怖实力下 依旧是动弹不得 苏求感觉到了脚下的蠕动感 轻蔑一笑 更是加大了几分力度 戏弄地说道 这便是言家的天骄吗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对我家神子妹妹出手 观众席上的天骄 见此一幕 皆是一脸震撼之色 这苏家到底是何等家族 竟然能如此不顾及古族言家的颜面 他们难道不怕人家的报复 言号此时面色难看无比 心中更是怨恨 近乎嘶吼道 放开我 苏一仙 你苏家莫非真想与我言家开战 苏一仙冷眼看着这一幕 此时一旁的言仇裕 不知从什么时候苏醒 当他悠悠地睁开眼 见自己最为敬畏的兄长大人 竟然被人踩在脚下 瞳孔俱阵 一时间 世界观都有些崩塌 言仇裕满脸不可置信 惊恐不已地喊道 兄长 快放开我兄长 言仇裕体内耗日地惊暴转 忽然 真气逆流 口鼻中不断吐出鲜血 他已经使不上一丝气力 苏求一震 瞥了一眼远处的言仇裕 咧嘴一笑 醒来得正好 难凶难跌 有难同当 他大手一抓 一股庞大的犀利 将言仇裕扯来 言仇裕只觉不受控制的整个人 朝着苏求飞来 苏求掐着他的颈驳 言仇裕的脸色胀得通红 他不断喘着粗气 双手扑打挣扎 哪怕是受雇于人手 依然是不知死活地叫嚣道 快放开我 你可知道 我是什么人 敢动我 带我回去 要灭你们全族 言仇裕显然还不知道 眼前这是什么情况 苏求听闻此话 脸色一瞬间 就冰寒了下来 转头朝着苏义先杀气腾腾地说道 公子 依我看干脆 直接将这两人全都杀了吧 留着他们 也没有什么用 作为苏家隐卫 在苏求手中的人命不计其数 哪怕是鼓足天骄 在他眼中也并无什么不同 这毫不掩饰的杀意 严昊严仇裕 两人听完后 脸色骤变 他是真的想杀了自己 苏义先沉吟片刻 淡淡地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都杀了吧 语气平淡 仿佛像碾死一只蝼蚁 一般简单 观众席上的天骄们 心中惊恐万分 生怕对方将在场的人都给击杀 此人并非天命主角 毫无一点利用价值 更是差点伤了梨儿 若非自己正好感到 梨儿的下场不堪设想 化火神体被剥夺其中的天地一火 无异于抽骨包水 苏义先的话 宛若一泼冰凉的冷水 一瞬间浇醒了严仇裕 他狂傲不羁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恐慌 看着苏球脚下狼狈不堪的兄长 以及人老得死 严仇裕终于明白 对方根本就不在意自己身后的严价 严仇裕面色艰难地开口说道 放了我 你要什么 天才地宝 还是那大道扬言 我都不要了 我也保证 一定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平日里 谁人听了不敬畏三分的严价 苏义先却根本不在意他的想法 苏球一听 脸色一喜 兴奋地舔了舔舌头 说道 就等公子宁这句话 球儿早就看着两个家伙不爽了 他凝视着严仇裕 笑嘻嘻地说道 下辈子注意点 在我家公子眼中 区区一个严价 屁都不是 说完手中用力 正准备动手 天空中却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无奈严家七长老严仇 还请手下留情 听见来人声音 严昊眼中露出一丝欣喜之色 严仇裕更是壮若疯狂地狂笑道 哈哈 是我严家七长老 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七长老 我在这 快来救我 苏义仙仿若未闻 瞥了一眼空中来势汹汹之人 皱了皱眉头 果然是打了小的就来老的 他冷声道 动手 苏球点点头 他只听命于苏义仙 什么狗屁严家七长老 见自家公子发话 毫不犹豫地拧断了严仇裕的脖子 手中一用力 随着咔嚓 一声响起 严仇裕瞳孔突出 口鼻结实 流露出鲜血 满脸不解震惊之色 至死都不明白 对方再见到自家长老后为何还敢痛下杀手 数字而敢 空中严家七长老严仇见状怒吼 宛若一道火焰 瞬间加快了速度 严昊与严仇裕的父亲 乃是严家四长老 自己得到消息赶来 对方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将严仇裕击杀 这让他如何不愤怒 仇裕 严昊目自欲裂 双目赤红 陶天恨意瞬间灌满胸口 拼着最后一丝力量吼道 七长老 把他们都给杀了 场内天骄们此时都已麻木 不少观望之人都匆忙离去 丹阳蒙蒙主沐春华 表情更是苍白无比 瘫软在原地 他看着眼前这一幕 嘴里不断念叨着什么 完了 完了 丹阳蒙 完了 古族颜家天骄青眼死在自己眼前 场内那位黑富公子可能不惧 可自己小小一个丹阳蒙 怎能承受得住古族颜家的滔天怒火 苏命与苏球 第一时间互在苏一仙身前 两人面色凝重 苏命手中一射 竖道颜色各异的阵旗 化作流光冲入空中 一瞬间 层层杀阵包围住了颜仇 可身为颜家长老的颜仇实力 乃是神虚境的实力 刚晋升天地近不久的苏命苏球自然不是其对手 苏命所凝聚出的无数道阵法 在颜仇眼中视若无误 整个人化作一团炙热无比的火球 撞碎一面面阵棋 那恐怖的巨大火球 携带着滔天火焰 焚烧尽一切的力量 朝着众人冲来 苏一仙下意识地挡在梨儿的身前 瞳孔逐渐变成赤金色 无数道苍天神炼环绕在其周围 苏球对着上空的颜仇大吼道 吴家公子苏一仙 乃苏家神子 苏晴天的儿子 老东西 你颜家今日若敢动我家神子一根毫毛 你信不信 明天就让你颜家在上界之中除名 果然 当听到苏球的威胁之言时 瞳孔一缩 身为颜家长老的颜仇 比颜浩颜仇欲 两人更为理智 浩日递经运转 猛地将所有力量收回 他气势汹汹 落于几人身前 恐怖的威压 一时间席卷整个丹阳门道场 他眼神不善地看着对面 那身穿黑服俊美无双的青年 眼中满是怀疑之色 除了那次大地秘境之后 苏家已经八年未有消息了 而他颜仇 也从未见过苏家神子的模样 眼前这群人 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 击杀无族天骄 必然有所依仗 苏家的威名 整个上界古族之中 无人不知 作为底蕴最为雄厚的老牌古族 所展现给世人的 只不过是那晴天巨雾之下的冰山一角 哪怕此人所言不实 严仇也不敢冒着风险去读 当苏求喊出苏家这两个字时 严仇整个人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 即便心中怒火滔天 但依旧不敢轻举妄动 严仇怒视着苏求 声音冰寒无比地说道 你有何能够证明 你们是苏家之人 若是证明不了 今天你们就与仇余陪葬吧 神须尽威压笼罩众人 仿佛一个不好 便会动手 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证明呢 苏一仙身后 传来一道轻挑的声音 后方的空间被撕裂 一道熟悉的人影 从中漫步而出 此人面容邪气俊美 不在苏一仙之下 正目光完卫地看着严仇 严仇见状 心中一惊 苏协 来人正是苏协 早在苏一仙破除与命结后 苏擎天便魄力恢复了苏协的身份 让苏协作为苏一仙的护道者 保护在其周围 而苏协早从一开始就在此地 当见来人时 苏一仙也没有意外 你来了 苏协点点头 上前一把拦住苏一仙的肩膀 没好气地说道 绳子大人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恢复我身份吗 这下好了 老爹亲自来找我 叫我做你的护道者 哎 好日子结束了 当见到苏协的出现 严仇心中一下子便肯定了 眼前这气质出尘 黑服公子的身份 竟然真是苏家绳子 而且 这苏协什么时候突破神须境了 严仇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他冷声开口道 苏协 你家绳子这是要做什么 当者无面 击杀无族添骄 莫非你苏家 是真将我严仇当软柿子捏不成 面对严仇的指责 苏协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看了一眼地上严仇欲的尸体 说道 对啊 你都说了 你严仇是个软柿 怎么 先不说是你家那不长眼的弟子 冒犯无族神子动手在先 就算是无神子当着你面杀了他又如何 你严仇要是有那个胆子 大可来无苏家讨个公道 只是 说到这 苏协邪气十足的丹凤眼 紧盯着严仇悠悠问道 你严仇有那个胆吗 你 严仇脸色大变 难看无比 其人太甚 既是无族之人 自然有无严仇管教 你想怎么样 嘴上虽强硬 可话语间却隐隐有要妥协的意思 严昊听见自家长老此言 心中顿时间一阵绝望 竟然连长老们都无比忌惮苏家 轻弟弟死在自己眼前 本就怒火攻心的他 双眼一黑 口吐一口精血 竟一时间晕了过去 严仇见状急了 怒声道 还不快放我阻止人 苏协笑道 怎么 动手啊 你今天要是敢对我家绳子出手 明天你严仇就等着 无苏家与姬家的怒火 严仇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又与姬家合观 此时苏义仙开口道 好了 苏协 苏协无奈地耸了耸肩 退后了一步 苏义仙上前 淡淡道 苏求 将严昊放了 苏求一听不乐意 道 公子 苏义仙 给这位严家长老一个面子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见苏义仙态度已决 苏求一脚将严昊踢到了严仇身边 严仇见状 赶忙上前搀扶 不断掏出疗伤丹药 未入气口中 但依旧不见有所好转 见其模样凄惨 到心受损 伤势严重 严仇更加气愤 苏家绳子 好手段 苏求不悦地说道 我家公子给你身后的严价一个面子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老家伙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评论我家公子 苏义仙目光平静 淡淡地开口道 好了 苏求 凡事都要留一线余地 严仇有些不幸地盯着苏义仙 他不相信 这杀法果掘的苏家 神子会这么好心 若非没有此人的同意 这胖子断然不敢对严仇遇下杀手 苏义仙看着严仇缓缓道 早听闻严家乃是火焰世家 族内之人皆是火修 可是如此 严仇冷冷道 自然 你想做什么 苏义仙笑了笑 没有在意对方语气的冰冷 而是拉着梨儿的手上前道 巧了 吴妹恰好也是一位火修 梨儿 给这位严家长老看看 你的无色焰 梨儿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巧地点点头 将无色焰召唤而出 恐怖的白色火焰涌动 眼瞅搞不清楚 这苏家神子到底要做什么 皱着眉头 盯着眼前这少女所召唤出的白色火焰 这火焰 苏义仙的声音响起 不知严长老 可有见过此火 严仇观望了一会 似想到了什么 脸色骤变 惊呼道 化火神体 眼前这个少女 竟然是诸天可以排名前五的特殊体质之一化火神体 严昊与严仇欲看不出 而身为神须敬严家长老的严仇 自然不会 化火神体 能够融合一切天地异火 为己用的无敌神体 而这也是他严家所梦寐以求的体质 昊日地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门将自身变成化火神体简化版的功法 是他严家先辈拥有通天之能 毕生撰写出这地级功法 这门地精虽强更是铸就了无数严家添焦 但其效果与真正的化火神体相比 弱了不是一星半点 昊日地精最多所能够吸收融合的火焰只有三枚 而化火神体却毫无限制 严家族人众多 资源有限 天地异火更是稀少无比 哪怕是严昊 也只能融合一枚寿元王火 所以当严仇欲得知 此地有大道扬言与梨儿的两道天地异火 才会如此激动 若他严家能够出一位拥有化火神体的天骄 必将亲近举足之力培养 其地位甚至可比肩足内大地 只可惜严家自创立以来 虽特殊体质无数 但从未有人能够拥有化火神体这般体质 而眼前这个少女 竟然是严家最为渴望那个体质 严仇面色激动无比 此刻的她 就连严仇欲生死严昊重伤的愤怒 都消散了不少 若是能够让此女与足内天骄联姻 子嗣之中有一定概率诞生化火神体 那么严家必然将跨越一个维度 更上一层 苏毅仙可不知道她的想法 而是孝道 严长老当真是见多识广 长老既知化火神体 那想必也知晓 此等体质所需要诸多天地异火方能大成 听闻严家作为火焰是加天地异火甚多 就是不知道 这严昊一命 可知一枚天地异火 严仇听闻后 脸色瞬间大变 紧盯着对面笑盈盈的苏毅仙 顿时明雾 心中一时间惊起惊涛骇浪 此人原来打的是这般主意 天地异火数量稀少 皆是天生的痒 哪怕是存在许久的严家库存之中 所拥有的天地异火 也少之又少 大多都是先被陨落后所留 可以说 严家大半之人所修炼的 昊日地精的火焰皆是受火灵火 如严仇玉与严昊 哪怕身为严家四长老之子 也无一天的异火 不行 严仇毫无犹豫地说道 先不说长老们是否会同意 就算是严仇玉未身允 再加上一个严昊 也抵不上一枚天地异火 毕竟 严族天骄成百上千 天地异火才多少 唯有严家真正的绝世妖孽 才可得到族内天地异火的赏赐 其他人 若是想用天地异火去修炼 只能自己去外界寻求机缘 想来也是 严昊自己都没有天地异火能够修炼 又如何能够抵得上一枚天地异火 苏一仙对严仇的回答并没有意外 这也是 他为何只索要一枚天地异火的原因 一枚尚且有机会 若是要多了 必然不行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严仇会这么果决地拒绝这个条件 苏一仙眼神微眯 他看着严仇旁昏迷不醒的严昊说道 哦 是这样吗 看来 在严长老的心里 严昊并不值这个价钱 说到这 一旁的苏邪痴笑一声 嘲讽道 天地异火数量稀少 哪怕是他严家所拥有的 也并不多 严长老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足内着想 毕竟 只是一个区区长老之子而已 苏求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看你这严家添娇 还是留在这把 毕竟也没有那么重要 严仇面色难看无比 他瞥了一眼昏迷的严昊 心中不断思量着得失 若这苏家神子身旁 没有苏邪的话 自己还有把握 强行将严昊带走 可苏邪乃是苏家上一届神子 天赋极高 如此年轻 便突破神须境 血气汹涌 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 能够胜他 严昊乃是四长老之子 在严家之内 四长老地位不低 哪怕是自己 也不想多有得罪 如今四长老的小儿子 严仇玉已经生死 若是剩下最后的一个儿子 严昊也死在自己面前 到时候 必然会得罪那个家伙 但要用一枚天地一活 换取严昊的性命 这件事 并不是自己能够做决断的 见对方沉默不语 苏邪上前一步 神须境地威压涌出 边走边笑道 严长老还是回去吧 你严家得罪我族神子 若是连这一点赔礼 都不肯出的话 那便只好将这位留在这了 公子不与你等计较 可不代表 无族长老也会如此 这浓浓的威胁之意 严丑脸色一宁 古族苏家 可不是严族能够招惹得起的存在 若是能够用一枚天地一活 换取严昊的性命 消除与这位苏家神子的误会 自己也犯不着 得罪四长老 思来想去 严仇觉得 这是最好的办法 最终面色冰寒地开口道 慢 苏邪停下了脚步 颇具玩味地说道 嗯 怎么 严长老这是舍不得了 被人如此嘲讽 哪怕是脾气子再好的严仇 也有些无法忍受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冰冷地说道 这件事 并非我一人能够做主的 若是无有天地一活 自然愿意亲手奉上 给苏神子赔罪 事关重大 我需要联系族内 才能做决定 苏家神子 我想你 应该也不介意多等候一会吧 苏一先听闻点点头 似乎没想到 严仇又改变了主意 笑着说道 自然 我不着急 严长老可以慢慢沟通联系 严仇听闻后点了点头 脸色好看了不少 从怀中拿出传讯工具 第一时间联系了族内四长老 四长老全职颇高 这件事 又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乎弃儿子的性命 自己一人肯定是要不来这天地一活 若是再加上四长老的帮助 与大长老沟通 说不定还有机会 手中的通讯符路亮了起来 严仇联系上了四长老严芳青 两人用神识开始沟通 此时猎阳界严家之中 严芳青在得知完事情的经过后 一身恐怖的修为爆发 笼罩半个足地 愤怒无比砸碎了不少价值昂贵之物 表情难看无比 怒声道 混账东西 这两个逆子 怎么敢惹的苏家绳子 一枚天地一活 好大的胃口 他难道不知 我严家宝库中也没有几枚吗 哪怕是吴尔 大长老也不会付出一枚天地一活的代价 你去问问那苏家绳子 若是其他职务还可以考虑 天地一活 没有 整个严家族内都感应到了 这股恐怖的威压 一众严家长老 不约而同的望向严芳青所在的方向 皱着眉头 有些疑惑道 四长老这是怎么了 通讯服录中传来严仇的回应 四长老 此地苏家上一代神子苏协在此 若是不这么做的话 吴一人恐怕保不住严浩 你也知晓苏家 听苏协那小儿口中所说 这一世神子苏一仙 不仅是苏青天的儿子 恐怕与姬家也有什么关系 吴严家这一次 可谓是踢到铁板了 哪怕是舍弃严浩 恐怕此人日后 也会记恨上吴族 依我看 倒不如给其一枚天地一活 以平息此人的怒意 顺便还能将严浩给救出来 不知四长老意下如何 严芳青思索了一会 逐渐冷静了下来 苏擎天 竟然还是那苏家族长之子 只是这姬家 又是怎么一回事 忽然间 严芳青思想到了什么 瞳孔俱变 千年前听闻苏家与姬家联姻 两大最古老之族的 联姻这件事 可谓是轰动了整个上界古族中人 莫非是那位 姬家联姻之人 乃是姬家那一世神女姬妙儿 与苏擎天不同的是 此女在成帝之战中 夺得地位命格 成就大帝之境 现在事已然是姬家 最高层的那几位之一 想到这严芳青心中心迹不已 直接回复道 你且先等等 稳住那苏家绳子 我要去与组长大长老商量 严筹听闻有戏 点点头 回复道 对了 这苏家绳子身边 还跟了一位拥有化火神体的少女 这件事 还请四长老一并告知组长他们 化火神体 严芳青听闻心中一阵 甚至顾不得手中传训 身影一下子消失在了原地 丹阳蒙到场内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严筹见传训再无回复 知晓是四长老已经动身 转身朝向苏一仙说道 我已通知组内 还请苏绳子稍等一会 苏一仙毫不在意地点点头 他并不怕对方会派来大能 强行带严昊回去 古族小辈之争 若是有组内大能出手 到那时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而严筹也正是知道这点 起初他并未将苏一仙看得太重 毕竟自己可是古族长老 神虚尽大能 古族之中每一世都有神子神女 面对这些小辈 也就是苏家这两个字 让他忌惮万分 古族是不可能 因为一个神子神女的原因 而亲近举族之力 对另一个古族下手 哪怕是两者之间实力悬殊 而且别的古族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 他严家最不济 还能联手其他古族 若非是苏邪告知苏一仙 乃是苏卿天之子 甚至与鸡家也有所关系 哪怕是冒着得罪苏家神子的风险 他严筹也会试着看一看 能否强行带走严号 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 苏一仙也不介意 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若是能够因此得到天地一伙最好 这笔买卖 还是十分划算的 此时 道场那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没有任何人察觉之下 涌入苏一仙体内 带着浓浓的邪恶诅咒之力 像是要熔炼他的气血与肉体 唯有苏一仙感受到了 这股针对性的力量 苏一仙脸色一变 这股诅咒之力并不强 在涌入苍天神体后 便被自己的苍天真气 给牢牢锁死 难以侵蚀自己分毫 这是什么力量 苏一仙试着接触了一下 这股黑色气息 紧接着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死亡气息 仅仅是触碰了片刻 他的寿缘便缩减了三年 不仅如此 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感觉 像是被什么厄运给包围了一般 苏一仙的眉头皱得更甚了 寿命的力量 他从未听说过 有这般力量的存在 运转起苍天真气 企图将这股力量给驱逐 可这股力量犹如复古之躯 一时间久居不散 体内苍天之血 剧烈翻涌了起来 爆发出一股灼热无比的力量 淹没了那道黑色真气 那邪恶无比的诅咒之力 顿时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连带着那股厄运 也一起消融 此刻苏一仙算是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有人在诅咒我 一旁的苏邪察觉到了苏一仙的气血有些不稳 询问道 怎么了 苏一仙摇了摇头 眼神闪烁说道 没事 连苏邪都无法察觉到的力量 究竟是谁在背后诅咒自己 这股邪恶无比的力量 若是一般人等 只怕是根本察觉不了 不经意中便会中招 厄运笼罩不断地削减着受缘 苏一仙第一个所想到的 自然是对面的眼仇 可见对方面色平静 正不断地运转真气 替炎好疗伤 昊日真气炙热无比 并没有那一丝诅咒之力的存在 这琢磨不透的感觉 让苏一仙有些不喜 他心中呼唤起了系统问道 系统 能不能找到使用这个力量之人 系统的声音很快传来 丁 回宿主 可以 需要花费天命值一千 这么多 苏一仙嘴角抽了抽 几次三番大量消耗天命值以后 如今的天命值早就已经所剩无几 心疼不已地花费完这挤出来的最后一点天命值 自己定然要搞清楚 究竟是哪个老鹰比在背后诅咒自己 眼前的视野逐渐开始变换成漩涡一般 透过层层迷雾 最终停留在了一处不知名的洞府之中 洞府十分精简 除了一些必要用的零食以及丹药丹炉以外 并无其他 而在那蒲团上所坐着的是一位面容平凡 放在人群中都找不着的一亲一男子 就是他吗 苏一仙暗暗想到 男子此刻面容紧皱 在其身前是一卷透露着无比诡异邪恶气息的漆黑书卷 正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之中散发着诡异的黑色光芒 仅仅是看上眼 便令人感觉心中不适 似被厄运所笼罩 那所侵入自己体内的那道黑气 也正是从这本黑色书卷中所散发出来的 轻一男子运转着真气 操纵着那黑皮书 体内的真气逐渐退去 那本书卷也渐渐变得与普通书卷一般平静无比 青年额头露出一丝冷汗 忽然脸色一变 像是被什么打断了一样 脸色苍白 他猛地睁开眼 体内一身气息絮乱 可出一口鲜血 满脸不可思议之色 口中不断念叨着 自己的诅咒之书 竟然被他所察觉 还打断了 这怎么可能 自从吴德到这本诅咒之书后 便无往不利 杀人于无形 还从未被人察觉到过 这古族天骄 当真是可怕 青年男子心有余悸地想到 而此时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苏一仙给清晰无比地窥视到 诅咒之书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 紧盯着青衣男子的面孔 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更犯不上什么矛盾 为何此人要莫名其妙诅咒自己 他心念一动 查看起了此人的人生剧本 病 姓名 己凡 身份 丹阳蒙内门弟子 天命 八万晋剑 九转晋七重 命格 天命主角 金 狗弟金 诅咒之书 金 至真道心金 吞噬神体 金 人生剧本 千机帝君 主角 拥有吞噬神体 能够炼化世间万物 加强修为自身的神体 出生于下界一介于农户之家 自幼聪慧 天资过人 少年时便察觉自己的特殊体质 吃得越多 体质越强 偶然间败入万毒门 亏得修炼世界大门 但宗内弟子大多背景不凡 实力强悍 更喜欢仗势欺人 进入宗门后 在一处古籍之中 得知自己的体质 竟予传说中的吞噬体无二 起初几凡仗着这般神体修为 突飞猛进 但很快便被宗门长老 察觉抓来逼问缘由 甚至当面将其父母抓来威胁 亲眼看着父母惨死眼前 宗门长老 每日以各种毒药喂食 几凡暗自将毒药炼化成就己身 最终偷袭击杀那名长老 并将其吞噬 从那之后 几凡便暗暗发誓 自己要偷偷吞噬 然后惊验所有人 在万毒门闭关百年 修炼毒术 一朝而出 灭万毒门所有人 吞噬宗内资源 在万毒门宝库中 发现一本泛黄书卷 竟是残损的 域外神物诅咒之书 详情 拥有诅咒之书后的几凡 更是如虎添翼 一边偷偷修炼 一边诅咒 那些死敌 实在不行 便诅咒与毒一并使用 熬死敌无数 从未失守 详情 而他也从不在人前显胜 因为几凡深知修炼界的残酷 终于 几番花费五百年时间 成就登天境 飞升破空之时 还不忘吞噬下界一界资源 上界之后 因为所需修炼资源庞大 加入列阳界炼丹宗门丹阳盟 成为内门弟子后 偷偷发育 每日偷窃丹阳盟 各种天才地宝充斥己身 偶然间发现 盟内大道阳炎 感受到其中庞大力量 与吞噬体所发出的渴望 便惦记起来 修炼至九转境后 准备动手 击杀守护老者 吞噬大道扬言 一举突破至不死境 详情 靠着狗的生存法则 与炼读术和诅咒之书 既凡横行于各大势力之中 偷窃无数势力的天才地宝 进行吞噬 最终在成帝之战中 成为一匹黑马 获取帝阁 号称千机帝君 详情竟然是个天命主角 而且这个天命主角 与自己之前所遇到的天命主角 完全不同 竟然是幕后狗倒流 倒是有点意思 看着几番的人生剧本 苏毅仙不禁暗暗想到 从他剧本中可以看出 此人做事十分谨慎 若没有必要的把握 不会出手 而他这次又对自己动手 想必是因为自己的出现 影响到他得到大道扬言 苏毅仙的目光 不由变得有些玩味 他看着远处言号 若非自己和黎儿的出现 只怕这遭受诅咒之力的 便是这两位阎族添骄了 以他们的实力 恐怕是扛不住 这股诅咒之力 此人手中的诅咒之书 荡真不凡 这让苏毅仙有些心动 毕竟能够在幕后 就削减别人受缘 以及给别人添加厄运的宝贝 谁人不爱呢 不仅如此 这几凡庞大的天命值 更是让苏毅仙眼馋不已 正愁许久 没有碰到一个 有适合当韭菜前例的天命主角 李长歌天命值太低 与这几凡相比 足足八万的天命值 可谓是块大肉 真的要算下来 自己不仅知晓了 诅咒之力来源何处 更是省下了搜索天命主角 所需要花费的天命值 若是几凡这八万的天命值 进入囊中 哪怕是被狗系统抽取一半 自己也能得到四万 甚至说不定 自己在奴把力 还能获得更多 毕竟 无法就是最好的例子 天命主角 可没有这么容易 就损失完天命值 就像是一块充满水的海绵 天命值这东西 极一极总会有的 苏毅仙又观察了此人一会儿 心念一动 留下了一道苍天印记在此处 暗暗留了的心眼 而此时洞内的几凡 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存在 注视到了一般 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猛地起身 惊呼道 谁 是谁在这脸 可苏毅仙的神识 早就已经退去 几凡环顾四周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存在 不免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难难道 难道是我多虑了 是诅咒之术的副作用 几番揉了揉自己的清明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的 坐下身来 诅咒之术 乃是他从下界之中 万毒门所得到的至宝 万毒门据说 曾经在上界也辉煌一时 只不过是得罪了 某位大能被灭 下界乃一分之 咒书虽然只是一本残卷 所能发挥出的威能有限 但靠着此等神物 在配合自己 从万毒门中所学到的手段 可谓是无往不利 几番最为辉煌的战绩 便是在神魂禁时 靠着诅咒之书 跨越三大境 生生咒死了一位 登天静的垂木老祖 进入上界后 他也早有预料 一本残卷 恐怕没有在下界之时 作用那般大 所以他也一直不敢 对上界实力强大的修饰使用 而这一次 受到诅咒之书的反噬 让他付出极多 诅咒之书 所反馈过来的力量 让他的寿源 磨灭了足足有一百年之多 几番眼神闪烁 他手中出现了一枚玄珠 那玄珠发出一道光亮 化作一道幕布 赫然将丹阳蒙道场内 所有的情况 给展现在眼前 看着静玄珠投影中 那风华绝带气质 出尘的黑服男子 几番眼神闪烁 生性谨慎的他 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些退却之意 此人身份神秘 实力深不可测 甚至能够无视 自己诅咒之书的力量 而且看他的样子 应该察觉到了诅咒之书的力量 若是自己还不放弃 恐怕会露出马脚 看来这没大道扬言 与自己无缘 几番心中暗暗想到 自己吞噬神体的强大 对着天地一伙 并非非争不可 他叹了口气 再三斟酌后 决定放弃这大道扬言 可就在这时 那投影之中的苏毅仙 像是注意到了什么 看向一处方向 透过静玄珠所展示出来 目不咧嘴一笑 那笑容充满玩味与深意 仿佛透过目不 正在直视着自己一般 几番给吓了一跳 赶忙关闭了投影 心有余悸地说道 莫非是发现了我 不可能 几番对自己的手段 还是十分有自信的 为了以防万一 他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在这丹阳蒙中 暗暗修炼 避过这一阵子的风头 等自己偷偷吞噬 吞噬神体大成之后 再已经出世 就如同在下界那般 一举镇压上界之中 所有天骄 一想到自己吞噬神体 所拥有的无限可能性 几番开心地笑了 随后打坐巩固反噬 所受到的伤害 此时丹阳蒙道场外 天空之中 一股巨大的力量波动浮现 眼瞅感受到天空中 那股炽热恐怖的力量波动 脸色一洗 抬头看去 来了 四长老 苏毅仙等人 自然也感觉到了这股力量 只见天空之中 一容貌威严肃目的中年男子 踏空而来 在其身边 能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火焰波动 此人实力之恐怖 完全不在严仇之下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人正是严族四长老 严芳青 严芳青在空中 便见到了自己小儿子严仇玉 被拧断脖子的尸体 与严仇身旁昏迷不醒的严昊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与杀意之色 但很快便被他隐藏了下来 缓缓落地 严芳青的目光凝聚在了苏义仙的身上 他没有说话 而是神色肃默地看着苏义仙 明明没有动用任何力量 场内却弥漫起一股浓浓的无形的威压 严仇上前说道 你来了 四长老 严芳青点点头 看向昏迷在旁的严昊 气息虚浮不稳 脸色苍白似有心魔作怪 他屈指一弹 一枚晶莹无比的圣丹 射入严昊嘴中 缓缓开口 声音有些低沉地看着苏义仙道 严芳青看着苏义仙的脸庞 只觉此子竟然真与那苏家族长苏卿天 有几分相似 果然是苏卿天的孩子 严芳青自身所散发出的气势 远不是严仇能所比拟的 只见苏义仙一脸面色平静 笑着说道 正是 场面一时间有些贱弩拔张 严芳青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无奈严芳青 乃是严足四长老 不知我家两位不成妻的儿子 是哪得罪了苏神子 要下如此狠手 若真是他们不对 无便替他们向苏神子赔罪 严芳青将身份放得很低 要知道他可是严足中 地位最为全高的长老之一 在儿子死后 还能够与一股族神子 这般客气地讲话 恐怕也唯有苏义仙一人 苏协上前 不客气地说道 这可得等你儿子醒后 自己去问问他了 何况股族小辈之争 长辈不可插手 我族神子留下一个严昊没下死守 已经算很给你们严家面子了 就算是真将他杀了 你严足又能如何 严芳青并没生气 到了他这个境界 受缘悠长 对于一个子嗣的死亡 并不是那么在意 严芳青点点头 没有否认 而是缓缓道 无听闻苏神子 是要一枚天地一伙 才能换取全子性命 是这样吗 到底还是一族长老 严芳青语气平淡 哪怕是关乎自己儿子性命 也波澜不惊 苏义仙不由高看了他一眼 直视着严芳青设人的目光 笑淫淫地说道 就看这位严公子在寺长老 您心里值不值这个价了 但我听那位长老口中所说 好像并不太值的样子 严芳青听完后大笑一声 说道 苏神子说得没错 的确不值 严丑脸色一变 饶氏他也没想到 严芳青大费周章地来到此处 竟然说出这般话 难道不是为了他最后一个儿子吗 严芳青接着说道 仇玉竟然不长眼睛 得罪了公子 既不如人 死就死了 但严昊虽是无最后一子 若是想用他来换取一枚 无族也不多的天地一伙 哪怕是我原因 族内的那些老东西们 也不愿 这话 他倒是没有说谎 严祖宝库之中 剩下的天地一伙 也不过实质之数 而这一世 光是严家那位弟子 便融合了族族三枚天地一伙 甚至还有望突破 昊日地经的极限 别说是自己儿子了 严祖天骄甚多 自己这两个儿子 天赋在严祖中 又并非顶尖之姿 不同于亡元赤九那般妖孽 天地一伙 就算是轮 也轮不到他们头上 严昊的寿元王火 唯能不在一伙之下 已是自己为他准备 最好的融合火焰 虽然吾尔并不值一枚天地一伙 说到这 严芳青顿了顿 话锋一转道 但你苏家绳子的这个面子 还是够的 说完 严芳青袖袍一挥 一道恐怖无比的青蓝色火焰 从他手中漂浮而出 那火焰一出 散发着一股冰凉无比的气息 更是携带着浓浓冰冷刺骨的寒意 严愁见状瞳孔一缩 想不到严芳青 竟然真把天地一伙给带来了 天地一伙排名榜上 第六十七的极寒冷火 严芳青看着手中 跳动着的蓝色火焰 轻轻一扶 那刺骨无比的极寒冷火 便漂浮在苏一仙身前 严芳青笑着说道 不知这极寒冷火 苏绳子可满意 苏一仙见状微微一愣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何这么爽快地 就将天地一伙送来 但他也没有拒绝 而是将这极寒冷火给收下 笑着说道 不愧是四长老 当真爽快 既然如此 这枚极寒冷火 我便收下了 有了这极寒冷火过后 再加上梨儿自身所拥有的陨落天炎 幽冥星火 天象亭延 地永金莲 再加上自己所替其准备的那枚 寂灭玄雷与丹阳蒙的大道扬言 梨儿一共就拥有了七枚天地一伙 化火神体最为恐怖的 便是能根据自己吸收火焰的数量 而疯狂突破自身修为 哪怕是梨儿的人生剧本中 他至多也就融合了九枚天地一伙 而苏毅仙想要做的 可远远不止九枚而已 化火神体毫无限制 估计在融合这三枚天地一伙过后的梨儿修为 恐怕都不会落后自己太多 好在梨儿所展现的 只有陨落天炎 与天象亭延两枚天地一伙 若是让严芳青知晓 眼前这个少女加起来 一共拥有七枚天地一伙 只怕不只是她 就连整个炎家都会坐不住 他们炎家知晓化火神体作用 但在严芳青的心里 梨儿最多拥有两枚天地一伙 便顶天了 其他估计大多融合的 都是受火灵火 在苏毅仙收下极寒冷火后 严芳青她的目光 停留在了苏毅仙身后的梨儿身上 眼神微眯 紧接着瞳孔中 爆发出一道射人的光亮 口中不断喃喃道 想不到竟然真的是化火神体 这般神体已经许久未曾在上界之中听闻过了 她心中蠢蠢欲动 若眼前这位少女是自己炎族之人 该有多好 化火神体一旦出现 自己炎家必然倾尽全力培养 族内的各种天地火焰 更是可以任由其挑选融合 可眼前这少女竟是苏家神子的妹妹 古族苏家这四个大字 犹如一座巨山一般 挡在炎族面前 明明眼看着有一位化火神体的存在 却不能动起分毫 这不由让炎芳青难受万分 似乎察觉到了她火热渴望的目光 梨儿有些不自在地 蹴了蹴翘眉 躲在了苏一仙的身后 苏一仙笑着看着炎芳青道 既然这事情已了 为何四长老还留在此处 我看炎公子伤势不清 若是晚了一些 恐怕会留下影集 谁知炎芳青不在意地 摆了摆手笑道 不急不急 苏神子 不知这位姑娘是神子什么人 苏一仙皱了皱眉头说道 梨儿是我妹妹 炎芳青眼神闪烁 只听闻苏晴天与那姬家神女 只有一子 还从未听说过 有一女的存在 炎芳青试探地问道 我怎么从未听闻过 苏家还有这么一位火修天骄 神子可能有所不知 这位姑娘乃是万年难遇的化火神体 其体质之强 能融合任何天地一火 而我炎家所修炼的好日地精 更是最适合这位姑娘的修炼功法 据我所知 苏家之中 好像也只有八长老是为火修 这样只怕埋没了这位姑娘的神体 好日地精 苏毅仙不免感到有些好笑 离儿所修炼的功法 乃是天命主角林峰师傅姚芳臣的红莲焚天诀 此法无品皆 所用未能根据使用者天地一火的数量 所决定成长 此等神通 哪怕是在上界之中也闻所未闻 好日地精与之相比 还真有些不够看 苏毅仙自然是明白 炎芳青话里意思 笑着说道 这件事 就不劳烦炎长老操心了 离儿现在所修炼的功法 自然是最适合的他的 炎芳青听闻后一证 他有些诧异地看向苏毅仙 说道 苏神子说笑了 整个上界之中 难道有比吴炎家修炼功法 还更为适合化火神体的吗 吴也就不隐瞒了 若是苏神子 肯让另媚来吴炎族 吴炎族必然倾尽一切族力 培养其成为吴族神女 而化火神体所需要的天地一火 也自然由我炎家提供 当然 在聘礼方面 我炎家自然也不会落了苏家颜面 一旁听着的苏求 起初还觉得有些道理 可越听越不对劲 脸色漆黑无比地说道 什么玩意 聘礼 老东西 是你疯了 还是我家公子疯了 炎芳青愣了愣 似乎觉得没什么不妥 朝着苏毅仙拱手道 不知苏公子 您意下如何 虽然知晓这件事 说出来有些可笑 炎家如何能与苏家相比 或许在外界 看来这只不过是炎家 想要攀岩复世 而在炎芳青心中 可不是这么想 化火神体稀少无比 其重要性 甚至能够改变整个炎家 他们炎家所想 自然是将这神体 而传承下来 若非眼前这姑娘 与苏家神子有关 有着这么一层身份做庇护 炎芳青 甚至会不顾及 自己身份动手 毕竟 这也不是炎家 做的一次两次了 听到这番话 李尔小脸脸色一变 苏邪与苏求两人 更是不愿 好啊 你这老狗 原来打的是我家李尔小姐的主意 滚 当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你炎家算个球 场内谁人不知道 苏毅仙与李尔两人之间的感情 苏求苏邪 可谓是看着李尔长大的 他们能明显地感受到 李尔对自家公子感情的不一般 这炎芳青所言 当真是痴心妄想 苏毅仙听完后 眼神微微眯起 盯着炎芳青道 炎长老 还是赶快带着令狼回去吧 若是晚了 只怕这天地一火 可就白白浪费了 炎芳青听完后 深深看了苏毅仙一眼 他眼神闪烁似乎在思考着得失 最终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我还是请苏绳子好好考虑一会儿 毕竟只有吴炎家 才是最适合这位姑娘待的地方 既然苏绳子不愿意 那我便先走一步 说完 炎芳青便携起一旁的炎昊 大手一挥 打算顺便卷起了炎绸玉的尸首 可这时苏邪出手 直接将其打断 炎芳青脸色一变 沉声道 苏绳子 这是何意 苏毅仙笑眯力地说道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一枚一火 换一个人 炎芳青脸色难看 一时间差点忍不住动手 强压了下来 重重冷哼一声 直接放弃了炎绸玉的尸体 离开了此地 炎绸健壮也跟上 临走前 还深深看了梨儿一眼 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苏毅仙转头看向一旁的梨儿 见梨儿情绪有些低落 小脸十分不开心地开口说道 梨儿不想离开 哥哥 苏毅仙一愣 不由失笑 上前揉了揉梨儿的头 那梨儿 放心 我是不会同意的 毕竟炎芳青只不过是口头承诺 再者说 炎家根本对梨儿来说 根本就没有太多帮助 无论是从天地一伙的数量上 还是他们所谓的 那号日帝金 都远不及梨儿 炎芳青口中所谓的优势 根本就不值一提 随着炎芳青的离开 苏毅先安慰了梨儿一会 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梨儿 哥哥也有个礼物要给你 梨儿挣了挣 眨巴着眼睛 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 苏毅先神秘一笑 心面一动 毫不掩饰地将那允命节之中 所得的寂灭玄雷给展现了出来 这没跳动的紫色雷霆 充斥着毁灭之力 相比于天象亭炎 更为恐怖狂暴 寂灭玄雷 不属于天地一伙排行榜中 但其所散发出的力量 完全不落于任何的天地一伙 一旁的苏邪 看着眼前这道宛若雷霆的紫色火焰 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说道 这是何物 为何从未见过 哪怕是他对这寂灭玄雷 也是闻所未闻 苏毅先笑着解释道 此物名为寂灭玄雷 梨儿 他不落于天地一伙之下 老实说 我也不确定 此物是否算是天地一伙的一种 你且试试看 化火神体 可否将其吸收融合 梨儿接过这一簇紫色的雷霆 闭眼细细感受着 手中传来炙烈狂暴的力量 化火神体内的无色焰 轻微地跳动着 梨儿睁开双眼 眼神明亮地看着苏毅仙娇声道 可以 哥哥 苏毅仙点点头 一并将炎芳青所带来的极寒冷火 给拿了出来 说道 寂灭玄雷与极寒冷火 再加上那大道扬言 这些天地一伙 先不要急着融合 带回到族中 询问过苏延长老后再做决定 知道吗 梨儿 天地一伙融合有风险 哪怕化火神体 也不能避免 苏毅仙将寂灭玄雷 与极寒冷火 交于梨儿手中 怕她冒着风险吸收 认真嘱咐道 梨儿乖巧地点了点头 她甜甜地喊道 嗯 谢谢哥哥 将两屋收好 梨儿看了一眼一旁的秦幼霜 似想说些什么 但却有些犹豫 苏毅仙见着小丫头 愁愁模样 随之看去 一眼便看透了梨儿的心思 她看向秦幼霜 秦幼霜也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颇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来时匆忙没仔细观看 秦幼霜相较八年以前 气质更为超绝 而且好像大了一些 只是这修为 如今才也才堪堪肃道 未免有些太慢了 秦幼霜被看得有些不太好意思 低声娇腻道 公子 苏毅仙说道 这八年来你做得很不错 那告命境的传承神通都掌握了吗 秦幼霜点点头 说道 托公子的福已经全部掌握了 说到这 秦幼霜脸色有些暗淡 接着道 只是幼霜天资愚笨 如今所能施展出的手段 也不过十之一二 追赶不上公子半侯 苏毅仙思索了一会 这方面因人而异 自己的确是帮不了什么忙 像离儿那般生性单纯 又拥有特殊体质 所学功法神通一学便会 而秦幼霜心思深沉 在悟性这一方面 自然是弱了些 想来也只能从体质方面下手 苏毅仙想了想 随后摆手道 不用太逼自己 若是日后有机会 我会改善一下你的体质 毕竟作为自己的侍女 排面可不能太低了 秦幼霜听闻眼前一亮 惊喜地答道 幼霜多谢公子 苏毅仙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道场内的观众台 观众席上 不知什么时候 那群天骄都纷纷散去 也唯有着丹阳蒙蒙主 还留在此地 像是注意到了苏毅仙的目光 穆春华脸色一变 他心中忐忑不已 他全程在此处观望 可是亲眼目睹了 古族炎家杀鱼而归 甚至还为了换取炎昊的性命 古族炎家 赔上了一枚天地一伙 这般身份尊贵的存在 恐怕只要动动手指 便能灭十几个丹阳蒙这样的势力 穆春华赶忙从观众席上赶来 他十分识趣地将那枚丹顶祭出 恭敬无比地朝着几人说道 大人们 小的是丹阳蒙盟主 穆春华 这里面便是大人 需要的那枚大道扬言 吴丹阳蒙自知不配拥有如此神物 也唯有像大人这般的绝世添骄 才被掌握 愿意献上大道扬言 穆春华语气谦卑 不断地拍着马屁说道 唯恐得罪了眼前这位 连古族颜家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自己可不求能够抱上这位大人的大腿 能够老老实实地将对方给送走自己 就得烧高香了 要再来几个像丹族那般的天骄 自己小小一个丹阳蒙 可遭不住这群大神的践踏 苏一仙看着眼前这有些古朴的丹顶 有些不解 这时秦佑双上前解释道 公子有所不知 这大道扬言便是在这丹顶之中 苏一仙闻言点点头 看着眼前这小老头 想不到对方如此识趣 不由笑着说道 倒是有劳了 穆春华白手笑道 公子说的是哪里话 这般天地一伙 当然是能者居之 我丹阳蒙留着他 也是个祸害 倒不如早早清理 说到这 穆春华停顿了一会儿 朝着苏一仙说道 只是 这位公子 在下 在下 是有一事相求 苏一仙顿了顿 问道 何事 穆春华眼中闪过一丝惧怕 一想到这严族天骄 是死在自己丹阳蒙内 对方不敢得罪这位公子 可自己丹阳蒙就不一定了 这古族之人 最在意的便是颜面 带对方回去后 指不定哪天便一声不吭地 将自己丹阳蒙给咔嚓了 这般提心吊胆的日子 想想便是可怕 穆春华犹犹豫豫地说道 是这样的 公子 我丹阳蒙 不过是一个小门小派 今日那严族天骄死在我丹阳蒙内 在下只怕对方来找我清算 公子宁身份尊贵 在下恳请公子 能够庇护吴丹阳蒙一段时日 这话说出来 穆春华自己心里 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这般存在 自己一个小小丹阳蒙 根本就入不了这位的法眼 但对面的苏毅 先听完后 却笑了起来 穆盟主不用如此客气 即便盟主 你不说 我也打算在你丹阳蒙 停留一段时日 穆盟主大可放心 就是不知道 穆盟主欢迎不欢迎了 穆春华一听 脸色大喜过望 他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这位公子竟然还愿意 在自己丹阳蒙多留几天 这是真的假的 虽然不清楚 为何这位公子这么好说话 但穆春华也不计多想 心底那可是一千个愿意啊 如同小鸡灼米一般点头道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若公子肯留下做客 那真是彭壁生辉 乃我丹阳蒙的姓氏啊 公子想待多久 便待多久 他巴不得苏毅先多待一会 这样说不定自己丹阳蒙 还有机会能够巴结上这位公子 那就多谢穆盟主了 苏毅先笑了笑 他的目光望向了一处方向 说道 穆盟主放心 也不会很久 他肯留下 自然不是因为什么丹阳蒙 而是好不容易在此地 遇到一个天命主角 自己所得的天命值 早就所剩无几了 若是再不搁一搁 那就说不过去了 也不知道 这几番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的 若是寻常人 被苏毅先发现其在背后诅咒 甚至不需要他出手 身后的苏求苏命 不便会将其击杀 可也是天命主角这个身份 才让苏毅先 准备好好的与他玩一玩 既然是苏毅先发话 身后的众人 自然也是没什么意见 苏邪此时颇为无奈地 耸耸肩说道 神子大人 既然是这样 我看现在也多半 没我什么事了吧 那我就先走了 有事再喊我 一副轻松洒脱的模样 仿佛就是来游玩的一般 一旁早有过节的苏求 见状不悦地说道 苏邪 族内长老叫你 可是来保护公子的 你还敢善离职守 苏邪听闻掏了掏耳朵 无所谓地笑了笑说道 啊 这样 那你可以去长老内告我啊 最好啊 是在抹出我这苏家之人的身份 我也正好乐得清闲 这死猪不怕开水 烫无所谓的模样 让苏求一噎 瞪了他一眼 苏毅先看着这两个火宝 摆了摆手说道 都别吵了 苏邪既然想去 就让他去吧 死地也没有什么事了 苏求苏命 你们两人也一起回族去 顺便告诉我父亲 我要在此地一段时间 苏求一急 说道 那怎么行 公子 还是让求留下保护你吧 苏命也是急了说道 是啊公子 有我与苏求帮忙 公子肯定会方便不少 说完看了看了 李儿与秦又双 道 若是公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我等自然也是会避开的 苏毅先嘴角一抽 什么不方便的 他沉吟了片刻 觉得苏命所说 也有些道理 想来也是 如今苏求苏命这两人 已经突破了化灵境 留着一个天地境的好办事 此界最高 也不过不死境 多了也没什么用 苏命性格沉稳 苏求办事浮躁莽撞 苏毅先看向苏命点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苏命你便留下 至于苏求 你就回族将此事告知我父亲大人 苏命一脸正色地说道 是 公子 苏求整人却如遭雷击 一时间僵在了原地 仿佛听到了什么破碎的声音 苏求犹如怨妇一般地 看着苏毅先 悠悠道 公子 苏毅先被这一声叫出鸡皮疙瘩 一旁的苏命 直接上前踹了他屁股一脚 说道 死胖子 恶心谁呢 听见公子说的没 还不滚蛋 丹阳盟盟主 穆春华见状 上前毕恭毕敬地说道 既是贵人来我 丹阳盟做客 有幸作为东家的我们 自然是不能懈怠 公子 请 穆春华热情无比地招待着苏毅先 来到了丹阳盟内 一路走来 不少丹阳盟弟子 神情错愕地看着卑躬屈膝的穆春华 盟主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对那个公子这么恭敬 那公子 恐怕是外界来的那群天骄吧 这些天 我丹阳盟那没大道扬言流传了出去 只怕是保不住了 哎 这是我们能够操心的事情吗 再过两日 便是内门弟子考核了 还是先想想 怎么稳固住内门弟子的身份吧 丹阳盟内 大多都是炼丹师 自然知晓 天地一火 对一个炼丹师的重要性 那大道扬言 交给外界那群修士 在他们眼中 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不少人都有些心怀不满 穆春华可不会在意 这群弟子想法 丹阳盟作为赤皇界 唯一一个由丹师所组建成的势力 领地范围还是很大的 不光是拥有炼丹师专属的炼丹房 洞府 更是有着对外界所开放出售丹药的商铺与阁楼 以及拍卖场 毕竟一个炼丹师的价值 可比同进界修士高出不少 丹阳盟也是赤皇界敛财最多的势力 丹阳盟的真善格内 香味四溢 穆春华带领在前方 当见来人是丹阳盟盟主时 不少赤皇界修士 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大道 穆春华笑容满面 不厌其烦地 向身后那气质出众的黑富公子 一一介绍 如此卑躬屈膝的模样 让不少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愕然地看着眼前一幕 思考着那黑富公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八年未见梨儿 苏一仙也自然不介意 陪着梨儿多闲逛一回 看着一旁的 正捧着一只烧鸡 吃得津津有味的梨儿苏一仙会心一笑 不由打趣道 梨儿现在的最爱不是包子了 梨儿摇了摇头 小嘴吃得鼓鼓的 含糊不清地说道 没有 梨儿还是喜欢吃包子 只不过这里的包子 都没有那具酒楼的好吃 苏一仙听闻一愣 聚酒楼 那是自己和梨儿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苏一仙还清楚记得 那时候 小脸黑乎乎的梨儿 可是面对一桌山珍海味 不吃非要吃包子 随后失笑道 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梨儿没有说话 而是嬉戏一笑 油乎乎的小手 撕下一只鸡腿 递到了苏一仙的身前 娇声道 诺 哥哥 你也尝尝 苏一仙笑着接过 他不知道的是 对于梨儿来说 在聚酒楼吃过的包子 是他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一次 意义非凡 无论是日后 吃过多少的美食 都不能与之相比 前方的穆春华 健壮笑道 这真善格 也是吴丹阳农的产业 这里皆是一些食善 就如梨儿姑娘手中的那只烧鸡 也是我丹阳农 每日投喂丹药喂养的灵机 若是梨儿姑娘喜欢吃 这真善格 便送于姑娘好了 姑娘日后 便是这真善楼的新格主 穆春华十分大气地说道 周围赤皇界的修士听闻后 都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丹阳蒙盟主 好家伙 不愧是丹阳蒙的盟主 一开口 便是送一栋楼啊 这让他们更加好奇 眼前这群人的身份 若是穆春华能够知晓他们的想法 必然会吃笑一声 格局小了 一栋脸才的真善格 怎能够与眼前这位姑娘相比 傻子都能看出 苏公子对这位姑娘宠溺不已 以丹阳蒙的实力 巴结不上苏公子 若是能赢得这位梨儿姑娘的好感也不错 梨儿一听 眼神有些闪闪发光 看着这琳琅满目的美食 显然是心动不已 真的可以吗 一旁的苏一仙失笑 他如何能不懂穆春华心里的那点小九九 摇头笑道 既然是穆盟主的一番好意 梨儿 还不屑过穆盟主 此刻无论是梨儿还是穆春华 皆是心中大喜 梨儿看着眼前 这小老头 只觉越看越顺眼 甜甜地喊道 谢谢前辈 穆春华嘴都要笑歪了 见状赶忙摆手道 哎 哪里哪里 梨儿姑娘客气了 是老夫要谢谢你才对 身后的情幼双福额 这丫头是当真不知道 公子的身份是有多大吗 这丹阳蒙盟主倒也是聪明 知晓以公子的眼界一般俗悟 也根本看不上 转而从梨儿下手 见对方成了这个情 穆春华不由心情大好 一时间连严足报复的后果 都不太担心了 他拱手道 苏公子 我丹阳蒙乃是炼丹师 组建的势力 最为流通的 便是丹宝阁的丹药 其中不乏有丹文圣丹 这些丹药公子 都可随意索取 分文不要 公子可要去看看 苏义先听闻后摆了摆手 身为古族神子 圣丹这种东西 对他来说如同糖豆 自然是不缺这些 若非是梨儿这丫头嘴馋 此地除了真善格 还真没有什么好看的 苏义先笑道 还是不必了慕盟主 今日我看时候也不早了 明日再说吧 穆春华点点头 觉得也是 他殷勤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这边带公子前去休息 雨落间 一位身着丹阳蒙道夫的中年男子 匆匆而来 当看到穆春华时 眼神一亮 一行人停下了脚步 穆春华见状愣了愣神 见来人问道 明远师弟这是怎么了 如此匆忙 眼前这人名为黄明远 乃是他小师弟 那中年男子脸色难看 气喘吁吁地说道 是 师兄 不 不好了 明日外门弟子考核所奖励的 都不见了 什么 穆春华听闻满脸错愕 近乎沙哑地嘶声道 今日实在是发生太多事 明远师弟不说他都差点忘了 明天后天乃是宗门弟子考核 一方面是检查弟子们的炼丹之术 另一方面是蒙内弟子身份的晋升 对于其中出色的弟子丹阳蒙 也会给予丰厚的奖励 可明远师弟竟然说奖励不见了 穆春华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 他紧盯着明远师弟 沉声问道 都丢了哪些奖励 明远有些畏缩 支支吾吾道 这 绝地先干 幽灵之 牵手佛陀 穆春华听闻后脸色好看了一些 松了口气道 还好还好 丢的不多 好在不是什么贵重的炼丹材料 这些都是较为普遍的炼丹师 炼丹所需要的材料 就在穆春华还有些庆幸的时候 一旁的明远 却畏畏缩缩地接着说道 师兄 是除了这些 都丢了 穆春华愣了一会 猛地反应过来 一下子怒气直直接拉满 瞬间红怒 双手扯着明远的衣袖 近乎于咆哮地说道 你说什么 都丢了 破墨星子见了他一脸 穆春华愤怒无比地说道 你们这群丹师 都是干什么吃的 你是说外门内门弟子考核的奖励 都被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偷走了 黄远远下意识地用手做抵挡 皱了皱眉 他也气愤无比地说道 师兄 我也不清楚啊 今早天才地宝 都还好好的呀 这戏剧性的一幕 一旁的苏一仙 正低头思考着 似想到了什么 苏一仙有些玩味地笑了起来 他一下便明白了 是何人所为 正了正神 苏一仙上前故作疑惑地问道 穆盟主 这是怎么一回事 见苏一仙前来 穆春华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苏公子 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苏公子 我这就带您去休息 苏一仙笑了笑 白手道 不急 我听这位长老所说 好像是丹阳盟内的天才地宝 被人窃取了 一旁的黄明远见眼前这气质出尘的青年 愣了愣 询问道 这位是 穆春华瞪了他一眼 说道 这位贵客是苏公子 说完 转头看向苏一仙 叹了口气道 哎 不瞒公子所说 这件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丹阳盟自从七八年前开始 盟内便总是莫名地丢失各种天才地宝 无论我等怎么设防 都无法抓到那贼人身影 估计也是某个大能 眼红我丹阳盟底蕴所为 但好在那贼子每次所偷的 都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天才地宝 我等也并未多加在意 就当是做慈善好了 而且对方这几年也没了声息 想不到这混账东西 这次竟然直接将明日考核所奖励的保药都给 偷得一干二净 这一次 我丹阳盟自然是要亲近一切 捉拿这个贼人 慕春华越想越生气 哪有逮着一个地方 好羊毛不放的 妈的 老虎不发威 真当丹阳盟是病猫了 好歹自己丹阳盟在这赤皇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势力 也就是遇到外界之中 那群背景深厚的天骄 才软一些 慕春华心中愤怒无比 一些普通的东西 丹阳盟加大业大也就算了 可考核奖励的保药 都是珍惜无比的炼丹材料 苏毅先不免感到有些好笑 七年时间 摆着一个地方薅羊毛 这丹阳盟 未免也太惨了点 老六啊 苏毅先问 考核奖励 慕春华点点头 他解释道 这考核 乃是百年前上一任盟主所设立的 当时盟内一走入迷途的妖孽 得罪了汉天神宗 竟然生生炼化汉天神宗一遇之人 说来也惭愧 他乃是当时丹阳盟最出色的炼丹师 若非误入歧途 如今的丹阳盟盟主 也轮不到老夫来做 自那以后 上一任盟主 便立下了定期考核门内弟子的规矩 一边观察弟子们 是不是走上 偏颇顺带筛选出优秀的炼丹师 苏毅先文言一正 这剧情 怎么这么演书啊 这不是那林峰的金手指摇方尘吗 苏毅先点点头 不由感叹 这世界真小 如今的林峰与姚方尘这对师徒 都还在寿魂珠内相亲相爱呢 苏毅先 此人当真是胆大包天 不知木盟主 想要如何捉住此人 木春华有些疑惑 没想到这位苏公子 竟然对自己丹阳盟内侍这么关心 也没有多想 而是叹了口气说道 唉 此人来无影去无踪 别说是捉住了 这么多年 无等甚至连个毛都没找到 本以为这贼人早就离开了 想不到竟然发生了这等事 苏毅先沉吟一会 笑道 不知木盟主有没有想过 这偷窃贼人 乃是丹阳盟之内的人呢 木春华愣了愣 一旁的黄明远听后 眼神骤亮 他思考了一会后 越发觉得有点道理 赶忙说道 是啊 师兄 能够如此详细知晓 我丹阳盟内部消息 与宝库地址的 恐怕真如这位公子所说 是盟内之人 正所谓 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啊师兄 木春华瞪了一眼 这个狗头军师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若非此人是自己师弟 犯了如此大的错误 他恨不得一掌劈了他 木春华沉默了一会 朝着苏义先开口道 苏公子所说并无道理 如此长的时间 一般等人 估计也没有如此耐心 只是 要真是我丹阳盟之内的贼人所干 如此清楚丹阳盟内宝库位置 那为何只偷一些 不伤及无门根基的东西 一旁的黄明远 像是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木春华 韭菜好歹都得等一段时间 割了再涨呢 直接把人家根拔了 那还怎么再涨 傻子也知道 一顿宝和顿顿宝的区别啊 苏义先脸色古怪 根基 若非自己出现 你丹阳盟的大道扬言 估计就是下一个目标了 苏义先笑道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实力不济 不敢贸然现身 还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丹阳盟内呢 木春华咒了咒 勃然大怒道 混账东西 还真当我丹阳盟是他的后花园了 还请苏公子赐教 苏义先悠悠道 丹阳盟内的长老 也不缺这些保药 犯不着冒着极大的风险坚守自盗 依我看 那贼人有可能隐藏在内外门弟子之中 说不准 还隐藏了实力 其实力必然不在长老之下 我想 木盟主应该从这方面着手 至于多的 再下一个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每次割天命值都没有割干净 这一次苏义先决定 要好好地与这位天命主角玩玩 而且自己的提示已经很精准了 接下来 就看这位丹阳盟盟主要如何操作了 木春华听完后 觉得十分有道理 紧皱着眉头点了点头 喃喃道 苏公子所说不错 会是谁呢 一旁的黄明远开口道 师兄 明后两天不是外门弟子的测试吗 若那贼人真是我们丹阳盟弟子中人 我们不妨直接搜索所有弟子们储物界 打他个出其不意 他断然想不到 我们会这般做 木春华沉阴片刻后觉得此法可行 沉声道 既然如此 明日这件事便交给你来办 并要揪出这无耻之徒 丹阳盟移出内门弟子洞府内 几番正盘踞在此处修炼 在其身边正堆放着如同一座小山大小 珍贵无比的天才地宝 咸牙藤 寒雾雪莲 天牛西角 笑风草 那一株猪天才地宝 逐渐化为一道道流光 没入几番体内 此刻的几番 就犹如一个吞之不尽的黑洞一般 急速炼化着这些天才地宝中 庞大的灵气与各种能量 如果木春华在此 定然会发现 这些天才地宝 正是明后两日内外门弟子的考核奖励 数十株天才地宝被吞噬神体所消化 几番的气息逐渐变得平稳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 眼眸中闪过一次金光 之前诅咒之术所带来的反噬 总算是恢复了不少 几番长舒了一口气 感受着体内趋于平缓 绵绵不断的力量难难倒 总算是够了 看着还剩下大半堆积如山的天才地宝 几番不由会心一笑 想不到这一次误打误撞 竟然收获颇风 有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自己应该很长一段时间 不用为资源而发愁了 丹阳门果然是一个好地方 自己选择这个门派没有错 毕竟 没有什么比一游炼丹师所组建的门派 更为富裕地存在了 自己依仗着一门特殊的秘法 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 潜入丹阳门宝库内 将这些宝物给带走 而不被发现 只可惜 丹阳门宝库甚多 其中所存放之物参差不齐 以往的几番 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生怕被人所发现 也不敢多拿 为了不惊动丹阳门的高层 他每次所拿的东西都不多 而这一次 若非是因为诅咒反噬 他不会冒着极大的风险 带回来如此多宝物 好在自己如今修为 已达到九转径 自然也不用 如以前一样 畏畏缩缩 生怕被人发现 现在的几番有把握 哪怕是被宝库看守之人所发现 也能全身而退 这也是为何他敢筹谋 那大道扬言的原因 只是这一次数量太过庞大 丹阳门一定不会跟以前那样做事不理 自己还是小心点的为好 几番不由暗暗想到 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 若是因此而暴露了 那可就亏大了 联想到之前一切的顺利 几番自我安慰到 应该没事 看着一旁数量极多的天才地宝 几番心情大好 笑道 风险是与机遇共存的 有了这些 应该要不了多久 便能突破到九转径八重 到那个时候 吴也该换个地方修炼了 这丹阳门终究还是太小了 忽然 洞府内的阵法开始波动 几番敏锐地察觉到了 洞府外的静置被人触碰 他不由皱了皱眉头 都这么晚了 会是谁 自己在这丹阳门内 无亲无故的 也从未与他人交汇 是谁这么晚了 来到来到这里 莫怕不是被人发现了 几番暗暗留了个心眼 他来到洞府门外 动用神识感应 发现门外来人是 竟是一位穿着 轻衣清纯俏皮的少女 轻衣少女娇声喊道 季师兄 快开门 是我 林烟 门外传来林烟的喊声 当见门外之人面容时 几番不由微微一愣 一二 他来做什么 林烟是自己上界之中 为数不多所交往之人 也是丹阳门弟子 不过是外门 自己刚突破登天境 来到上界初期时 机缘巧合下结识的此女 而来到这丹阳门 也是通过他的介绍 几番这才放松了一口气 见洞府内没人回应 林烟有些疑惑 难道师兄是去外界了吗 他又喊了几声 师兄 师兄你在吗 几番将周围的天才地宝 都收入储物界中 来到洞府前解除了静置 随着洞府缓缓打开 林烟脸色一洗 娇声道 我就知道 师兄你一定在 怎么那么骂呀 几番看着眼前光彩照人的少女 月光打在她的脸上 格外动人 询问道 林烟师妹怎么了 这么晚前来所为何事 林烟嘻嘻一笑 毫不拘束地走了进来 边走边说道 怎么了师兄 难道没事 我就不能来找师兄你聊聊天吗 几番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无人后将洞府关闭 无奈转身朝着少女说道 这么晚了 都该歇息了 再说了 男女说说有别 林烟 哎呀 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都不在意 师兄你在意什么 林烟不在意的一笑 进入了洞府之中 望着冷冷清清家徒四壁洞府 不由皱了皱眉说道 我说季师兄 你为何不在丹阳门内购买一套别的居所 这内门弟子的洞府 我看也太简陋了些 再说了 这里环境又不好 依我看要不师兄 你还是要我居宣阁住吧 几番听闻后无奈道 多谢师妹好意了 这就不用了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 何况你若是与我走得太近 到时候 你父亲恐怕也会不满吧 丹阳门内 稍有实力的弟子们 都会居住在价值不菲的周边 灵烟乃是灵族组长之女 身后是灵家 自然也不缺那些灵食 灵烟有些失望地嗷了一声 他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看着几番说道 师兄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是这么孤僻啊 要我说 师兄你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修炼讲究的是一个机缘与天人感应 天天待在这狭小的洞府之中 能有什么突破 倒不如与我到外界多走走看看 几番听完一笑 灵烟的关心自己 自然是明白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可是吞噬神体 只要资源足够 根本不需要像别人这么麻烦 突破对他来说 不过是吃饭喝水的事情而已 可惜 吞噬神体虽然强大 但其所需要吞噬的资源 也是别人的百倍有余 然后是他在登天境之后 吞噬了一整个下界的资源 也才不过突破了几个小境而已 真要来看 恐怕也只有古族 才能够承担得起 自己所需要的海量资源 这也是为何 几番一开始 便会选择在丹阳萌内定居 一方面是因为 这里资源比较多 一方面是 自己好时常去借用 真是搞不明白师兄你 林烟有些不解 晃悠了一会 忽然说道 季师兄 明天就是丹阳萌内 外门弟子的考核了 以师兄你的实力 我想今年一举 拿下真传弟子之位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我看到黄明远长老不错 师兄你 若是成为了真传 可以败在他老人家的名下 几番听完一愣 问道 考核我是知道 可明天不是 外门弟子的考核吗 怎会与内外门弟子一起 林烟有些古怪地 看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说道 哎 我就说嘛 师兄你该多走走 连这都不知道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盟主下了命令 将明后两日的 内外门考核放在一起吗 好险是我来了 要是安师兄 你这个马护镜 明天耽搁了考核 只怕是要从内门弟子 直接调成外门弟子呢 考核若是表现太差或缺席 会降低一阶身份 几番听完后 皱了皱眉头 思索了一会儿 还有这等事 他并不知晓 这是穆春华所准备 揪出自己的计划 这宗蒙考核他 肯定是要去参加的 如今丹阳蒙已经容不下他这尊大佛 若是能成为真传弟子 不仅所能够得到的福利 将是巨大的 更为重要的事 自己也可以进入丹阳蒙高层之中 找到存放着丹阳蒙最为珍贵的宝库位置 这也是几番现在的打算 既然大到扬言无望 那只要能够找到丹阳蒙存放底蕴的宝库 将丹阳蒙底蕴搬之一空后 自己便突破九转径 前往更大的界域 几番有些感激地看着林烟说道 爷儿 多谢了 这件事 的确对我来说很重要 林烟眼神闪亮 笑嘻嘻地说道 那师妹就期待着师兄到时候大放一彩了 对于几番的了解 林烟可是比外人知道的不少 从当年第一次见到几番时 他便感觉到几番身上那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 甚至不惜得罪族人用林家的资源给几番 而事实也证明 几番绝不是非凡之物 短短三年间便从登天境突破到速道境 如今更是久转 自己这个师兄太过低调 以至于别人都忽视了其修炼速度 林烟从储物界中拿出一尊青铜色古朴的丹炉递了过去 笑盈盈地说道 季师兄 这是我从家里面拿出来的天品丹炉 有了此丹炉 师兄明日的炼丹成功率可以提升百分之十 师妹在这里就提前祝贺师兄通过内门弟子 考核成为真传弟子了 到时候师兄可是要多照顾着小女子一点 言语真诚更带着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愫之意 几番哪还能不懂林烟的心意 再见到这丹炉时不由有些感动 他出来上届时孤苦无依 是林烟接济了自己不断提供着修炼资源 若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 几番也没有拒绝收下了林烟的心意 他拿了一些天才地宝出来 上前捧着林烟的手心说道 一二 你放心 待我日后修炼有成定然会让你父亲闭嘴 这些修炼资源你拿着 林烟感动之余 瞥见了那一株株盈盈闪烁的珍贵灵才 小手捂着嘴惊呼道 师兄 这些天才地宝你是从哪弄来的 他乃林族组长之女 身份不凡 自然是知晓这些东西的珍贵性 几番身份他清楚 不过是丹阳盟一普通的内门弟子 平日自己都拮据无比 如何能拿得出这么多的天才地宝 眼前这些血海天理 天地干 随便一件拿出去 无论是用来炼丹还是自己修炼 都是丹阳盟真传弟子 都不曾拥有的宝物 几番说道 一二 这些你就不用多问了 你且收下 这里面还有天花玄水 有了此物 明日你驾驭丹炉之中 也更好通过外门弟子 考核成为内门弟子 你放心 一二 你的恩情 几番从未忘记过 林烟没有怀疑 听闻对方的话 感动不已地说道 嗯 我相信你 两个人一时间有些寒情默默 脸颊逐渐向彼此靠拢 就在要触碰到的那一刻 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动响 林烟突然反应过来眼前的一幕 猛地脱开身 脸颊飞红地看着几番 轻声道 师兄 太晚了 明日还要考核呢 师妹就先走了 师兄你也早点休息 被这突然起来的 打断几番一下子糟心不已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点头道 好 师妹你也是 带林烟走后 几番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青铜丹炉 叹了口气 盘坐修炼了起来 而在一桩式奢侈 摆放着各种名贵物件的厢房内 几番洞府内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苏一仙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底 他露出了如同老父亲般的黑黑笑容 这种亏是别人的感觉 刺激 一旁睡眼朦胧 有些衣衫不整的梨儿 从床上坐起 揉了揉眼睛 迷迷糊糊地看着在那傻笑的哥哥 娇憨无比地弥喃道 哥哥 快点睡觉 第二天一早 丹阳盟的道场外 早早便聚集了数千名弟子 人群密密麻麻的 热闹非凡 昨日损坏的道场 如今已经恢复如初 在观众席上 丹阳盟众多长老们 也都坐在前排 他们毕恭毕敬地 看着中间那位公子 就连身为盟主的穆春华 都坐在此人身旁 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见下方逐渐变多的弟子 穆春华看向身旁的师弟黄明远问道 师弟 准备得怎么样了 几日考核弟子 可都有到齐 还有 那考核奖励 可要尽快处理好 一定要抓住那偷窃的该死贼人 黄明远认真无比地说道 放心吧 师兄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保证不出意外 他还特地 将内门与外门弟子考核 放在同一天 若那贼人真在弟子之中 也没有任何准备的机会 而在道场内外 早就设好了重重静置 今日定要抓他个措手不及 穆春华听完后 放心地点了点头 看向身旁的苏义仙道 想不到苏公子还有这般闲情 倒是让公子见笑了 苏义仙摆手笑道 无妨 我也很好奇恋丹师的考核 他快速扫过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 目光停留在一面容俏丽的少女身上 少女正是昨晚的林烟 林烟此时心情有些忐忑 东张西望 像是在找什么 苏义仙见状咧嘴一笑 果然是个天命女主 只是那天命主角几凡 为何还没有到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忽然 林烟像是找到了什么 脸色一喜 朝着不远处而来的几凡小跑而去 观众席上的穆春华 见此好奇地问道 苏公子可是发现了什么 苏义仙笑着摇了摇头 看着下方的两人 说道 暂时还没有 只不过是看到了些有趣的事 哦 穆春华一听来了兴趣 他的眼神也朝着苏义仙所望的方向看去 寻找了半天 没有发现什么 值得关注的事情 不由疑惑道 公子可是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莫非是发现了 那贼人的身影 苏义仙倾笑着摇头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这么多人当中 盟主要用什么办法 才能找到那偷窃之人 我想以那个贼人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 将你丹阳蒙的考核奖励 都放在储物界之中 要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找个安全的地方帮存放着 或者连夜将其练花 穆春华一听 大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苏公子 这你可就有所不知了 那考核奖励之中 大多都是 我练丹师所需要的材料 虽然珍贵 但其中大部分都不适合拿来用作修炼 更是有不少有毒之物 否则 我们也不会 将其当作考核奖励了 那贼人哪怕是将这些东西都偷了去 恐怕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无法练花 就算是转手贩卖 这一般庞大的资源 这赤皇界 除了我丹阳蒙 也没谁肯吃下 他既然有信心 能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数次偷东西 必然自负无比 一定想不到 我们丹阳蒙这一次会通过考核 将他给抓出来 而且我师弟早已在此地设置了天罗帝王 今天定然要打他的措手不及 苏公子 您就等着看一场好戏吧 苏一先扶手轻笑道 这么说 倒是在下有些多虑了 木蒙主既然如此有信心 那在下便拭目以待 木春华点点头 表面上看上去风轻云淡 但实则在他心里也没什么底 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那贼人存在于外内门弟子中 如若他们一开始所怀疑的方向就错了 如此大费周折 无疑白费 此时道场内人山人海 现在还没有开始炼丹考核 因为是头一次将考核合成一天 所以 内门弟子与外门弟子所考核的区域 也有所不同 林烟在人群中四处观望 却未见几帆的身影 不由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满的嘟囔道 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纪师兄不是睡过去了吧 他小脸有些不悦 不断游走于人群之中 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几帆的身影 林烟脸色一喜 大声喊道 纪师兄 人群中那名面容平凡的男子 也听到了这声音 林烟小跑而来 几帆避让开这四周的人群 他有些不喜人流量多的地方 只想赶快考核完毕 然后回到自己的洞府之中修炼 此次内门考核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对于自己的炼丹之术 几帆还是十分有把握的 毕竟 下界万毒门 便是一个炼丹师众多的宗门 林烟看着几帆 展颜一笑 说道 怎么样 师兄有把握吗 今天人真是多呢 也不知道盟里面的长老们 是怎么想的 要把内门外门的考核放在一起 几帆看了一眼拥挤的人群 心中也是有些疑惑 每年的考核内外门弟子都是分开的 今日的确是有些奇怪 林烟指着观众席上的长老们 建议道 纪师兄 你看 那位便是我说的黄明远长老 这位长老风评不错 对门下弟子待遇极好 纪师兄 你若是能够通过内门考核 成为真传弟子 依我看 还是败在这黄长老的门下最好 几帆朝着林烟所指的方向看去 面色平静 当他的目光 瞥见台上苏一仙时 这熟悉的面孔让他猛的一阵 竟然是他 几帆有些不可置信地喃喃道 他心里震惊无比 因为台上那位俊美不凡的华福公子 正是昨日自己想使用诅咒之术 却被诅咒反噬之人 他怎么会在此处 外界的那群天骄们 不应该是早就走了吗 一旁的林烟 发现了几帆表情的诧异之色 呼喊了几声 见他没有反应 有些疑惑地 在几帆面前招了招手问道 师兄 师兄 怎么了吗 几帆紧盯着台上的苏一仙 却见对方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面色凝重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甚至有些感觉 台上苏一仙正在看着自己 几帆赶忙低下了头 他转头看向林烟问道 一二 台上那位黑服男子究竟是何人 为何从未见过 竟是坐于手座之位 而且我们盟主好像很恭敬的样子 林烟看了过去 看着台上的苏一仙 回忆了好一会没有在脑海中 找到此人的信息 不禁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奇怪呢 台上的都是我丹阳盟九居高位的长老们 倒是从未见过此人 也不像是哪位长老的真传弟子 看着阵仗 说不定是外界的某个天骄吧 一边说着 忽然间四想到了什么 林烟交呼道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师兄你不知道 昨日丹阳盟内 来了不少外界的天骄 好像都走了 听闻盟主还将真善阁 送给一位外界天骄 好像是叫什么 苏一仙来着 苏一仙 几帆听闻后 心中大震 他心中生起一股不可掌控的感觉 此人昨日被自己诅咒 今天便出现在这考核内 是有蹊跷 说不定就是为了寻找那诅咒之人 此人乃是外界天骄 能被盟主如此重视 断然身份不凡 自己昨日偷窃了盟内不少天才地宝 又得罪了一位来历不凡的天骄 这股超出自己预料的感觉 让几帆有些不舒服 生性谨慎的他感到一股危机感 心底萌生了些许退意 这退意刚出现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下界时 从他进入万毒门后 便深知修炼界危机重重 各种大能手段 层出不穷匪夷所思 保不住有能发现自己的手段 这种危险的预感 在他曾经弱小时 帮助了他不止一次 当看到台上的苏一仙时 几帆眼神闪烁 最终像是决定了什么说道 一二 林烟道 怎么了师兄 我看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是不是昨日没有休息好 几帆摇了摇头 说道 一二 这次考核 我就不参加了 林烟听闻后愣了愣 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像是在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紧皱着醋眉 看着几帆说道 师兄你在说什么 你说 你要退出这次考核 几帆点了点头 本以为昨日那群外界天骄们 都已经离去 想不到今日苏一仙 竟然出现在此处 再加上长老们 特地将那外门弟子的考核 放在同一天 种种结合在一起 说不定 此人真有手段 能够找到自己 对于这群外界天骄 几帆一直不敢小觑 林烟美眸瞪得浑原 他不敢相信地说道 师兄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这可是内门弟子的考核 不是什么二线 如果今日师兄你选择退出 那么你内门弟子的身份 可就会降为外门弟子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吗 为何师兄你不考核 便要离开 内门弟子与外门弟子 两者之间身份天差地别 林烟曾亲眼见过 几帆炼制破魂丹 没有人比他更为清楚 几帆的真正实力 若是想成为真传弟子 那是绰绰有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今天他竟然告诉自己 要退赛 济凡紧盯着林烟脸庞 认真地说道 一二 我已经决定了 今天这内门弟子 考核我就不去了 这真传弟子之位 也并非一定要不可 哪怕是成为外门弟子 也没有关系 对于他来说 从内门弟子 变为外门弟子 不过是修炼资源 以及身份上的转变而已 并无什么其他用处 虽说诅咒之书 藏匿于自己十海之中 没有一丝气息泄露 但苏毅仙的出现 几帆不敢赌 哪怕是这种情况 发生的几率小之又小 所以他便决定 退出这次考核 看着一脸失望的林烟 几帆解释道 一二 相信我 我这么做 自然是有原因的 林烟沉默着没有说话 而是失望无比地 看着几帆说道 难道还有什么 比考核更重要的事情吗 这可是能够成为 真传弟子的机会 若是几帆成为了 真传弟子 那么身份地位 也会大大提升到 到那时 自己族中的那些长老族人们 对自己与他的事情 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丹阳蒙真传弟子 这个身份 完全配得 上林家族长之女了 可几帆竟然一言不吭地 便要放弃这次考核 这让他心中有万般不解 他想不到 几帆如此不求上进 平日闭门不出 待于洞府中也就算了 可到该展露锋芒 惊艳众人之时 却依旧固不自封 本以为是隐藏锋芒 却不想是畏畏缩缩之人 那自己费尽心思 介绍他来丹阳蒙 送他天接丹炉 又是为了什么 一时间林烟有些失望透顶 此时 观众戏的苏毅先耳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定 天命女主林烟 对天命主角 几帆心生不满 产生一丝怀疑 触发 天命反派 称号加成效果 几帆天命值 五千 听着系统传来的声音 苏毅先愣了愣 他早就发现了林烟与几帆 但不知道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倒是显得有些意外 苏毅先目光变得有些奇怪不解 看着下方拥挤人群中的两人 不由难难道 这天命主角搞什么 怎么一言不合的 就给自己送天命值 对于这意外之喜 苏毅先自然也是巴不得越多越好 自己还没什么都没做 这天命值就白给上来 岂不是美滋滋 道场内 林烟脸色低沉 不明白为何几帆连解释 都不肯解释一下 心底莫名地生气委屈 紧盯着他说道 好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看 是什么原因 这 几帆一愣 看着一儿不悦的表情 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总不能对一儿说 是因为台上那苏毅先的存在 自己才选择退出的考核 就算说出来了 那之后又要如何解释呢 素来谨慎寡言的几帆 沉默了起来 许久才说道 一儿 这次考核我没有什么把握 就算是参加了 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真传弟子 我看还是下次吧 几帆无奈只好随便编造了一个谎言说道 这拙劣的把戏 如何瞒得过林烟 他可是亲眼见过 几帆轻松地炼制出 王阶品质的丹药的 这般炼丹实力 别说是成为真传了 都可以比得上一些长老了 心中更为不满 直视着几帆的眼睛 直接丢下一句话 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既然是这样 那我随便你 几帆看出了林烟的生气 但还是决定 相信自己的感觉 留在此地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叶儿 你不懂 他微微一叹 转身欲离开道场 见下方几帆 朝着道场外走去 苏毅先挑了挑眉头 心中疑惑道 这天命主角 怎么好像 与那天命女主闹别扭了 看他这个样子 好像是准备离开 联想到此人的人生剧本 这狗盗刘老六主角 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这可不行啊 主角都走了 那这场戏 该怎么演下去 此时 下方道场出口外 传来一阵骚动 给我站住 考核期间 不允许擅自离开 入口外 一单阳盟 只是拦下了准备离开的几帆 冷声说道 几帆一正 他解释道 我忽然家中有些事 这次考核 我选择放弃 那直视后冷笑一声 说道 就算是放弃也不行 只能等考核结束后再说 这可是盟主 昨日定下的规矩 本就心情有些不好的几帆 听闻后 皱了皱眉头 说道 还有这规矩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有这个规矩 在此处的他 敏锐地察觉到了 道场内外所设立的重重法阵 这阵法隔绝一切 根本就不像是为了考核所设立的 心底那股不好的预感更是强烈 见对方寸步未让 这更是加重了几帆想要离开的决心 他沉声说道 让开 几帆无视了围观的众多丹阳蒙弟子 朝着场外走去 那名执事上前拦住 警告并威胁道 若你再不听劝告 那可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 见对方毫不退让 几帆眼神闪烁 脸色殷勤不定 他开口道 若是今天我一定要走呢 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丹阳蒙只是扑痴地笑道 怎么 一个区区内门弟子 还想无视规矩 翻了天不成 周围的丹阳蒙弟子 也被吸引了过来 见状纷纷议论道 这是哪位师兄 不清楚 看此人如此面生 也不知为何要退出这次考试 可能是因为 担心自己实力不足吧 就连远处的林烟 见到这人群的骚动都赶了过来 他看着几番 美眸沉思 鸡师兄 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道场内的骚动 自然是引起了观众席上穆春华 与一众长老们的注意 穆春华看着下方聚集的人群 皱着眉头说道 搞什么 师弟 你且过去看看 一旁的黄明远点点头 脸色不太好看 他朝着道场出口腾空而去 见围观的众人 大声呵斥道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 还要不要考核了 见来人 人群一下子迎面散开 想不到竟然惊动了 丹阳门内的长老 是黄长老来了 大家快让一让 黄明远看着出口出的几番与直视 脸色不悦地大步走去 说道 这是发生什么了 当看见黄明远时 只是幸灾乐祸地看了一眼几番 上前恭敬地说道 黄长老 您来了 您与穆盟主昨日定下的规矩 考核期间 任何弟子不得离开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 怎奈何这个弟子不懂规矩 非要离开此地 我也没有办法 还请黄长老 您来做主 黄明远一听 微微眯起了眼 盯着几番悠悠道 哦 还有这种事 自己昨日才立下的规矩 今天便有人想要打破 这怎么行 考核期间 没有任何缘由 就妄想离开 说不定是心里有鬼 与那贼怨有关 场面一时间 压迫感十足 直视着黄明远的目光 几番毫不避让 他上前不卑不亢地开口说道 黄长老 不知为何要定下此规矩 我只知道这盟内 考核参与不参加 都有盟内弟子决定 从未有过不准离开之说 难道连我盟内弟子 都无法决定 能不能离开吗 这算什么道理 周围的丹阳盟弟子听完后 觉得有些道理 纷纷议论道 是啊 我在丹阳盟数十年 也是第一次听说 说不定这位师兄家里 真有什么事呢 盟主此举 当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难以理解 说来我也有些奇怪 我也是在昨日才听说到这个消息的 也不知道是想要做些什么 耳旁传来众多弟子们的不满之声 黄明远面色平静 咳了几声 长眠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他缓缓开口道 都给我安静 这规矩是木盟主亲自允许的 你们既然身为丹阳盟弟子 那自然要遵守丹阳盟的盟规 谁还有有所不满的 不妨当面到老夫面前说一说 此言一出 果然有不少弟子都安静了下来 毕竟眼前之人可是黄明远 可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 得罪丹阳盟内的长老 几凡沉默了一会儿 他紧盯着黄明远说道 好个规矩 想不到丹阳盟竟然如此霸道不通人性 既然如此 那这丹阳盟的内门弟子 我几凡不当也罢 说完 几凡便将腰间丹阳盟内门弟子的令牌 取下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同为九转镜 自己的实力更是不在黄明远之下 何故要受如此气 他凝视着黄明远说道 黄长老 现在 我可以走了吧 如此之举 让在场的丹阳盟弟子们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上方的沐春华 见情况不对 也动身而来 黄明远眼眸大震 他目光射人地盯着几番 怒声道 岂有此理 你当我丹阳盟是什么地方 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吴现在便告诉你 哪怕是你要退出 也得等着考核期结束之后 话音刚落 一股莫大的九转镜威压 压制在几番身上 黄明远虽然是九转镜 但面对隐藏实力 甚至比他更高的几番 岂是那么好对付的 几番只是稍微释放了一点气息 便将这笼罩余身的威压 击碎得荡然无存 黄明远瞳孔一缩 凝视着几番 这弟子 有些不对劲 寻常弟子 若是面对自己的威压 早就不堪重负苦苦挣扎 可眼前这人 竟然面色平静 游刃有余 明显是自己的气息 根本无法影响到他 只觉颜面有些受损 他向前一步说道 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子 今日 我便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正想要出手 而就在这时 一旁响起了穆春华的声音 师弟 还不入手 黄明远一顿 他停下了手中凝聚的真气 看不远处缓缓而来的穆春华 与苏一仙等人 说道 师兄 苏公子 你们怎么来了 穆春华看着眼前一幕 有些不悦道 这是在干什么 考核就快要开始了 当见到苏一仙 与一众长老时 几凡脸色一变 苏一仙正笑盈盈地 上下打量着他 几凡知道 现在可不能想走就走了 该死的 此人怎么也来了 几凡捏紧了拳头 低着脑袋 心中暗暗祈求对方 不要发现自己 便是昨日那诅咒之人 可苏一仙的目光 却是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 黄明远将此前所发生的事 皆是如实告知 穆春华听完后 皱了皱眉头 来到几凡身居高临下地询问道 你家中是有何事 要如此之急 这突如其来的疑问 让几凡一时间接不上话来 场面有些沉默 人群中观望许久的凌烟 看不下去了 站了出来 替凡凡解释道 穆盟主 各位长老们 纪师兄是因为突然得知足中 长辈离世 这才心急如焚 无意冲撞了黄长老 纪师兄也是一片孝心 并无别的意思 见到凌烟十几凡眼神一亮 知晓对方终究是心软放不下自己 不由心中感动无比 看着眼前容貌靓丽 谈吐不俗的少女 黄明远有些不幸地说道 你是何人 与此子又是什么关系 凌烟轻轻一笑 缓缓说道 在下外门弟子凌烟 与纪师兄熟悉罢了 凌烟 沐春华似想到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询问道 你可是那封城凌家家主之女 凌烟点点头说道 正是 沐春华恍然 凌家乃是他们出售丹药商品的势力之一 眼前这女子想不到 竟然是凌家之人 沐春华看着几凡 说道 只是 这并非你无事无担扬盟规则的理由 一旁观望许久的苏毅仙说道 沐盟主 即是如此原因 倒也情有可原 我想这位继兄弟 也是担忧心浅 只不过这考核 想必也耽误不了多久 继兄弟倒不妨等考核完再去 我想也不急于一时吧 见这位身份神秘的公子 竟然替自己说话 凌烟不由感到有些意外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见对方投来一友善的目光 心中好感大增 沐春华一愣 他也没有想到 苏公子会这么说 心中有些意外 但见苏公子都发话了 自然是不好多说什么 点点头 看了一眼几番说道 既然苏公子都这么说了 又有这位姑娘替你求情 苏公子又帮你说话 今日之事 暂且既往不救 但这考核没结束之前 不许走 虽然放走一人并无伤大雅 但眼下这么多弟子在此 若是有一人 说不定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到那时候 可就麻烦了 几番听完后 眼神闪烁 一旁的林烟 不断给他识眼色 师兄 此处如此多的丹阳门高层 又有着来历不凡 看不透深浅的苏毅仙在 哪怕是暴露了自己的实力 也难以逃出 再这样下去 恐怕也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说不定还会惹得对方恼怒 几番终于微微一探说道 好吧 我明白了 见对方拾去 牧春华点点头 转身看向围观的弟子们 沉声说道 你们要知道 吴丹阳盟这么做 自然有我们的理由 当然 这次考核内外门弟子前十名之人 奖励翻倍 贡献翻倍 此言一出 听到这话 本来还有些不满的弟子们 纷纷喜悦惊呼道 还有这等好事 盟主大人万岁 本来我也不打算走 我就说嘛 盟主大人这么做 自然是有他的理由 平白无故 多了一倍的奖励与贡献值 这如何让他们不开心 随后众多长老 纷纷回到观众席中 在离开之前 苏毅先捡起那枚 被摔在地上的令牌 笑着上前递了过去 你叫几番对吧 这内门弟子的令牌 可要收好 既然都已经选择留下了 那么不妨调整好心态 考核完再说 我观兄台面容非凡 投入争容之色 未来必然是人中龙凤 说完后 若有所思地 深深看了他一眼 便大笑一声离去 只留站在原地的几番 心中翻江倒海 他紧盯着苏毅先离开的身影 心中暗暗想到 莫非此人是发现了什么 但随后便很快否决 如果他真发现了 不可能不出手 苏毅先的高度评价 引得的众多弟子的关注 就连长老们都注意到了此人 联想起之前苏公子 替此人求情 这弟子看上去平平无奇 竟然能得到苏公子这么高的评价 莫非这有什么玄机之处 离开时 秦幼双在一旁不解地问道 公子 我看此人相貌平平 气质也并不出众 放在人群中属于一眼 都找不出的那一种 公子莫非是发现了什么 这一问 连前方的丹阳蒙长老们 也都竖起了耳朵 苏毅先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说不定 此人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秦幼双更加不明白了 只有离儿看着苏毅先的笑容 眼眸闪烁 似想到了什么 哥哥这个笑容 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待人群散去后 林烟看着脸色不太好看的几凡 上前说道 姬师兄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几凡没有说话 虽然不明白 师兄到底要做什么 但既然已经留在道场内 林烟心情不由一喜 上前劝慰道 师兄 事已至此 既然选择留在了此地 不妨也一起 将那内门弟子的考核给参加了 叶儿相信 以师兄的手段 定然能通过考核 几凡眼神闪烁 悠悠一探道 也好 反正无论怎么说都走不了 自己第一次与那苏毅先接触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之处 应该也只是自己想多了 此人发现不了自己 既然如此 那不妨 就将自己最初的打算给做到底 见几凡答应 林烟顿时笑叶如花 说道 早这样 不就好了吗 师兄 那苏公子 当真是个好人 想不到 竟然会帮师兄你说话 你们是曾经认识吗 一提到苏毅先几凡脸色就一变 若非是他自己 又怎么会如此 引得众长老不快 此人仅仅是三言两语 就让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这样下去 考核之中 必然所有人都会时刻关注着自己 这让一向习惯隐居于幕后苟着的几凡 心里十分不爽 树大招风这个道理 他可是懂的 几凡有些不耐烦地挥手道 好了 一二 你不是还要去外门弟子考核吗 我就先走了 见几凡转身便离去 留下一脸茫然的林烟 站在原地 让林烟心中难免有些委屈 嘀咕道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经过了这一小段插曲 丹阳盟里大半人都知道 有着一个叫几凡的弟子了 此人竟敢顶撞盟内长老 而且还没有任何惩罚 更是被那身份神秘的贵客 给一顿夸赞 这不引人注意 是不可能的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道场内 数以千计的丹阳盟弟子 站在自己的考核区域内 身前放着一尊所携带而来的丹炉 内外门考核分为两个区域 但皆是同一时间考试 黄明远踏离于空中 他目光扫过下方一片弟子 停留在了几帆身上 不悦地冷哼一声 大喝道 考核开始 这次丹阳盟的考核 外门弟子的考核项目 是炼制五枚天品玉蝉丸 而内门弟子 便是炼制一枚王级混元丹 在弟子们的身边 皆是摆放着 两份炼制所需要的材料 也就是说 他们一共只有两次机会 最终的考核成绩 将根据炼制所消耗的时间 与丹药品质决定 随着声音落地 场内的弟子们 即使争分夺秒地运转起了真气 调动其脚边的天才地宝 形态各异的火焰凭空出现 这火焰大多都是专门炼制丹药的丹火 与大多火焰不同 丹火性情平和 能够很好地操控其中温度 淬炼出其中精华 那一道道火焰 包裹住那天才地宝 弟子们控制着火焰的温度 神情专注地提取天才地宝中的精华 将炼化出的精华 投入那丹炉之中 相较于其他弟子的争分夺秒 几凡这边就显得慢了许多 只见几凡神情自若 不慌不忙地 拿起身边的一株材料 运转着丹火 炼化着其中精粹 比起其他内门弟子们华丽的手段 他所使用的炼丹手法 粗糙无比 相差甚远 会员丹不过是王级丹药 这对于他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只不过 为了不太引人注目 几凡决定隐藏自己 低调一些 他深知数大招风的道理 自己这次 只要平稳度过这考核 成为真传弟子便可 所以 几凡也并不着急 果然如他所料 在考核开始时 台上的长老们 除了关注自己 比较在意的几个弟子以外 大多数人的目光 都停留在几凡身上 不少人看着下方的几凡议论道 此子这般手段 到底是从何处学的 如此粗糙的练丹之法 哪怕是 被他侥幸练出混元丹 也不过是拙劣的废品而已 我看他操作火焰的手段 也显得十分生疏 我那门弟子中 想不到 竟然还有连丹火 都控制不好的人存在 可以见得 此子态度不端正 因为苏一仙之前的夸赞 所以在场的不少长老们 都关注着几凡 见此一幕 纷纷失望无比 苏公子觉得 此子如何 一旁的穆春华开口问道 台上的苏一仙 自然是看出了几凡所想 眼神微眯道 在下不是炼丹师 也不好过多评判 只是觉得 此人虽然比起 其他弟子来说 手法的确生疏了一些 但好像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 说不定会给我们些惊喜呢 穆春华不明白 为何苏公子如此在意此子 笑着回应道 能得苏公子青睐 想必也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苏一仙摇头失笑 看着下方的几凡 心中暗暗想道 果然不愧是狗盗留天命主角 哪怕到如今也依旧是想 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 想到这里 苏一仙心生一计 玩味一笑 想藏桌 既然如想藏的话 那我就满足你 他心念一动 一股无形的苍天真气 准确地朝着几凡丹炉内射去 身为不死境的存在 苏一仙在整个丹阳盟中 实力最高 他所使用的手段 自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 此时的几凡症 不慌不忙地炼化着材料 毫无察觉 这股苍天真气地涌入 忽然间 眼前的青铜丹炉 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炉内的材料的气息 变得暴躁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躁动 让几凡有些措手不及 他面色一变 看着眼前剧烈摇晃的丹炉 紧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回事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丹炉剧烈震动 几番连忙降低了丹火的温度 可却丝毫不见 情况有所好转 混元丹炼制过程极为繁琐 所需要的材料属性爆裂 一个不慎便会失败炸炉 作为内门弟子的考核 出现炸炉以及炼制失败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这对几番来说 却有些难以接受 他向来对自己的炼丹手段 十分自信 哪怕是王级的混元丹 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 更别说此丹 他曾经炼制过无数次 就算是闭着眼睛 都能炼出的丹药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这让几番不敢相信 他紧皱着眉头 急速思考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自己的丹火温度 一直保持在平稳的水准 所投入的材料 也都是按照顺序不差分毫的投入 莫非是这丹炉有问题 还是之前所投入的材料有问题 这不可能啊 这些考核材料 每一株都是由丹阳蒙 亲自准备筛选而出 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从未出现过 如此材料有问题的情况 思来想去 最终的解释 也只能是自己一时疏忽 虽然十分不理解 但事实摆在眼前 也由不得他多想 几番急忙操纵着蒸汽 停止了材料所投入的数量 控制着火温 可这丹炉内的躁动 却没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操控 无论他怎么操作丹炉的晃动 却越来越甚 隐隐出现有要炸炉的现象 这剧烈的波动 让一旁考核的内门弟子们 眼皮狂跳 心中暗骂倒 这人是什么情况 这才刚开始考核就要炸炉了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们生怕几番会殃及到了自己 此刻就连台上的长老们 看着下方一幕 也都紧皱着眉头 十分不悦地说道 我就说 这般粗糙的手段 隐患极大 炼制不出会员单不说 万一出现炸炉 可是会影响到其他弟子的考核的 若是刚入门的弟子也就算了 身为内门弟子 哪怕是炼制失败 也不至于出现炸炉的现象 不对啊 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无一直关注着此子 手法虽然拙劣 但也并无太大的问题 苏毅仙笑迎迎地看着下方一幕 自己只不过是在他这丹炉之中 加了一剂猛药 苍天真气融入 直接打破了丹炉内的药性平衡 这样才叫真正的藏桌 下方几番脸颊留下一丝冷汗 看着眼前躁动无比的青铜丹炉 感受到丹炉内越来越狂暴的力量 无论他怎么投入材料 想要去中和都无法缓解 他能明显地感受到 丹炉内材料正在不断地流逝 固然心中有一万个不解 但眼见于实 穆春华眼神有些古怪地 看着苏毅仙想到 这莫非就是公子所说的惊喜 我看是惊吓吧 没有办法了 几番此刻的心情烦躁无比 知晓在这样下去的结果 无疑是炸炉 他大手一挥 将丹火给收回 没了丹火的焚化 狂暴无比的丹炉 很快便平缓了下来 或许真的是 自己大意了 几番脸色难看的南南道 一时间心中烦闷不已 他皱着眉头揭开丹炉 像是触发了什么开关 从那丹炉之中迸发出了一道巨大的能量炸气 几番脸色大变 赶忙关上了丹炉炉盖 但来不及躲闪 随着轰 得一声巨响 几番整个人直面这股冲击飞了出去 好在关盖急时 丹炉中所爆发的威力并不是太大 几番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他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整个人都被炸得有些不好了 自己惊人 炸炉了 几番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他属实是想不到 为何自己结束了炼丹 还会炸炉 上方的长老们 见状一脸黑线 十分不愿 几番深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将丹炉内的材料给清空 为自己的大意 感到有些害臊 他可是这内门弟子中 第一个炸炉的选手 而且第一次机会 就这么没了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 考核长老黄明远嘲讽的神色 以及台上的苏一仙 考核有时间限制 因为自己的大意 本就速度缓慢的他 如今已经拉下了别人一大截 甚至有不少外门弟子 都已经通过了考核 几番脸色难看 想了想 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 既然都已经留在这里了 那么真传弟子的身份 自己一定要争取到 平复了心神 他按照之前的步骤 这一次 他仅剩万分地召唤出丹火 火焰包裹住的天才地宝 很快便将其中精粹给分离出来 在真气的操控下 漂浮于空中 又一次地投入了丹炉之中 这一次与之前不同的 是他速度很快 其手法更是比之前高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一举一动 都十分轻松自然 游刃有余 虽然第一次炼制失败 但炼化第二份材料的他 很快便追上了 其他那门弟子的进度 上方的穆春华 见状有些压抑地说道 此子这一次的炼丹手法 与上一次大不相同 而且 看着手段 并不像我丹阳萌内的炼丹方法 如此飘逸灵动 神情自若 已经无限逼近于长老炼丹了 有长老也是意外道 这小子 莫非是想隐藏实力 第一次可能是他掉以轻心了 这第二次手段 比之前都高明了不少 这般手法 不承让我等 想不到我丹阳萌 竟然还有如此有天赋的炼丹师 看来这混元丹对他来说 应该不在话下 只是老夫不明白的是 为何他要隐藏自己的实力 隐藏实力吗 穆春华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已经有数百名内外门弟子考核结束 大多弟子正在原地黯然失神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不少弟子眼神激动 看着自己炼制出来的丹药 欢喜无比 虽然大多品质一般 但能够炼制出丹药 便代表着 他们通过了这次考核 而外门弟子考核的林烟这边 已经消耗完一份材料了 他神情有些紧张 因为在一份材料下 他只炼制出了两枚中品的预缠丸 也就是说 最后一份材料里 必须炼制出三枚不是废品的预缠丸 方才能通过考核 看着那最后一份材料 林烟也没什么把握 忽然想到 昨日纪师兄所给自己的天花玄水 若将此物 驾于丹炉之中 能够大大稳定丹炉的躁动 平衡其中狂暴的属性 心中一喜 像是看到了曙光一般 林烟小心翼翼地 将装有天花玄水的小瓶子拿了出来 天花玄水 能够中和平稳丹炉中狂暴的气息 此物一出 周围的空气都逐渐变冷了不少 有周边弟子感觉到了这股气息 眼神艳羡地看着林烟 竟然是天花玄水 想不到这女子竟然有这等宝物 此物价格昂贵 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 天空中的黄明远 自然也是注意到了 对于弟子们自身的手段 丹阳萌是不会过多干涉的 只要不违规 无论是丹炉的品质 还是能提升炼丹效率的 任何方法都允许 只是当看见那天化玄水时 黄明远脸色一变 只觉十分眼熟 像是确定了什么 朝着观众席而去 师兄 我好像找到那个贼人了 黄明远说道 穆春华心里一惊 说道 你说什么 那人锁在何处 黄明远指着下方的林烟 说道 此女刚刚炼丹锁 投入了天花玄水 如果我没看错 正是宝库中的那一瓶 穆春华紧皱着眉头 望了过去 有些不幸地说道 林家之女 这会不会是他在族中所得到的 毕竟师弟你也知道 我们丹阳盟 可是与林家有所合作的 黄明远摇了摇头 十分肯定地说道 此女那天滑雪水的平身处 有我丹阳盟专属的标记 而且我记得我丹阳盟这些年来 并未向林家出售过 师兄 可要将他抓来 穆春华思索了一会 道 先不急 待考核结束后再说 只是 此女不过是登天静 有什么实力 能够偷窃我丹阳盟之物 师弟 林家 与我丹阳盟是合作关系 她又是组长之女 不可妄言 你且去查一查林家的记录 是否真如你所说 从未购买过天花旋水 黄明远点了点头 消失在了原地 几凡那边 也逐渐进入了尾声 她精神高度集中 明明对她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 混元丹炼制 竟然也捏了一把冷汗 几凡看着眼前的 平稳无比的丹炉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便算完成了 这一次 自己所操纵的手段 每一份量都精准地拿捏 丝毫不差 再加上烟给自己的这丹炼 所炼制出的混元丹旗品质 必然没什么杂质 品质不低 一雪前耻 几凡暗暗松了一口气 她将天明花 投入丹炼之中 万事俱备 只差等着承担便好 可就在这时 那青铜丹炼 竟然又一次如之前一般 剧烈颤动了起来 而且 这一次颤动的幅度更大更强 几凡脸色骤变 又来 还有完没完了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一次的炼丹 每一个环节 她都仔细无比地查看过 断然不可能出现这般情况 如果说之前是自己大意 那么这一次 可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了 几凡心里再不断咆哮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丹炼内的力量愈发地恐怖 片刻便已经达到了 不可控制的地步 几凡十分不甘心地瞪着眼睛 她不相信 以自己的手段会有问题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心底一狠 大喝道 混元丹 给我成 她不退反境 焚烧着丹炉的丹火 轰然间烧得更为旺盛 而那青铜丹炉也逐渐滚烫 不时有火焰从中滋滋冒出 终于 那青铜丹炉中 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震耳欲聋的响声 惊起于整片道场 哄 那青铜丹炉 竟然直接原地炸裂 迸发出恐怖无比的力量 爆起漫天的尘埃 在那漫天晨雾之中 一道衣衫不整灰头土脸的身影 从中高高扬起了数十米之远 不少炼丹正在关键时刻的弟子丹炉 被这人影给撞倒 几番重重地砸在远处地面上 最初的自信消失不见 一脸怀疑人生不可置信之色 自己 又炸炉了 此刻台上 所有长老们 正正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从未见过一个 炼制王级丹药的丹炉炉 能有如此生猛威能 慕春华呆愣了一会 许久才吐出几个字道 这 苏公子 当真是好惊喜啊 苏一仙强忍着笑意 耳旁 响起系统的声音 丁 天命主角几番 被炸到怀疑人生 天命值 五千苏一仙正了正 听着耳旁传来系统的声音 不由笑道 你不是想要藏桌吗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藏桌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几番的确是成功了 只是两次炸炉 实在是太过震撼 反倒是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几番此时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不敢相信 以自己的炼丹水平 竟然会炸炉 而且连着炸了两次 这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实 此刻身旁传来了 众多弟子的谩骂声 这家伙搞什么啊 我马上就要炼制出混元丹了 只差这最后一步 这混账 他自己炸炉也就算了 竟然还连累到了我们 这可是我最有希望成为 真传弟子的一刻 竟然就这么被他给毁了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啊 不少内门弟子脸色愤怒无比 看着自己被撞倒的丹炉木骂道 黄明远离开 主持考核长老 换成了丹阳门方长老 方长老冷冷地看着眼前一幕 不带任何感情地开口道 内门弟子几番 考核失败 其余被影响了的弟子 考试成绩也一并作废 这番话 无疑让几番成为了重视之地 那些因他而考试作废的弟子们 目光都不善地看向几番 恨不得生吞了此人 几番却恍如未闻 整个人失魂落魄地从地上爬起 他看着自己黑漆漆的双手 一脸匪夷所思之色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以我几番的恋丹水平 区区一个混元丹而已 怎么会炸炉两次 有问题 几番大叫道 哼 方长老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炸炉便是炸炉了 我丹阳蒙字百年来 内门弟子中炸炉的 也唯有你一个 倒也是个奇葩 就你这种人 也能进入内门 当真是走了狗屎月 几番很快地反应过来 他满脸不解 凝视着那青铜丹炉 在两次炸炉的摧毁下 青铜丹炉终于支撑不住 碎裂成一地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几番暗暗想到 可无论他怎么看 再怎么回忆 都找不出一点问题 一向对自己炼丹之术自负的他 也不由心底 生起了一丝自我怀疑 自觉有些失态 几番赶忙调整了下心态 似想到了了什么 等等 在自己两次炸炉过程中 都是那丹炉突然间就变得异常躁动 丹炉内的药材变得排斥无比 那些材料并无问题 那么唯一能够解释的便是 要么是那丹炉有问题 要么就是有人在针对自己 几番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灵烟 因为这青铜丹炉 正是他赠送给自己的 可随后便摇摇头否决了 灵烟的性情他最为了解 断然不可能 做出这种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几番看向观众席上的一众长老 当看见苏毅仙似笑非笑的目光时 他心里大惊 生起了一个骇然的想法 莫非是他 自己进入丹阳盟中 一直小心谨慎 从未得罪过任何人 若真要算起 除了今日所冒犯的那位皇长老 也就唯一在背地里得罪过此人 这种种异常之下 让几番只想快点离开此地 而考场的另一边 在加入了天花玄水过后 灵烟的炉丹十分顺利 他擦了擦脸夹上的汗 神情专注 眼前的炼丹进行到关键时刻 丹炉轻微地震动着 片刻过后 他运转真气将丹顶掀开 四枚晶莹剔透的玉缠丸 从中缓缓飘浮而出 见此一幕 灵烟脸色大喜 终于完成了 有着天花玄水的加持 这次所炼制的玉缠丸 不仅足足有四枚 其品质竟然也十分地高 算得上是超常发挥 同一时间 天空中的方长老大喝道 考核结束 灵烟信性地拍了拍胸脯 恰好赶在考核结束之前完成 场内的执事们 上前收取考生的丹药 并对其做出评判 方长老缓缓落于场地中间 他接过执事们递来的考核成绩 咳了咳嗽 陈生说道 本次外门弟子考核通过的弟子 有120人 第一名方远 第二名少明君 内门弟子通过有13人 第一名韩爵 第二名李卫 通过考核的丹阳蒙弟子们的脸上 皆是洋溢着喜悦之情 而灵烟 也在外门弟子考核通过名单中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惊喜无比 等等 纪师兄呢 当方长老念完名单 灵烟却没有在内门弟子通过中 听到几凡的名字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来到内门弟子考核区 穿过拥挤的人群 找到几凡 见他狼狈不堪的模样 心中一惊 赶忙上前关切地询问道 几师兄 这是怎么了 几凡脸色难看 他看着眼前碎成块的青铜丹炉 不甘心地吐出几个字 我失败了 什么 灵烟捂住小嘴 不可置信地 看着几凡说道 怎么会 以师兄你的水平 一定没有问题啊 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看着自己宋渝记师兄的丹炉碎成一地 灵烟自然是知晓发生了什么 心中震惊无比 不敢相信 连几凡都会炸炉 几凡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清楚 这个丹炉有问题 灵烟脸色一变 紧皱着醋眉 说道 这不可能 这天品青铜丹炉 可是从丹阳门拍卖行拍卖而来的 怎么会有问题 纪凡紧盯着灵烟的小脸 看不出什么 眼神闪烁 或许真的不是他 纪凡缓缓开口说道 算了 失败就失败了 在这里待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他起身准备离去 可却被一直是拦下 站住 本就心情不好的几凡 脸色难看 冷声道 考核已经结束 你们还想做什么 那只是笑道 谁说结束了 盟主可还没有发话呢 此时方长老说道 通过考核的外门弟子 在结束后 可去贡献堂 领取内门弟子身份 而内门弟子 可选择一位长老 成为真传弟子 但现在 你们还不能走 因为还有一件事 众弟子疑惑不解地 看着天空中的方长老 议论道 还有什么事 等到考核结束了 都不能走啊 对啊 方长老 怎么了吗 方长老 看向观众席上的盟主 牟春华起身 用全场弟子 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大家都别慌 想必你们也是很好奇 为何这一次的考核 本盟主要将内门 与外门弟子放在一起 甚至禁止离开 这并非是我等故意刁难 而是因为 在此之前 发生了一起 极为恶劣的事件 那便是 我丹阳盟当中 混入了一个贼人 那贼人偷窃无数 其中甚至包括了 这次考核的奖励 什么 听见牟春华发话 不少弟子脸色大惊 纷纷惊呼道 丹阳盟之中 竟然还进入了贼 这怎么可能 那不是说 我们这次的考核奖励 也都没有了吗 盟主大人 竟然是将我等召集在一起 可是发现了 那贼人的身影 说不定那小子 就混入在我们当中 关乎到自身的利益 弟子们自然是关心不已 几帆听闻后 更是如遭雷击 面色大变 一时间浑身冒起冷汗 第一个想法便是 难道是自己暴露了 想到今日被封锁的道场 再加上现在这件事 让几帆心里 生起一股恐惧 这不可掌控的感觉 已经远远超乎了 他的预料 一旁的林烟 注意到他的不对劲 还以为是因为 之前的两次炸炉 引起的 不由出言安慰道 师兄你怎么了 没事吧 哪怕是这次考核 有所失误 也没有关系 我相信一定不是师兄你的原因 台上的穆春华 目光扫过下方一片人群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缓缓开口道 大家莫慌 我等已经找到了 那贼人的踪迹 此人就藏匿在你们当中 老夫奉劝一句 若是现在就此承认 吴丹阳蒙还能从轻处理 若是一会儿 被我等给抓了出来 那后果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此言一出 几帆更是慌乱 心里不断自我安慰道 不可能 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办法得知自己在弟子当中 但一定还没有发现自己 否则大可直接动手 不会做出如此之态 不能慌 不能慌 几帆强装着镇定 他倒要看看这丹阳蒙蒙主 有什么手段 能够在数千名弟子中精准地找到自己 见人群的躁动 却无一人承认 穆春华皱了皱眉头 他冷笑一声说道 考核奖励之中 大多都是天才地宝 无法快速炼化和消耗 既然没有人承认 那就怪不得我等亲自动手了 现在等都将自己储物界交出 待我们查看过后 若是没有问题 那便可离开了 雨落 围绕着整座道场内的大阵轰然而起 将道场围堵得水泄不通 不少弟子听闻后 大惊失色 说道 为了寻找那贼人 为何要查看我们的储物界 这不合规计 储物界乃是无等的私人物品 如何能够查看 我不同意 仲丹阳蒙弟子 十分不情愿地说道 几凡心里一震 因为那些还未被吞噬吸收的 大多天才地宝 正是存放在自己储物界之中 若是真如盟主所说 将储物界交出 那么自己将再无解释的余地 逃 这是他心中涌起的第一反应 可当看向天空中那封锁的死死 甚至连传送俘虏都 无法动用的阵法 几凡不由心底意狠 涌起一股杀意 要不将此地之人都给杀死算了 自己身为九转镜 储物界之中 更是有着无数能够毒杀一座城的毒丹 连一众长老都比不得自己 若事情真是毫无回旋之地 索性便灭了在场所有人 只是此人 几凡看向观众席上的苏一仙 心底没有太大的把握 此人来自古族 保不准有什么恐怖的手段 若真是这么做 面对场内这么多人 哪怕是他也没有百分百的胜算 见众多弟子 发出不怨之声 几凡暗暗收敛了下来 看着上方穆春华眼神闪烁 要知道 储物界中所藏的 乃是一个人的秘密 这么多弟子 总不可能都愿意给你丹阳蒙 展示自己的储物界吧 一旁的灵烟 见状也是有些不满的 如此做法 恐怕只会引得诸多弟子的不满 四料到了眼前一幕 穆春华与一众长老腾空而起 方长老见状冷哼一声 九转镜的威压笼罩于此 说道 你们储物界之中 无论有何我丹阳蒙都不会管 这次目的 不过是抓住那偷窃之人 要是心中没鬼 那么速速将储物界交于直视手中 待排查过后 方可离开 若是有人不愿 那已该当那贼人的同党处理 在这莫大的威压笼罩下 不少弟子脸色难看 可又无法反抗 场面僵扯片刻 终于 由弟子叹了口气说道 诸位 既然是盟主都发话了 我想长老们也不会太为难 我等什么 我这储物界中 有一件仙品丹炉 既身为丹阳蒙弟子 自当是要信任自己的宗门 说完 那名弟子 便将自己的储物界摘下 递到直视手中 周围弟子听闻后大惊 仙品丹炉 这可是丹阳蒙之中 都少有的存在 就连长老们都没有 想不到此人名不见传 竟然有这等宝物 难道他就不怕被长老们夺取吗 那直视接过储物界 神识探入 扫了一眼储物界中之物 点点头 笑着说道 不错 你做得很好 这才是我丹阳蒙弟子 该有的样子 你可以走了 听闻 那弟子如灵大赦 脸色一喜 恭敬道 是 见那弟子安然无恙地离开 对方竟然连仙品 炼丹炉都没有夺取 不少人心里放松了不少 连仙品炼丹炉都不在意 更别提自己那些宝贝了 他们依次将自己的储物界 交于上前 慕春华见状满意一笑 这名弟子 是他在苏公子建议下 提前所安排的 苏公子说过 若是强行搜寻 蒙下弟子储物界 必然引起弟子们的不满与反弹 这群弟子们 在见过丹阳蒙 在仙品炼丹炉前 都无动于衷过后 必然是会放心地展示 自己的储物界出来 慕春华 不由暗暗赞叹道 还是这位苏公子的手段高明啊 见身边的弟子们 一个接一个地 将自己的储物界交出 几番这下终于坐不住了 他脸色难看无比 想不到这群弟子们这么没骨气 这可是储物界啊 如此放心给别人看 难道当真 不怕对方惦记上 自己的储物界之中 不说是那些天才地宝 光是丹阳蒙所禁止炼制的毒丹 就够自己吃上一壶的了 怎么办 几番身前的执事 见他还未将储物界交出 不悦地呵斥道 还愣着做什么 你的储物界呢 快点交出来 几番背后已经湿透了 他低着头没有说话 手中暗暗掐着一股真气 此刻的他已经毫无办法 如此绝境之下 暗暗决定找机会抱起动手 自己并非毫无底牌 储物界中还有一枚障毒丹 此丹乃是根据万毒门中的 一股老秘籍所炼制出来 一经使用 便会散发出浓浓的障气之力 哪怕是连九转镜也难以抵挡 只不过 这里是丹阳蒙 不同于其他势力 在场皆是炼丹师 保不准长老以及弟子们 拥有解毒的丹药 如果自己所选的 不是由炼丹师组建的门派 那尚且还好说 不同于其他天命主角 几凡是纯粹靠着 个人能力白手起家 只凭借吞噬神体 和一直以来暗自隐藏的身份 偷偷发育 除了所养障的毒丹 以及诅咒之书以外 并没有什么太多 拥有莫大威能的保命手段 可以说 能够达到如今这一步 都是几凡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 如果不是必要时刻 凡凡是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实力 见对方毫无动静 那直视面露不悦之色 他上前冷哼道 还在做什么 别的弟子 都已经将储物戒给交出来了 如此犹犹豫豫 莫非你就是那个偷窃之人 所以才不敢将自己的储物戒交出 直视的声音很大 其他弟子们的目光 也都被吸引过来 几凡脸色一变 低着头 缓缓地将手指上的储物戒给摘下 观众席上的苏毅仙 见状轻笑 他知道 昨日几凡并未全部炼化天才地宝 而是将其存放在储物戒当中 如此情况 那么现在 你要怎么办呢 苏毅仙暗暗想到 他倒是想看看 这天狗盗留天命主角的底牌是什么 可就在这时 身旁一名正在检查储物界的直视 脸色大变 惊喊道 找到了 就是此人 都给我将他拿下 正准备检查几帆的那名直视 猛地看去 顾不得再检查几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 所有长老们都一拥而下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几帆一愣 朝那声音望去 突然瞳孔一缩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怎么可能 林烟 只见林烟脸色苍白 一脸慌忙 正手足无措地看着地上那堆天才地宝 眼中满是不解与惊慌之色 他辩解道 不 不是我 而身前那名直视 正死死地盯着他 气息锁定 不给他一丝逃脱的机会 冷声说道 不是你 证据就在此 这些天才地宝 皆是我丹阳蒙之物 说 你是从哪来的 与此同时 一众长老也围绕了上来 当他们见到地上那堆天才地宝后 皆是眼前一阵 是你 你就是那偷窃之人 见连长老都发话 不少弟子看着林烟 纷纷窃窃窃私语道 原来就是此人啊 想不到竟然是一个外门弟子 偷了我等的考核奖励 他是怎么做到的 诸位长老 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所以先见此有些古怪地看着下方的几番 这也行 转身朝着一旁的梨儿说道 我们去看看 梨儿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总是感觉 哥哥好像有什么目的似的 不过也并没有多问 毕竟哥哥这么做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下方的几番 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他忽然想起 是自己昨日交给林烟的那些天才地宝 本以为没什么关系 却不想自己今日竟然害了他 虽然现在大家的焦点都在烟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林烟帮助自己 摆脱了这次危机也不为过 但几番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林烟无助地望向几番 他想要辩解 围绕于此的长老们 便打断了他的回话 原来那偷窃之人 竟然是林家之女 想不到 当真是想不到 这么多年来的窃贼 竟是一个小小登天镜的弟子 说 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潜入我丹阳盟的宝库当中呢 是不是你们林家指使的 在一众弟子的注视 以及长老们的问责微压之下 林烟只觉自己身上如赋千金 一切的解释是 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没有 这不是我做的 这些东西 明明是昨日纪师兄给自己的物品 怎么会是自己偷来的呢 穆春华见此一幕 也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仔细打量着林烟 此女不过登天镜的修为 是如何能够在无声无息之下 潜入自己丹阳盟的宝库当中 窃取宝物的 虽然不幸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看着地上那些天才地宝 与自己这次宝库中的考核奖励 一般无二 证据确凿 穆春华皱着眉头说道 林烟 你为何要偷窃我丹阳盟宝物 我记得我们丹阳盟与你林家 好像关系不错 一直都是合作关系吧 林烟此刻如同惊弓之鸟 瞳孔中满是惊慌之色 面对穆春华的质问 他不知要如何解释 他看了看远处的几凡 又看向穆春华 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 是师兄给我的 此言一出 几凡听得可谓是浑身冰寒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正在思考着 要不要如同之前烟 帮自己说话一样 出面承认 心里挣扎无比 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相比起林烟对自己的爱慕 几凡更在意的是 自己的虔诚 如若今日自己真的暴露了 那么自己曾经 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 换来的将会是丹阳蒙的追杀 日后都无法安心修炼 几凡捏了捏拳头 像是下定了决心 他索性避开林烟的目光 不去看他 林烟见到后一愣 他不敢相信地紧盯着几凡 见对方不肯出面 为自己说话 心底满是绝望 刚想说的话停在了嘴边 方长老健壮 皱了皱眉头 不悦地喝倒 什么师兄 事到如今 事实物证俱在 你还想狡辩 说话间 九转镜的威压压在林烟身上 一个登天镜 如何能够抵挡这股的力量 慕春华冷眼看着这一幕 哪怕对方是林家组长之女 在眼前的铁证如山的面前 也不值一提 两家本就是合作关系 以林家的实力 还真就不被丹阳门放在眼里 否则林烟这么久 也不会 只是一个外门弟子了 以此女的实力 必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偷窃宝库中的宝物 说不定在她背后 还有着林家的指示 若真是如此 慕春华不建议灭了林家 林烟此刻瘫软在地面 只觉浑身酸痛 不断有汗珠落于脸颊 忽然身子一倾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围绕于身边的威压 尽数化解 众长老一愣 只见远方苏义仙缓缓而来 身边跟随着情佑霜与梨儿 苏义仙微微一笑 上前说道 诸位丹阳萌的长老们 我想以这位姑娘的实力 不应该是你的偷窃之人 说不定是这位姑娘 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不妨让她说一说 慕春华的眼神露出了一丝思考之色 缓缓说道 既然连公子都这么说 我等自然是要给公子一个面子 转身看向林烟 慕春华沉着声音说道 说吧 到底是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 可是你身后的灵驾 远处的几凡心里一惊 又是她 几凡此刻心脏跳个不停 她心中暗暗祈祷 叶儿 你可千万别将我给供出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几凡内心复杂无比 一方面想救林烟 一方面却又担心苏义仙让叶儿说话 对方会暴露自己 这种主动权掌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哪怕对方是叶儿 也十分不好受 见来人林烟脸上露出一丝感激之色 这已经是这位公子第二次帮自己说话了 与他相比 自己所仰慕无比的师兄 反倒是毫无作为 甚至不敢当面承认 林烟的脸色很快又暗淡下来 一想起几凡逃避的目光 心如死灰 他其实隐约间已经明白了什么 恐怕纪师兄也没想到 盟主会突然检查个人的储物界吧 自嘲一笑 林烟低着头说道 这不关我家族的事 都是我一人做的 慕春华文言眉头一皱 不满地追问道 你一人所为 那你可告诉我 你一个登天镜 是如何能够潜入 而不被发现的 林烟看了一眼远处的几凡 没有说话 他也不明白 一向闭门不出的师兄 为何要这么做 见他不吭声 一旁的方长老不悦地说道 没听见吗 盟主在问你话呢 还不快老实交代 莫非你真想连累你身后的林家 威胁之意 毫不掩饰 一听到可能会连累到林家 林烟会暗无光的眼神 闪过一丝光芒 他心中犹豫不决 恰好此时 黄明远从远处赶来 他大声喊道 师兄 切莫放过那个林族之女 众人循着声音看去 黄明远脸色焦急地匆匆而来 他落于地面后 看着眼前的林烟 松了一口气 慕春华问道 师弟 调查好了吗 黄明远点点头 他目光不善地看向林烟 拿出一份书册 交到慕春华手中说道 师兄 这是我丹阳蒙这十年来与林族之中的交易记录 其中并无天花玄水的存在 而此女考核中那天花玄水 定然是宝库中的那一瓶 方长老在旁冷冷说道 哼 我就知道 人证物证摆在眼前 哪怕是慕春华再不相信 也没法否认 他朝着苏义 先拱了拱手说道 苏公子 你看我师弟都这么说了 这我就没办法了 他不明白 为何苏公子两次帮此女说话 莫非是看上了这林家之女 若真是如此 自己丹阳蒙可真的不敢动她 自然是要确认一下的 苏义先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 这件事 还是交给慕盟主你来解决 只是说话间 苏义先时不时地 看向人群之中的几凡 眼神嘲弄无比 一旁的梨儿 有些于心不忍地说道 哥哥 难道真的是这个姐姐偷的东西吗 她感觉 林烟并不像那种偷盗之人 苏义先笑着揉了揉铃的头说道 梨儿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有些事也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语言隐晦 哪怕是慕春华也不明白这位公子所谓何意 慕春华的眼神逐渐变得凌厉 目光刺人盯着林烟 冷哼一声说道 将他给我押入牢中看好 这件事 我要亲自去他邻家问一问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登天镜 纵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一众九转镜眼皮子滴下来去自如的 他可不相信事情有这么简单 说完 转身看向一众弟子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 都退去吧 这次考核奖励 不会少你们的 众弟子一听 还有奖励可拿 纷纷喜悦道 多谢盟主大人 人群渐渐离开 在走时 不少弟子眼神冷漠地看上林烟 检查储物界的怒火 都集中在了林烟身上 临走之时 还不忘催骂道 我呸 想不到 林家 还有这么不要脸之人 林家 因为你 都将受到牵连 依我看你 还是早点自尽了为好 有这种人在我丹阳蒙内 简直是我丹阳蒙之耻 林烟瘫软在地上 双眼无神没有说话 在离去的人群里 真正的元凶几番也在其中 他紧钻的拳头 心中如刀割一般难受 不断地道歉道 对不起 燕 我是真没有办法 我一定会想办法 洗脱你的罪名 救你出去的 苏一仙对此 也并未阻止几番的 耳旁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丁 天命女主林烟 对天命主角失望透顶 心生死至 两人关系绝裂 天命主角几番天命值 一万苏一仙心里暗喜 这天命值来得可真爽 有了这些天命值 自己的修为 又能突破一个大的台阶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自己跟几番并无什么不同 两人皆是喜欢隐于幕后 安安获利 不暴露自己 只不几番所面对的 却是苏一仙 在苏一仙面前 几番所有的手段 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甚至不知道 一切都是在苏一仙计划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至于这一次 为何天命女主 与天命主角关系 决裂的天命值 这么少的原因 恐怕是因为 林烟在几番的剧本中的作用 大多仅限于其 弱小时期的帮助 类似于初恋的那一种 更多的是成长后的几番 反过来帮助他 苏一仙自然也没有 什么兴趣收入囊中 但也不会让他这么轻易死去 毕竟想要离间 天命女主 与天命主角的关系 并非只能是 单方面的林烟对几番 也可以是双方面 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 苏一仙这次准备压榨到底 在安排完一切后 穆春华有些歉意地 朝着苏一仙说道 不好意思 苏公子让你见笑了 苏一仙摇了摇头说道 无妨 倒是穆盟主好手段 穆春华大笑一声恭维道 这还是多亏了苏公子 苏一仙道 只是穆盟主 在下倒是觉得这件事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穆春华有些疑惑 哦 苏公子何出此言 看着被长老押去的林烟 苏一仙解释道 此女登天尽修为 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器 能够偷窃考核奖励 岂不有些古怪 穆春华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觉得的 说道 苏公子所言没错 而且那考核奖励 也并非全在其中 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苏公子莫非是觉得 此女只是帮凶 而偷窃之人 另有其人 苏一仙神秘一笑 与穆春华商讨了一会 穆春华听完后 眼神一亮 说道 一切 但凭公子安排 距离考核之事 已经过去了一天 回到自己洞府后的几凡 翻来覆去 心神不宁 无论他怎么想静下心来修炼 都无法绊倒 脑海中不断回想起 林烟失望的眼神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睁开眼 像是最终决定了什么 开口道 叶儿 我一定会救出你的 毕竟这件事 终究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才让叶儿替自己受难 更何况 若非叶儿自己那日 也断然不可能 如此轻易逃脱 自己之所以能够偷窃 不被发现 正是因为 在万毒门上古单方中 有着一个单药 名为龟西单 此单能够完美地 隐藏自己的气息与真气 再配合上自己 久转近的修为 一般人绝对发现不了自己 否则自己也绝不敢去偷窃宝库 他知晓灵烟所关押的地点 有把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救出 可就在这时 洞府外传来弟子们的议论声 哎 真想不到 偷窃之人 竟然不是那灵家之女 几凡一愣 他复耳倾听着 路过弟子们的议论声 听执法门的弟子说 那女子已经全部招供了 偷窃之人另有其人 啊 不是他吗 那是何人 这我就不知道 这番话 让几凡浑身一震 什么 烟全部都供出了 几凡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阴沉了起来 如果灵烟真的将自己给供出 那就大事不妙了 可为何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抓自己 他不由感觉有些诡异 本就想潜入地牢营救烟 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决定去找烟 亲自问个清楚 想到这几凡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枚灰色的丹药服下 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此时的丹阳萌地牢内 灵烟正被关押至此 在其四肢上被牢牢锁着铁链 青丝凌乱地跪在地上 令人意外的是 丹阳萌似乎并没有对他动用什么酷刑 除了面色苍白落寞之外 浑身上下完好无损 只呀 牢门被推开的声音 灵烟灰暗的眼神泛起一丝波动 缓缓抬起头 看着眼前来人一愣 竟然是那位公子 苏一仙随意观望了一下此地 不免有些唏嘘地说道 灵姑娘是何故如此 老老实实承认了不好吗 我想的偷窃之人 应该并不是姑娘你吧 灵烟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公子竟然相信自己 虽不知这位公子为何前来 但联想起对方不少次替自己说话的举动 灵烟对苏一仙也并不厌恶 看着眼前之人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想来丹阳萌不对我动手 也是公子 您的吩咐吧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旁的晴佑霜 于心不忍 上前拿出水壶 朝他嘴边递了过去 喝吧 苏一仙见此一幕 也并未阻止 微微一叹说道 这与我并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不只是我 联幕盟主他也并不相信 你是那偷窃之人 明眼人都知道 一个登天镜 根本做不到这种事 这些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而且 灵姑娘你的储物戒指中 又并没有什么 能够隐藏自己的秘宝 甚至连考核奖励 也只有十分之一不到 说到这 苏一仙紧盯着灵烟的双眸 认真道 灵姑娘 我想问一问 其他的那些天才地宝 去哪了呢 灵烟有些不敢与其对视 低着头 发丝垂落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想不到 此人竟然能通过蛛丝马迹 知道这么多 他对几凡的是闭口不谈 只是轻声问道 灵家 应该没什么事吧 苏一仙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毕竟你也知道 我不过是一个外人而已 再过几天 我便要离开此界了 若是姑娘可告知在下 那真正的偷窃之人 我倒是可以 替姑娘说上一二 保灵家无忧 一旁的梨儿说道 姐姐 你就说吧 灵烟沉默 他知道 若是自己将师兄给供出来 那么等待师兄的 一定是丹阳蒙的审判 见此他没有说话 苏一仙也知道 灵烟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愿意供出几番 忽然眼神一闪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看向一处方向 苏一仙咧嘴一笑 终于来了吗 他转身朝着身旁的梨儿 与秦幼霜说道 梨儿 幼霜 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跟这位姑娘 还有话要谈 两人尽管有些不解 但还是知趣地离开了 带二人走后 苏一仙看着灵烟 说出一番令他搞不懂的话 这次倒是多亏了姑娘的帮助 那偷窃之人 既然是你师兄 你自然最为了解 此人偷窃多年 手段神秘莫测 我等也没什么把握 能够抓到他 既然你这么肯定 那几番一定会来救你 我等自然会在周围 布置好天罗地网 到时候 若他真敢前来 定叫他有去无回 只是现在还请委屈了姑娘 在此处多待上一会儿 灵烟一愣 他满脸不解地看着苏一仙 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 什么意思 我帮助 与此同时 一旁的空间隐约有着些许波动 苏一仙瞥了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笑着说道 灵姑娘做得很对 大可放心 木盟主说了 事后丹阳盟绝对不会亏待灵驾的 说完便大笑一声 离开了此地 而地牢中的一处空白之地 几凡正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背后都湿透了 好险 差一点就被发现 待苏一仙走后 他回顾着此前之言 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被铁链锁住的灵烟 因为放心不下灵烟 才神不知鬼不觉地 潜入了这地牢之中 可刚刚那家伙 是什么意思 听苏一仙口中之言 自己的身份 已经被暴露给丹阳盟了 而且 一二竟然还与他们合作 想要密谋抓住自己 知晓自己身份的 唯有一二一个 几凡不敢相信 以他对一二的了解知晓 一二必然不可能做出背叛自己的事情 如果真的想要 那为何不在道场之中 就将自己公布抓获 还是说是因为丹阳盟威胁 所以一二才不得已地全说了 几凡脸色阴晴不定 其实从心底里 还是更倾向于第二种 他从暗中走出 一脸难看地来到林烟身边 紧盯着他 林烟还在回忆着苏一仙所言 忽然感到身前一黑 回过神抬头 见熟悉的面孔失神片刻后 瞬间惊喜万分 纪师兄 纪师兄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林烟有些不敢相信地喊道 师兄 你是怎么进来的 纪凡比了个虚的手势 他声音有些低沉 面色复杂 轻声问道 叶儿 你全部都招了 林烟一愣 十分不解地说道 什么 我没有啊 见他一脸茫然之色 几凡不由也怀疑起 是不是自己也搞错了 可刚刚那那一幕 又是怎么说 当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开始生根发芽 几凡试图从林烟眼神中 看出什么 若是林烟有任何怪异的举动 他便会在第一时间离开 这是不是也是他的手段 想要与丹阳蒙 联手抓住自己 叶儿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将一切都全部招供了 你放心 我也知道 肯定是他们用你家族来逼迫于你 只要你承认 这我是不会怪你的 林烟听完后 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眼神中满是酸楚与委屈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 我不是说了我没有吗 师兄 你不相信我 几凡见此一幕 心底一软 声音不由缓了下来 说道 不 不是的 业儿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业儿 可刚刚那人所说又是何事 林烟一正 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苏一仙所说是什么意思 不满地看着几凡说道 师兄 你还是怀疑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跟那位苏公子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几凡一听 脸色一黑 还不承认 自己可是亲眼所见 而且在洞府之中 那些弟子们 就在讨论你招供的事 平心而论 哪怕是林烟说了 他也不会怪罪 可对方竟然想要帮丹阳蒙抓住自己 见林烟撒谎几凡脸色难看 上下打量的林烟 他虽然气息有些虚弱 但并没有被严刑拷打的样子 他才不相信 丹阳蒙会这么好心 毫无作为 见几凡不信任的眼神 林烟顿时心中更加绝望 他悠悠地说道 我该说的 都已经说了 也罢 既然师兄你都不相信我 那你还是走吧 几凡眼神闪烁 思考过后 他挥动真气 将绑在林烟手上的锁链锁斩下说道 我又如何会不相信依儿你 依儿 快将此丹服下 跟我走 几凡拿出一枚龟西丹 他已经决定了 无论林烟是不是背叛了自己 他都决定带他离开 并且要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如今的丹阳蒙 已经不安全了 自己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 对于向来谨慎的他来说 也唯有林烟才能让他这么做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一阵轻笑声 林姑娘 做得不错 听到这声音 几凡浑身一僵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转过头去 本应该离开的苏毅仙 不知何时候 又去而复反地出现在身后 在其身旁 更是站着慕春华 与丹阳蒙一众长老 慕春华见状 大笑一声 不由赞叹道 苏公子当真是好手段 不过这也多亏了林烟的配合 林烟 做得不错 这件事 我们也知晓 与你林家并无关系 日后我们两家 依旧是忠实的合作伙伴 黄明媛冷笑一声 看着几凡说道 我早就感觉 此子不像是什么好人 当日若不是做贼心虚 为何非要离开考核 见丹阳蒙高层全在此处 几凡表情跟见了鬼一样 面容失色 事到如今 他如何能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猛地转过头 双目赤红地瞪着林烟说道 林烟 我这么相信你 你竟然背叛我 林烟此刻也是震惊无比 一切的解释都是空旺 苏毅仙还不忘添油加醋说道 唉 此言诧异 林姑娘本就不是偷窃之人 只不过是因为一时误会才受此难 何来背叛一说 再者说 因为你一人而连累到了整个家族 林姑娘这么做 也是理所应当的 穆春华也是笑着说道 林烟只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罢了 几凡表情阴沉无比 他本就性情孤僻 好友不多 这种被自己唯一信任的人背叛的感觉 痛苦至极 丁天命主角几凡与天命女主林烟产生怀疑 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天命值一万五千 林烟失去天命女主称号 几凡双目血红 死死盯着苏毅仙 声音沙哑地问道 这些都是 你计划好了的 我好像不记得 与你有过什么仇吧 为何要这么做 苏毅仙无奈地耸了耸肩 说道 哦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日的那股诅咒之力 难道也是别人做的 死 几凡听闻后 通体冰凉 细思极恐 他原来一早就知道 是自己做的 那为何 几凡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他眼神忌惮万分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 在幕后阴人 眼前这人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不明白 如此情形 自己只怕是插翅难逃 凡凡毫毫不犹豫地 从储物界中 拿出胀气单 朝着对面扔去 只是一瞬间 浓浓的胀气 便弥漫至了整个地牢之中 这胀气久转静之下 根本无法抵抗 更别说 是登天静的灵烟了 事到如今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这胀气之中 苏毅仙 不管你身后是何方神圣 今日之事 我几番记住了 你莫非真以为 《无诅咒之书》 只有如此 今日之后 我会让你见识见识 他真正的厉害 穆春华挥手抵挡着的 震震胀气 他紧皱着眉头 面色愤怒地说道 毒丹 这胀气竟然能够 影响到九转静 想不到 想不到 我丹阳蒙之中 竟然还有炼制毒丹之人 真是藏得好神 此子绝不能留 给我抓住他 百年前 姚芳臣炼丹 便误入歧途 成为了邪修 惹得汉天神宗 迁怒丹阳蒙 如今在丹阳蒙之中 竟然又有炼制毒丹之辈 此人还是那 长久以来的偷窃之人 这让穆春华 如何不愤怒 众多长老 纷纷服下解毒丹药 运转真气 抵御着这股胀气之力 苏义先见状 眉头一挑 怎么 连这天命女主 都打算舍弃了吗 这胀气 根本伤不了他分毫 苏义先大袖一挥 将地牢中的灵烟给卷起 送到了穆春华身边 说道 穆盟主 我去看看 说完便打算离去 穆春华见状心里一惊 赶忙说道 不可 苏公子不可 此人不知从哪学来的 炼制独丹之术 其下作的手段 绝非只有这些 这是我丹阳盟之事 自然不用劳烦公子 穆春华眼皮狂跳 他可不清楚 苏义先的真正实力 开什么玩笑 眼前这位苏公子 是什么身份 自己丹阳盟 能够不惧严加的报复 全仰仗此人 若是阴盟那一个弟子 伤到这位身份尊贵的苏公子的话 那自己丹阳盟 可就真玩完了 苏义先笑了笑 白手说道 穆盟主不用担忧我 我自然有保命之法 说完便不由分说地起身离去 穆春华见状 表情难看 他赶忙朝着身旁的长老们呵斥道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跟过去 协助苏公子 务必要抓住此贼人 可别再让他逃了 你们且记住 一切以苏公子的安全为先 自己还要留在此地 解决这瘴气之力 这瘴气 俨然已经有要 脱离出地牢的架势了 穆春华眼神闪烁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自己内门弟子中 竟然有弟子的独丹之术 有如此造诣 众长老们面面相去 腾空而起 而此时外界之中 正在逃顿的几凡 面色凝重 不敢逗留一分钟 九转镜的力量 挥发到极致欲空而行 他不断从储物间中 掏出补充真气的丹药 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最快的速度 打算离开这世赤皇界之中 该死的 自己竟然中计了 几凡心中怨恨无比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连灵烟都会背叛自己 想我几凡好不容易心动一次 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 臭 几凡不由大吼一声 发泄心中的不满 好在地牢不同于道场之中 道场之中 可谓是设好了重重进制 自己哪怕使用账务单 也不一定能够逃出去 而地牢就不同了 丹阳盟中 哪怕是盟主最高 也不过九转镜 自己一对一 并不需任何人 若非是那苏毅仙在此 自己今日怎么说 也要让他们吃上一壶 一想到这几凡心中更恨 就是因为此人自己一切的计划都被打乱 同时也懊恼不已 为何自己那日非要不长眼睛 去得罪这个家伙 以后一定要对那些古族之人 小心一点 几凡暗暗想到 这点失败 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想当初自己在万毒门当中 被那长老囚禁了足足几年之久 每日冠以各种独担 意志力早就坚韧无比 只是今日零年的背叛 还是令他有些道心不稳 看着前方 几凡难难道 快了 就快了 只要出了赤黄剑 任他丹阳蒙 与那苏毅仙有什么手段 都找不到自己 他已经决定了 从这之后 他吞噬神不大成定不会出来 到时候 自己只要随处找一个地方隐居下来 再每日用诅咒之书诅咒他 想必你也不会好受吧 一想到这几凡咧嘴一笑 来到天空之巅 可前方一人影 却让他瞳孔一缩 惊骇万分 那熟悉的身影 正踏立于空中 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像是在嘲笑自己一般 不是那苏毅仙又是何人 又是你 这怎么可能 自己一直不间断地保持着速度前进 哪怕是丹阳蒙木春华 也绝对跟随不上自己 而眼前这人 竟然就凭空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如何让几凡不惊骇 几凡并不知晓 苏毅仙乃不死尽的修为 两人隔着一个大镜 实力之间相差 更是如萤火与好远 苏毅仙踏立于空中 笑着说道 跑这么久 应该也累了吧 几凡盯着他沉默 许久才开口道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不是傻子 既然此人早就知晓自己的身份 更是有一万种办法 可以在自己毫无防备情况下抓住自己 可对方却并没有这么做 定然是对自己有所图谋 几凡警惕地望了一眼后方 没见丹阳蒙长老的身影 不由松了口气说道 放我走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苏毅仙听闻有些诧异 说道 哦 当真吗 什么都给我 说道这眼神微微咪咪起 有些嘲弄地说道 可你刚刚不是还说 要与我不死不休 天天诅咒我的吗 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 几凡老脸一红 表情有点难看 他开口说道 没有永远的敌人 何况你我之间 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不过是诅咒了你一次而已 你觉得呢 所以先点点头 似乎觉得很有道理一般 说道 言之有理 几凡听闻脸色一喜 此人手段神秘 若非万不得已 自己不想与他动手 而且 得罪这样一个身份不凡的古族天骄 对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先缓缓说道 说得不错 你我之间 的确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可我想要的东西 你不一定会给我 几凡眉头一皱 他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己所拥有的 无非就是炼制独丹之术 以及一些天才地宝 唯一比较的珍贵的 就是那诅咒之书了 他不会是惦记上自己的诅咒之书了吧 这可是自己用的最顺手的底牌之一了 可苏毅仙接下来的一句话令几凡大惊失色 我看你那能够诅咒人的宝物不错 嗯 也一并把你的吞噬神体给我吧 如何 你若是肯将这些交给我 也不是不能放你走 几凡瞳孔放大 一脸震惊之色 诅咒之书也就算了 可是吞噬神体 从他几凡成长到今无一人能够发现 这不可能 几凡冷冷地说道 他警惕无比地看着苏毅仙 心底已经涌出一股杀意 知道自己这么多秘密 此人哪怕是鼓足天骄 也绝不能留下 苏毅仙也不觉得奇怪 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我那就没办法了 是让我自己动手取 还是你自己双手送上来 几凡眼神冰冷 充斥着浓浓的杀意 韩生说道 当真要如此决断 你既然知道这么多 是否也太小瞧我几凡了 苏毅仙不在意地说道 再不动手的话 可就没机会了 见对方毫不退让 显然是吃定了自己一般 几凡大感受辱 体内的万毒心筋急速转动 浓浓的黑色真气 从几凡体内肆意而出 在那真气之中 隐隐还有着一股吞噬之力 苏毅仙像是来了兴趣 他站在原地 一脸风轻云淡的模样 几凡健壮心底一狠 手中掐着树莓毒丹朝 苏毅仙攻去 狂妄 苏毅仙的瞳孔 逐渐变成赤金色 苍天神恋朝着几凡席卷去 可在触碰到几帆 那诡异无比的黑色真气后 苍天神恋 竟然隐隐有被吞噬消融的趋势 这吞噬神体 倒是有点意思 苏毅仙眉头一挑 并不打算与此人多做纠缠 而是喊道 苏命 几帆四周 瞬间出现树道小镇 将其牢牢囚禁 一时间 几帆只觉浑身一清 身体失重似的 不受控制地往下坠落 苏命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苏毅仙的身旁 他面色平静 天地静的他 要对付一个九转镜 实在是太过轻松 甚至都感觉不到 身上流动的真气 几帆便被擒住 几帆脸色大害 他怒吼道 baby 眼前这人的气息 深不可测 远不是自己 能够对抗的存在 不明真相的几帆一脸愤怒 他不甘心地说道 苏命冷哼一声 困制在几帆四周的阵法更为缩拢 他冷声说道 一个九转镜的蝼蚁 也敢冒犯公子 公子 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不识好歹 面对苏命 几帆心里 只有一股浓浓的无力感 本能告诉他 面对此人 只有死路一条 苏命看向苏毅仙 恭敬无比地说道 公子 要如何处置此人 苏毅仙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将他的储物戒拿下来 苏命点点头 几帆手中的储物戒 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 被剥离下来 苏命轻松破除了储物戒之中的禁止 将其交到了苏毅仙手中 苏毅仙看着几帆的储物戒 神识毫不费力地探入其中 里面存放着不少颜色各异的独单 有着少许炼丹手技 包括丹阳蒙的考核奖励 也在其中 在这之中 一本黑漆漆的书卷 正静静地漂浮着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不祥之力 诅咒之书 将这本诅咒之书拿出 苏毅仙上下打量着 不由感叹道 就是此物诅咒的我吗 看上去倒也没什么不同的 对面的几帆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一幕吼道 还给我 这是我的东西 苏毅仙抬头看向他 摇了摇头 缓缓说道 不 现在他是我的了 这般不讲道理 令几帆愤怒至极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苏毅仙 抢走自己的储物介于诅咒之书 丁 天命主角几帆损失法宝诅咒之书 天命值五千 或 苏毅仙傻眼了 就这么点 他实在是没想到 这一本诅咒之书 对这几帆天命值的损失 根本就不痛不痒的 之前与天命女主 灵烟决裂 都获取了足足三万五千的天命值 从剧本中不难看出 这诅咒之书 对几帆的作用 怎么说 也是属于第一法宝吧 怎么会只有五千点 如今的几帆 还剩下四万的天命值 但即便如此 也依旧超过了大部分的人 吞噬神体贵为排名十分靠前的体质 若是自己在剥夺他的吞噬神体 只怕是几帆会直接失去天命主角的称号 系统 为什么这诅咒之书 只有五千天命值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苏毅仙心里暗暗问道 兵 回宿主 诅咒之书乃 混沌即神物 一共有十卷 苏毅仙这才了然 他看着手中的小黑书 眼皮一跳 赵系统这么说 这只不过是十卷中的一份 完整的诅咒之书 足足有五万天命值 看着眼前的几帆 苏毅仙思索了起来 本以为这诅咒之书 最少也值几万天命值 拿完几帆的天命值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想不到却是个残卷 要获得纪凡的吞噬神体 必须击杀此人 诅咒之书 既然是他的本命神器 收集完整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倒不如让他去帮自己收集完全在割 到时候还能一并将他增长的天命值也拿了 细水长流这个道理 苏毅仙还是懂的 看向双目赤红满是仇恨之色的几帆 苏毅仙笑了笑上前说道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 怪吓人的 几帆正死死瞪着他 他大吼道 我不服 你生来便是衣食无忧 不缺任何修行资源 而我几帆 却是从下界之中一步步爬到这里 全凭自己 又岂是你苏毅仙能够比拟的 若非你身旁之人 当面战斗你必然不是我的对手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却遇到了古族之人苏毅仙 他知晓 古族之人皆是不可一世 自持甚高 自己现在想要活下去 唯一的办法便是靠着此人的轻视 在决斗中挟持他逃脱 虽然表面愤怒无比 但这些都不过是几凡所装出来的而已 哪怕如此绝境 他依旧头脑清醒 没有丧失理智 想要寻求那一线生机 苏毅仙眉头一挑 他缓缓说道 这样吗 那好 苏命 放了他 苏命满视不解 但又不敢忤逆 解开了围绕在几帆身边的阵法 几帆感觉浑身一清 力量又回到了自己身体里 脸色一洗 心中窃喜无比 果然 上当了 只要给自己一线机会 自己便能逃出升天 古族之人 果然都是自大狂妄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苏毅仙却接着说道 你可以走了 这下轮到几帆傻眼了 他愣在原地 似乎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说道 你 你说什么 见几帆呆愣在原地 苏毅仙眉头一挑 笑淫淫地说道 怎么 不想走了 几帆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毅仙 眼神满是诧异之色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又突然要放过自己了 他可不觉得苏毅仙会安什么好心 说不定又是什么算计 几帆只觉得根本摸不透苏毅仙的想法 他凝视着对方说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真是要放我走 别说是几帆了 就连一旁的苏命都不清楚 苏毅仙到底要做什么 苏毅仙轻笑道 怎么 你激将我不就是为了想要逃跑吗 我现在让你走 你又不愿意了 竟然被他看出来了 几帆瞳孔一缩 大为所振 自己在的想法 好像都被此人看透 眼神忌惮无比 此时后方丹阳蒙长老们匆匆赶到 见远处那几帆正在与苏公子对峙 还以为苏毅仙有什么危险 目光大震喊道 小贼住手 若是你赶伤了苏公子 我丹阳蒙必然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听到后方这声音 几帆猛地回头看去 苏毅仙看了看赶来的众人 笑道 再不走 可就没有机会了 虽然不明白他在搞什么 但有一线生机几帆都不会放过 若是等那群丹阳蒙长老过来了 自己恐怕就真的走不了了 几帆深深看了一眼苏毅仙 也不敢放下什么威胁之词 生怕对方反悔 没有说话 而是毫不犹豫地突破了此方戒雨 消失在了原地 身后的丹阳蒙长老见状 纷纷双目 瞪大怒吼道 贼子修走 此刻已经逃脱了赤皇界身处 诸天星空的纪凡 依旧感觉一切是那么的不现实 除了自己所留下的储物界 对方竟然真的这么轻易 就放自己走了 几帆眼神闪烁 此次虽然说是损失了诅咒之书 以及那些独单与考核奖励 但不管怎么说 好歹逃脱了出来 少了诅咒之书 自己日后就无法安逸苟着了 但好在自己最大的底牌吞噬神体还在 几帆知道 唯有活着才有希望 包括那复仇之心 而自己的吞噬神体 只要资源足够 更是拥有无限的可能 苏一仙 你会因此而后悔的 几帆心里暗暗发誓 他要让苏一仙知道 放过自己是多么愚蠢的一个决定 而此时苏一仙这边 一众单阳蒙长老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帆离去 除了这赤皇界 日后再想要抓住几帆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毕竟万界这么大 赤皇界在其中 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想要抓住几帆弹何容易 黄明媛脸色难看 他看向苏一仙恭敬地说道 苏公子 你没什么事吧 相比起几帆的逃脱 他第一时间 还是更关心苏一仙 是否因此而受伤 苏一仙摆了摆手说道 我没事 只是想不到 此人修为如此高深 竟然是九转镜的存在 我一时大意 让他给逃了 不好意思 九转镜 众长老心里一咯噔 此贼隐藏得好深 其真实实力竟然是九转镜 不说苏一仙身份 没有人敢去责怪苏一仙 他们扪心自问 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同境界的独修 一个不慎 恐怕自身都大有危险 黄明媛更是被吓了一跳 这可是独修啊 而苏一仙 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心里既惊叹的同时 不由又感到一阵后怕 若是苏公子 在他们丹阳蒙出了什么事 那可就完了 一旁的长老问道 还要追吗 黄明媛眼神闪烁 缓缓说道 算了 此番此人逃脱 还不知道会前往何处 出了赤皇界 想要再抓住他 可就难了 还是回去待盟主商议后再决定 长老们点点头 黄明媛转头朝苏一仙说道 公子 我们还是先回去 丹阳蒙内 众多长老会聚在大殿之内 黄明媛将一切 如实禀告给穆春华 穆春华听完后 面色难看 许久才说道 唉 算了 此事也怪不得你们 想不到此人 竟然是九转静 大家都无事便好 黄明媛显然是不肯 善罢甘休 说道 师兄 岂能就这么算了 若是这件事传出去 我丹阳蒙的脸 还往哪个 别的势力 一定会因此而 吃笑我丹阳蒙 这对我丹阳蒙的名誉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穆春华沉思一会儿说道 这我又如何不知道 只是这个贼人 若在我赤皇界还好说 出了这里 以我丹阳蒙的实力手 还无声这么长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黄明远不解地问道 自然不是 穆春华眼神闪过一丝精芒 他接着说道 从现在开始 全界通缉此人 将消息散到附近几个界域去 若是谁能将此人抓获 无论是生是死 都将得到我丹阳蒙的奖励与友谊 要是论实力 丹阳蒙可能排不上什么号 但如果是论底蕴以及资源 这一群由炼丹师组建的宗门 可不是一般势力所能够媲美的 黄明远点点头 看向一旁失魂落魄的林烟说道 师兄 此女要如何处脸 穆春华瞥了一眼 他想了想说道 这件事 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将他送回林家之中吧 交代完这些 穆春华上前朝着座上的苏义先说道 此次能够知晓 这贼人的真正身份 还得多亏了苏公子 虽然没有抓住这个贼人 但也替我丹阳蒙 解决了一大祸患 苏公子 这是我丹阳蒙一点心意 还请公子不要拒绝 穆春华翻手间 拿出一枚储物件 在这储物件之中 装着数万枚上品金石 以及数不清的丹药与天才地宝 其数量之多 令人难以想象 几凡所说没错 两者身份之差 天差地别 相比起他费尽心思 偷窃而来的考核奖励 还要遭受丹阳蒙 永生永世的报复追杀 苏义先光是 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做 所得到的 都超过了他不止一心半点 以苏公子的身份 自然是看不上我丹阳蒙这点宝物 但这也是我等一片心意 还请公子不要拒绝 穆春华笑着说道 苏义先见状 也没有拒绝 收下那枚储物件说道 在下也不不过是顺手之为而已 穆盟主客气了 见苏义先收下 穆春华大笑一声 说道 哪里哪里 苏公子几次三番的恩情 我丹阳蒙不敢忘记 若是公子还需要什么 大可直言 只要是我丹阳蒙有的 必然双手奉上 苏义先点点头说道 足够了 似想到了什么 苏义先接着道 穆盟主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 我也准备离开赤皇界了 穆春华一愣 听闻苏义先要离开 不由一急问道 公子为何要如此之早走 可是我丹阳蒙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为何不多留几日 我也好待公子 参观参观我丹阳蒙风景 苏义先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不用了 这几日倒是劳烦穆盟主费心了 那严家身为古族 这么久未曾出现 想来也是放不下颜面 对付你丹阳蒙 我也不必久留在此 我还有些事要办 就不多打扰穆盟主了 见对方去意已决 穆春华沉默 自然不好多说什么 他是打心底里 想要与苏义先交好 他还从未见过 身为古族天骄 却如此彬彬有礼之人 丹阳蒙在古族这种 晴天巨雾下 不过与蝼蚁无异 所以 严仇玉与严昊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苏义先的出现 这让他不禁对古族之人 有了一定的改观 穆春华小心问道 不知公子何时动身 苏义先笑了笑说道 现在 他来此地 本意不过是 为了寻找梨儿 却不想 发现了天命主角的存在 便在此多留了多日 如今 几凡都已经走了 他也自然没什么 必要待下去了 苏义先起身 毫不拖泥带水 雷厉风行地 便与众人离去 值得一提的是 在苏义先与梨儿等人 乘上灵州后 穆春华带领着一众长老 与真传弟子前来送行 穆春华看着灵州上 那封神如玉的公子 面色不舍地说道 苏公子 慢走 日后有空 一定要常来丹阳蒙做作 我丹阳蒙的大门 一直对公子敞开 嘴上这么说 但穆春华心里知道 以苏公子的身份与地位 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遇见 他们终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黄明媛也说道 苏公子保重 梨儿一脸依依不舍地看着下方 在临走时 穆春华也给了他一个储物件 里面装满着 用特殊阵法封存的 真善格的美食 秦佑霜在这几日发现了 自己虽然在修炼方面天赋不佳 但在炼丹上却另有造诣 想要说些什么 却停在了嘴边 诸天星空中 苏命站立于灵州之上 看着一旁的苏义仙不解地问道 公子 我们现在要去何处 苏义仙想了想 说道 我回到这上界之中 还从未拜访过母亲呢 这次便过去看一看吧 因为年幼便前往下界历练 记忆中对于生母的印象 已经记不太清了 只知自己生母乃基家上一世神女 老实说 起初对自己亲生父母苏义仙 还是有些排斥的 可当他见过苏卿天过后 发现好像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苏命听完后点点头 认真的说道 也是公子 公子您也的确应该 回母族那边去看一看了 在您闭关的这些期间里 基家那边不止一次传来消息 要让公子您回去 说是给您定了一桩婚事 苏义仙听完一愣 他一脸猛逼地看向苏命说道 你说什么 苏命说道 主母让您回基家看看 苏义仙摆手 不是 后面一句 苏命眼神有些古怪 不解道 主母给您定了一桩婚事 苏义仙眼皮跳了跳 表情故作平静道 嗨嗨 你说婚事 这件事 我总不知道 父亲大人那边怎么说 苏命老实说道 家主他们自然是知晓的 这我也是 听家主所说 听说夫人在族中 培养了一个不错的女子 乃是夫人那一脉的嫡系 更是拥有人皇血脉 其身份绝对是配得上公子您 若非因为此女是夫人清定公子 明的未婚妻 这姬家神子之位 恐怕也轮不到姬长月来做 说到这苏命看了看甲板房 一脸正色道 公子 如果您要去姬家的话 依我看 还是不要将秦姑娘带去 免得夫人误会 离儿年纪上小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苏义仙听闻 皱了皱眉头 当听到未婚妻时 她竟然生起了逃跑的意思 要不就不去了吧 苏命看着一脸黑线的苏义仙 还以为公子不满意 好心说道 公子莫非是不重义那位未婚妻 公子大可放心 这可是夫人亲自挑选的 名叫姬林双 苏求那家伙 早就去打听过了 听闻此女不仅天赋绝伦 身负嘲讽神体 与人皇血脉 容貌更是倾国倾城 不在秦姑娘之下 家主与长老们的态度 好像也十分满意的样子 公子不妨去看看 再做决定 苏义仙一时沉默 不知道说什么好 思索再三 还是去看看吧 拜访一下母亲 顺便见见这所谓的未婚妻 究竟是何人物 去姬家 苏命操控着灵州说道 明白了 姬家再太虚解 哪怕是有灵州的加持 也需要一段时日 公子还请好生歇息一会 苏义仙点点头 回到屋内 忧心忡忡的 见梨儿与秦佑霜 正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梨儿今日身穿 依旧是一袭鲜艳无比的 刘苏红裙 少女纤细无比的 盈盈柳妖记着红丝带 巴掌大的狱卒 踩着一双红色的布鞋 不安分地坐在凳子上 轻轻摇晃着 夫若宁知 明亮动人 一双动人的美眸 清澈如全 眉眼弯弯 似乎说到了什么开心事 而秦佑霜也不在话下 淡蓝色的宫装裙 也遮挡不住着 摄人心泼的曼妙身姿 胸前那一对高耸的白兔 盈盈有要跳脱出来的架势 一双眉意十足的桃花眼 仿若一望春水 缭拨人心 当然 苏一仙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梨儿身上 不管是见几次 苏一仙都有种意外感 明明只是一黄眼 梨儿便已经这么大了 房门清响 见来人 梨儿眼神微亮 起身小跑而来 携带着一阵少女好闻的芳香 扑入苏一仙怀中 梨儿如今身高 只勉强及苏一仙胸膛 脑袋埋进苏一仙的怀里 拱了拱 娇憨无比地念叨 哥哥 你来了 净显依赖之情 柔软无骨 带有温度的娇躯入怀 苏一仙手一时间 不知放哪是好 颇为无奈地说道 好了好了 梨儿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男女瘦瘦不轻 此言一出 刚起身准备相迎的秦又双 忍不住眼面轻笑 扑哧 秦又双玩耳一笑 他打趣道 公子说得倒也没错 梨儿如今也有时期了 是个大姑娘了 梨儿听闻后 小脸委屈 抬头看着苏一仙说道 哥哥 难道梨儿以后 都不能这样了吗 苏一仙颇为无奈地说道 倒也不是 他轻轻推开梨儿 坐在凳子上 秦又双十分自觉地 在一旁灼茶 一边询问道 公子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 苏一仙接过热茶 清明了一口 放下手中茶杯说道 去鸡家 鸡家 秦又双一愣 十分不解地看着苏一仙 他所知晓的鸡家 唯有鼓足那一个 且听说 鸡家算是古族之中 为数不多 能够与公子家族媲美的存在 公子去那做什么 苏一仙眼眸低垂 老实说 他对鸡家也不太了解 说道 回到上届许久 也未曾拜访过母亲大人 此次前去 你与梨儿好好待在灵州之中便好 梨儿一听 哥哥又要离开 不满地撅起小嘴说道 不要 哥哥又想扔下梨儿 苏一仙一正 苦笑道 去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鸡家不同于我苏家 去了那可要乖乖听话 不可调皮 说到这 似想到了什么 苏一仙心念一动 将之前 梨儿所给予自己的 不屈地骨取出 金色地骨握于手中 散发着银银流光 苏一仙看着这块地骨 询问道 梨儿 这不屈地骨 你与右双 是从何处弄来的 且与我细说说 因为之前一直关注 天命主角几番的原因 苏一仙此时才想起 这块地骨的存在 梨儿坐在苏一仙身旁 小脸思考了一会 说道 嗯 哥哥在你闭关的时候 我与双二姐 在北域之中 刚从一处秘境中出来 包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感觉北域那处的空间 有些古怪 似乎有某种静置存在一般 静置 是正法吗 苏一仙眼神闪烁 你接着说 梨儿点点头说道 然后我便让包子 破除了这处静置 那里仿佛是另一片天地 根本感觉不到灵气的存在 周围也没有任何生灵 只有一头庞然巨物的凶兽存在 那凶兽说来也奇怪 他好像发现 我们了 但也并没有管我们 我们刚一进去 便看到他一口吞噬下了一颗死心后 便盘踞在一方沉睡 而这金色的骨头 刚好就在他身边 苏一仙面容古怪地看着梨儿说道 所以 你们便趁那凶兽沉睡之时 将这不屈地骨给偷了出来 梨儿点点头 握着小拳头 兴奋无比地说道 对啊 哥哥 当时别提有多刺激了 差点就被他发现了呢 苏一仙听闻眼皮狂跳 是不是虎啊 他成鹰片刻后说道 这凶兽长什么样子 你们可记得 梨儿思索了一会儿 很快便说道 嗯 我记得他好像有一对黑色的脚 长得很奇怪 体态像豹子 前腿上长满了道沟 身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鳞片 这粗略地描述苏一先想了想 记不起有和生物与梨儿描述的一样 秦又双在旁开口道 包子可能知道什么 但他一直支支吾吾的不肯多说 苏一仙皱了皱眉 按照梨儿所说 那里说不定是类似于古族 一般由大能所开辟出的天地 而那凶兽所守护的之物 便是自己手中的这块不屈地骨 只是 令苏一仙不解的是 这不屈地骨 竟然还有一块 本以为这是无法的半生神物 但现在看来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算了 带回去再问包子吧 苏一仙缓缓起身说道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距离到鸡家 还需要一段时间 梨儿你与幼霜 再次好好修炼 梨儿问道 那哥哥你呢 苏一仙看了眼手中的金色手骨 揉了揉梨儿的头笑道 哥哥也一样 带来到另一间房 苏一仙盘歇而坐 那神韵无比的金色手骨 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他的正前方 苍天神体 散发出一种渴望的气息 系统 加速修炼 苏一仙暗暗道 从纪凡身上 得到不少天命之后的苏一仙 也并不吝啬 在消耗了一定天命之后 苏一仙毫不犹豫地 将那金色手骨融入体内 而就在这时 一道宛如鼓中一般 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在苏一仙的脑海之中 这声音愤怒无比 犹如来自荒谷的凶兽 在耳边咆哮 从金色手骨之中传出 无耻切贼 我记住你的气息了 敢偷我楚鸥的东西 无论是天涯海角 我都不会放过你 一道恐怖无比的凶兽 神念从金色手骨中咆哮而出 不断冲击着苏一仙的尸海 这狂暴无比的神念 隐约有要崩灭自己尸海的意向 若是一般人 在这股恐怖的冲击下 只怕一瞬间意识泯灭 将变成白痴 苏一仙脸色一变 这神念 自己竟然毫无察觉 他赶忙催动神员古今 与之抵抗 尸海中存在的震天九玉塔 迸发出一道黑色的亮光 那神念一瞬间 被卷入九玉塔之中 那道凶兽神念中发出惊恐之声 似乎十分惧怕九玉塔一般 这 这是震天九玉塔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很快 这道神念便在九玉塔的光芒之中 消散不见 金色手骨逐渐融合进苍天神体之内 步驱地骨也散发着亮光雨之呼应 苏一仙紧闭着双目 周围庞大天地灵气涌入体内 世界术犹如吞之不尽的饕餐 贪婪地吸收着这方灵气 不死尽三重 苏一仙缓缓睁开眼 想不到这金色手骨之中 竟然藏有着那凶兽的神念 这应该便是黎儿他们所遇到的那只凶兽吧 苏一仙眼神中闪过一丝忌惮之意 刚刚若非震天九玉塔的存在 这恐怖的神念冲击之下 自己神魂必然受损 看着自己的右手 金色手骨的融合 令他没有感到丝毫不适 仿若与苍天神体 本来就是一体的一般 系统 打开面板 姓名 苏一仙 称号天命反派 全属性加十 古族神子 威慑力加八灵身份 万古苏加神子 天命 十八万天命值 三万两千境界 不死尽第三重 命格 古神体 红 神缘古经 红 不屈地骨 经 九玉玉主 经 绝代妖孽 经 大势天骄 经 功法 神缘古经 蛮荒祖权 无量法觉 白虎杀伐神通 神器 镇天九玉塔 诅咒之书 蚕 法宝 神魂星盘 兽魂珠 当前气韵 如日中天 红韵当头 太皇庇护 古族气韵 楚敖神念 人生剧本 天命反派 上界万古世家 苏擎天 流于下界遗子 因生于上界 天赋经验实力强大 冠绝同辈 详情 君